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猫爷驾到,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明月照经伦,领衔主演 第141集 大梁战乱,各城各州都人心惶惶 唯独荣敬南地,一片祥和 凤昭只喝了一口茶 黄兄问道,你有何要求? 嗯,这茶水真不错 楚衣当真是把什么好东西都送来了萧景寺院子里了 看看那床上盖的,地上铺的,墙上挂的,桌上摆的 哪一样不是真品 这楚家,以后还当真不是楚王爷的了 萧景寺说 我要一纸诏书 凤昭只挑挑眉 什么诏书 萧景寺又添饮茶,缓缓到来 亲南王府,永不削帆 凤昭只微微愕然 不想这女子挑了两国战火 借下河的刀将大梁异国之军逼得束手无策 竟是为了这番 我以为你会给自己要一张免死金牌 毕竟你这个眼中钉那么碍眼 你以为我皇兄能留你几天 萧景寺淡淡笑了笑 主茶的动作慢条思理 十分优雅 懒懒道 他不留我又如何 可不由他说了算 留不留他是帝君的盘算 能不能让帝君留他 便是他萧景寺的本事 只是 显然 萧景寺入朝半年了 何时受制于人过 凤昭只叹道 我皇兄真是糊涂 竟将你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招来了身边 然后 养虎为患 大梁二十九年 冬月 夏河大军南上攻入仓平 帝君令下 华梁国师领荣平军前去镇守 仪华长公主从旁辅兵 来清南王府传者的将士 是被楚玉扔出去的 阿饶 我们不去好不好 楚玉很不安 央求着他 萧景寺不出声 他懂了 他家阿饶 从来不会退让一步 楚玉言简意该 去把我的战马牵来 楚慕一听 紧张了 你要干什么 楚玉撇了一眼他 和阿饶去仓平 他是阿饶的猫 当然阿饶去哪里 他就去哪里 楚慕坚决反对 我不同意 有用吗 反对无效 去备吗 楚玉直接忽视楚慕 又吩咐金华 让厨房多准备一些 杏花糕和花酿 阿饶希望 楚慕没法子了 这个逆子从来都不听他的 他扭头 吼了一旁一声不吭的萧景寺 你还不快劝劝他 不带萧景寺开口 楚玉一把将他藏在身后 吼回去 你再兄我家找试试 坐上温思染凤昭指 凤容离三只 就静静地看着恭喜大战 叫上一壶好茶 悠哉悠哉 不能吼是吧 他压得温柔总行了吧 楚慕耐着性子 苦口婆心 藏平极寒 你就忍心楚玉 拖着这个神体去受罪 萧景寺眉头拧得更紧了 楚玉更恼了 你再为言耸听 本世子便带我家阿饶 奔出去住 楚慕张着嘴巴 说不出话了 成功被威胁到了 楚玉扭头 神色立马柔软了 阿饶 你要是不带我去 我肯定会害相思病的 左右是要受罪 这说话的语气跟态度 与同楚慕说话时 天差地别 两极分化 楚慕他已经完全哑口无言了 一旁看戏的三只 惊惊有味 恭喜大战 萧景寺完胜 不战而胜 得亏处于神助攻 许久 萧景寺才开口 你留在容京 楚慕得意 果然还是这女娃子心软 楚玉难得不听话 攥着萧景寺的手 一脸坚决 却又怕他家阿饶生气 很小声地嘀咕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他是怎么都不愿意和阿饶分开的 萧景寺耐心很好 拉着他坐下 慢慢解释 夏合在仓平起兵 北上有我 领静西荣平均 南下有你 守荣静南地 说复崇州师弟之后 北上与我会合 若你我二人南北为之 梦中捉鳖 方可速战速决 南北为之 紫香敢肯定 若要拿下夏合 他家主子肯定有千方百计 说到底 是舍不得长山世子 要金贵地养着 当然 这速战速决的理由 楚玉完全不接受 不认同 不管不顾 我不管 大凉江山世子 是活于我何干 他软软央求 阿饶 你带上我好不好 这般软磨硬泡 萧景寺有点左右为难 楚慕见状 趁机抬出了 家族主义 荣辱观和价值论 大凉江山 你可以不管 秦南王府 是荣是损 你也不管了 楚玉理所当然 没有阿饶重要 家族主义 荣辱观和价值论 这种东西 楚玉确实没有 楚慕一口老血 差点喷出来 楚玉 萧景寺停顿了许久 说 听话 他哄杏花也是这个样子 一脸无奈不知所措 软软的语调 带着几分讨好 十分无可奈何 楚玉不开心了 阿饶 萧景寺想了想 将楚玉拉走了 然后进了寝屋的院子 楚慕跟不上步调了 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就说 去房间做什么 凤昭只喝了口茶 道了一句 人多眼杂 做什么事 还不能让人看 楚慕十分不能理解 凤容离打枪 兴许是美人计 温思染一脸小娇羞 这秘里调游的小日子 纵使楚慕再古板 也听懂了这几个的意思 看不出来 那一点烟火气 都没有的女娃子 竟然是这样的国师大人 再想想自家儿子 平日里一副 神魂颠倒的样子 楚慕有点恨铁不成钢了 以后要是楚玉娶了她 还不得被她吃得死死的 皇爷放心 京华多嘴了一句 不用等以后 楚慕的心情 难以名状的忧伤 那么大 凤昭只喝完了茶 起身走了出去 温思染赶紧追上去 你也要去苍平 他不理不睬的去了马厩 走哪温思染就跟到哪 八成是从楚玉那里学来的 凤昭只牵了匹汗血宝马 让开 他不让 你帮我也挑一匹 我也要去苍平 温思染觉得自个儿比楚玉有节气 绝不吃美人剂那一套 再说 凤十七这鸭才不会使美人剂 凤昭只挑挑眉毛 你去送死 他在期待什么呢 居然意想着一个毒蛇男人婆对他用美人剂 还是实际点吧 温思染振振有词 保家卫国人有责 本侯又为了黎民百姓国泰民安 鞠躬尽瘁 不惧生死 马厩一旁的金银财宝四人都忍不住翻白眼 这睁眼说瞎话的 指着温伯侯大人有国家使命感 还不如指着常山世子有家族荣辱观和价值论呢 凤昭只懒得听温思染鬼扯 牵着马绕过他 你去送死我不拦着 不过别跟着我 我不想被你拖后腿 你瞧不起我 温思染觉得 他的英雄气概被凤十七贬低了 好生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第142集 凤昭只停下 转身 抱着手问 刀剑棍棒 行军布阵 你会哪一样 他最擅长的是 打算吧 琴棋书画也不是等闲之辈 一点都不理亏 本侯爷 本侯爷又不是你 成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 本侯爷靠的是脑子 像你这种靠蛮力的人怎么会懂 一个女人 会刀剑棍棒 行军布置有什么好炫耀 当心以后没人要你 当一辈子老姑子 还蹬鼻子上脸啊 凤昭只咬牙忍住 放心 就算当一辈子老姑子 我也不会求着你娶我 温思染下巴一抬 秀气得眉眼洋洋得意 你不让我娶我就不娶 本侯爷为什么要听你的 凤昭只气劫 真他妈想敲开这丝的脑袋 看看有没有坑 见他不坑声 温思染更得意了 信誓旦旦的样子 来不上来了吧 你分明寄予我的美色多时 还要装作一副 对我视而不见莫不关心的样子 凤昭只无语宁业 这嘴皮子功夫 还有脸皮的厚度 金银财宝等人 五体投地 甘拜下风 怎么不说话 被我说中了吧 温思染怎得得意忘形 凤昭只直接视而不见 走过去 看了一眼他的脖子 一抬手 把人敲晕了 金子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跑过去 侯爷 刚要掐人钟 死不了 凤昭只看着金银财宝四人 等我走远了再把他弄行 迟疑了一下 金子回 是 长公主殿下 便放弃了把人掐醒的念头 前思后想过了 侯爷多半是拗不过一话长公主的 听长公主的准没错 且再说回那密里调游的小日子 萧锦四拉着楚玉去了寝居 清天白日的 关了门 让紫香守在外面 楚玉先发指人 安柔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要和你一起去 萧锦四拉着他坐下 他便站在楚玉的正前方 我什么都不说 嗯 他确实之后便什么都没有说 弯下腰 轻声凑过去 勾住了楚玉的脖子 然后便含住了他的唇 没有技巧 也不得张反 便那样一下没一下地轻咬着 楚玉便睁着眼 震了一下 随后乖乖张开嘴 让萧锦四挠痒痒似的啄着 萌动得不得了 毛子都水光水光的 只是这般隔静恼痒痒似的侵乏 却叫楚玉心痒难耐的厉害 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将他拉到怀里坐在自己腿上 捧着萧锦四的脸 刚伸出了舌头 萧锦四便推开了他 一双水气阴晕的毛子看着他 他家阿饶果然是得了他的那一弹 磨人的小妖精 片刻 楚玉便红着脸 束手投降了 我听你的便是了 他笑了笑 搂住了楚玉的脖子 他的阿饶美人为限 他便只能色令至昏咯 哪里拗得过他 也舍不得服了他的意 自然 也是有了算盘 阿饶舍不得他 他便不能明目张胆地惹他心疼 端着他的下巴 楚玉抬手遮住了萧锦四的毛 生怕眼里的情动吓着他 轻身 将唇落在他唇上 撕磨舔射了片刻 便情难自禁了 狂风暴雨式的用力瞬息和纠缠 良久 萧锦四软绵绵地扶在楚玉的肩上 轻喘着 耳边同样是楚玉急促的呼吸声 他贴着他的唇角 声音嘶哑 阿饶 你还学不会 我们再来一次 然后楚玉便又含住他英红的唇 与他痴缠 确实 他的阿饶对七尼之事有些笨拙 而他却实髓之位了 倒是突然便明白了 北营那些男妖女妖 怎如此热衷此事 果然会上瘾 好在他遮住了阿饶的眼 看不到他身后左右摇动的尾巴 大梁二十九年 年关将近 华阳国师萧锦四 要静西荣平军二十万 出征苍平 于苍平外弱水河畔 与夏河大军两军对垒 首战告捷 梁都 连日阴雨 夜里 雨打楼台 华阳宫中 咒声事端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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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不好了 是一样 郡主院子伺候的丫头 常宁 半夜求见太后 太后还未歇下 急言吏色地 训斥那满头大汗的丫头 大晚上的 嚷嚷什么 规矩都学到哪儿去了 灵芝郡主她 她出宫了 太后一听便急了 出宫去哪儿了 奴婢不知 郡主她是偷偷出宫的 连长静姐姐都没有带去 奴婢怕她是 常宁慌慌张张 口齿不轻 怕她是去荣静南帝了 沈太后 沈太后神色巨变 国师萧锦次出征苍平 而后不过五天 夏河连连败退 与此同时 常山世子于荣静南帝出兵 一路北上 沿茂陵 赫山 一路攻退 夏河大军 仅用三日 收复崇州腹地 短短数日 夏河节节失守 坊间有船 权杖大梁国师大人 及常山世子这等梁将 方能扭转乾坤 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 崇州楚家君住地里 常山世子正在闹脾气 甩了脸色 不吃饭 不喝水 直到自个儿害了相思病 搞得一干军衣 束手无策了 唉 世子爷怕是在崇州待不久了 若水河畔一战之后 夏河大军折兵数万 退至苍平益川 荣平军步步紧逼 为而攻职 夏河仅剩八万人马 岌岌可危 困兽之斗 已过了两个日夜 荣平军驻扎苍平益川两里外 补吸一身染血的盔甲 刚从战场归来 主子 营帐中 几位主将正在商讨布防 萧景寺挥挥手 便安静了 道 降了 古兮摇头 益川城内有流民数千 已被夏河俘虏 如若我军逼城攻入 夏河势必要赶尽杀绝 这些流民 多数是因半月前崇州 茂陵 赫山失守 故而一路北上 才流亡到苍平 不想 夏河在苍平又起战乱 夏河大败 主帅穆须将军 便掳了驻地城外的流民 以此作为要挟 使之大梁投鼠祭气 萧景寺沉吟 帐中一众戎平军 见主帅不语 遍野进入寒蝉 良久 他下令 传我的令 退兵十里 正是成盛追击的好时候 如若退兵 前功尽弃 几位副将军 面面相去后 荣平军助袭副使才到 齐小姐 我们手退兵 夏河得以喘息 立马便会调援兵入苍平 如此与我军十分不利 萧景寺手里正把玩着小齐 将之放在了军用不防图的一角 正是一川的位置 无碍 我自然不会让他们 等来援兵 要退兵十里 又要乘胜追击 如何做得到不动声色 五夕问道 主子 你是小 欲得虎子 怎能不入虎穴 一众将领 只觉得心惊柔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43集 次日 荣平军退至一川北上十里 夏河兵马方得了喘息 仓平城外便有一栋 乃夏河大军十万行兵 以援兵一川 援兵未盗 不过两日 粮草先行 事业 夏河军旗迎风飘扬 营帐外 垒墙三米 以防守外敌入侵 五步一兵 在烽火台下来回巡逻 地上人影晃动 忽儿 烽火台骤变 守夜的卫兵高举火把 大喝一声 什么人 不闻其声 也不见人影 只见了一只燃了火光的箭矢 破空而入 落在一顶营帐上方 随即砰了一声 火光炸开 这营帐中 放的全是援兵粮草 一遇明火 立马燎原 守卫顿生警戒 有人闯入军营 速去禀报将军 片刻 主帅营帐外 卫兵来报 将军 凉酷失火 有人夜闯我军阵营 帐帘被掀开 只见男人高大魁梧 须着半脸胡须 一双原木 更显了几分煞气 这便是下河 驻义川的三军主帅 木须 他问道 来了多少人马 卫兵回 不见踪影 隐匿极快 属下断定 是一人为营 这时 呼闻帐中 女子的声音传来 他终于上钩了 声声媚鼓 光是听着女子嗓音 便怎知角色 只见木须将军身后 女子走来 风吹着灯火 忽明忽暗 模糊了女子的轮廓 隐隐可见 他眼角下 有颗珠红色的泪汁 更添了几分风情 木须将军见女子 毕恭毕敬地扶手 应和 军师神机妙算 果然不出你所料 那萧景寺 果然对粮草 动了心思 他一个人 也敢来闯我 下河军地 真是胆大 包天不知死活 走近了 营帐外的卫兵 才瞧清这位 从下河宫中 出使而来的军师大人 一时正愣出神 三分媚 七分妖 一双桃花眼里 妖娆极许 举手投足间 尽显媚态 这世间 竟有这般妖艳的女子 不知姓名 平日只闻一众将帅 换女子军师 木须将军兴奋至极 有些急不可待 他敢来自投罗网 我这就去将人拿下 我倒要看看 本将军部的天罗地网 他还能怎么插翅而逃 女子懒懒喝止 不可大意 萧景寺 可不是那么好抓的 万不可小觑 木须连声应导 当即下令 传本将军的令 令齐虎营 所有人出动 不惜任何代价 务必将人拿下 夜幕刚上 荣平军帐外 有将士大不流行地跑来 谷将军 不好了 帐中昏暗 谷西沉着万年冰山脸 什么事 将士抹了把汗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国师大人他争计了 古少将军听闻 静也不急 没头没脑地难了一句 长山世子也该到仓品了 长山世子 不是在崇州吗 且说两天前 萧景寺一人 独身潜入益川城 谷西立刻快马加鞭 给崇州送了封信 那会儿 崇州战火连天 也是兵荒马乱得很 本来正商讨战事呢 苍平送来了一封信件 身为三军主帅的 世子爷看完信 撂下一杆荣镜将领就走了 王爷追上去 也不知父子俩说了什么 王爷是吹着胡子瞪着眼回营帐的 世子爷还是走了 还是骑走了王爷的宝贝坐骑小黑 是匹万里挑衣的汗血饱满 那速度 风驰电掣呢 崇州城的城主黄大人说 世子爷这是 楚慕叹了口气 找国师大人去了 所以 为什么世子爷要去找国师大人 众将领不解 黄大人不知情 十分好奇 啊 世子爷这般交集 可是国师大人在苍平出的合适啊 楚慕想了想 蹦出了一句不太贴切的话 小别 胜心婚 众将领更不解 王爷怎么酸溜溜的样子 黄大人好像发现了不得了的奸情 楚慕哀声叹气了好一会儿 哎 速战速决 整兵 援军苍平吧 且说回苍平一穿成礼 梁库失火 整个虎气营出动捉拿刺客 带到梁库的火都烧灭了 却连刺客的人影都没瞧见 沐须将军已隐隐动怒 脸一拉 甚是杀人 此刻呢 虎气营首领上前 战战兢兢 回苍将军 跟 跟丢了 沐须怒沐远等 大骂 废物 虎气营首领跪下领罪 一声不吭 你们早有防患 又布下天罗地网 却让得 萧领寺一个女人来却自主 在我的地盘 烧了我的粮仓 杀了我不守在 住地外的将士 闹出这么大阵仗 你们居然还连人影都没抓到 如此无用 本将军养你们何用 如此陪了夫人又折兵 穆须怎能不弃 他甚至以三军粮草为诱饵 设了重重守卫 只等萧颈寺来自投罗网 却不想 粮草是被烧了 人却不翼而飞了 那大梁的萧颈寺 还能遁地不成 虎气营首领一手扣地 无等事则 邱将军宽恕 木须愤愤咬牙 给我搜 就算绝地三尺 也把人给我找出来 一时间 夏合驻地内火光如照 主帅调令三军上下 如玉大梁萧颈寺 一律杀无舍 取守己者 重重有赏 如此 三军将士几乎清朝出动 那关押流民的营帐外 不过寥寥几人在看守 火光摇动 有人影一闪而过 谁 看守的将士 刚开口道理一个字 后背被人擒住 一转头 脖子便划过刀刃 悄无声息的 虚语便躺了一地失手 女子转身走进营帐 拢着月色 郭 女子将手压在唇边 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营帐中的那人 立即捂住嘴 待帐外巡逻走远 才小声地唤了一声 郭氏大人 帐中全是人 数以千计 都是夏合从大梁掳来的流民 接望着这突然闯入的女子 萧景寺扫了一眼帐中流民 最后将视线落在女子身上 昔日宝钗华服装点的灵芝郡主 正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地缩在角落 想来 她占满身脏污与狼狈 是有意为之 不然 以灵芝郡主这般容貌 若沦为了敌军俘虏 便再难保清白 郭氏大人 你怎么 萧景寺打断灵芝的话 我没时间听你废话 照我说的去做 灵芝虽一头雾水 却毫不犹豫地点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44集 那萧景寺微微提了提嗓音 一炷香之后 烽火台以北方向 浓烟升起 你带着他们 往烟雾最大的地方走 五百米以外 会有容平君接应你们 他的话才刚说完 便有尚有理智的俘虏伯他 浓烟最盛 火势必定最旺 你想烧死我们吗 时间紧迫 萧景寺眼瞼一概 只是障眼法 我们凭什么信你 俘虏显然是不信 这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 随即 有不少人附和他 片刻沉默 见那女子起身 从怀里取出了玉石的令牌 以示众人 我乃大梁一品国师萧景寺 不信我的 可以留下来 死路一条罢了 要不要走 西听尊便 顿时 四下无声 我去引开巡逻 只留下一句 萧景寺便出了营帐 没入了昏黑的暗夜 火烧凉库 本就是声东击西之际 他的目的 从来便不是那援军的凉草 而是这数千流民 离住香之后 烽火台以北方向 突然浓烟四起 缭绕的烟雾 瞬间便漫入那一片营帐周围 此处 是驻地唯一的出口 烽火台下 全是横幕雷起的高台云梯 和抛石器 都是极易燃雾 夏河大军驻一川一里外荒郊 望山驻扎 这浓烟 便是从云木风滚滚而来 呼天盖地 瞬间 驻地里兵荒马乱了 走水了 走水了 什么方向 烽火台北面 好大的浓烟 火势是顺风 快逃啊 火势越来越大了 快 全部撤离烽火台 这有人说狼来了 羊自然都跑了 不大片刻 防守最严的烽火台出口 人去 抬空 不远处的营帐里 也空无一人 稍后急许 便有将士去兵主帅 将军 出事了 禀报之人大喘气 说 烽火台 走水了 三军决地三尺 都没有找到萧锦寺 木须正是头疼 又生事端 又走水 梁库走水 烽火台也走水 事有蹊跷 木须将军有些急了 到底怎么回事 生不知缘由 火势太大 烽火台下 驻守军一营和二营的人 暂且都撤离了 帐中 女子突然问道 你们看到火了 回居室 没 没看到火 可是浓烟顺风滚来 必定 浓烟顺风 那便是烽火台 以北的云木风 只是前几日刚下过雨 这苍平天寒地冻 火哪里会烧得那般容易 女子沉声问道 那些流民呢 禀报的人不作声了 哼 女子突然笑了 火门被耍了 木须将信将疑 又是她 她一颗蹊跷玲珑心 我们低估她了 女子起身 将兜帽带上 遮住半副容颜 道 去北面烽火台 拿人 既然她在意那些流民 自然还会留在那里 一人当关 木磊的烽火台上 空荡荡的 女子站在高处 平栏远眺 浓烟渐散 已事成定局 竹子 萧锦四回头 脸一冷 你来做什么 谷西抱着剑 流民已经安全转移 由子乡助手 属下前来接引 然后 郑重其事 竹子 你先撤 萧锦四失笑 撤不了了 谷西回头 剑远处有火光亮着 大批人马逼近 是夏合军追来了 这次 看你还能往哪儿逃 木须势在必得的话刚落 有一道急促的声音插进来 原军沿江沿霸方向过来 还有两个时辰才能到 突围方向是反其道而行 最好傍水逃脱 夏合不善水系 这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 倒知道得多 木须满眼音质 缩向来人 又来一个纵死的 萧锦四回头 灵芝冲她一笑 黑漆漆的脸 露出一口洁白的齿背 你回来做什么 灵芝答非所问 我亲耳听到的 不知道对你有无用处 萧锦四冷冷一瞥 回来送死 鱼不可及 被泼了冷水 灵芝也不恼 国师大人 你兴许忘了 我也是将门之后 虽不会舞 但懂些拉弓射箭的皮毛 给我一把弓箭 自保一时半会儿 应当没问题 萧锦四突然先发制人 纵身一跃 擒了一身副弓箭的士兵 拔出腰间短刀 一抹那人脖子 人倒下 他夺了弓箭扔给灵芝 我不会救你第二次 这一整套动作 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不仅是下河这一根将士 便是酒精沙场的沐须 也看呆了 他只听闻这大梁的国师大人 聪慧过人 精于谋略 却不知不仅如此 这年轻的女子 还功夫极好 杀人的手法贤淑果敢 眼睛都不眨一下 好个深不可测的女子 如此之人 更是留不得 沐须抬手 让重将围上去 你以为 你们还有命出去 萧锦司这才发现 沐须身后的女子 都冒遮了半张脸 看不清女子模样 身形高挑 曼妙婀娜 这个声音 似曾听闻 萧锦司转了转手里的断刀 你以为你杀得了我 女子笑 声音媚鼓 别痴心妄想了 萧锦司不冷不热 回了两个字 彼此 牟子呼耳为宁 落在远处 容平军退兵数里之外 没有援军 我看你能撑到何其 目须迫不可待 正要下令拿下 却听闻那萧锦司 不疾不徐的语调 谁说我没有援军 这般怡然自得 胸有成竹的样子 倒不像受制于人 女子似笑非笑 哦 难不成 你还有千军万马不成 萧锦司微微抬头 明眸浅笑 一人便足矣 女子莫的回头 郑重诗神 角色倾城 公子世无双 目须神色微变 你是长 长山世子 三日前 镇守崇州的下河主帅 秦锋大将军来言 荣敬南帝亲南王府的 长山世子 此人战术诡诀 十亿不殆 不予昭详 一律全奸 狠独至极 竟不想 秦锋大将军口中的狠毒之人 生得这般霍乱众生 他慢条丝里 从右侧登风火台 隔着几米的距离 懒懒看去 你们算就我家阿饶 等我死了吗 阿饶是何人 却见处狱快步走去 站到女子身边 方才还冷若冰霜的眸光 瞬间温柔似水 似恼怒 更似埋怨 总是喜欢这样冒险 下次 你去哪里 我说什么都要跟着 夏河众将领 这才大车大悟 长山世子处狱 与大梁国师 萧锦寺 私交 甚命 楚狱唤萧锦寺 阿饶 我虽极不情愿 你来这极寒之地 却也知道 你不会听我的话 一定会来 他便知道 楚狱便是他的援军 无需猜疑 他一定会来 同他一起刀山火海 同上一世一模一样 他独身一人 抛下荣靖三军 为他赴了仓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清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 有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145集 他想念 他想念急了 他家阿饶 忍不得这相思之苦 楚狱 嗯 楚狱乖乖硬着 觉得他家阿饶 好像没生他的气 萧锦四侧仰着头 看楚狱 我们好像 从来没有这样 并肩过 他总是在他身后 或者 在他前面 给他未雨绸缪 给他遮风挡雨 他问 这次要不要 和我并肩作战 一起杀个痛快 楚狱想也不想 立马摇头 我不想和你并肩 他拉着他 让他后退几步 嘱咐他 乖 阿饶 躲到我身后去 我去帮你收拾他们 萧锦四没有硬 楚狱还要哄他 古希便说 世子爷 下河八万人 马住仓品 只怕 古希扫了一眼 风火台下面 望不到尽头的 乌鸦鸦的人头 实话实说 我们打不过 楚狱瞟了他一眼 为什么要同他们打 不然呢 今天天冷 本世子不想打架 所以呢 下面下河八万人马 尽若寒蝉 竟一时不敢胜钱 便是主帅穆须 也是心惊胆寒 只是看着高台上 那绝色男子 懒懒散散的神色 便让人无所适从 只听见楚狱说 毒死他们就行了 毒 给数以万计的人下毒 穆须这才哈哈一声大笑 哈哈哈哈 欺人说梦 他不再迟疑 下令 把人拿下 众将狐疑了片刻 便举步上前 就听见长山世子 献宝师的口气 阿柔 这个草很好用的 只要碾碎了 撒上一点 他们都会疯的 下河众将士脚下顿住 生生迈不出一步 莫不转睛地看着 长山世子手里那株草 看起来和路边的杂草 一般无二 莫不是长山世子 见势不妙 唬人的 阿柔 我连给你看啊 花落 楚玉将那株草 放在手里 轻轻一收一放 顿时化作草灰 楚玉转手 轻轻一抬 所有人目瞪口呆 唯有一只隐在暗处的女子 将冒岩拉了拉 遮住了大半张脸 木须将军这才反应过来 立马捂住口鼻道 不要闻 快 逆风散开 可惜 晚了 风势顺下 正好对下河兵马围住的方向 不偏不倚 顺风滚过 一时间便波及了近半数 半数 便够了 剩下那半数愣住 只见见风火台那边的下河将士们 突然双目失神 倒地抽搐 一阵哀嚎之后 起身 提刀便冲 疯了 你刚挥着剑乱砍 疯了 疯了 木须将军难以置信 你 你做了什么 楚玉取了块素白的绢帕 擦了擦指尖 又反复几遍之后 将绢帕扔了 下了点让你们自相残杀的东西 然后 他走到同样愣神 却还是很淡定的萧锦四跟前 阿正 我抱你闪远些 别被这群无知的人类误伤了 楚玉把他家阿饶打横抱起来 放在了靠着木垒的角落里 武夕退后 过了几秒 然后抱着剑 静静地看着那乌鸦鸦一片人 在你砍我 我砍你 自相残杀 互相撕咬 残肢断臂 扔得满地都是 那般血腥暴力的场面 如此赤裸裸的冲击视觉 还有感官 灵芝双腿一软 便坐在了地上 侧头趴在那里干呕 灵芝终究是养在深宫的女子 即便是将门之后 也没有见过这样血腥混乱的厮杀 突然 一道疾风刮过耳边 削下他玉里疏发 他木讷地回头 便见一个男人 被一柄短刀钉在了木桩上 血从他肩头鼓鼓渗出 手里的剑 对准的正是自己正后方 不只是腿 灵芝整个人都虚脱了 呆呆看着那匕首扔出的方向 是国师大人 许久 灵芝才挤出一个惨白的笑 谢谢 萧锦四指说 古兮 把他拖过来一点 古兮面无表情 走过去 把呆若木鸡的某位郡主 往后拖了一点 以免再被误生误看 此时此刻 灵芝才明白 难怪常山世子 钟情国师大人 因为 他们才是一类人 都住手 都给我住手 快住手 住手 沐须将军喉咙都喊破了 声音却被淹没在一声声惨叫和嘶喊声中 刚要分开扭打的两位将士 昔日忠心耿耿的副将 却一刀砍过来 险些断了他一臂 他大呼 军师 军师 女子却滞弱网门 站在没有一丝火光的暗处 都冒附住了半张脸 一双炼烟妖娆的毛子 目光如炬地看着烽火台上的处狱 眼角那珠红的泪质竟越发的暗红 血流成河 越都红了轮廓 古希突然道 主子 有大军来了 萧锦寺抬头 合得远 看不清是何方兵马 只听见马蹄声响 有无数火把 还有千军万马 是金华来了 这么慢 我要拔了他的毛 楚玉觉得失言了 立马改口说 我是说 拔了他的头发 萧锦寺忍君不禁 将军 有下河的将士在惊呼 将军 荣静大军来了 是荣静的楚家军来了 目须定睛一看 隐隐看见了远处 军旗上漠黑的图腾 不可思议 荣静大军怎么会来 孙明前日秦风将军来报 说荣静驻守重舟 正与下河风火交战 目须只觉得方寸大乱 一时毫无头绪 来了多少人吧 数不清 下河援军 还有两个时辰便能到 只是 即便他们能拖到援军来救 这数之不尽的楚家军 能让这下河第一勇士 秦风大将军 都闻风丧胆的楚家军 若两军对垒 下河毫无胜算 目须当下大喊 撤 快撤 然而 厮杀并无休止 秦军 这群人都疯了 能如何撤啊 就是没疯的 一停手 恐怕也要被砍死 目须一筹莫展 凶神恶煞的眉眼四处缩逝 方寸大乱的向女子求救 军师 军师你想想办法吧 在这般自相缠斗下去 我这八万大军 便真要全军覆没了 都冒遮蔽的女子 眼角四笑 桃花眼里 栩栩冷光 她说 北营的荒莹草 你们人类 哪还有得救 说完 转身而去 目须连喊了几声 却连女子的影子都不见了 暗想 留下来必死无疑 长山柿子从不着想 只会全歼 她咬咬牙 往江燕霸的方向撤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清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146集 顿时 大军包围了屠杀布置的 夏和军 金华下马 属下参见世子爷 楚玉拉着他家阿饶 给他胆胆身上的灰土 打发了金华一句 去 收尾吧 金华请示 是祥 还是 楚玉随着性子来 这群疯子 着祥了又有何用 全都了断了吗 即便不疯 恐怕世子爷也不留 如今四国战将谁人不知 常山世子若胜 便是斩草除根 绝不着想 了断了 也好 金华很认同 他一看便知 这是北营的荒莹草 不了断 也是不死不休 如此 不损兵折将 要全军诛灭 也不费吹灰之力 世子爷真是在北营 奸诈毒辣惯了 这阴险的法子 都用到人类这儿来了 阿柔 楚瑜突然喊萧锦寺 神色有些慌乱 他看着他 怎么了 不似方才肆意妄为 在萧锦寺面前 楚瑜有些如履薄冰 很小心 阿柔 你会不会 不喜欢我这么 这么草剑人命 他习惯了 在北营 不敢进杀绝 便会有无休无止的杀戮 在北营 王是杀生语夺的尊者 金华想 在国师大人面前 要另当别论了 萧锦寺毫不迟疑地摇头 不会 楚瑜所杀之人 非大奸大恶 但也绝非滥杀无辜 两军交战各为其主 战场上 本来便不存在仁慈 只有生死 何况 四国皆知 常山世子楚瑜 从不招降 若胜 一律全奸 正因如此 大梁楚家军的威名 才会震慑各国 荣静兵关小国 无一不安分守己 杀戮 从来便只能是用杀戮来停止 阿绕 你要是不喜欢我做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楚瑜牵着萧锦寺的手 歪得不得了 我会听你话的 好 楚瑜 竟然是这样的楚瑜 灵芝惊呆了 萧锦寺突然转谋 摸了稍许 说 别盯着他看 他是我的 语气 一本正经 看上去很严肃的样子 上一世 楚瑜因苍平一战 被求夏河 灵芝以战国俘虏的身份 入主夏河后宫 楚瑜脱困之后 灵芝便抱病于夏河宫中 并不难猜测 楚瑜定曾得他享助 事已 早前 灵芝沦落中翠芳 楚瑜才会出手相助 萧锦寺想 他救了灵芝两次 这债便自此两清 他的楚瑜 也与灵芝无关 便不能多看 楚瑜很开心 非常自豪 又非常蛮横地 对灵芝冷言冷语 我是阿饶的 不准你迷恋我 灵芝和古希都呆住 精华习以为常 这一定是假的国师大人 和假的常山世子 灵芝强撑着身子站起来 腿还有些软 她扶着木桩 顶着一张乌漆抹黑的小脸 对萧锦寺 行了个淑女礼 灵芝知晓了 走近了几步 十分温柔似水 国师大人 你方才又救了灵芝一次 你是灵芝的救命恩人 也是灵芝最为佩服的人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灵芝日后 若能为国师大人尽绵薄之力 定竭尽所能 她极为认真 专注地凝视着萧锦寺 又道 常山世子妃的头衔 若是你 灵芝也无害了 灵芝郡主 当真是剔透玲珑 这神色 嗯 钦佩欣赏之情 溢于眼表 阿饶是我的 不准你迷恋她 楚玉一把把她的阿饶 藏到后面 她觉得这个女人 看她的阿饶的眼神 好气人 哼 总有刁民寄予阿饶 灵芝和古兮都无语 惊花摇头 现在连人类女子 都成了世子爷的假想敌 不妙 不妙啊 武将 参见世子爷 蒋副将姗姗来迟 自然是奉楚慕的命 嗯 楚玉一只手搂着她的阿饶 另一只手抓着她的手 轻轻软软的捏着 心满意足的不得了 对其他不相干的人 漠不关心 王爷有一言 让末将代为转达 蒋副将有点左右为难 为了尽快援军苍平 荣郡大军几乎全部出动 致使我军失了一场 王爷道 若不拿下 苍平衣北的下河三城 便与狮子 割袍断衣 断绝父子关系 也好给那些 被狮子爷抛弃的 容敬 重周子民一个交代 虽然失了一程 然后又抢回来了 顺便把下河搞得 落花流水 屁滚尿流 这些 王爷吩咐过了 就不用提了 萧景刺文言 看向楚玉 楚玉立马反驳 蒋父将 我何时抛弃 容敬重周子民了 你再敢诟病本世子 本世子不饶你 蒋父将无语 清华觉得 世子爷有点过分了 他还很无辜的样子 仗着生的魔光祸人 小鹿氏的眼睛 尤其动人 阿饶 别听这群 嘴碎之人乱说 那老头就喜欢 大铁小做 我才没有抛弃 我的子民 阿饶那次在平州 那么维护他的子民 他不能让阿饶 觉得他不爱民如此 虽然 他确实觉得 别人的死活 跟自己半点干系 都没有 蒋父将无言以对 金华还是觉得 世子爷厚此薄比得 太过分 小题大做 他可是清清楚楚地记得 国师大人 预入虎学的消息 刚传来重中 我去找阿饶 楚玉不由分说 态度坚决地不行 楚木洞之以理 小家那丫头 本事大着呢 怎会轻易吃亏了去 她定有什么计谋 我知道 我的阿饶那么聪明 而且 方才阿饶养的白鹰 来报平安了 不过 她还是很坚决 可是我还是要去找她 楚木跳脚 你猴急什么 当时金华就在一旁听着 听着王爷暴跳如雷 连大义都搬出来了 那叫个义愤填膺 你是三军主将 敌军来反 荣敬百姓水深火热 你如此便走了 三军将士日后会怎么想你 反正荣敬大军与荣平军 前后夹击的战略早就定了 援军苍兵不过是早晚的事 你就这几天都等不得 楚玉可能就听进去了最后一句 我等不得 我想我家阿饶想得厉害 楚木一张老脸都羞了 这帮小年轻友 他甩手 不想管了 要去你去 看老子管你死活 我要人 楚木装傻冲冷 你要什么人 我等不及了 速来远兵 仓品寒气极重 我一天都不想我家阿饶 待在那个鬼地方 两国交战 他的关注点就不能稍稍 从他女人身上移开一点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47集 楚木阴阳怪调 哎哟 你个不孝子 你这是治理的将士 跟子民于不顾啊 他发誓 他只是随口一说 结果 听到了这样一番 没干没费没良心的话 我管不了三军将士 也管不了荣敬百姓 我处于是个自私又残忍的人 没有怜悯和恻隐之心 我只管我打扰 其他人其他事 与我无关 这种话 外面说说也就算了 这样当着面说出来 让当爹的听了情何以堪 楚木头一扭 你走你走 别再让老子看见你 不然我看见你一次 就加法伺候一次 他才不信呢 他一手宝贝到大的儿子 对苍生天下 确实是漠不关心 只是 却也是个极其户短的性子 想当年 他在战场上被人砍了一刀 他家宝贝儿子 可是把人砍了二十多刀 就是不让那人死 花样砍 花样虐 想起这事 楚木就能开心一整天 不过平时就有点不孝了 金华回忆到这儿 心有感慨了 说来说去都是惯的 世子爷如今这般 肆意妄为的性子 除了与生俱来的唯无独尊 剩下的便是王爷 给宠得无法无天了 这不 王爷刀子嘴豆腐心 还不是调兵来了苍平 这世子爷是被美色迷晕了头 天下苍生就不放在眼里了 这王爷又是个爱子如命的 便也就助纣为虐了 蒋副将言归正传 世子爷 这藏平以北的下河三城的事 楚玉不耐烦 哎呀少啰啰嗦嗦 我听阿饶的 蒋副将惊呆了 世子爷居然比储君三营的 刘营长还要居内 你听听 听听 阿饶 你累不累啊 我带你去休息好不好 阿饶 那我抱你去吗 阿饶你搂着过点的 别摔着了 阿饶 你搂紧点 蒋副将觉得吧 世子爷比刘营长更没节气 不仅俱内 还献媚 国师大人就这么被世子爷抱走了 蒋副将也没得个准话 就问京华 这 这叫我 怎么和王爷回话呀 京华指了条名路 救回王爷 国师大人自然不会吃亏 前面 国师大人突然回头 说了一句 凡前蒋副将告知亲男王爷 荣静诗一座城池 景四 定连本带力讨回 要不要告诉国师大人 其实王爷早就讨回来了呢 而且 也追加了利息了 罢了 看世子爷脸色不太好 还是躲远些 阿柔 你还要去带兵吗 嗯 楚瑜不开心 沉默了许久 他觉得 阿柔还没有喜欢他喜欢到死去活来 不然一定会走到哪带到哪的 就好比他 恨不得把阿柔融到骨血里 就怕弄丢了 萧景四伸手 两只手搂住楚瑜的脖子 你和我一起 楚瑜立刻心情大好 好 一个时辰后 下河驻义川的残兵全歼 又一个时辰 下河援军行至义川外五里 突然调转码头 反向退兵 荣静楚家军一路追击 与苍平云溪阵 两军对峙 战三天 下河军大败 降 长山世子令下 全军覆灭 自此一战 下河元气大伤 大军退出苍平 驻守在两国边境 敖山 市井有言 荣静楚世子 逢战必胜 逢胜 逼全军诛杀 这一川城一役 主帅沐须将军 渡船逃离 长山世子次日便下了追杀令 沐须一路东躲西藏 潜入了江艳水域 横渡三千米江艳罢 对面便是与下河接壤的大梁边境 熬山 夜里 江艳水域有船舶渡江 远远看去 水域中央倒映着烛火 晕染着水纹缓缓荡开 一圈圈的光晕 船舶上 男人跪地哀求 女子自顾饮酒 军师 你救救我 墓须跪着挪过去 抓住女子墨绿色的裙摆 就这样会下河 陛下 陛下一定会把我灵池输死的 女子置若罔闻 将一中烟红的液体 倾倒入茶水中少许 端起茶盏轻轻摇晃 清秀 有淡淡的腥甜 墓须一把扯住女子的宽秀 茶盏一晃 清洒出了几滴液体 在她宽厚的手背上 瞬间 晕开了鲜红的颜色 我不想惨死 你帮帮我 军师大人 求你帮我一次 女子将茶盏放下 缓缓抬手 一纸兰花 落在了墓须的手背上 一点一点 耐心地擦去烟红 抬眸 盈盈一笑 眼角一盏半弯的风情 道 好啊 墓须大喜 正欲开口 女子突然轻笑一声 那我就让你死得 不那么难看 画落 素手鲜鲜玉指张开 五指撑爪 按在男人头颅之上 指尖关节一紧 男人突然瞠目结舌 四肢抽搐着 血从发尖躺出 流了满脸 松手 目须栽倒在地 尚未闭目 已没了气息 女子抬手 看着自己的指尖 醋眉擦拭 烟红似血的唇 微微张合 哼 没用的人类 远处 有明火晃动的船只 渐渐靠近 女子嘴角勤笑 望着船头的男子 楚玉 又见了 她助力船头 凉久 在指尖 碾了一蹴火 手一挥 火光点燃了船头不连 哼的一声 船身骤然 漫漫火光里 只见一阵墨绿色的光 光运散开后 似有何物 划入水中 细看水面 竟是一条墨绿色的蛇 蛇尾摆动 片刻便消失不见 只剩湖中 圈圈荡开的水波 半月 苍平以北 夏河连是三城 节节败退 一路割成让地 退至夏河北部韶关 凤昭只听完探兵的战报之后 久久不能缓过神来 十天 他居然拿下了 夏河北部的半壁江山 凤昭只看着地图上 那一带疆土 连连则舌 简直 温思染先连而入 画揭得很快很顺流 简直变态 凤昭只嘴角一抽 你阴魂不散啊 只见温思染穿了一袭灰色的素衣如裙 竖了个心腹发迹 青色花纹的布面包头 垂落出两缕龙须刘海 一张秀气的脸 胭脂妆点 这 这不是厨娘 杨家小娘子的心头 凤昭只压下 想暴揍某人一顿的洪荒之力 你把厨娘弄去哪儿了 因着他下了眼令 军中要地 绝不能放闲杂人等进来 尤其是温伯侯 然后温思染的歪脑筋 就冻到军中烧饭洗碗的厨娘身上 金银财宝四人 就装作了四个送柴的小侨夫 一路畅通无阻了 那小娘子啊 送去他夫君的帐子里了 凤昭只咬牙 忍住 哪一顶 就是最左往右数第三个 那小娘子的夫君杨小将 不是长得最俊秀那个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文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48集 凤昭只嘴角狠狠一抽 磨牙 握拳 那是周小将的嬴仗 温思染一点犯了错的自觉都没有 撩了撩那一缕绣发 扭头逊财宝 你不是说 看到那俊俏公子接了那顶帐篷吗 老眼昏花 扣风落 分明是侯爷看见的 他当时还劝说了 说也有可能是杨小将 串别的小将的门 侯爷当时反驳 说杨小将娶了娇滴滴的小娘子 新婚上道三把火 才不会去串门 财宝不吭声 默默地认了 凤昭只快要忍不住 想打人的洪荒之力了 温思染提着杨家小娘子的布衣裙子 小步小步地挪到凤昭纸跟前 眨了眨抹了胭脂水粉的眼睛 我来就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迟疑扭泥了好一会儿 凤士气啊 这一路上我想了很久 你这么粗鲁 长得也没我侄孙美 成天打打杀杀的 皮肤也没我白 身段更比不过 我父亲给我送的那些阴阴艳艳 将来肯定没有人娶你 没人娶你 那你就要当一辈子的老姑子 你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啊 我决定 就差最后一句话龙点睛的结论 凤昭只一巴掌拍过去 顿时 温思染上窜下跳 抱头鼠窜 凤昭只一把抓住 他从杨家小娘子身上扒来的裙子 用力一扯 勒住他的领子 一手揪住他的耳朵 温思染哭天强地 别揪耳朵 我手下在伤自尊 凤昭只手上用力 狠狠地一拧 哈哈 哈哈 容平军与土家军 驻军三十万在仓平的都城 北仓 北仓靠南 有一处大宅子 是昔日的魏平侯府 魏平侯府没落后 便荒废了宅子 前几日 魏平侯府的七小姐回来小住 这才又热闹了起来 能不热闹吗 亲南王爷将长山世子 几十相自的金银细软都运来了 因着国师大人和世子爷坐镇 楚慕平日离也就喝喝小茶 照看照看处于身子 华芝从外头回来 王爷 世子爷和国师大人大胜归营啊 正卧在踏上养神的楚慕 立马弹起来 快 准备热水跟膳食 把屋子里的炉火都点上 吩咐完赶紧往外跑 驯儿 楚慕是抱着萧景寺回来的 小声点 他抱着怀里的女子 离楚慕这个大嗓门远点 说 别吵吵 阿少累了 睡着了 看二人 虽衣裙上沾了些血腥 却并无伤痕 楚慕放心了些 让侍女照看着 你先去洗洗 我让厨房啊 给你做了药膳 楚慕拒绝 我不吃 他抱着他家阿饶 生怕吵醒他似的 脚步很轻 我先陪阿饶睡觉 随即 楚慕便把人抱去了寝居了 楚慕素来洗净 他的东西 岩是不能乱碰的 他睡得踏 更是靠近都不准靠近 楚慕这个当爹的都不例外 现如今 刚从战场里滚出来的女娃子 他还要同她一起睡觉 楚慕摇头 哎 把扇时先温着 等那女娃子醒了 再送过去 是 哎哟 摘了 摘了哟 没得拉了 楚慕将萧锦斯 抱回了自己的院子 放在他的榻上 解了他的外上 又用柔软的锦帕 给他擦手擦脸 最后用锦背 给他捂紧 亲了亲他的脸 又将自己收拾了一番 才轻手轻脚地爬上了他 睡在萧锦斯的外侧 小心翼翼地缓住他的腰 寻了个轻拟的姿势 让他睡在自己的怀里 楚慕又亲了亲他的唇 这才合上眼 主子 主子 门外 鼓膝连换了两声 楚慕睁开眼 毛子冷沉沉地 披了件衣裳 又轻手轻脚地下榻 也没开门 压着嗓音 在门后说了句 他睡着了 不要来吵他 楚慕突然有点不舒坦 这古兮 还有那紫香 都太黏他家阿饶了 古兮摸摸鼻子 突然觉得 脊背有点发凉 宣王殿下归影时 在平沙关道御府 以发讯号 请求援兵 没了片刻 里面传来了楚慕压低到 饥不可闻的嗓音 伏极之人 是哪路病吗 鼓膝如实回禀 是坐拥平沙山头为王的 一伙山匪 宣王殿下还是太嫩了 比不得酒精沙场的老将 才刚赢了几场小议 便开始轻飘飘了 一时大意 竟在鹰沟里翻了船 被山匪掳了去 对此 楚慕嫌弃得不得了 真没用 连几个小贼都对付不了 还好意思来饶我阿饶休息 所以 人不救了 不是说是表兄弟吗 古兮不太懂世子爷的意思 你看着吧 古兮头疼 这就难办了 萧景寺醒来时 天已昏黑 屋里没有长灯 只有夜明珠淡淡浅绿的光 她揉了揉眼睛 伸了个懒腰 把头埋在楚玉拨梗里蹭 阿饶 杨 她便不动了 睡意已散去了大半 楚玉把脸凑过去 阿饶你别停 给你蹭 她一脸真诚的样子 娘也很舒服 萧景寺笑意浅浅 眸中清光徐徐 像映了一圈弯月 楚玉愣愣地看着她 阿饶 真好看 最最好看 比北营那些妖女 不知道好看多少倍 萧景寺忍俊不禁 搂住她的腰 很认真地说 你也好看 楚玉觉得 她家阿饶不仅好看 说话也好听 她喜欢得不得了 还住她的腰 满我们生的小孩 肯定是最好看的 她点头 宝德曾说 男女之间的博弈 点头便是退让 一味点头便是节节败退 会惨败收场 她不是太懂男女之事 也不知道 会不会如宝德 说的那般 只是 她服不了楚玉的意 心之所向 无可奈何 大抵是说到了孩子 楚玉对此很有兴致 搂着她接着问 阿饶 我们生几个好不好 你喜欢几个 总之 她还是不会服了她 她说什么 便是什么吧 楚玉想了想 两个 好不好 萧锦四点头 楚玉开心了 高兴地说 省一公一母 萧锦四愣住 楚玉这才发觉 说错话了 连忙哄她 你别闹 我不乱说了啊 其实 她心里还是希望 生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公的就送去北营 帮她治理那些妖 母的呢 就养在身边 当阿饶的小棉袄 不过 要是阿饶不愿意 她还是会听阿饶的 萧锦四摇头 笑了笑 我没脑 你说生多少 便生多少 楚玉很开心 抱着她家阿饶 可静的层 还让你真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49集 外人眼里嗜血残暴的 长山世子 在她面前 纯粹简单的 如同孩童 这样容易满足 阿饶 嗯 楚玉亮晶晶的眸 认真地凝视她 我有两个 很重要的问题 要问你 萧锦四点头 乖乖认楚玉抱着 她似是修男 又扭泥 积许期待 慢慢溢出 角色清晨的眸眼 问她 阿饶 你是什么时候 喜欢我的 有些不好意思 往被子里 钻了一点点 又问 你有没有 很喜欢很喜欢我 萧锦四沉默着 思寸着 阿饶 楚玉软软地 对她撒娇 阿饶 阿饶 萧锦四仰着头 安安静静地眉眼 温柔明媚 情不知所起 微微停顿 自自清晰 一往而深 处于正主 盯住萧锦四 眼眸如星 灼灼其滑 许久 她用力抱住她 在她耳边 笑得像个孩子 阿饶 我也好喜欢 好喜欢你 她也笑 只觉得心头暖得 一塌糊涂 安柔 嗯 我 红着脸 楚玉支支呜呜 我 怎么了 她不好意思 又很想很想的样子 我想亲亲你 萧锦四笑着 搂住楚玉的脖子 抬起下巴 凑近她 清光烈焰的眸中 尽是笑意 楚玉凑近 啄了一下 又舔了一下 耳根红了 脖子也红了一片 贴着萧锦四的唇 气息相馋 萧锦四睁眼看着楚玉 眸中满满的是她的影子 阿饶 乖 声音已微微沙哑 蛊惑性感极了 她哄着说 闭上眼睛 萧锦四听话地闭上眼 楚玉牵了牵她的唇 耐心地舔着 又舔了舔她的脸 耳边 还有脖子 她扶在她肩上 重重喘息了片刻后 腹身便含住了她的唇 极尽缠绵 一双毛茸茸的猫耳 蹭蹭地窜出来了 楚玉反手 将锦背盖住身体 还有躁动不停的尾巴 楚玉想 她这般食髓之味 又贪得无厌 怕是早晚一日 要原形毕露 此日 天寒地洞里 开出一抹微暖的旭日 夏河大败退兵 两国暂且休战 早饭用的是精致的水晶虾饺 和几碟糕点 还有一中去了荤腥的清蒸鱼汤 楚玉通她一起用膳 但 并不许亲男王爷过来搭伙 萧锦四喝着汤 突然想到 灵芝郡主呢 让小灰 请坐回梁都了 楚玉也没吃几口 一直给她碗里添食 直到堆成小山才罢手 小灰此人 萧锦四第一次听闻 小灰是何人 楚玉放下筷子 就长得又黑又丑的一只 顿主 又说 人 萧锦四想 这小灰 怕是不得楚玉喜欢 楚玉确实觉得 那只灰猫丑到爆了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杂种猫 哼 当初阿饶还养了她几只 她那么丑 她家阿饶真善良 都不嫌弃 唉 别提那只丑人了 阿饶 多吃点 萧锦四还是不说话了 多吃点吧 主子 大量为止 下河求和 乃意料之中 再战 势必动摇果本 真卿是何人 萧锦四抬头看楚玉 楚玉立马摇头 才不认识不相干的野女人 紫香便道 属下也让人去查识过 这真卿公主并非下河皇室所养 乃玉得先帝的沧海遗珠 前不久刚被下河响地接回宫里 并清风了从一品公主 从一品公主 倒是比正统的皇家公主品级还要高 想来 这真卿公主也并非平庸 萧锦四沉吟了片刻 凤婿可有动作 凤婿公主惨死已是已非密心 坊间接传下河出兵乃正义之事 下河降帝又以百姓之名割地赔款 此番已退为尽 百姓怨声再当 故此 皇帝准备则皇室公主 和亲下河 已是盟约 且 皇帝已经下令中平伯即日收回荣品军兵服 只怕 凭百姓怨声是假 和亲盟约也是幌子 帝君最忌惮的 不是外患 是内忧 这战火一日不平息 国师与常山世子 便一日重兵在手 阿饶 萧锦四若有所思 可是在想容平君之事 楚玉扶了扶他促起的眉 阿饶别不开心 中平伯魏征 是亲南王府的人 他的兵便是我的 我的便是阿饶你的 萧锦四摇头 和亲的公主 很有可能是主案 上一世 西陵出兵 凤父礼送凤冠兰和亲下河 以结盟约 不到一年便香消玉允 这一世 还要那女子重蹈覆辙吗 阿饶莫要翻药 等回来梁都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楚玉只是抱怨 那凤家父子一个德行 动不动便和亲 都是靠女人的 无能窝囊废 上一世 凤父礼就是靠 他家阿饶才问鼎了地位 真是不要脸的紧 只要你不高兴 我可以帮你杀了他们 只要他家阿饶点头 他立马就去杀 紫香目瞪口呆 觉得有点粗暴了 他家主子吧 能不见血就不见血 功绩为主 而且亲男王一门中烈 世代为大梁子民歌功颂德 他家主子哪里愿意处于 背负不忠不义的骂名 何况 不见血的法子很多 其中 以垂死挣扎 却了无生机为罪 萧锦次说 我还不算笨 可以自己解决 当然不笨 除欲夸赞 阿饶你是最聪明最棒的 紫香有点听不下去了 言归正传 主子 信上还说 太子妃有孕 已从大理寺天牢迁出 紫香不禁想 新婚夜便入了 大理寺天牢的太子妃 却有了深运 想来 太子夫妇有多急不可耐 或者 多不挑地方 楚欲比仪的不得了 凤副礼 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禽兽 又觉得不对 禽兽都比他好 北营的禽兽 不管大妖小妖 还是低等兽类 都比凤副礼 安分守己 不敢造次 更不敢觊觎 妖王大人的阿饶 如此看来 凤副礼此人 就是禽兽不如 肖锦寺也不反驳 只是笑着说 梁都近来 有热闹了 要回去吗 他点头 楚欲很乖很听话 那我们回去 你去哪我就去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50集 三日后 两国的休战术已下 国师萧景寺 归还荣平军兵符 启程回梁都 长山世子楚欲通往 回都的路上 萧景寺问紫香 古希在何处 平沙寨 为何在平沙寨 宣王殿下在平沙 关道御府 古希前去救援 紫香暗暗批了楚欲 世子爷是知晓的 萧景寺看楚欲 他理所当然 阿长 你日理万机 要打仗 要练兵 还要盯着梁都那一堆 总想害你的刁民 这种乱七八糟的人 你就不用管 这乱七八糟的人 说的是凤龙梨 还是古希 唉 在楚欲的眼中 总是有那么多刁民 用各种手段 各种蠢事 妄托分散他阿饶的经历 通通是痴心妄想 且说平沙寨 这会儿凤龙梨确实看上去十分乱七八糟 蓬头垢面 衣衫不整 五官扭曲 神色不定 你 你给我吃了什么 男人 黑黑一笑 当然是 会让你愈生愈死的好东西呀 这男人 就是平沙寨的山大王 姓朱明瞻 生的倒是人模人样 衣冠楚楚也不像个贼匪头子 听说下毒的本事不小 上一任山大王 便是让他给堵死的 也有山里的弟兄说 上一任大王 就是被朱瞻给 给 给玩死的 因为这朱瞻 十分好男色 这不 近几天 又掳了个斯文俊秀的小公子上山 凤小公子手脚被松了绑 奈何被下了药 四肢无力 只能趴在床上 粗喘连连地咆哮 本王 本王要杀了你 朱瞻自然知道 这小郡公子是何人 不仅不怕 还兴奋地跃跃欲试 银邪的目光盯着凤戎梨 浑身上下地打量 嘿嘿嘿嘿 老子睡过那么多男人 还没碰到老皇帝的种 今天 就让老子尝尝是个什么滋味 朱瞻搓搓手 就要扑上去 放龙里横眉竖眼 放肆 这放肆 喊得可真带劲 朱瞻吞咽了一下 一只脚已经爬上了他 好生极色 性子够的 我喜欢 你敢碰本王一下 本王 必将你碎尸万段 凤戎离色力内忍的模样 许臣那药效上来了 湿漉漉的毛子 红彤彤的脸 朱瞻哪里受得住 一把扑上去 要碎尸万段 也等老子爽嘛 再说 然后 某人被一只大腿压住了下半身 一双咸猪手摸上了他的胸膛 撕拉一声 上衣被撕破了 露出胸前两点红 奇耻大辱 凤戎离四心裂肺 你去死 排手 本想一拳震碎这个该死的禽兽 却手上无力 被一把擒住 小乖乖别乱动 小乖乖此时此刻 真他妈想咬舌自尽 突然一声巨响 门被踢开了 朱瞻还坐在凤戎离身上 什么人 来人一身黑衣 一把铜剑 一脸面无表情 放开他 被按在下面的凤戎离傻愣愣的 看着像尊大佛一样 堵在门口一动不动的男人 他便想 以前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侍卫 日后 怕是要取笑鄙视他了 朱瞻当然不放人 他裤子都脱一半了 要他服软 不干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跟老子抢男人 古希是个希子如今的性子 你再碰他一下 我砍你的手 朱瞻还抓着凤戎离的手 拽着他的裤子 老子 一道疾风飞着 刀一闪 盯进了朱瞻的裤裆里 随后是惨绝人寰的脚绳 这一飞刀断了命根子 怕是这辈子都做不成老子了 朱瞻抱着当 碰得满地打滚 歇斯底里了几声 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凤戎离被剑了一脸血 傻了 被撕破了的上衣挂在肩膀上 露出大片大片白花花的肌里 还有胸膛 古希皱眉 把衣服穿上 凤戎离顿时羞愤了 双手抱住自己胸前 你 你转过身去 他转过身去了 抱着剑 站在门口 凤戎离拨了那禽兽的上衣 一边嫌恶一边套在自己身上 脚上虚软 还是对着昏死过去的人 踢了好几脚 这才说 好了 那小侍卫 一点反应都没给 凤戎离弯了他好几眼 咬着牙 烈烈窃窃窃的往外走 还没走几步 身子一软 古希连忙扶住了他 他身子滚烫滚烫的 凤戎离一把推开古希 你别碰我 分明是他扑上来的 古希站远了好几步 一点都不想碰他 凤戎离粗喘了许久的气 仍是压不下体内那股邪火 扭开头 你先去外面 耗茶 让我 我缓缓 古希走了几步 回头 要不要我跟你找个女人 凤戎离咬牙 不要 古希直接转身走人 不料 手被拽住了 他扭头 是你说不要的 凤戎离只觉得骨头里 有成千上万的蚂蚁在咬 又痒又燥 咬太烈了 我 我 他水气阴晕的毛子 已经没有焦距了 本能地拽住那只冰凉的手不撒开 我受不了 古希抱着剑看他 撕损了一下 眼瞼一该 把裤子脱了 凤戎离呆若目击 然后恍恍惚惚地 看见黑影靠近 一刻钟后 屋里传出男人撕心裂肺的咆哮 本王要砍了你的手 古希面无表情 捡了块破衣碎不擦手 王爷可还能走 凤戎离咬碎了牙 坐在地上 腿根打颤 古希对门外命令 把宣王殿下抬到轿子里 说完 直接抱剑走人 立刻便有两个小将士 红着脸进来 眼睛都不敢看一下 免得一不小心丢了命 你们要是敢乱说一句 本王将你们千刀万挂 两个小将士 立马战战兢兢地说 属下什么都没听到 凤戎离想杀人了 大梁二十九年冬月底 华梁国师回都 没有大张旗鼓 梁都城门 襄营之人只有左相洪宝德 和安远将军秦真 远远见马车驶来 金碧辉煌 美誉相嵌 这般奢华 不似景思风格啊 洪宝德正想着 车帘被掀开 一白衣绝色的男子 从轿中出来 哦 原来这招摇过世的马车 是千南王府的 那就难怪了 随后 楚玉将萧景思抱下了车 生怕他磕着似的 小心地站在他左后侧 一手扶着他的肩 一手搂着他的腰 这般谨慎小心 不知道的人 指不定还以为 国师大人受伤了 或者 怀孕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野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贤主演 第151集 你可算回来了 红宝德走过去 赤裸裸地打量 萧景思与楚玉二人一番 笑眯眯地说 你再不回来 秦真便要挥兵去仓平了 秦真看了一眼 楚玉搂在 萧景思腰间的手 便视而不见 问萧景思 可有数声 他摇摇头 转头对楚玉道 你先回秦南王府 因着楚玉身子不大好 一路慢行 秦南王爷大敌 两三日前便到了 楚玉不想回去 我要和你一起 明日我去王府寻你 他就乖乖点头了 好 随即缩了秦真好几眼 又依依不舍地抓着萧景思的手 好一会儿才撒手 叮嘱了几句 一定要快点来找他之类的话 然后留下马车 与金华一同骑马走了 长山世子在景思面前 居然是这般样子 倒像是骄养的宠物 时时刻刻缠着要疼爱 红宝德真是大开眼界啊 笑着噎语 我家阿饶抱得大梁第一美人归 实乃姓氏啊 萧景思笑 嗯 是我三生有幸 不似玩笑 他眸中灿若心子 故盼生辉 看得出来 景思也是非常疼爱 长山世子那只 骄养的宠物的 红宝德暗叹了一句 瞧向秦真 他倒是没有太多神色表露 一双浓墨色的童子 身不见底似的 如今你与长山世子 都是皇帝的眼中钉 你二人往来密切啊 盯着你们的眼睛 会越来越多 万事都不可答应 萧景思点头 秦真又道 也切莫太明目张胆 你毕竟畏惧国事 流言可畏 萧景思又点头 秦真的话 他向来是会听的 红宝德用手肘碰了碰秦真 调侃 秦真 你身上越发有 慈父的光芒万丈了 秦真也不比他 与景思大了几岁 只是回想起来 似乎秦真才七八岁的时候 便是这样老气横秋的 红宝德觉得 秦真可能真的老了 因为那时景思还小 所以他便急着长大 急着给他独当一面 秦真 你再操心 白头发就要长出来了 红宝德笑着说 眼里盈盈水光 秦真不接红宝德的话 问萧景思 去将军府用膳 萧景思摇头 我先回宫中 看看我的猫儿可好 秦真便依他 倒是红宝德好生感叹 哎 如今在你心中 我与秦真还有何地位啊 楚玉爬到我们头上 我们便认了 连那只猫都比我们受闯 盯着萧景思 红宝德一脸受伤的样子 智道不古 人不如猫啊 萧景思忍俊不禁 秦真道 红宝德 有嘴滑舌 他回嘴 本相是言之有理 秦真不与其争辩 直到先送景思回宫 进了凉都城 只见街上人山人海 小四茶楼中 座无虚席 天寒地冻的 倒好生人烟鼎盛 今日街上 怎如此热闹 红宝德为萧景思解惑 真青公主 今日入凉都 传闻着真青公主 貌美无双 这不 京都的男儿 都来一睹芳容了 萧景思不严 看着远处 八人台的轿子 流苏软杖被撩起 女子青纱覆面 一双眼 绝艳无双 眼角 一点赤红色的泪赤 更添了三分魅骨 红宝德大叹一声 哇 好个小妖精 这才露了半张脸 就怎的美人 莫不成是那 北营山上的妖精 下了凡尘 专门来祸害人间的男儿的 萧景思笑而不语 子乡好奇地问了一句 这世间真有妖精 红宝德博览群书 旁门左道的野石小传 最得他偏爱 奇闻意志里说过 北营古裕 有妖而居 低等群族 与兽类无异 次之 可以修得人形 与常人无异 存于数百年 天赋异禀者 可患人形 妖言惑众 刀枪毒火不入 不死不灭 子乡听得津津有味 萧景思沉思 秦真 亦若有所思 红宝德拖着下巴 至于是真是假 我等凡人就不得而知了 他看向萧景思 戏谑 不过 不过什么 你家储世子那容貌 便是北营的妖族 也不计三分 当真是妖言获重啊 紫香点头 常山世子的美貌 天下人有目共睹 若不是处于身居简出 只怕是所到之处 数不尽的芳心 要失魂落魄了 常山世子前脚 刚回青南王府 宫里的圣旨后脚 便送去了青南王府 聊聊数语 赵令道 青南王府 世袭爵位 拥兵自治 永不削帆 且后世之君 亦不得削帆 青南王楚慕 颠着手里的圣旨 随口一说 那女娃子能爱到不晓 她倒是此时此刻才明白 为何萧景寺挑起了两国战火 又亲自平息 原来是逼老皇帝就范啊 楚玉立马接话 那是自然 我阿饶当然不是一般人类能及 若不是她聪慧 青南王爷才不会有这免死金牌呢 给个杆子她就顺着往上爬 楚慕阴阳怪气的 需要本王感恩戴德 不用 阿饶是为了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楚慕无言已对了 心里堵了一团棉花 十分不舒坦 得以什么呀 那女娃子回良都 还不是先撂下你 去宫里看杏花 她可比你受宠多了 果然 知死慕若妇 这话就戳中了楚慕的禁区了 当下便冷了一张俊脸 宠着楚慕吼 你胡说 再胡言乱语 你就回荣敬去 说完 楚慕气冲冲走了 屋里楚慕在哼哈大笑 金华追上去 世子 您去哪儿啊 宫里 楚慕运功 身影一闪便没了 金华目瞪口呆 用不用这么着急 妖法都用上了 这没了那单 可不能乱用啊 金华比不得妖王大人 妖法好 任性 去牵了马 骑马进宫 出门时 遇上了刚回来的小灰 小灰看起来灰头土脸的 精气神不大好 金华问 你同灵之郡主早便起身回都了 怎还晚上一天回来 小灰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那个女人 病了一路 那个女人 说的自然是遗阳郡主灵芝 小灰奉了世子爷的命 将人护送回宫 她有感而发 女人 好生麻烦 金华作为比他大了几十年的过来妖 就说 等日后你成亲 便不会如此想 看世子爷不就是个例子 不过 他觉得 还是要把那位 不是喊他银贼 就是偷树贼的公主除外 他真是麻烦 这样的都要绕道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野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52集 小灰不与狗同 我不娶女人 莫不成娶男人 金华作为一只思想成熟的大妖 也不会鄙视小灰的 小灰声明 我就娶一只母猫 小灰才多大 就开始想娶母猫了 他可是五十年都没娶过母兔子 小灰揉揉眉头 看似下无人 便换成了原身 钻进了王府的假衫后面 去自己卧里养养神 回想那一路 小灰是要带灵芝骑马回去的 他那娇贵的身子还没上马 就弱不禁风的像是要被吹走 不是说是降门之后吗 不是说是会拉弓射箭吗 可是居然 我 我 我不会骑马 灵芝看着那比他还高的马 脸色有点白 小灰纠正 是我骑 指了只马背 那 你坐 然后他先行上马 再伸手 很粗鲁地把女人拉上马背 让女人抓住自己两侧的衣服 就开始跑马 还没跑一里路 马背后面的女人就说 小灰将士 能否骑慢些 他声音听起来很虚软 我晕 娇气 小灰慢了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 灵芝又奄奄地说 小灰将士 能否再骑慢些 他半个身子已经趴在他背上了 我还是有些晕 比白灵猫族的母猫还娇气 小灰再骑慢点 还没安生一小会儿 后面的女人又开口了 小灰将士 小灰隐隐动怒 我不叫小灰 亲南王府的金华将军就叫他小灰 小灰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 我叫灰猫 灵芝沉浸在眩晕感与恶心感中不可自拔 小灰将士 能否下马鲜花 他扯了扯小灰的一脚 我越发晕了 小灰哼了一声 然后一加马鲜 灵芝一把抱住小灰的腰大喊大叫 小灰将士 小灰将士 小灰 小灰懒得理这个麻烦的人类 用脚踢马腹 骑得飞快 小灰将士 我想 我想痛 他很痛苦的样子 小灰猛的一拉缰绳 已经来不及了 背后的女人 哇的一声 吐在了她的背上 小灰真想把这个女人一掌拍飞 后来 她还是用身上所有的银子 还有那匹马 换了一辆马车 那个人类的女人 就病奄奄地躺在里面 她看她可怜 撕了一半鱼竿给她当午饭 灵芝虚弱地问 小灰将士 有没有别的干粮 她已经懒得纠正 她小灰和灰猫的区别了 十分没好气地说 这是我在容镜能买到的 最好的鱼竿 灵芝捂住嘴 行 然后跑到马车下面 又吐了好久好久 小灰觉得不可思议 居然有人和妖王大人 一样嫌弃鱼 突然 灵芝又喊她 小灰将士 小灰将士灰头土脸地 把自己的水壶递给她 她发誓 以后修炼成了大妖 一定要找个好养活 又爱吃鱼的母妖过活 千万不能找这个人类女子 这样娇气还要伺候她 一天了 他们还没走出容镜的边境 夜里 小灰特地找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破妙歇息 然后做梦都能听到有人喊她小灰将士 小灰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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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拉她衣服 她醒过来 原来没有做梦 真的是那个人类又在喊她了 你又怎么了 灵芝咳了几声 面色潮红 或许是病了 能给我请个大夫吗 这荒郊野岭的 哪里有大夫 没有大夫 小灰将士 她有气无力的 小灰真的不想管这个人类的死活了 可又怕妖王大人怪罪 还是把女人背到了马车 好了一夜 又回到了起点 还在容镜城里 用自己的剑换几袋牛肉干粮 一击此处 小灰坚决 人类太麻烦了 她要娶一只 跟她一样爱吃鱼干 好养活的猫 且说 国师大人坐着亲南王府那招摇过世的马车 方道宫门 便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紫香道 太子与太子妃的作孽在前头 四马驾车 狭路相对 萧锦寺掀开车帘 她侧躺着 手里还端着一杯茶 淡淡逆了一眼马车外 那四马崎崎的叫年 越发近了 笑道 灯宫可好大的架子 太子妃腹中 可是凤家第一位皇孙 自然金贵 事已 太子妃免了戴罪之身 东宫也不似之前那般无权无事 主子 我们如何 抓紧 抓紧缰绳 扶紧了 紫香将缰绳勒在手上 主子 你想 萧锦寺将杯中的茶水引进 撞上去 话落 她轻轻一掷 手里精致的慈杯飞出 郑重马腹 一声马笑 东宫的轿子被甩出了几米 震了好几下才稳住 驾马的工人大喝 大胆 东宫的教年也敢重装 不想活了 连卷东风 隐隐能看见教中光景 那还欲发作的工人 这才瞧清对面轿子里坐的是何人 顿时神色变了 连忙滚下马车参拜 老奴见过国师大人 这时 太子妃萧福尘 一先连而出 国师大人 这是何意 萧锦寺便道 马儿受了惊 是本国师失礼了 凤父李晨晨嗓音 从轿中传来 你一句马儿受了惊吓 本宫便能不追究了 西厅尊便 他懒懒地躺回软座里 放下车帘 紫香 回星月殿 奢华的马车便缓缓慢行 宫门里外守卫的御林军 跪了两侧 恭迎国师回宫 凤父李紧握拳头 满脸阴质 殿下 烧安勿躁 怕嚣张不了多时了 龙腾花已失 帝君大献将至 萧浮尘预言道 年初 帝并威 平广王携帝令诏书 传位储君 太子摄政 这日子算算 也不多时了 凤父李盯着远去的轿子 许久才收回视线 回太子府 回了星月殿 紫香问道 主子 可是有蹊跷 萧景思凝神片刻 萧浮尘的肚子 是假的 这母平子贵的戏码 确实有些拙劣了 想来也是 被撞了马车 那个反应 也太淡定了 紫香道 属下立刻去查 萧景思去摇头 国舅府的苏神一出手 怎么可能查到蛛丝马迹 何况皇帝早便想让太子得失 这皇孙 也是个不错的由头 可不是 这天下第一个皇孙 简直就是免死金牌 那我们怎么办 静观其变 看东宫这般垂死挣扎 日子倒也不无聊了 紫香点头 死太痛快了不好 北苍茅山有种狼类 喜好吃老鼠 抓回来也是咬了松 松了咬 等那老鼠反复地死去活来 到最后 就会自己往狼嘴里跑 因为 生不如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句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第153集 东宫 就是一窝老鼠 萧景思刚踏进殿中 云黎便从偏殿跑来 满头大汗 七小姐 您终于回来了 云黎一副快要哭了的样子 萧景思带了古希与紫香 去了容镜 便将不会舞的云黎 从文国宫府 接来了宫中照看杏花 这容镜一趟 也足足一跃了 萧景思问云黎 怎么了 可是谁欺负你了 宫里哪有人敢欺负 星月殿的人 云黎红着眼摇头 没有人欺负云黎 是杏花 浓浓地哭腔 云黎吸了吸鼻子 杏花不见了 萧景思默然的毛色 有些许变了 是何时不见的 云黎哭得一抽一抽的 愧疚得不得了 从七小姐您走的那日之后 云黎便再也没有见过杏花 宫里宫外都寻变了 仍是没有半点消息 云黎知晓七小姐 实在容镜带兵 也不敢写信去 讨扰七小姐 便去国公府 找姜姨娘帮忙寻 可是 可是还是找不到新话 萧景思眉头越粗越紧 云黎越说越伤心欲绝 七小姐 是云黎不好 没有照看好杏花 杏花她 她 她可能已经被人宰了 瞬间 一片寂静 云黎瞪大了眼 泪珠子还挂在脸上 紫香扑斥一声 笑不可知 喵 杏花朝屋檐上跳下来 撒腿朝萧景思跑去 云黎擦擦眼泪 用力揉了揉 睁大眼睛看 是的 是杏花 她没看花眼 只有杏花才有这等盛世美颜 喵 杏花跑到萧景思跟前 欢喜地摆动身子 萧景思蹲下 杏花 她扑到她怀里 舔她的脸 开心地直叫唤 喵 萧景思把杏花抱在怀里 这些天跑去哪了 她刮着她的鼻子 洋装怒斥 下次不准下云黎 喵 杏花拱来拱去 小姐 云黎觉得委屈 还有些莫名其妙 又想哭了 萧景思拍拍云黎小姑娘的肩 不是 杏花调皮 许是在外头野 谁家的猫儿会在外头野上一个月 只有杏花了吧 简直被七小姐给惯坏了 云黎好委屈 她担惊受怕了整整一个月 喵 她不野 而且很听话 怀里的小东西温顺得不得了 萧景思揉了揉她软乎乎的肚子 将杏花举高高 认认真真地打量 嗯 好像轻了些 喵 她是相思害的 萧景思心疼坏了 是不是饿着了 吩咐的 云黎 去传善 吃 萧景思诱导 让厨房炖两条鱼 我晓得 七小姐爱吃鱼 觉得鱼是大补的良品 萧景思抱着杏花 往寝殿走 杏花在她怀里拱来拱去 蹭着萧景思胸前 软绵绵的 喵 萧景思摸了摸杏花身子 冷 喵 我知道 杏花用埋头 钻进她怀里 继续蹭 好软好舒服呀 萧景思取来 踏上的薄被 子香 去烧些银瓷探来 杏花从被子里钻出来 用爪子去扒萧景思的手 喵 喵 紫香刚走到门口 永元殿里的方公公便来了 紫香姑娘 圣上有请国师大人 紫香又折回殿钟 片刻 里面传来国师大人的嗓音 我方才回宫 请方公公稍等片刻 容我更衣洗漱一番 国师大人请便 老奴在外头耗着 半赏功夫 萧景思识对了一番 换上了宫装锦衣 殿外下着冰子 天气极寒 这冬月已过 便是凉都最冷的时候 杏花从榻上爬下来 走到萧景思跟前 挠了挠她夜地的宫装裙摆 喵 萧景思蹲下 揉了揉她的脑袋 外头下了冰 很冷 不带你去 杏花眨巴着眼 讨好地用脑袋 蹭萧景思的手 乖 萧景思哄她 用脸蹭了蹭她 掀开被子 把杏花放上去 你得留下来 给我暖榻 阿饶走后 杏花便换成了人形 裹着被子懒懒地 趴在床上 有点闷闷不乐 窗外 吱吱吱地响 静了一小会儿 又吱吱吱地响 楚渔眉头一拧 用力一挥袖 窗便开了 你这只折耳兔子 吵够了没有 折耳兔子揉了揉 被窗户打到的脑袋 世子爷 何事 世子爷看起来郁郁寡欢 很一暴一躁的样子 精华尽量不惹到她 王爷让属下来传话 楚渔兴致缺缺 可该说的 精华还是要说 王爷说 正经人家的公子爷 不能外送女子住处 楚渔哼了一声 哼 愚夫 他理所当然 不喝阿饶睡 我会失眠 反正在荣静 就一起睡觉了 适睡的世子爷 竟然会失眠 而且 今儿个看起来心情不悦 精华就为其排忧解惑 世子爷 你还愁什么呀 都睡到国师大人踏上了 楚渔有些恼怒 又有些无可奈何 埋怨说 嗯 阿饶他好宠兴花 所以 精华不觉得有什么 楚渔控诉 他最宠的居然不是我 这种时候 每当世子爷跟信花计较的时候 精华就为难了 他想了想 信花就是世子爷 你 楚渔瞪他 那不一样 精华无言以对 他说信花不是世子爷的时候 被训 说信花就是世子爷的时候 也被驳 以后这种话题 他还是兼默好了 然后 精华就一句话都不说了 楚渔还不耐烦 你走 别烦我 好忧愁啊 精华咬牙 告退 冰铃杂着屋檐 熙熙苏苏 风卷连杖 这天 月发的冷了 永延殿外守卫的宫人们 搓了搓手 动得有些僵硬 听见脚步声 抬头看去 见过国师大人 宫人跪了一路 接扶手 恭恭敬敬 女子清清淋淋的嗓音 极其好听 天寒地冻 都去屋里吧 几十个工人犹豫了片刻 便起身谢恩 退下了 方公公看了一眼 便也不言 宫里的这些奴才 个个都是有眼力见的 这大梁谁做主 都看得一清二楚 到了殿外 方公公道了句 皇上 国师大人来了 请殿里头 传来阵阵咳嗽 还有年迈苍老的声音 进来 萧锦丝进了殿中 扑面而来的药味 有些刺鼻 他微微醋了眉头 一跃不见 顺地已然瘦骨临寻 两鬓全白 眼窝深陷 连眉梦也变得花白 人之将死 孤家寡人 好生凄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54集 顺地撑着身子坐起来 一如今见了朕 连礼都不行啊 萧锦丝微微欠身 臣不敢 不敢 顺地冷笑 浑浊发黄的眼 缩向女子 私自调兵容器 祸隐两国之乱 你如今 还有什么不敢做 萧锦丝想了想 便回 臣 不敢弑君 你 顺地瞠目 一口气堵在胸腹 上不来 也咽不下去 不敢弑君 不 他不是不敢 只是时候未到 他是在威胁一国之君 是在玩火 你入朝为官 步步为营 到底目的何在 顺地盯着女子毫无波澜的眸 睁睁睁 睁睁逼吻 你想要 朕凤家的江山 萧锦丝沉默 不否认 也不承认 顺地咄咄逼人 还是他 出狱想要 若是如此 大梁早便改朝换姓了 皇上你也早便是黄土白骨了 你放肆 他放肆也不是一日两日了 萧锦丝淡然自若着 萧锦丝 顺地咬咬牙 恨不得弯了眼前的女子 恨意滔天 别以为 朕不敢摘到你的脑袋 改朝换代 黄土白骨 这女子 从来都不会信口开河 她言出必行 张扬肆意 却不是无端狂妄 也正因如此 正因她无所不能 她便更不能容她 萧锦丝冷漠的眼 平缓清澈的嗓音 是 皇上你不敢 顺地哑口无言 是 她身为一国之君 却不敢动她 也动不了她 不知道她有多少底牌 也不知道 她还有多大能耐 这把利刃 就像架在她咽喉的武器 动不得一下 一动 天下乱 陈继身为国师 陈便再送陛下一句寓言 萧锦丝顿了片刻 字字清晰 杨虎为患 以腹背受敌 牵一发 而动全身 这虎 说的是她自己 你威胁朕 不 陈在建言 他不疾不虚的口吻 似是游说 却那般不慌不乱 胸有成竹 这凤家的江山 我并无兴趣 但若皇上 容不得臣插手朝政 容不得 亲南王府 功高盖主 容不得臣与 楚世子 择贤而立 那臣也不介意 给大梁 换换姓氏 换姓 姓楚吗 还是姓霄 顺帝沉默了良久 你要的 到底是什么 皇上 臣的猫还在等臣 臣先行告退 说完 转身出点 要什么啊 要她凤家江山 动荡不安 要凤世两代储君 生不如死 以为魏平侯府 一门忠烈 以及她上一世 颠沛流离 身死难鸣 顺帝身子一软 便倒在了龙榻上 皇上 皇上 来人呐 来人 传太医 快传太医 萧锦寺回来时 楚玉正坐在她屋里 点了银灰烫 有淡淡的木香 不是说明日去寻你吗 坐河连翼入宫来 外头下了冰子 她怕楚玉冷着 便吩咐紫香 再去烧些烫火来 楚玉走过去 抱住她的腰 把她一同抱到榻上去坐 又用锦被裹住二人 我想你 想到睡不着便来了 外头很冷 受了寒怎么办 阿绕 我手冷 楚玉伸出手 对她撒娇 萧锦寺哪里还挠得起来 握住她的手 放在手心里捂着 还冷不冷 冷 其实一点都不冷 楚玉面不改色 我很冷 阿绕你抱我 萧锦寺便抱住她 手搂住她的腰 楚玉伸在她肩上 在她耳边喊 阿绕 她扶着萧锦寺的肩 看她的眼睛 你喜不喜欢我 萧锦寺一向不善撒谎 便点头 这个问题你问过了 那我换一个 我和杏花 你更喜欢谁 神色有些严肃了 萧锦寺懵了一下 楚玉没听见她的回答 便立马不安了 阿绕 你喜欢我多一点好不好 杏花是猫 她 她 她不能 不能同你还好 她何时要同杏花 欢好了 萧锦寺面红耳赤 不知如何是好 楚玉也不说话了 抱着她轻泥 蹭着她身体 嗅了嗅她身上的气息 手便情不自禁地 在她背后留脸 阿绕 楚玉蹭蹭她的脸 湿漉漉的眼睛 有些情动 嗯 她的阿绕对情事 这般懵懂无知 可是 她光是看着她 便觉得心缘一满 像是燥热的春天里 情朝一发就不可收拾 她起身 我 我先回去了 然后很急地走人 刚出门口 又折回来 在萧锦寺唇上啄了一下 撒腿便跑了 萧锦寺满脸疑惑 出了寝殿 见四下无人 楚玉就飞到屋檐上去了 世子 您怎么出来了 金华也飞了上去 这才看见世子爷的尾巴 楚玉摇着尾巴很懊恼 我对我家阿绕 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她一筹莫展 很忧心 总是忍不住 多亲近几次便好了 金华细细解释 不舍妖族第一次和伴侣亲近 也都是维持不了人参的 用原参多交配 想到国师大人是人 金华立马改口 用原参多亲热几次 以后就不会动不动原形毕露了 楚玉觉得金华的建议十分好 那我晚上喝阿绕睡 天这么冷 我要给他暖榻 然后 世子爷就变做了猫 用爪子把一扇踢到杏花树后面 再用落叶盖住 然后撒腿就跑回了国师大人的寝殿 金华吃了一嘴冷风后 决定打道回府了 听见殿中国师大人的声音 杏花 外面冷 到踏上来 当晚有时 太医院所有太医 赴永延殿 替帝君问诊 太医直到陛下忧思过度 永延殿偏殿的厢房里 没有掌灯 昏昏暗暗的 远处悬挂的光灯打下 地上两道模糊的影子 隐隐有男人的声音 如何了 太医走后 皇上照的平广王密谈 并未让我近身伺候 老奴并未听到所谈内容 这皇帝近身伺候之人 整个梁宫便只有一人 御前太监总管 方公公 男子沉饮了虚语 嗯 谁知交代后事 敬望殿下 方公公唤了一声 压低嗓音道 皇上怕是想在大县之前 给太子铺好路 本王倒想瞧瞧 太子坐不坐得上那个位子 凤玉卿笑了笑 只怕星月殿里的那个家伙 不答应吧 不过一刻中 便有人去太子府传话了 凤副理走着梳妆铜镜前 接过肖浮尘手里的墓书 浮尘 你的预言成真 肖浮尘抬头 看向镜中奉妇里的眼 笑了 大梁三十年初 帝并威 凭广王携帝令诏书 传位储君 太子摄政 这预言 如期而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野驾到 树首就寝 作者 顾南希 吊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一百五十五集 萧浮尘转身 长发披散 仰着头 笑颖颖地 看向凤妇里 殿下是真龙天子 摄政大梁 是天命所归 凤妇里替他书法 显然心情大好 若非他萧景寺 也不必如此曲折迂回 他倒确实是能耐不孝 东宫驾空 国舅府失事 天家各位王爷 都步步小心 忌惮于他 本宫凤家的朝堂 被他缴了个天翻地覆 哼 他萧景寺 纵有天大的本领 安能与天斗 白色寝衣 乌黑的发散着 萧浮尘笑得明媚 殿下 等着看好了 龙威触怒 皇上该放手最后一搏了 凤妇里扶了扶他耳边的发 帝王燕林 本宫夺你 得天下 萧浮尘迎着凤妇里 浊浊的目光 这是他的夫 他贵为储君 将有一日 还会军临天下 像一世浮梦 他遇见了将来 他会宠冠后宫 得此良人 他才是赢家 萧景寺算的什么呢 萧浮尘揽住 凤妇里的脖子 殿下 臣妾腹中孩子 凤妇里将他抱起 放在榻上 假的变成真的又何妨 殿外 红色宫灯明亮 宫女记下一笔 太子连续七日 夙于太子妃宫中 后半夜 永延殿外 有西客到 皇上 臣太妃来了 四日一早 帝君拟了一道圣旨 让人送去了 亲南王府 一大早 亲南王府上 温伯侯大人 就哀声叹气个不停 华之凤茶 端上了糕点 温司人很苦恼 侯爷 您到底在叹什么戏 卓安那丫头 在皇后那里天天闹 说死也不嫁就下河 今早还去皇帝老头 那里以死明智 说什么除非是她的尸体 否则绝不去下河 那是必然 凤衣公主死在了大梁 下河这次战败 又刚隔底赔款 这时候 不论哪位公主 都不想嫁入下河 这个水深火热的敌营 华之不明白 那与侯爷有什么关系 温伯侯与竹安公主 可没什么交情 侯爷也不是个心软的人 才不会心疼别人的命 竹安不嫁到下河去 总有人要嫁过去 天家成人的公主 就那么几位 品级高的更少 最有可能代替和亲的皇家公主 就只剩凤十七了 温思染越说越气 骂道 凤婿那个臭不要脸的 当初将年幼的十六和十七 养在他太子宫里 就是为了榨干他们 舍不得太子跟竹安去西陵受罪 就让十六十七去西陵当质子 这次他又舍不得他女儿 保不住就让凤十七 学而代之了 他又不是第一次 做这等禽兽行径 禽兽 禽兽 一关禽兽 华之九 虽说是亲男王府 也不能这般明目张胆的 辱骂当今圣上啊 说来说去 是担心宜华公主啊 华之就静静地听着 也不插话 温思染思寸 要不然 我让人把竹安打晕了 直接送到西陵去 楚玉从门外走进来 冷冰冰地扔了去 多管闲事 楚玉摆明了态度 是不管天家这档子闲事 怎么说十六十七 与他也有儿时情义啊 当真无情无义 除了你打扰 别人都是闲人闲事是吧 楚玉毫不犹豫 是 温思染气节 美眸瞪着楚玉 若要深究 这事还不是你的女人搞的鬼 要不是她 下何能与大梁开战 要不是她 凤婿会像个龟孙子一样 把女儿送去连烟仪宝 没有外患 楚玉骄傲得不得了 吴家柔真厉害 她不是在夸她的女人好吗 她还真会顺着肝子往上爬 殿外 外院的刘长氏来传话 狮子爷 宫帝方公公来传旨了 楚玉没兴趣 窝在椅子里有些困意 金华当下便说 去请王爷过来 温思染也不走 赖在那里瞧热闹 幸灾乐祸的口吻 凤婿一只脚都进了棺材 怎么还不安分 不大一会儿 楚慕便来了前厅 方公公也被请进了府 亲男王爷坐着 一手端着茶杯 抬抬手 先吧 方公公无理说什么了 楚家的人面圣都不贵 接听圣旨就跟玩似的 方公公轻轻嗓子 念叨 放天成玉 皇帝赵曰 三日里程 亲此 一指落 四下寂静 空气都冷了好几分 方公公不大敢瞧 这位冷面暴力的世子爷 楚世子 接 接纸吧 处于那张霍国殃民的脸 冰冻三尺 抬手 一掌打掉方公公手里的圣旨 本世子抗旨 自刺兵灵 能冻死人 方公公颤颤巍巍地把圣旨捡起来 尽量镇定 常山世子 三思而后行 抗旨不尊 可是杀头的大罪 杀头的大罪 光了一声 茶杯被楚玉砸了个粉碎 回去告诉凤旭 我楚玉的妻子 还轮不到她来插手 她要是活腻了 我今晚就去弄死她 楚世子好暴力 好大胆 这话 整个大梁也就楚世子敢说 方公公可不敢传 世子爷 还是莫为难老奴 老奴只是封领传旨 不敢以下犯上 然后把圣旨放在地上 脚底抹油 方公公行礼告退 老奴还要去国舅府传旨 便不久留了 刚出院子 方公公就被那扔出来的圣旨 砸中了后脑勺 唉 圣上垂死挣扎 大梁又要大乱了 楚玉一秒都等不了 急匆匆要走 楚木喊住她 去哪儿 宫里 她当然是要去找阿饶 若是有不知死活的人 去她阿饶跟前胡说八道了 阿饶不高兴怎么办 楚木觉得势头不对 你要抗拒 有何不可 正好 给了凤婿发落你的理由 楚木阴阳怪气的 倒也不是怪楚玉胆大妄为 就是不满她这一副 阿饶点头明天就反的架势 楚玉冷哼一声 十分之不屑一顾 那大可试试 真是由言不尽 楚木拿眼缩她 你这话 是要叛乱谋逆 楚玉默认 楚木一口老血堵在喉咙 谋逆她不说什么 高居女人的旗帜叛乱 这就不好听了 多损她亲男王府的英明神武 以后传出去了 还不知道怎么骂楚玉昏运无道呢 冷不防的 温思染来了一句 你要拒婚可以想其他法子 又不是非要动刀动枪 你这么简单粗暴 小景四知道吗 楚玉拧没私存 她还是觉得暴力 是解决问题的最快途径 不服杀了 不从杀了 不安分守己杀了 让她阿饶不开心 千刀万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一驾到 束手就请 作者顾南希 雕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 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56集 就是 楚玉有些担心 他家阿饶不喜欢动粗 对 得抬出小景四 楚慕恍然大悟 赶紧见缝插针 玉儿 少寒勿躁 你不是听国师打人的吗 先看看她怎么说 那女娃子 虽然是个祸国殃民的 但好在头脑是极好的 也不是爱动粗的 如果能暗地里 是点小计谋 把这事给办了 那就皆大欢喜了 楚玉信誓旦旦了 这是我家阿饶的 他当然不会让别的女人燃止我 说完 楚玉刻不容缓就走了 他要去宫里 去找阿饶 表明他的忠心和决心 大不了 反了 杀了凤家的人 自拥为王也没什么不行 如果他家阿饶想称帝 他就是去住后宫也愿意 好在楚慕不知道他宝贝儿子的算板 不然要是知道好不容易养大的毒苗 要去入坠后宫 估计又得茶饭不思了 这会儿四时刚过 屡屡浅薄的东洋漏进香榭院里 在树下落下斑斓 昨夜里下的冰子结成了晶莹剔透的冰晶 折射出灼灼光影 这冷宫的香榭院 许久不曾有访客了 袁嬷嬷将夷亲王前些日子送来的茶叶挑了一番 泡了一壶清茶 听闻国师大人最是嘴挑 便越发用心了 用了深井里的冰水来煮茶 萧锦寺饮了一口茶 对袁嬷嬷倾笑 嬷嬷用心了 袁嬷嬷受宠若惊 国师大人不嫌弃便好 她笑笑道好 袁嬷嬷越发觉得这位国师大人是个顶好的人 模样生得貌美出尘 又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性子也和善清雅 对自家贵妃主子又是极好的 真是个无可挑剔的人 就是这国师大人位高权重 也不知日后还有谁能配得上她这般天仙似的人儿 俨然 袁嬷嬷是极喜欢萧锦寺的 又忙进忙出地去准备茶点 树下 一盘玉棋对异 鲜鲜玉纸白细而剔透 缓缓落下一子白棋 沈银桑捏着黑子 两酒未能落下 笑道 锦寺 你又赢了 闲暇时 萧锦寺便会来香榭院下棋 一来二往 两人便越发熟识了 萧锦寺其意极好 回回都赢 却还耐心地屡屡找沈银桑对异 萧锦寺笑道 承让 他才不需要他让呢 沈银桑笑 你是第二个下棋胜了我的人 右相府银桑素有才气 琴棋书画在梁都贵女当中 都是极为出众的 能胜过他的人 寥寥无几 萧锦寺收拾着棋局 随口说说 第一个是十六爷 说到凤昭酒 沈银桑目光柔软了几许 嗯 他笑着点头 他奇异不过平平 我只是早前 交了他些许时日 便不再敌他 那时 他与凤昭酒初时 他便借着学艺 时常来寻他 事宜便熟络相知了 奇异平平 萧锦寺忍俊不禁 不由地戳破了那人 十六爷的奇异 可不在我之下 沈银桑微微一愣 显然是不是到这当中 还有这样一番缘由 到底是银桑纯善 没什么弯弯绕绕的心思 哪像十六爷那般各中高手 萧锦寺打趣 十六爷早年失成无涯子 其异自是惊绝 找你学艺 怕是想趁此与你相好 封月里的计谋罢了 沈银桑俏脸一红 羞难失笑 静默了片刻 萧锦寺问他 你想出冷宫吗 沈银桑唇角的笑意 微微冷下 出去了又能怎样 我是皇上的妃子 出了冷宫 势必会半军左右 我会不会 与其成为他人之父 倒不如在这冷宫里 守着自己 与其无奈 却坚定极了 景丝 我已经负了他 便不能再负一次 我若三生有幸 能无所顾忌地出这冷宫 也愿能干干净净负他 萧锦寺 萧锦寺神色淡淡 那又有何难 他好似寻常的口吻 如今的皇上 可没有那个身体 让你不清白 沈银桑目瞪口呆 萧锦寺慢条 撕里地将白子 与黑子与黑子分开 等他死了 我不来 石榴爷也会来接你 沈银桑惊 他一直都以为 景丝和他一样 是手无寸铁的弱女子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宫里宫外都乱了 国师大人 居然还有闲情意志 在这下棋 凤昭九闲停信步 十分自然而然地走进来 而后 又坐到沈银桑身侧 萧锦寺 抬眼望去 石榴爷请名言 凤昭九也不绕弯子了 今日沉时 皇兄给楚御赐婚了 赐婚的圣旨 已经送去亲南王府了 也照令了天下 这世子妃人选是 凤昭九审视 对面神色以微微有变的女子 国舅府 苏木慈 萧锦寺手里的妻子掉了 凤昭九孝 果然 扯伤楚御 萧锦寺这万年平静的模样 也该松动松动了 萧锦寺起身 多谢石榴爷相告 又对沈银桑道 银桑 改日再与你对弈 留了话 他便出了香谢院 脚下的步子 也微微有些急 再如何淡漠的女子 遇上心上的人 便也会方寸大乱 沈银桑轻叹 他与楚世子如何是好 凤昭九端起沈银桑的杯子 喝了一口 他愣然 凤昭九笑得春风得意 不必替萧锦寺操心 整个大梁 有谁算计得过他 更何况还有楚御 他可不是好惹的 那苏木子 想要嫁进楚家 也是自讨苦吃 他坐到沈银桑对面 别说他们了 和我下一盘 沈银桑想起 方才萧锦寺的话 你是称乌雅子 银桑既不如人 怎是王爷的对手 凤昭九笑着瞧他 你当真以为本王 是要同你下棋 是的 沈银桑当真这么以为 他一向便容易相信别人 隔着棋盘 凤昭九前卿 拖着他的下巴 手指轻轻摸缩他的脸 如此玩世不恭的举动 口吻却没有半点玩味 我就是想和你多待片刻 以前是 现在也是 先前输了你 也不是让你 是你便坐在我对面 我哪里有心思下棋 沈银桑的脸滚烫 扭开头 不敢看他灼灼的目光 却到底是没有推开他的手 银桑 他嗓音滴滴沉沉 带着情人痴缠的浅犬 他饥不可闻地应了一声 嗯 凤昭九走过去 握着他的手 亲了亲他衣袖下 当日弯手工纱留下的疤痕 世俗流言 我会挡在你面前 你别怕 也不要逃 凉久 他点头 凤昭九将他揽入怀里 温柔地亲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彦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演播 第157集 萧锦四没有回星月殿 而是直接去了永延殿 殿外 严兵看守 倒不得入内 方公公也是很为难 我是他人 陛下身体欠安 不便境界 萧锦四抬眸 冷眼看去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方公公无奈 只得招招手 几百个禁卫军 便围住了殿门 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萧锦四冷冷上前一步 贺道 让开 禁卫军下意识便后退一步 分明是手无寸铁的女子 赤手空拳的艺人来闯 却叫人心下声味 国师萧锦四的威名 在容境战乱时 早便传来了大谅 方公公奉了圣命 也只得硬着头皮上前 陛下严令 还请国师大人 不要为难我等 且 方公公并急乱投医 且这殿前大大出手 可是重罪 望国师大人 三思而行 重罪 国师大人犯的重罪还少吗 他懒得再多言 那就动手吧 国师大人 女子的声音传来 经了这拔剑弩张 萧锦四回眸 眼赴寒冰 你要拦我 苏木慈从百步石阶上 缓缓走来 摇头道 木慈自是不会干涉 国师大人 只是有一言告知 国师大人 萧锦四息字如今 说 他不缓不慢 国师大人辅助圣上 日理万机 有一事兴许不知晓 昨夜里流离宫的 太妃娘娘病重 照木慈为其医治 太妃娘娘未表歇意 相赠了木慈一株药材 当日治长山世子心急的药方 是木慈亲手送上 国师大人应该知道 这陈太妃相赠的药材 有何用 琉璃宫的陈太妃 是先帝的最后一位妃子 当年还是太子的顺帝夺位 便是这位年轻的太妃娘娘 助她一臂之力 故此 顺帝将太妃奉养在宫中 对其极其尊重 年官时 他搭上贡的药材里 其中有一位极为珍贵 稀缺的子蓉 便是送去了琉璃宫 萧锦四已得了乌灵子 和龙藤花 这子蓉 他也断断不可能 便如此罢手 苏木慈啊 这是以药相邪 萧锦四笃定 你想要嫁入青南王府 苏木慈毫不掩饰 是 我若不同意呢 若不能两全其美 那便鱼死网破 哼 萧锦四冷笑 清澈见底的眸 墨色微凉 那就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能耐 转身 走下了时间 他终究还是没有 踏进永延殿的门槛 不是不能 是不敢大意 事关楚玉 他需如履薄冰 需步步小心 寄予楚玉 这苏木慈 是纵容不得了 萧锦四回了星月殿 楚玉在门口等他 孤零零地坐在外面 瞧手以盼 见他回来 快步跑到他面前 安柔 他抓着他的手 你回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 许是在外头等久了 天寒地冻的 楚玉脸色有些白 呼吸急促 这凉都湿冷 一到冬月 便会极寒 他身子不好 却也不肯再 容尽南地静养 非要来这凉都受罪 总是会咳嗽 也会冷得四肢冰冷 萧锦四不说话 看着楚玉 郑重失神 楚玉见他沉默 便更加不安了 小声地问 阿柔 你是不是生气了 他紧紧拽着 萧锦四的手 趴他冷着 揣到怀里 给他污暖 解释说 阿柔你别生气 我没戒指 除了你 我谁也不会要的 皇帝老头 也不能让我 娶那些乱七八糟的 野女人 你莫要挠我 我是不放心你 便先来见你 等会儿 就去永延殿抗旨 萧锦四开口唤他 楚玉 楚玉眼巴巴地看着他 像是做错事了似的 战战兢兢的 萧锦四拉着他的手 走进星月殿中 两久 他说 你别抗旨 楚玉脚下顿住 拉住萧锦四的手 飞飞一紧 他慌了神色 阿柔 你 你什么意思 他认认真真地 对视楚玉的毛 站在那棵花开不败的 杏花树下 对他说 与苏木丝的婚约 不要拒绝 楚玉身子微微差了一下 牵着他的手 冰凉冰凉的 手心却无端浸出了冷汗 他张张嘴 似乎难以言语 嗓音有些急促尖色 阿柔 你让我娶别的女子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让我不要拒绝 是不是不在乎我 不想同我好了 他眼眶红了 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声音已有些哽咽了 阿柔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像是被抛弃的小兽 他害怕极了 没有尝到两情相许的滋味便罢了 现在阿柔既然要了他 再推开他 他会受不了的 会生不如死的 阿柔 你别不要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他脸下毛子 不想阿柔看见他这般要死要活 没出息的样子 一双凉凉的手 捧住了楚玉的脸 他说 不准胡思乱想 我怎会不要你 脸角 凑过去 亲了亲楚玉紧抿着的唇 他一亲她 楚玉便被安慰到了 撅着嘴要她再亲一下 肖锦似无奈 对着她的唇 啄了好几下 楚玉还是有小情绪 吸了吸鼻子 手被冻得有些僵硬 牵着阿柔往屋里走 阿柔 你既然是要我的 那你为何还要让我娶别的不相干的女人 我不要别的女人 我只要你 我只娶你一个人当妻子 不要妻 也不要通房 他们都是不怀好意的小妖精 在北营就总有一些小妖精 觊觎她的身体 哼 她的身体是阿柔一个人的 她当然要为阿柔守身如玉 萧锦似点头 自然知道楚玉的想法 我知道 我也不会让你娶别人的 去婚不过只是缓兵之计 你的世子妃 只会是我 她亲了亲她的脸 我善妒也容不得其他任何女子 楚玉被她亲得晕晕乎乎的 心情忽上忽下 是飘着的 一口咬定说 我自然是阿柔你一个人的 想了想 很严肃的样子 阿柔 是不是有人胁迫你 你告诉我 我去杀掉她 说完 又改口 你要是不喜欢我这么粗暴 我可以用别的计谋害死她 我还是很会下毒的 不是不善谋 她只是懒得迂回肺脑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简单粗暴的杀戮 是她最喜欢的 因为立竿见影 她却摇头 我只是不想你 当了抗旨不遵的罪 她转开眼 我看楚玉 她家阿柔不善说谎 不诚实的时候 就会躲开视线 怕被看穿 楚玉很肯定 阿柔 你有事瞒我对不对 她不说话 确实 她不想楚玉 当了抗旨不遵的罪 只是其一 她顾忌的 是苏穆斯手里的子容 事关楚玉 她必须如履薄冰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彦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演播 第158集 楚玉捧着她的脸 不让她躲开 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若是楚玉知晓 怕是会弃了那株药 她舍不得她 每次都会舍掉自己 萧锦斯不吭声 沉默已对 楚玉不开心了 你瞒我 你不诚实 虽然她也瞒了 阿饶一些事情 可是不一样 阿饶不告诉她这件事 就是不宠她 不依她了 楚玉很生气 阿饶 我恼你了 不想理你 然后楚玉转身就走 生怕自己回头似的 跑着出去了 萧锦斯猝眉 她是不是做错了 问紫香 我 要不要去哄哄她 主子这男女之事 还是一知半解啊 紫香点头 要的 毕竟主子说什么 长山世子都会听话 主子这番有所隐瞒 长山世子生气也是应当 萧锦斯点头 觉得自己是独断专制了些 长山世子那边不急 主子放心 世子爷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紫香先说正事 眼下 世子爷的婚事耽误不得 说道 主子 属下去查过了 昨夜 陈太妃确实拆了人 去国舅府请苏三姑娘看诊 那朱子荣也的确相赠给了她 萧锦斯沉吟 紫香继续道 更为蹊跷的是 皇帝下令赐婚之前 陈太妃去过永延殿 这事怕是有隐情 紫香十分谨慎 顺帝继位后 陈太妃便独守琉璃宫 身居潜出 与宫里各位主子都不往来 甚至许多新进的妃嫔 都不知晓还有这么一位太妃 陈太妃多年不曾踏进永延殿 此番 伪时不寻常 萧锦斯私损虚语 道 陪我走一趟琉璃宫吧 是 因着陈太妃避世 琉璃宫所处之地有些偏僻 一座陈旧的院落 院中宫额侍卫寥寥寥几人 种了几棵长青藤 那院几乎是心中的灌木 郁郁葱葱一片 远远望去 有些荒芜幽景 紫香小声道了一句 主子 这里怎生如此阴冷 萧锦斯也发觉了 这陈太妃的琉璃宫中 确实比外头森猛阴寒些 宫人将萧锦斯引进殿内 太妃娘娘 我师大人来了 殿中传来女子的声音 近 紫香总觉得 这陈太妃虽然年轻 也过了儿立之年 这嗓音倒像妖媚的年轻女子 推门而入 陈太妃隔着珠帘 端坐在软榻上 瞧不清模样 只见长吉夜地的宫装裙摆繁复 坠着黑青色的纹路 陈见过陈太妃 萧锦斯行的是平礼 以国师之尊行礼 也算给了这位太妃体面 给国师大人看座 陈太妃倾咳了几声 本宫身体欠安 便不起身相迎了 这个声音 音色倒是未曾听完 只是这般慵懒邪似的语气 却似熟悉 萧锦斯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 落座 侍锦斯叨扰 太妃娘娘不必客气 国师大人驾临流离宫 不知所谓何事 隔着珠帘 隐约可见背后女子 张张合合的唇 烟红四血 萧锦斯道 为了子荣 国师大人来晚了一步 那子荣 本宫已将之 送给了国舅府的苏姑娘 国师大人 怕是要失望而归了 说着陈太妃重重咳嗽 本宫有病在身 有些乏了 便不做陪了 萧锦斯担当汉手 便起身 这一盏茶未凉 流离宫的访客已去 待访客走远了 姑女随即急急忙忙的进殿来禀报 似是极其畏惧这位太妃 跪在地上一直发抖 娘娘 偏 偏殿的人 跑了 女子嗓音幽冷 懒懒散散般 那你还在这儿做什么 字字阴里 哪里还有半分病态 那宫女联盟磕头 奴 奴婢这边去找 她双腿发抖 是猎气地走出寝殿的 便是前几日开始 太妃突然性情大变 琉璃宫伺候的人死的死 扁的扁 现在还活着的 也只剩在外院伺候的粗食丫头 店中 朱莲骤然被扯断 陈太妃身边的红衣女子 立即伏地 主上息怒 女子抬眼 墨绿色的瞳孔 闪着幽冷的光 她伸了伸舌头 舔了舔唇 嗓音斜死 哼 没用的人类 把看守的宫中人 全部剁碎了 喂给他们当晚饭 鸿鸣领命 远去琉璃宫百米 风吹得高悬宫灯摇摇晃晃 主子 可有蹊跷 紫香问道 主子自从琉璃宫出来 眉头便没有松开过 这陈太妃 想来有些诡异 萧锦寺摇头 紫香也有几分不安 她早前也听闻过 这位陈太妃 据说是个温婉剔透的人 待人和善 却极是聪慧 今日一见 说不上何处不对 只觉那朱连后的女子 阴邪得很 这太妃娘娘 无欲无求了多年 与主子和常山世子 都并无仇怨 只是若非是她 从中作梗 此事也甚是巧合 紫香还是觉着 这陈太妃可疑 萧锦似柔柔眉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也不必庸人自扰 紫香便也不再多想了 往前走了百步路 遇上摇华宫的千妃娘娘 她挥退了随行的宫人 走进来 对萧锦似欠身行礼 国师大人 这千妃 自从那花开不败的杏花树 送来星月殿后 对萧锦似便十分恭敬有礼 甚至有些战战兢兢了 萧锦似回礼 千妃瞧了瞧四面八方 掩着嘴小声道 国师大人 以后若是无药室 莫要来这儿了 她神秘兮兮的样子 狄固说 这里有妖气 萧锦似愣了一下 千妃信誓旦旦 真的 这里妖气很重 是大妖 又叮嘱了几句 千万不要来之类的话 随后千妃便快步走了 紫香笑道 这千妃娘娘倒是有趣 听云丽说 我们在仓坪时 千妃娘娘时常来星月殿 给院里那棵开不败的杏花 浇浇水 除除草 对那棵树甚是照顾有加 萧锦似想来 许是爱花之人 能不爱花吗 那株杏花 可是用她的精血呵护的呀 百米之外的琉璃宫 殿前 宫灯熄了 森森冷冷的 坐落在后宫最靠西的位置 便是白日里也照不尽光 常年会点着烛火 平日里少有人烟 夜里更是死寂阴了 偶尔 有殿中的宫女打灯走过 突然 有女子尖叫 原是琉璃宫里两个当职的宫女 惊了神 其中年长些的宫女 立即捂住女子尖叫的嘴 怎么了 你叫我什么 若是饶了太妃娘娘 有你好看 那年轻的小宫鹅惊魂未定 颤着手指指着院中的灌木丛 有 有蛇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第159集 这世界 蛇都冬眠了 哪来的蛇 定是你眼花了 小宫鹅摇头 它下白了脸 一口咬定 没有 真的 我看到了蛇 好大一条 同伴的宫女显然是不信 拉着它快些走开 静胡言乱语 快些将东西送去偏店 若是耽搁了 又要被长氏姑姑罚了 那小宫鹅便不再耽搁 提着石河 快步绕过灌木丛 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你有没有闻到一股什么味道 什么味道 小宫鹅提起来 嗅了嗅 是 是血气味 哎呀 别瞎说 快些走 那天晚上 冷宫的香榭院外 也是不大安生 刚入夜的时辰 外头却吵吵嚷嚷 沈银桑起身 披了件外上出去 询问店外首页的袁嬷嬷 方才是什么声音 袁嬷嬷打着宫灯过来回话 娘娘 是有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跑进了院子里 怎么敢都赶不走 知不知道是何人 那女子蓬头垢面的 脸上升了窗 吓人的紧 也看不出原来模样 又是个疯癫的 说话颠三倒四的 也问不出什么话 怕是这冷宫哪个院子 跑出来的 想来是冷宫的气飞 如今落得这般模样 也无人问津 沈银桑心软 罢了 给她些吃的 让她暂且住下 明日再去太医院 给她请个大夫瞧瞧 是 娘娘 亲南王府这会儿 正在用碗扇 因着世子爷心情不好 不想用扇 这碗扇 已经热了三回了 再热嘴挑的世子爷 怕是又要挑剔了 华枝上前 世子 该用膳了 楚玉趴在桌上 无精打采的 都端开 我不吃 出心 楚慕看不过眼 嚷嚷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先吃饭 楚玉理得不想理她 自顾沉浸在 自己的忧伤中 凤昭九 同凤容黎叔侄 一起从外进来 正巧瞧见 这一屋子 传身的下人 被赶出去 凤昭九 好笑得揶揄 呦 这是怎么了 凤容黎用脑盖 孤想也知道 楚玉这是 为谁牵肠挂肚 楚玉同样也不想理 谁都不想理 温思染多嘴 还不是被 星月殿里 那位闹的 说起来楚玉家的 那个阿饶 温小侯爷就来劲 你说他 萧景思几个意思 居然让我 侄孙答应 娶那苏三 难不成 他想效仿 鹅黄女鹰 二女公是一夫 刚说完 一个杯子 猝不及防地 砸了过来 温思染最喜欢的 一身粉色 骚包袍子 被溅了一身茶渍 滚烫滚烫的茶水 还好他穿得厚 温思染脸黑呀 瞪向楚玉 楚玉给了他个 冷冰冰的眼刀子 不准说阿饶的坏话 温思染不承认 本侯是救世论事 哪一句不是实话 哪一句冤枉诽谤他了 他也来气 他侄孙在 萧景思那里受气了 回来对谁都冷着理 一言不合 不是砸杯子 就是砸凳子 偏生还不许 别人说一句 萧景思不好的话 对他维护的不可救药了 楚玉依旧言辞维护 我不准你胡说八道 什么鹅黄女鹰 别把乱七八糟的野女人 和我家阿饶扯到一起 而且我家阿饶 才不会让我娶别的女人 阿饶说了 是缓兵之计 温思染气得不想说话 抱着手 哼了一声 凤昭九悠然自得地坐下 给自己倒了杯茶 既是缓兵之际 那他的目的何在 楚玉一时答不上来 拧着好看的眉头 执拗的口吻 反正阿饶是不会骗我的 说完 他不想跟这些 胡说八道的人废话 直接走人 一边问 金华 王府外的灯留了吗 已经留了灯 也留了门 金华体贴地宽慰了一句 若是国师大人来了 华之会立刻过来禀报的 谁说我在等阿饶 那留什么灯 留什么门 世子爷也太此地 乌银三百两了 金华摇头 面不改色地否认 属下没说 楚玉一边往外走 一边嘀嘀咕咕 自言自语的 又懊恼 又烦扰 都生气了 他怎么还不来胡 是不是阿饶不在乎我了 他怎么还不来 他怎么还不来 屋里 温思染从怀里掏出一块玉 扔在桌子上 我赌 楚玉不出三克 就会送上门去 凤容离扔了他的玉扳子 两克 凤昭九也扔了块玉配 一克 楚慕直接压上两个金元宝 立刻 随即听到屋外楚玉的声音 迫不及待的 金皇 立刻给本世子背马 温思染付匪 猴急 凤容离付匪 推猴急 凤昭九 怎生猴急 楚慕一边将桌子上的两块上好的玉 和一枚玉扳子收入囊中 一边淡淡的忧伤 叹息 诶 耳大不中流 凤昭九突然发问凤容离 老爸 我听说是 萧景寺的属下 去平沙寨将你救出来的 凤容离一口茶水喷出来 脸红脖子醋得好 你别乱说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凤昭九一脸懵逼 诶 我说什么了吗 他只是随口一问 你 你无力取闹 凤容离狠狠狠地 弯了凤昭九好几眼 才气哄哄地走了 凤昭九十分诧异 到底是谁无力取闹 温思染怂怂间 黑黑一笑 萧景寺那个属下长得挺俊的 凤昭九沉思了 事业 星月殿外 烛火被灭 萧景寺晚膳只用了半碗鱼汤 心神不宁的 紫香 去迁马来 紫香便知道主子坐不住了 主子可是要去青南王府 萧景寺点头 今夜已晚 主子不如我明天再去 他摇头 眉宇未输 快些去备马吧 紫香刚出殿门 便又折了回来 主子 静王殿下来了 萧景寺出了殿 因着怕凉 依了件黑色的披风 他极少穿这样沉重的颜色 平日里素衣皆多 这黑色的衣衫 倒趁着他轮廓冷映了几分 越发巨人千里般的冷漠 站在杏花树下 他问 何事 这语气毫无半点温存 冷冷冰冰的 凤月轻抱着手 倚着树 玩世不恭的口吻 你在苍平这些日子 亏得本王日夜念着你 你对本王好生没有情分 这话 俨然是玩笑 萧景寺却冷了脸 静王殿下 当心 祸从口出 这一板一眼冷漠无情的样子 凤月轻失笑 摇头甚是无奈 便不与他玩笑 我父皇令我送来 常山世子和肃穆祠的生辰帖 让国师与卿天剑 尽早定下良辰吉日 凤月轻要亲自为两位新人 行礼完婚 萧景寺想也不想 年关将至 不宜婚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第一百六十集 凤月轻早有预料 本王便知道你会推演 他突然认真了神色 看着萧景寺问 萧景寺 当日你求要于本王 可是为了处遇 是 他倒是坦荡的理所当然 这般明目张胆 非得是他 凤月轻失笑 眼里却没有半分笑意 不知为何便脱口而出了这样月祖带袍的话 失了风度 又失了分寸 既已如此 便放纵一回 他宁眸身往女子的眉眼 眼里 笑意似是而非 世间男子这么多 为何你偏偏选了一个 注定会让你不得安宁的处遇 萧景寺已彻底冷了眼底的毛色 晋王殿下 你逾越了 凤月轻却逼近了一步 视线如同一张秘密的网 紧紧锁着萧景寺的眼 你容不得本王逾越 本王也要再逾越一回 他突然抓住他的手 萧景寺 你看我一眼 看看在我眼里能看到什么 不知从何时起 他便入了他的眼 自此 便是大梁的锦绣和山 他也无暇观望 萧景寺却脸了毛 视而不见 抬起手便要劈向凤月轻的手 这时骤然传来男子暴怒的声音 凤月轻你可不要脸的 放手 凤月轻失笑 这楚玉来得真快 楚玉风风火火就跑过来 一把用力推开凤月轻 将萧景寺往身后藏 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说 再碰我家阿柔遗下 我就剁了你的手 凤月轻也不恼 笑了笑 逆了楚玉一眼 真粗暴 他扶扶衣袖 整整衣襟 冲萧景寺抛了个笑眼 景寺 你不妨再考虑考虑 楚玉一把抱住他家阿柔 严严实实地护住 不给凤月轻那个登徒子看一眼 用腹枪震出了一个中气十足的字 滚 凤月轻拱拱手 笑颜 国师大人 皇上的口谕本王已带到 便先行告退 快滚快滚 凤月轻转身变脸了笑意 眸光渐渐黯然 不带人走远 楚玉便言辞告诫他家阿柔 一本正经的样子 阿柔 你理他作甚 他就是一个浪荡公子 一个无耻之徒 楚玉嗦了嗦 凤月轻已经走出殿外的背影 嗤之以鼻 扶着女人成群 还敢觊觎你 不知死 萧锦四点头 也不服他意 顺着他的意道 无关紧要之人 你别闹 楚玉的怒火完全没有平息 那个浪凳子刚才抓了你的手 怎么会是无关紧要的人 凤月轻那个无耻小人 从上一世就开始惦记你了 可恶至极 哼 别以为他看不出来 凤月轻那个登徒子 上一世看他家阿柔的时候 就两眼放光 不怀好意 萧锦四笑 楚玉握着他的肩 郑重其事 阿柔 你以后离他远点 我会吃醋 默了 又补充一句 离任何雄性都远一点 除了我和杏花 其他雄性都不是好东西 萧锦四觉得 他家楚玉 是有些草木皆兵了 却还是顺着他 好 他抓住楚玉的手 笑着凑劲 你不生我的气了 楚玉后退 手还是舍不得抽回来 扭开头嘴硬 我生气 你都不来找我 也不哄我 别扭得不得了 萧锦四认错 是我不好 他一认错 楚玉便没了脾气 哪里还舍得气他 转过头来 乖乖地 软软地说 我不是怪你 我就是怕你不喜欢我了 才会对你凶的 他不会怪他的 不管他的阿饶做什么 他都不会怪他 纵使将有一天 他不喜欢他了 他也是舍不得怨他的 应该也像这次一般无二 就去一小会儿 然后便来投降 再依着他 赖着他 他认命了 在阿饶面前 不要尊严 也不要鼓气 楚玉扶了扶他的脸 是我不好 不听你的话 这个傻瓜 又认错 萧锦四议把抱住 楚玉的腰 楚玉 苏穆斯手上 有我必须要拿到的东西 你信我 事关你 我会步步小心 确保万无一失 你别多想 最多半个月的时间 我必定让苏穆斯松口退婚 并且乖乖奉上我要的东西 当然 还要苏家那一家子付点利息 萧锦四抬头 看着楚玉 你信我 我有两全之策 楚玉点头 他一直都知晓得 他的阿饶有多聪慧 阿饶 你想做的事情 我替你做不好吗 他摇头 他们欠我的 自然我去逃 我要心安理得 楚玉 我要大量奉侍皇朝 败在我魏家子孙之手 用他们的痛苦和血泪 祭我魏家一门中令 楚玉用力地抱了抱他 许久 道了一声好 萧锦四笑着 眸中灿入星辰 若是我累了 我便会躲到你这里来 楚玉亲了亲他的脸 阿饶 亲了亲他的唇 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只要你要我 我就不会让你孤军奋战 他搂住他的腰 浅笑安然 得他一人 三生有幸 阿饶 嗯 楚玉把他整个包裹进怀里 下巴搁在他的肩上 偏着头 气息洒在他耳边痒痒的 嗓音像酒酿的花酒 丝丝入口 阿饶 以后别和我欧齐了好不好 我会很难受 萧锦四偏头 笑着蹭了蹭楚玉的脖子 好 有些痒 鼻尖是他身上好闻的气息 寥寥绕绕绕的 让楚玉心神不宁 甚至于心缘一满 他的声音越发柔软的一塌糊涂 若是阿饶那天生我的气了 你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 你也不要嫌我烦好不好 好 楚玉又说 要是哪天我生气了 你就哄哄我 我很好哄的 只要你抱抱我 他有点不好意思 还是小声地在萧锦四耳边念 你轻轻望 我纵使再生气 也会听话的 萧锦四笑 用力点头 嗯 我记住了 楚玉松开他 把脸凑过去对着他 一脸期待地说 那你现在要不要亲我一下 他点脚 笑着去亲他的唇脚 然后楚玉便捧住他的脸 没完没了地纠缠 肯是瞬息 在唇角拉出晶莹的丝线 然后他便一点一点舔过 含着他的唇 极尽丝抹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野驾到 树首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61集 风吹杏树 落花翩翩 树下相拥的情人浅犬七泥 浑然望我 惹得一旁经过的云梨 羞得面红耳赤 精华远远地站在殿外 招招手 屋檐上立马跳下来一只灰猫 左室大人 小灰 您去府里告知王爷 今夜世子外宿 他叫灰猫 不要总喊小灰 精华看他 还不可去 猫族兔族没法对话了 小灰一撒腿就去了 腿上功夫修得不错啊 小灰走后 精华坐在亲南王府的轿子上 打坐守夜 马车便停在了 距新月殿 最近的南宫门外一百米 已是夜深人静 外头突然传来 女子的吟唱声 精华细听 射前心燕子 莲目笑双飞 一节同心约 便先入翠围 哪家姑娘 竟因如此银子厌去 三更半夜的 饶得人没法清修 精华皱眉 又细听 那女子又引导 杰宇花枝 头欲并 梅满穷江 池欲饼 即便女子音色好听 也实在称不上月儿 倒像是鬼哭狼嚎 不大一会儿 便惊动了 守宫门的侍卫 侍卫长大鹤 大胆 深夜何人在此喧哗 只听那女子声音更大 本姑娘 竹娃公主是也 说完 打了个酒阁 精华下意识掀开车帘 就看见那女子 抱着两个酒壶 头发扰乱 头上的朱钗凤冠 和宫庄外上 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醉眼迷离地摇头晃脑 这个麻烦的人类 精华突然觉得好头疼 侍卫长一听是竹安公主 立马半跪参拜 属下参见公主 见公主衣衫不太整齐 立马低下头 不知是公主驾到 多有冒犯 请公主恕罪 凤冠岚摆摆摆手 眯着眼睛打发 都退下 别让我本公主 喝酒淫瓷 然后抱着酒壶 灌了一口 一走一晃地 扯着嗓子喊 截雨花头之玉柄 美满穷江池玉柄 春光此会不胜春 也知不酒灰而退 到底是谁 谁教一国公主 赢这等银瓷的 侍卫长当机立断 快去凤锡宫 禀报皇后娘娘 这前夕燕子 莲目笑双飞 一节同性约 便嫌入翠为 咚 撞到什么东西了 金华只觉得 马车震了三阵 还没坐稳 就听见女子 中气十足地喊 放肆 拉轿子的马 嚎了一声 应该是 刚才被这醉鬼 撞得不轻 一副要扑上去的样子 金华拍了拍马背 她便平静了许多 倒是那醉鬼 没完没了 醉眼迷离 跟睁不开眼似的 放下一个酒坛子 趾高气扬地嚷嚷 大胆刁民 就敢冲撞本公主 拖下去 煮酒足 马儿围了她一声 凤冠岚瞪眼 放肆 她指着马鼻子 如今本公主 要扁去和亲 爹不逃 娘不要 连你这个畜生 也看不起本公主 是吧 还知道自个儿 在跟畜生说话呢 马儿后退了一步 她还不依不饶了 插着腰没完没了 不准叫唤 跪下 你要是再不跪地求饶 本公主 就把你做成红烧马肉 马儿从鼻腔里 哼出一声 哟 你这个小畜生 还敢抗命是吧 凤冠岚 踢开了酒坛子 撸起袖子 哼 今天不教训教训你 本公主就不姓凤 说完 她抬脚就要踹马腹 精华飞下轿子 一把抓住她的脚 用力一扯 把醉醺醺的女人扯到一边 拽着她胳膊 这马很烈 踢不得 凤冠岚 撑着迷糊的醉眼 盯着看了许酒 打了个酒隔 本公主也很烈 誓死不嫁的 真劫烈女 这话 精华接不上了 她撒手 不想管这个醉鬼死活 奉醉鬼一把抱住 她的胳膊 诶 阁下看着好生面书 精华懒得和醉鬼 对牛弹琴 奉醉鬼嚷嚷个不停 突然做恍然大悟壮 哦 你是偷树贼 你就是千妃娘娘宫中的 偷树贼 这事她是打算记多久啊 奉醉鬼还嫌不够 黑黑一声奸笑 嘿嘿嘿 你还是我寝宫里的银贼 你寄予本公主美色 精华不想跟她说一句话 人类的话说得相当不错 为女子与小人男养也 正想着 两只耳朵被人揪住 来人啊 猪贼啊 猪贼啊 兔子的耳朵是不能乱揪的 尤其是折耳兔子 精华想也不想 抬起手 一个手刀劈向凤冠兰的脖狗 她两眼一翻 就晕了 然后精华一只手 用披风罩住了隐隐 要蹭出的耳朵 一只手把人扔到了轿子里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引人注目 她把马车赶到了一边的角落里 次日 世子爷沉识出了星月殿 夜脸春风得意的样子 精华赶了车 在星月殿外候着 楚玉瞟了精华一眼 你眼睛怎么了 精华左眼偏上一点 好大一片青子 她命不改色 马踢的 楚玉觉得不可思议 又很不屑一顾 你白白修了几十年 也算是一只大摇 居然连低等畜生都踢不过 楚玉鄙视 真没用 精华不想说话了 话说昨夜 马车里多了个人 一整夜闹腾 不是说梦话 就是翻来覆去的踢这踢那 精华一整个晚上都没法进修 今早 卯时刚过 那睡相极其不好的女子 揉了揉眼睛 醒了 精华被挤到了最角落里 整夜没睡好 脾气不好 声音嘶哑 醒了就下去 凤冠岚一脸吃惊的样子 盯着精华 你怎么在这儿 又问 我怎么在这儿 显然 这女子酒品不行 属于典型的耍完酒疯就忘 精华正思存着要怎么告诫她 女子不能喝太多的酒 不能唱银词宴曲 不能对着狠烈的马拳打脚踢 不能衣衫头饰不整 夜里还出来晃荡 更不能动不动就骂她偷树贼和银贼 凤冠岚这个时候 一脚踢过去 你把我的外甥扒拉扔哪儿去了 死呸 流氓 不要脸 这一脚正好踢中精华左眼偏上 瞬间一片火辣辣 她咬牙 忍住想把这个女人暴揍一顿的冲动 凤冠岚还不消气 捂着白色的素衣礼上 对精华横眉竖眼 死呸 死呸 骂完就上手扒了精华的披风 裹在自己身上跑出了马车 精华紧了紧拳头 咬碎了牙 这个女子 比她见过的任何一只母兔子都要凶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哟 猫野家宫 猫野家宫 揍手救浅 作者 顾南西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62集 大梁冬月26 淑妃宴请夏和真亲公主 为其接风洗尘 一同出席的还有位份稍高的嫔妃 和朝中一些告命夫人 以及国师和左相两位女大人 真亲公主 善善来迟 一袭墨绿色的纱裙 白纱覆面 并若惜子 好不娇柔可人 倒是一双桃花眼 生得妖媚艳丽 这真亲公主打从入了梁都 便抱恙至今 对外道不能见风 待在至子府身居检出 殿中 管弦私竹生生 舞女偏仙鱼棍而出 凤冠蓝对五月没多大兴趣 瞧着上座柔弱无骨的女子 哼了一声 哼 戴个面纱预言还修 当自己是遗红院里的妖姐吗 凤冠蓝坐在萧锦寺左手边 非常看不顺眼的真亲公主 长得跟个小妖精似的 能顺眼吗 方才那真亲小妖精 还提议淑妃娘娘 早日让她赴夏和联姻 萧锦寺笑笑 并不甚在意 兴许 是不愿让谁见到她的模样 哼 你家长山世子那等美貌 也没藏着掖着 她怎么了 怕我泱泱大凉 基于她那等姿色 凤冠蓝毫不掩饰视线 火辣辣地盯着那真亲公主 举手投足都像个小妖精 哪里像个见不得风的弱流美人了 萧锦寺笑而不语 凤冠蓝突然凑过去 萧锦寺 叫了一声 然后吱吱呜呜 你 你若是帮我这一次 除了背叛东宫 今后你有需要 我凤冠蓝任你差遣 她虽明白 东宫与萧锦寺势不两立 却也知晓 除了萧锦寺 便也没谁能帮她了 萧锦寺抬谋 你当真不想嫁去夏河 凤冠蓝聪慧 怎会不知 若是她和亲夏河 只要两国休战 必定能借夏河之事 助她兄长成事 也正是因此 她的母后才没有反对这场联姻 即便知道夏河帝赵信 是个十足昏庸之辈 凤冠来笑了笑 好似自嘲一般 我不过是个女子 这国家大事干我何事 凤家的宝座 自然是有能力的人去做 又岂是凭我这个 没有实权的公主能左右的 即便本公主能住了东宫 也不过是得一时安逸 两国盟约又不是一劳永逸 谁知哪日会翻脸不认人 再说 她重点强调 口气有点火冒三丈 那夏河祥帝是个好色之徒 后宫里女人成队 成日里跟一群女人声色全满 她都快要四十了 还不知道收敛 她敌长子的儿子都能跑了 她还老不休地纳十几个姑娘进宫 本公主这般如花的年纪 怎能让赵姓那只被无数女人 睡变了的癞蛤蟆糟见了 本公主嫌她糟 一旁的洪宝德听得津津有味 这皇家女子啊 还当属竹安 最是剔头 自然 当属凤十七 飙悍洒爽 萧锦寺还是淡淡模样 好像事不关己一般 联姻的文书 早已送去了夏河 圣意难为 恕我无能为力 凤冠兰小脸一垮 萧锦寺语调微微一提 除非 凤冠兰立马两眼有神 除非什么 除非 赵姓主动退魂 凤冠兰听完 好生挫败 本公主要身份有身份 要相貌有相貌 赵姓又不是傻 这话自夸得也不假 萧锦寺放下杯子 对着殿中管弦司竹兴致缺缺 若是有疑要没有了呢 什么 凤冠兰不懂 萧锦寺靠近她耳边 说了两个字 清白 凤冠兰愣了一下 然后醍醐灌顶了 立马起身 端着酒去给淑妃娘娘敬酒 又给荣妃娘娘敬酒 再给 红宝德凑过去 她不会学着沈银桑一般吧 萧锦寺摇头 她可能会玩真的 这就玩大了 红宝德笑了笑 你与东宫视同水火 为何还要帮助啊 萧锦寺想了想 用了凤冠兰的圆画 那般如花的年纪 怎能让赵夕那只 被无数女人 碎变了的癞蛤蟆遭见了 红宝德点头狗同 萧锦寺对着赏花作乐的 宫宴兴趣不大 露了个面 喝了杯茶 便起身先行离席 虽有不妥 但也无人敢多说一句 迎面 真亲公主走来 萧锦寺汗手 便擦肩而过 身侧之人 突然被裙摆绊了一脚 她便扶住萧锦寺的手 一触即松 女子的手 冰凉冰凉的 那般低的体温 萧锦寺还从未见过 真亲公主退后一步 欠身 是真亲失礼了 嗓音 似乎与生俱来的邪美 面纱附住容颜 萧锦寺只能看清 她一双亮的 异于常人的毛子 还有眼角那颗珠红的泪质 这女子 如此熟悉 萧锦寺指道 无碍 然后 两人错身走开 待走远 真亲公主回头 勾唇一笑 哼 果然 在你这里 难怪上次在 益川战场上 隔着百米距离 储玉却并未察觉到她 原来 她的内丹 万妖之王的所有力量 都寄养在了这个女子的体内 真亲公主回头 自言自语 储玉 你不该给她的 她是北营的一只蛇妖 已修了三百年春秋 若非五年前 遭遇储玉一击 她兴许还是北营男族部落 统治万妖一族的妖主 那时候 储玉还是少年 一人一马 杀进了北营 储玉的母亲 沙华 是最后一只白灵猫族 没有遗传到白灵猫族的强大法力 却生得美贯妖族 她的母亲 是上一任妖王除婿的最后一个妃子 也是最受宠爱的妃子 然而 沙华却爱上了一个人族 散尽了一身修为 在人族生儿育女 能躲多久呢 看看几年便被储玉找到了 沙华哪里是因为帝王多情 而欲结至死 而是被储玉抽了腰骨 活活疼死的 十几岁的少年 是来报仇的 那时 储玉不过是个少儿郎 半妖体魄 生得比她母亲沙华还要美 成了一身白灵猫族的法力 修得了不死不灭之身 披荆斩棘 无坚不摧 储叙 便是死在了她的手下 同沙华一样 抽了腰骨 活活疼死 北营万妖 全部沉浮 其中也包括她男族部落 死 还是 少年染了一身血色 站在北营的大洋宫最中央 尊我为王 她同储玉的母亲一样 是储蓄妖王的妃 是三百年的大妖 是男族部落的妖主 也是北营最绝艳妖娆的妖女 匍匐在她脚边 成婢 愿侍奉吴王 储玉却没有看她一眼 将猪妖所盯进她身体 七寸偏一分 将她打回了原形 她对着宫中一众妖族 只道了一句 女妖一律逐出大洋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青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 优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163集 那时 成婢心里 便落下了一颗种子 楚玉其人 还有她那颗刀枪 毒火不入的内丹 她都要占为己有 她修了十年 才修回人形 那时候 楚玉已经爱上了 一个叫萧景次的人类 直到大梁39年 楚玉将那个 奄奄一息的人类 带到了北营大阳宫 催动了妖族禁术 紫香 主子有何吩咐 萧景次回眸 久久才将视线收回去 再去查查 那个真亲公主 紫香揣度一番 主子可是察觉到了什么 一川一意 那个女军师便是她 那双眼睛 那身夺人心魄的妖眉 绝不会错 萧景次断定 这个女子 来者不善 次日 天方破光 紫香便来秉试 主子 淑菲娘娘差人来 请你去趟雨盒店 萧景次换下了寝衣 着了一身广袖流沙 素紧白裙 裙摆上绣了几缕青色的云纹 长吉夜地 她坐在镜前 任紫香晚发 问道 可是竹安公主出了何诗 主子料事如神 正是竹安公主出了诗端 萧景次对镜 挑了一只玉簪花的簪子 唇角青娘 哼 这竹安 倒是很上道呢 且说说这竹安公主的风流运势 这才一个晚上 宫中便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昨儿个 温淑菲宴请真亲公主 宴上 竹安公主谈及和亲一事 便免不了有几分多愁善感 一边饮酒消愁 一边念叨 如何不舍父皇母后 不舍皇兄皇姐 不舍宫中的嬷嬷 和御膳房的水晶奖 说着说着 竹安公主便抹泪欲气 端起酒杯挨个敬酒 像嘱托后世一般 边说边哭 边哭边喝 这皇后还在关禁闭 温淑菲又不是亲生的 也不好拉着 事已 竹安公主便醉了 温淑菲娘娘见词 便差人将公主 送去皇后的宫中休憩 却不想 半道上竹安公主 发起了酒疯 死活不肯去 便唱着小曲喝着酒 打着皮鞭晃着走 走着走着 就晃去了宫门 乍见一马车 马车上有一男子 竹安公主殿下 嘿嘿一笑 到了局 美人 哪里逃 随后 一干宫女侍卫就远远的 眼睁睁的 看着公主扑向了那马车 还有那马车上 刚露出半张脸的男子 公主刚要上前去拉 便听见一阵女子 恩恩啊啊的声音 哼 小美人 别动 也疼你 这是公主殿下的声音 随后 是一声 不驳被撕裂的声音 这一下 宫女是再也不敢 上前去拉了 万一让人 瞧见公主 衣不避体的样子 都得弯了眼睛去 一旁看守宫门的人 面红耳赤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一个个干瞪眼 面面相去 等到凤七宫的护卫们赶来 只瞧见一辆震动的 厉害的马车 还有一地的女子衣物 以及一声高过一声的浅银 堂堂一国敌出帝女 竟与一名不明男子 朗朗月空下 颠轮捣缝 成何体统 这马车是谁驾的 看守宫门的侍卫长摇头 一口咬定 不知道是谁 笑话 秦南王府的马车 哪能随便招供出来 第二日一早 这消息便跟滚雪球似的 越滚越大 越传越天雷地火 越传越放浪行骸 陈时 国师大人 附温淑妃宫中商议此事 首先便是将风头压了下来 可就像是有人偏生在作对似的 不到一个时辰 竹与公主的风流运势 就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记忆瞒不住了 国师大人修书夏河祥帝 将此事如实告知 并未表大量诚意 赠金银百担 每人三十 这乡便只带夏河祥帝来退亲了 宫中正是天下大乱时 竹与公主却一觉睡到日上三感 醒来时春风满面 调戏了一番侍女金铃 说了几句婚话 哼 本公主昨儿个 做了体力活 饿着呢 好吃的都端上来 金铃恨铁不成钢啊 觉得自家公主太胡来了 这下败坏了名声 还不知道那灯徒子是谁 还有闲情意志大鱼大肉 皇后娘娘驾到 糟了 皇后娘娘来问罪了 金铃催促自家公主 赶紧起身相迎 她倒好 继续啃她的鸡腿 皇后近来得了痛症 又关了禁闭 脸色极其不好 你还有心情在这嗤嗤呵呵 凤冠岚放下鸡腿 擦了擦嘴 又擦了擦手 儿臣为什么没有心情 嗤嗤呵呵 阳光明媚 天朗气轻的 儿臣胃口好着呢 瞧着一副 不知悔改的样子 苏皇后震怒 一掌拍的暗桌震荡了几下 本宫怎么生出 你这个混账东西 丢尽了本宫的脸 成事不足 败事有欲 成事 呵呵呵呵 难不成母后 想把儿臣嫁入下河 再怂恿下河地照信 来助太子皇兄成事 那有何不可 端宫失事 国舅府失权 如今的太子急需助力 连姻借助外力 无疑是最快的法子 苏皇后的算盘 便只能打到凤冠岚身上 凤冠岚摇头 自叹 自讥讽 母后 你也太看得起儿臣了 凤仪公主死在了大梁 母后您真的觉得 下河地 还会心无戒地地 和太子皇兄合作吗 即便她照信不念 手足之仇 靠牺牲妹妹 得来的皇位 母后 你以为太子皇兄 做得了多久 早晚有一日 放肆 苏皇后喝止 凤冠岚扬起头 无声地扯了扯嘴角 自笑 非笑 哼 儿臣放肆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顽劣不堪 大逆不道 苏皇后大势所望 怒火中烧 你竟敢如此胆大包天 你便不怕触弄了下河地 到时候你看谁能保你 说到此处 凤冠岚笑了 哼 母后放心 苍平一战 下河地照信损兵折将 即便再气 一年内也没胆子 再来大量撒野 何况 国师大人与常山世子 再朝一日 他下河纵使再受不得折辱 也只能忍气吞声 打碎了牙齿 往肚子里咽 这话既是萧锦寺告诉他的 那就必然是万无一失 凤冠岚淡定得很 抬他眼 给自己加了个水晶虾脚 不似在意的口吻 而且 即便赵信不放过我 儿臣也从来没指望母后和皇兄能保我 能用我去换东宫荣华的母亲和哥哥 我还能抱什么念想 苏皇后身子一颤 红了眼 你 母后 请恕儿臣不孝 儿臣如今明节不保 你就死了那条 用儿臣去联姻的心吧 凤冠岚油言不尽 苏皇后气得几欲昏厥 暂且不说联姻一事 昨日之事也着实荒唐 逼问凤冠岚 那你说 昨天晚上那个该死的男人是谁 凤冠岚一脸义正言辞 是儿臣的肩负啊 儿臣当然不能说 不然 他会被禁猪笼的 苏皇后两眼一花 晕了过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青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64集 市井都在揣测 竹安公主的肩夫是谁 那天晚上 竹安公主 可是将那肩夫护得紧紧的 硬是没让寻来的护卫 瞧上一眼 一边挡住护卫 一边对他的肩夫嚷 快跑 然后就真的跑了 楚玉是过了四时 才回清南王府的 大抵是杏花试完寝 他便又换回来了 在星月殿 陪着国师大人 用了膳才回来 楚玉一进门 仔仔细细瞧了一眼金华 你今早没来接本世子 金华面不改色 手下有事耽搁了 楚玉冷冷瞥着 就算你已经五十年没开婚了 也不得有下次 没去接世子爷 和五十年没开过婚 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金华不懂 楚玉断定 果然 你昨晚没开婚 爷 你这什么逻辑啊 楚玉对此事兴致勃勃 迫不及待的样子 我要去告诉阿饶 你和凤冠兰 昨晚没有颠乱捣风 说着就要去宫里 金华追出去 试图委婉地阻止 爷为什么要告诉国师大人 楚玉理所当然 不为什么 本世子知道的事情 自然都会告诉我阿饶 连他五十年没开过婚 也要告诉 金华五语宁噎了 果然 祸不单行 在星月殿外头 金华刚好撞上来 星月殿道谢的凤冠兰 金华掉头就走 凤冠兰把腿就追 肖景四忍俊不禁 金华与朱安公主 很相配 楚玉不觉得 没有我们配 楚玉补充 我们最配 他点头 然后楚玉便告诉 肖景四 金华昨夜没开婚 好多好多年 都没开过婚 还说没有母的看上他 说着说着 话题变偏了 楚玉说 安容 我也没有 肖景四无言以对 楚玉扭扭念念地 牵着肖景四的小手 扶在他耳边 小声地说 安容 我也没开婚 你要不要试试 肖景四羞得说不出话 再说 那乡你追我赶的两个人 凤冠兰气喘吁吁的 你跑什么 金华不说话 就跑 活了不止半百了 第一次这么窝囊 你等等本公主 他不等 他继续跑 凤冠兰跑不动了 在身后吆喝 你再跑 本公主就将你这 肩负公之一众 金华脚步一顿 四下张网 索性没人 转头 一板一眼地说 公主 请自重 凤冠兰黑黑一笑 流里流气地 像个强强民女的大爷 嘿嘿 本公主昨夜 连你的轿子都敢爬 你跟本公主讲自重 金华一愣一愣地 你昨夜没罪 想他金华左使 五十岁时便修成了大妖 在北营也是赫赫有名 偏生 拿这个无赖的人类 一点办法都没有 凤冠兰丝毫没有欺诈后的负罪感 满是洋洋得意 没有啊 那点小酒还想放到本公主 没门 你这是 金华雌雄半天憋出了一句 太无耻了 凤冠兰被他逗笑了 嘿嘿 那好 本公主就做会有品行之人 他抱着手 抬着下巴 说吧 你要本公主 怎么对你负责 这模样 像极了清博良家妇女之后的流氓大爷 广洒恩惠 金华尝吸了一口气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凤冠兰摇摇手指 怎么会 你分明看了本公主 抱了本公主 还跟本公主一起摇了马车 怪他咯 所以 他趁他不备扑进了马车里 他刚要把他扔下去 他一双腿胯坐在他身上 满身酒气 醉醺醺醺的样子 你不准反抗 不准出声 不准出马车 不然 他嘴嘻嘻地笑 不怀好意 哼哼 我就大喊 说你意图监无本公主 金华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要脸面的人类 本想打晕了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人类扔出去 他却借着酒意 将自己的衣服扒了 然后丝毫不知羞地 一边扒衣服一边叫 他本来想把它扔出去的 可是他身上就穿了一件 女子贴身的小衣 整个后背白花花的 没有任何遮掩 这 这叫他怎么扔 马车外面可全是侍卫啊 然后便游着他耍酒疯了 摇了半碗的马车 最后累得睡着了 金华看着眼前笑得 脾里脾气的女子 一脸正经 昨夜之事 不要再提 便当作没有发生过 他挑了挑眉 勾了勾唇 哟 害羞啊 金华沉默不语 为女子难养 五天后 夏河祥帝修书大梁 退婚竹安公主 并成了大梁国师之义 收了金银百担 每人三十 因着竹安公主那夜醉酒荒唐 问其马车中是何人 只说不记得了 这名声也败坏了 婚事也告吹了 此事便先告一段落 倒是先前帝君一道圣旨 赐婚常山世子与国舅府苏三姑娘 国舅也几次拜访亲南王府 商议婚约之事 全被亲南王爷拒之门外 苏国舅见此 便入宫请帝君 为妻女做主 国师大人占卜 直到临近年关 不宜婚庆 晌午过后 星月殿外便有人来访 古希入殿 道 主子 国舅府苏穆慈求见 萧景思念了一只杏花 泡了一壶花鸟 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 我这星月殿 可非谁都能进 古希会议 紫香不及萧景色好脾气 他恼怒了 这苏穆慈竟然如此迫不及待 想加入亲南王府 好不知天高地厚 也不拿镜子照照自个儿 他哪里配得上 倒是萧景思 一点都不急躁 他对楚玉倒是一片情深 紫香嘟囔了一句 楚狮子那模样 就容易招惹桃花 麻烦 萧景思被紫香的同仇敌开逗笑了 哼 麻烦 解决了便是 他擦了擦手 走到暗桌前 将黄皮包裹的信件 递给紫香 将这两封信 分别送去周王府 和国舅府 紫香接过 主子是想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是要 借刀杀人 事业 国舅府得宫中密信 信上说了什么 平广王得皇上密旨 如若不测 太子设政 回话之人 乃国舅府幕僚 钱庸 国舅爷沉思良久 迟迟不语 钱庸见言道 若平广王真的有密旨 只要皇上他 话留三分 国舅爷 天此良机呀 不如我们 苏国舅摇头 深有疑虑 此事大有蹊跷 万不可大意 何况这信上的笔记 一看便是做了手脚 这送信之人 不知是敌是友 切莫中了对方的圈套 即便这信上所言不实 我们顺水推舟 只要形势隐蔽 对太子殿下 也是有力无弊呀 皇帝若真有不测 能当大任的 最有可能还是东宫 话虽如此 苏国舅还是不放心 本不可大意 那要不要先禀明太子和皇后啊 苏国舅摆摆手 待我先探明虚实 命令钱拥挡 先去查查查 送信之人有何来头 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树守旧琴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65集 国舅府明火逐夜 这会儿 周王府也是未能安枕 书房逐火未熄 周王妃忠实批衣而入 王爷 怎还不就寝 凤衣寻借着火光 反复打亮手中的信奸 有人给本王送了份礼 本王在想 该如何回礼 钟青秋走近 依着暗桌 臣妾可否知道 那人送了什么给王爷 周王凤衣寻素来性子浮躁 不经谋略 事已 这大司马府的钟二姑娘入了府 便时常为其出谋划策 凤衣寻自然不瞒她 摄政人选 已定东宫 父皇妃 钟青秋愕然 将那信上的内容仔细查看 若消息是真 太子党 怕是有人等不及 那送信之人 想必也是不想太子摄政 才会将消息送来了周王府 殿下 此人兴许 与我们不谋而合 凤衣寻扣了扣暗戟 将那信尖染了烛火 烧成了灰烬 本王倒要看看 这消息是真是假 明月被云覆盖 夜里起了风 熙熙落落地飘起雪来 次日 银庄素果 腊月已临 这天寒地冻的节气 凉都往来的人烟却络绎不绝 这年关将近 矮矮矮白雪 一眼不住 辞旧迎新的欢喜 亲男王府外 今儿个挂了一对红色大灯笼 府里侍卫渐渐出出 似是有喜事林 当然 世子爷莫不关心 天冷 世子爷抱着个大暖炉 窝在寝殿里补眠 世子爷 楚玉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嗯 精华低声禀报 世子爷 国师大人的信 昨晚已经送去国舅府 和周王府了 楚玉听到国师大人四个字 神色便不一样了 立马精神异异 让他们狗咬狗 我家阿嬌真真聪明 顺着杆子就往上爬 精华顺而言之 世子爷言之有理 这相提到了国师大人 世子爷哪里还会有困意 放下暖手的铜炉 整理整理衣襟 你去准备马车和点心 今晚宫里有戏墙 我要早早进宫 陪阿嬌看戏 精华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还是要适当地提醒一下 世子爷 今儿可是王爷的诞辰啊 所以 楚玉满脸默不关心的神色 世子爷不留下来陪王爷过寿 楚玉毫不犹豫 阿嬌比较重要啊 砰的一声 门被推开 原来是王爷来送今儿个寿臣世子爷穿的衣袍 大红色的 甚是喜庆 跟王爷的脸一般无二 面红耳赤 你个不小子啊 老子白养你十几年了 楚玉缩了一眼那件大红色的衣袍 有点嫌弃 我没说你不重要 想必世子爷是看王爷寿臣 安慰他来着 那还差不多 楚木这下心满意足了 笑得一脸折子 楚玉又道 你第二重要 第二 楚玉义正言辞 阿嬌第一 一颗甜枣后 赤裸裸一巴掌 楚木觉得心里酸气翻滚 很不是滋味 大手一挥 滚吧滚吧 眼不见为净 楚玉走人 折着那大红锦袍说 不要给我做红色的衣袍 我家阿嬌喜欢素色 然后说完 楚玉便跑到里间 去挑了一件最好看的素色衣裳 对着镜子好声端详 这才满意 男 为月己者容 楚木不音不扬的口吻 嗯 这般肆无忌惮 早晚有一天哪 你会在那女娃子面前 圆形毕露的 楚玉不以为意 信誓旦旦地说 阿嬌才不会嫌弃我 她居然用了嫌弃这个词 由此可见 楚玉与萧瑾四二人之间 女方是占了绝对的上风 楚木借力打力 以萧心头之酸 使这女子 有几个愿意嫁给一只猫的 口是心非的老爷子 大梁哪个不知道 亲男王爷最是宠惯 常山世子这个独苗 走到哪夸到哪 谁说他儿子不好 他跟谁急 金华就静静地看着 王爷老人家闹别扭 楚玉不为所动 我可不是一般的吗 我长得好看 还是妖王 细想 还的确是 说到楚木心坎里去了 他无言以对 你赶紧走啊 省得气我 楚玉这就要走 金华 去把低窖里那坛骊人酿取来 我要拿去给阿饶喝 那坛骊人酿 是昨天昌平侯送来给楚木当贺礼的 他昨天没舍得喝 特地留到今天寿臣 楚木很不满 那是我的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都是阿饶的 我 苍天啊 他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一只 忘恩负义的猫领回家当儿子养 大雪纷飞 遮了来时的路 银庄宿国里 独独星月殿里的杏花 开得正宴 紫香弹弹肩上落下的雪 主子 明妃娘娘来了 明妃尾随紫香 窃窃而入 始终低着头 躬身行礼 见 见过国师大人 声音微微颤离 并不敢直视坐上女子 萧景四抱着暖炉 微微抬眸 你怕我 明妃稍稍抬头 又立马吹下 还欠着身子 并未站直 战战兢兢 甚是不知所措 萧景四放下暖手的炉子 起身 拢了拢身上 郁寒的雕容外袍 走至明妃身前 伸手将她扶起 不用如此 本国师 并非你的敌人 明妃下意识后退 脚下慌张 你 你叫我来 是有何事 对于萧景四 明妃显然是惧怕至极 见过她一箭穿心 见过她拦眸是血 怎能坦然自若 紫香 凤茶 明妃坐如针毡 接过茶杯 颤颤巍巍地 等着女子吩咐 萧景四坐回榻上 似乎及时未寒 针了一杯热茶捂在手里 嗓音如沐了冬寒 冷冷清清 换了声 明妃娘娘 明妃坐立不安 国师大人请说 她顿了顿 抿了一口茶 你的丧子之痛 可还记得 明妃骤然抬头 手中的茶水浸树洒出 被烫得惊呼了一声 明妃娘娘 小心 紫香上前 递了一块绢帕 明妃呆入木鸡 这世子之仇 杀人之刃 明妃何尝不晓得 这个女子是要借她的刀 只是动辄得救 若要全身而退 这大梁宫里 也只有萧锦寺 能不费吹灰之力 她啊 躲不过这女子精明谋算 与其为敌 不如称臣 明妃将烫得通红的手 藏于宽袖中 起身 扶手问道 你要我做什么 萧锦寺不疾不徐 从暗急取来瓷瓶 瓶上雕刻了青花 落在女子白皙的手中 缓缓递给她 明妃惊愕 这 这是什么 她迟迟不敢上前 总觉着 这位位高权重的国师大人 怕是要翻天覆地 毒药 明妃惊恐地接过瓷瓶 萧锦寺 却极是平静温和 唯唯细说 喂给凤婿的毒药 明妃手猛地一抖 想些握不住那手指长的瓷瓶 惶恐不安 又难以置信 你 你是要我弑君 她淡淡一笑 摇头 不 不是你 是苏家药士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文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一百六十六集 一股寒意 从四肢百害而来 明妃重重贪坐在椅子上 心神九九难拧 毒杀帝君 在祸水东引到苏家 萧景四此番 当真是要翻了凤家的天下 如此胆大包天 无所畏惧 明妃心生畏惧 若是皇上驾崩了 是死 是活 她微微脸了脸毛 似笑非笑 这 便要看明妃娘娘你的能耐了 明妃郑重思虑了良久 将那磁瓶收入了袖中 台蒙 您是坐上慵懒而随性的女子 你和苏家有什么仇 让你这样费尽心机将其除掉 如今国舅府今非昔比 甚至 朝不保夕 想来 与萧景四也脱不了干系 萧景四随口应道 没仇 看不顺眼而已 好个看不顺眼 这宫中只怕是连皇上 也由不得这般肆意妄为吧 一个国师 未尊全高至此 绝无仅有 茶凉 明妃告退 不过须于 楚玉便进了殿 驾轻就熟地坐到萧景四旁边 与他一起挤在软榻上 将从亲南王府带来的黎人酿 放置一旁 又将萧景四一冷下的茶倒了 针上热茶 阿嬢 何须你这般矫情脑汁 我可以把爱你碾的人都杀了 他许是听了许久的强歌 却也没来干涉他 待他处完了事 方才进来 这会儿如此说 怕是忍不得他这般费尽心思 便就此表明自个儿愿意为他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 萧景四抓着他冰凉冰凉的手 放在暖炉上捂着 摇摇头 死有何惧 不过是弹指间的痛苦 的确如此 弄死了 就便宜凤家那些个不要脸的了 处欲动动心思 那我可以让他们生不如死 北营折磨腰的法子多着呢 他挨个挨个地折磨 可是他家爱饶还是摇头 眸间有微微冷意 再而与我乍里苟且偷生 长尽苦难也挣扎不脱 我尝过从高处跌入万丈深渊的滋味 便也要亲手让他们尝一尝 他们不是在乎着大梁的江山吗 我就要将凤家的江山彻底翻覆 阿饶他 每每说起上一世 便会很是神伤 眼里全是基于了许久许久的仇恨 却从不为外人道 即便是他 他也从来都是粉饰太平 一个人淡了那血海深仇 忍下了前世陈远的伤 他的阿饶 从不与人共苦 是个极其心地善良的女子 楚玉抱住他的腰 用脸蹭蹭他的额头 亲泥地同他耳语 好 我都听阿饶的 你要他们争权夺势自相残杀 我便将我 连同我亲男王府都给你做后盾 你若累了 想要杀了他们一了百了 我就替你拿剑 手扔血仇 因为喜欢 是已愿意臣服 愿意扶贵在他脚边 毫无保留的 毫无条件地听他号令 楚玉曾想 他与阿饶是恋人 或许 也是主仆 萧景思凑过去 亲情他的唇角 心里柔软极了 凉凉的唇一落下 楚玉便欢喜得不得了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唇 又将脸凑过去 阿饶 我还要 我喜欢你亲我 萧景思便又亲了一口 轻轻咬了咬他唇角 刻意撕磨了许久 楚玉神魂颠倒得紧 抱着萧景思 喜滋滋软明明的一番撕磨亲你 阿饶 嗯 楚玉抬起头 神情很是认真 若有一天你发现 似有所顾忌 迟疑了许久 才诱荡 发现我不是你眼里的样子 你会不会就不喜欢我了 萧景思好笑 拧着眉眼仔细瞧他 你知道我眼里的你 是什么样子吗 是人的样子 不是猫 楚玉挫败得不知如何说话 他是一只猫 一只越发怕他家阿饶嫌弃他的猫 萧景思突然问 这酒可是给我带的 楚玉将桌上那堂骊人酿取来 递给他 乖巧又听话 是的 是按照你喜欢的花酿 我专门拿来给你喝的 萧景思取了酒塞 也不用杯子 就着酒坛喝了一口 那骊人酿倾心 酒干浓烈 只饮了一口 便叫人如痴如醉 他笑盈盈地伸手 素白的手指端着楚玉的下巴 轻眸生出几分媚态来 是我喜欢的样子 楚玉郑重 大抵辈美色所获 心神不定 萧景思又饮了一口酒 俯身封住楚玉的唇 他说 你知道我眼里的你 是什么样子吗 是我喜欢的样子 萧景思没有闭上眼 眸中全是楚玉的影子 他喜欢的模样 这骊人酿 果然是个好东西 叫人如此迷醉 楚玉方才知晓 她的阿饶不讲情话便罢 若是甜言蜜语 只削三两句 便能要了她命去 三更时分 流营殿外 稍显年长的宫女 入殿来报 娘娘 这般时辰 明妃也未就寝 仍旧宫装加身 穿戴整齐 似厚了多时 可是永延殿里 有动静了 宫女汉手称是 正是 走近了 瞧了瞧四下无人 低声道 苏国舅 果然结下了陛下的药 明妃仿若早有预料 神色处变不惊 国舅爷做了什么 宫女仔细回话 事无巨细 恐有遗漏 倒是没做什么 不过是暗中 结下了圣上的药 取了些药渣出来 只怕 苏国舅只是来探虚实 明妃思索少情 又问 人 可还在私药房 在的 似乎在等人 国舅大人 并未急于离开 明妃思虑片刻 换来殿外的侍卫 命令道 周王殿下便把守在涌延殿外 一刻钟后 你却禀明周王 私药房中有逆贼叛乱 下毒弑军 侍卫遵从 是 又吩咐安排了一番 明妃便令店中嬷嬷掌了灯 前去永延殿探视 于店外 遇上了私药房前来送药的工人 本宫正要去探望圣上 这药 交于本宫便可 那工人连声道怒 明妃端了药 推开永延殿的门 恰逢有人出店 一身花衣 毫不张扬的颜色 原来是千妃 方从店中出来 她理性退让 明妃姐姐 明妃客气寒暄 千妃妹妹怎声来了 千妃神色坦然 回道 妹妹听闻皇上抱恙 久病缠身 终日时不下夜 叫妹妹好生担心 事已 这便做了一种雪梨 来给皇上开开胃 好将养将养身子 她笑着 提起自个儿手里的石盒 玩笑戏谑的口吻 许是妹妹手艺不精 皇上倒只是尝了几口 妹妹有心了 分内知识罢了 这药凉了可不好 本宫先行进去给皇上送药 千妃欠身 那妹妹先行告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喜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先主演 第167集 因着苏皇后患了痛症 相隔一段时间 并会发作一次 美美痛得急欲自残 事已 估摸着皇后娘娘的痛症 怕是又要犯了 便让苏国舅的苏三姑娘 暂住在太医院旁的紫云殿中 好随时传照 替皇后娘娘诊病 私药房的工人替苏木慈引路 走至药房里间 扣了扣门 国舅爷 三姑娘来了 推开门 苏国舅正在房中 已候了多时 见苏木慈至此 将他换进屋中 关门落了锁 让工人守在屋外 苏木慈不明其意 甚是诧异 爹爹深夜换我来何事 怎生这般时辰了来私药房 可是出了什么事 苏国舅来不及细说 从衣袖中取出 捐薄包裹的务实 竟是几许药渣子 你快看看这药渣 微父想知道 用这个方法的人病情如何 还能活几时 苏木慈放在鼻尖清秀 脸色微微有变 父亲 这药渣是谁的 苏国舅四下张网 小心谨慎的低语 是皇上的 皇上久病 却从不让这素有一仙之称的苏木慈 进身诊治 显而易见 帝王对着外戚苏家 防患未然 甚至除之后快 也断然不会再让苏家有机可乘 那么这药渣 苏木慈顿时花容失色 父亲 这药渣是你从哪儿取来的 可有人看见 又是何人让你去动皇上的药 听得他如此细闻 苏国舅也心生惶恐 要是为父暗自从皇上的药中取出 可有什么不妥 苏木慈脸色大变 也顾不得父女之仪出言喝道 父亲 你当真糊涂 这圣上的药丸 岂是能随意动的 若是被人知晓 话还未说完 忽听闻窗外男子高声令道 给本王包围私药房 门应声而开 是周王领兵致此 几百人围勇而上 将私药房牢牢堵住 苏国舅不动声色地 将包裹药渣的捐驳收好 故作镇定 夜深天黑 周王殿下这是作甚 怎么带人来的私药房 还如此兴师动众 凤云寻仔细瞧着苏国舅手上的动作 反问道 国舅爷又为何在此 苏国舅没多做私了 老夫偶敢不适 同牧慈来此处抓些药回去 凤云寻冷笑 大喝 还敢狡辩 他骤然冷了脸 目光如炬 来人 将苏家父女拿下 一声令下 玉林军便上前来拿人 慢着 笔之国舅爷 苏家这位三小姐 倒是神色莫测得多 周王殿下这是何意 就拿我父女二人 可有圣命 有所谓何有 总该给我们父女一个明白吧 明白 那便让这对父女死个明白 凤云寻摆摆手 让玉林军暂且停下 直言冷道 父皇引药中毒 本王奉命 挤拿下毒之人 皇上怎么会中毒 皇上的膳食汤药 都是经了工人试吃 若要下毒 除非支手遮天 苏母子心道 不好 凤云寻的眼 已经盯住了苏国舅手里的捐驳 音音一笑 这便要问国舅爷了 士兴浊浊 夺夺逼世 逆贼叛乱 下毒弑君 苏国舅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皇上的药里面下毒 这祸水 已然引到了国舅府 苏国舅拍案叫冤 休得胡言 无凭无惧之子 老夫其中你信口雌黄 这本污蔑我国舅府 一片忠心 无凭无惧 国舅爷 你手里的 不就是证据 苏国舅顿时心慌意乱 手里拽着那捐驳 如烫手的山芋一般 不知何处 凤云寻指道 拿下 三更方过了一刻 星月殿外 烛火明亮 宛若如昼 谷熙入殿来 候在门口 并未上前 主子 私药房的鱼儿已上钩 万事俱备 萧锦寺依围着楚玉 怀里抱了个暖炉 精神头甚好 不知方才与楚玉聊了些什么 笑意还未退下 楚玉似是不满被叨扰 突然到 时辰到了 该去敲帝王钟了 长山世子爷 这是要坐实私药房里 那苏家妇女弑君的罪啊 谷熙便问 几声响 一声 帝君重症 二声 帝后轰 三声 帝王墨 楚玉看向怀里的女子 一声 帝王墨 改朝换代 尚不是时候 至少 得让这帝君死于东宫储君之后 得让凤旭苟延残喘地瞧一瞧 他的储君 他的宝座 他的江山 全部毁于一旦 这时 金华来道 世子爷 顺体毒发 重病不行 楚玉捧着萧锦寺的脸 轻轻地蹭了蹭 都听阿饶的 吩咐金华 留一口气便好 这毒还是为了 是死 还是活 国师大人一句话 金华明白 是 古希也会议 属下人去敲帝王中 续于功夫 奉天殿外 钟声雷动 钟响 阵龙发聩 久久不散 一声响 是帝君重症 钟声响彻梁宫 这宫里 要乱了 东宫太子夜里惊醒 披衣起身 殿下 殿下 屋外宫人匆匆唤道 奉妇里火急火燎地出了寝殿 衣衫都来不及整理 怎么回事 这帝王中怎么会响 来人浮贵在地 颤力不停 是 是皇上出事了 奉妇里大害失色 快洗洗说来 圣上突然病危 呕血不停 昏迷不醒 太医前去诊治 到皇上是 中毒之症 奉妇里身色慌乱 暗觉事态诡异 连忙问道 怎么会中毒 是何人所为 工人牙关颤礼 支支乌乌回道 是 是国舅爷 奉妇里原帝正主 脸色巨变 正是这时 又有侍卫速速来通报 神似极其慌张 国师大人 请您去永元殿 业已三更过 梁宫大乱 天家王爷及文武百官 全数入宫 后在永元殿外 等着大梁天下大变 风起云涌 是要变天的征兆啊 帝君独发 大理司级太医院 第一时间便来了永元殿 因救治及时 便保下了圣上一命 却重症不醒 恐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大理司奉国师大人之命彻查 根据圣上中毒的时间而揣测 正好与苏国舅妇女 被抓的时间吻合 太医又在苏国舅 动了手脚的药渣中 确实找到了一位红勺药 用量极少 若是一般人服下少量 不过是有腹痛之症 事已 大理司揣测 凶手便是如此 躲过了永元殿外 试药的工人 下毒之人 也定是极其了解 圣上的病症 知圣上本就病治肺腑 便是一点红勺入药 也能见血封喉 叫圣上呕血不止 毒入肺腑而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句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喜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先主演 第168集 天劳苏国就得之后 大喊冤枉 到他取来的药渣中 本无毒 是有人栽赃陷害 事后在那药渣中 放了毒 栽赃陷害 有证据吗 自然是没有 这证物 可一直由大理寺保管 哪个有通天的本事 去动手脚 苏家妇女 这罪 无认 也得认 大理寺领命 继续彻查 查到他苏家 哑口无言为止 令 这皇上的命是保住了 可 怕是醒不过来 是以 大臣上见 当有摄政之人 然 太子无权 又不得拥戴 百官常跪 永延殿外觐见 文 以左相 洪宝德为首 吴 以安远将军 秦真为首 外加 亲男王立遣 由国师 萧景寺 赞代圣意 治国执政 这亲男王府 都发话了 一众百官 哪敢有意义 除非 有圣上 亲下的诏书 萧景寺 走下永延殿的时阶 受百官参摆 不急不许地 走至凤父礼跟前 问道 太子 你可有意义 凤父礼垂蒙 久久沉声道 本宫 并无意义 国师摄政 按理 即便是太子 也要攻身行礼 良久 奉妇礼嵌申 行以拱手礼道 请国师大人令下 继东宫太子之后 各宫王爷 行礼参拜 国师摄政 以令天下 女子清零婉约的嗓音 掷地有声 一字一字 不怒而微 带了与生俱来的独尊 下独弑君 滋事体大 传本国师令 将国舅府上下一百七十三人 全部收押大牢 交由周王殿下亲审 奉音寻领命 低下头 暗暗勾唇 果然 萧锦寺才是最大的赢家 那封信 当真是要借他周王府的剑 国师与东宫太子 御棒相争 何乐不为 百官散去 萧锦寺缓缓走下高台 殿前长廊尽头 凤玉清倚着墙 抱着手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似在后堂 萧锦寺视若罔闻 萧锦寺 他顿下脚步 晋王殿下 注意你的称呼 凤玉清笑得肆意不羁 口吻倒是少了些细血 平广王手里有道摄政诏书 你定然也是知晓的吧 萧锦寺抬太谋 所以 凤玉清抱着手 走进他身侧 他身量高 仔细瞧着他的时候 会稍稍轻身 父皇并危 你便不怕 平广王将那摄政秘址送去东宫 若如此 太子一旦摄政 第一个要拿来开刀的人 便是你 皇帝久病多时 凤玉清自然早便将刑事摸了个透彻 倒是怎么也揣夺不透 萧锦寺这番动作是何意 只要偏差了一丝半点 摄政诏书一旦问世 岂不是给太子推波助澜 萧锦寺仍是这般无波无澜的神色 谋中是似是而非的笑意 他道 自身难保 又怎能保他人一步登天 凤玉清愕然 自身难保 原来还有后招呢 凤玉清拖着下巴 思索了虚语 若是本王没猜错 下一个 便是平广王府 刚一锅端了苏家 接着 平广王府也在劫难逃 他倒是不安省 动辄就是翻天覆地 凤玉清玩味地挑挑眉头 太子到底是何处得罪你了 竟惹来这番祸事 这语气 甚是幸灾乐祸 少了太子这么个强劲的对手 凤玉清自然乐得自在 事已 不止晋王府 周王和敏王府 最近都是十分安盛啊 萧锦寺不达他的戏谑之余 却是十分严肃的模样 淡淡告诫 方公公的消息好声灵通 想必也没有 晋王殿下不通晓的事 就是不知道方公公是否曾经告知过晋王殿下 他不温不火的口吻 不敲 亦不燥 国师大人萧锦寺 此人危险 须避而远之 嗯 岂止说过 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这个主子 千万千万要远离这个家伙 省得惹祸上身 你何时知道方公公是本王的人 凤玉卿好奇得紧 他面无波澜 一开始 这大梁可还有国师萧锦寺不通晓的事 凤玉卿大笑 你料是如神 本王认输 萧锦寺绕过他 眼不见为敬 真是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永延殿外 国师一指令下 周王领兵抄家国舅府 苏家此番 是要遭大难了 太子凤府礼方出宫 萧福臣便下车相迎 东宫的马车 已等候多时 殿下 萧福臣欠身行礼 将郁寒的衣服递给凤府礼道 臣妾陪您走一趟广平王府 太子妃萧福臣 尽知天下事 这朝堂动荡 从那帝王中响 他便早有预料 平广王手里那道摄政诏书 便是东宫反败为胜的最后筹码 有劳太子妃了 凤府礼并不多言 与萧福臣一同上了马车 马踏白雪 落下一地脚痕 马车跑得很急 木雪飞驰 见了一路兵临 殿下 萧福臣欲言幼稚 神色难宁 凤府里脸毛 眼影沉沉 太子妃之言便是 不到年初 皇上便入膏肝 与臣妾最一时的欲言 有所插入 他凝神 眼底眸色欲见深沉 少请才到 殿下 臣妾的预言 恐怕是伤了变故 凤府里脸色骤然大变 太子妃曾预言 大梁三十年初 帝并危 平广王邪地令诏书 传位储君 太子摄政 如今 形势却已然偏离 朝堂大乱 凤府里阴沉了谋言 冷笑 摄政诏书就在 平广王手里 本宫便不信的 萧景思 能未雨绸缪 只手遮天 马车 停在了平广王府府前 这会儿 已过了子夜 雪下得正汹涌 王府守卫 见马车靠近 上前询问 何人来访 驾车的男子 亮出令牌 回道 东宫殿下 此言一出 平广王府外众人 立即上前恭迎 无等见过太子殿下 叫忠 男子低沉的嗓音传来 让平广王 速速出来见本宫 侍卫立马进府通传 不到片刻 平广王府的掌事管家 进光路 便快步前来迎驾 老奴 见过太子殿下 凤副理掀开车帘 却不见平广王进禀位 心生急切 平广王呢 尽管是惶恐不已 立马回道 殿下恕罪 王爷一个时辰之前 便出府了 现象不在两度 他去哪了 凤副理大急 寒冬腊月的天 额尚竟浸出些许汗来 尽管是知无不言 不敢遗漏 一个时辰前 公帝来传圣旨 到附属国朝贡 物资已送至梁都城外 特领王爷前去押送 一个时辰前 不早不晚 竟这样巧合 精准的像早有欲谋 是何人来传的纸 是星月殿里那位 国师大人的侍女 换作紫香 凤副理顿时面如死灰 难怪 难怪永延殿大乱 却不见平广王进攻 原来早便被调活离山 凤副理落下车帘 怒急 冷笑 方公又翻了一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69集 漫天飞雪 喧嚣不止 狂风卷起马车上的 珠帘晃动 人影竟有些鬼魅 萧扶尘从座榻上起身 屈膝跪下 道 殿下恕罪 是臣妾失策 方使得陛下步步为错 他没有扶他起来 望着车帘外风雪大坐 字字阴寒地叫人心声颤礼 福尘 你不是会预知吗 那你再告诉本宫 本宫与萧景寺二人 到底谁能笑到最好 萧福尘一语不发 他的预言 从萧景寺介入之后 便从未准过 一双冰凉的手 握住他的手腕 抬头 撞进了凤腹里的眸中 起来吧 你是本宫的帝王燕 本宫怎会怪你 他似笑 眼底却全是冷意 萧福尘脸去眸中的慌乱 扶手 唇角溢出一丝冷漫 哼 帝王燕 那不过是他萧景寺 不要的东西 次日 平广王赴梁都城外 押送朝贡物资的消息 便不进而走 雪赴殿前路 灵星的杏花瓣 落在矮矮素白里 花开不败 一盏风存 将这星月殿 坠得极是好看 这一处 是梁都最美的冬日风景 紫香将厨房 才炖好的鱼汤端上来 给萧景寺成了一小碗 说到昨日之事 他尚有难解的疑虑 主子 夜来那会儿 凤婿便是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棺材 哪里有命拟址 送去平广王的那圣旨 是皇帝何时下的 难不成主子未卜先知 事先便讨要了圣旨 也不对啊 皇帝老头怎会如此听话 萧景寺摇摇头 汤汁碰着此碗清响 那圣旨 不是皇帝下的 紫香一律更甚了 那是 这大梁公除了帝君 谁还敢罔顾君主 这般只手遮天 萧景寺道 是我 罔顾君主 只手遮天 素来就是自家主子的风格 所以 这是假传圣旨 紫香无体投地 只是 这圣旨如何能做得了假 连平广王这个老狐狸都信了 那圣旨上的盖印 必然是真 紫香还有一点不明 这帝君概念的玉玺 是从何而来 楚玉给的 说起楚玉 萧景寺笑意更满 胃口极好 又咬了一小碗鱼汤 给的 不是偷的吧 这楚世子 也是个胆大妄为的性子 好在听主子的话 容易管教 叫他往东 也断然不会往西 如此想来 紫香只觉得主子 能耐真大 管得长山世子 服服帖帖的 萧景寺放下汤匙 楚玉呢 昨天夜里 苏家起事 折腾到了后半夜 楚玉不肯回王府 便坐在了 新月殿的偏殿里 本就离天亮 还不到两个时辰 还早早地 来到萧景寺寝殿外 说偏殿冷 要进萧景寺的屋子 他换了个衣裳 便没见着他了 紫香回 方才青南王爷来过 亲自将楚世子寻去了 楚世子走前说 他去去并回 回来要同主子 你一起煮茶 想来是 青南王府有事 紫香思损了一番 还是说道 主子 昨日似乎是 青南王爷的诞唇 听得精华说 青南王府 红仇都挂出来 王爷五十大寿 本来要大办的 可昨个世子爷 早早便进了宫 没在王府 晚上宫里又出了乱子 这寿唇便耽搁下了 听精华小将军说 今儿个青南王爷 要补半寿臣 萧景寺便沉思了 紫香思量着 主子 肯用背马出宫 他觉得这青南王爷 似乎和主子之间 有宫席隔阂 老王爷每每看主子的眼神 都像是被抢了宝贝的 愤然模样 借着这寿宴往来往来也好 等将来嫁过去了 也能家宅和睦 萧景寺点头 说好 又吩咐古希 你去秦将军府 将那块千年寒铁取来 古希这边去 那千年寒铁 是魏平侯府多年战胜得来的宝贝 铸成兵器甚好 作为寿礼 送给亲南王爷再好不过 且说今日不过寿宴的亲南王府 那红筹还高高挂着 只是宾客一个没请 想来这过寿是个幌子 不过寿 哪里请得动乐不思蜀 醉在温柔乡的世子爷呢 不知晓得 还以为这亲南王府 是庆贺皇帝老头 一只脚尽了棺材呢 这张灯结彩的 也不知道避讳避讳 也就这亲南王府 敢如此胡来了 摆了一桌山珍海味 楚木坐在主位上 正铁青着一张脸 哪有半点寿心宫的喜庆 饭菜是一筷子都没动 那玉玺 你如何得来的 事态严肃 楚木绷着一张脸 楚玉眉骨头似的 靠在木椅上 随口应了去 偷刀 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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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玉甚是有理有据 丝毫没有半点反省的觉悟 我不偷玉玺来给阿饶 被人察觉了阿饶 假传圣旨 他会很麻烦 楚木嘴角猛抽 一嗓子 一嗓子嚎过去 你偷盗 传国玉玺被人察觉了 你这 诸九族的罪 就不麻烦 就他 女人金贵 就他 女人金贵 这恭喜 矛盾 这是又要加剧了的趋势 楚玉完全不认同 楚木 怒气冲天的话 现在是阿饶 暂代朝政 他才不会舍得 朱七南王府的秀俗 这话说的 别提多自豪 多心满意足 洋洋得意的不得了 楚玉这模样 真像是身归里 出嫁从父的小媳妇 萧锦寺就是天 萧锦寺就是地 是风是雨 是活下去的勇气 楚木专门泼冷水 嗯 那要是之后 太子设政了呢 第一个开刀的 就是你的阿饶 当然 第二个就是 亲南王府 楚玉义愤填膺 我阿饶的位子 他敢抢试试 瞧着一副 随时准备为他 阿饶英勇就义的样子 说不通说不通 罢了罢了 楚木摆摆手 随他去了 相当感慨地叹了一声 老子管不了你 楚玉哼了一声 当然 他只会听阿饶一个人的管教 以后 不要这点小事 便让我回府 我还没有陪阿饶用膳 他生气怎么办 楚玉甚是不满和埋怨 阿饶是天 阿饶是地 是风是雨 是活下去的勇气 其他 都是个屁 今儿个过寿 楚木忍住不抱粗口 长吸了一口气 还是忍无可忍 撤了撤了 把这些菜全都给我撤了 老子气饱了 不吃了 楚玉置若罔闻 气得楚木吹胡子瞪眼 菜还没来得及撤下 华芝就进来说 王爷 世子爷 国师大人来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70集 楚玉一听 十分欣喜 快去加碗筷 让厨房将膳食都端上来 我家阿饶爱喝花酿 还有杏花糕 你们快去准备 华芝一边打亮王爷铁青色的脸 一边硬道 是 哎 还有 把这条红烧鲤鱼撤了 我家阿饶只喜欢吃清蒸的 不喜欢吃这么多次的鱼 这条红烧鲤鱼是王爷老人家最爱的 平日礼应着世子爷闻不得鱼腥 也没机会吃 好不容易等到寿宴来一饱口福 华芝盯着王爷老人家火辣辣的目光 还是把红烧鲤鱼给撤走了 楚木不得不提醒一句 本王才是今天的寿星宫 本王都搬出来了 王爷老人家是真心塞了 楚玉礼都不理 欢欢喜喜地跑出去 阿饶 阿饶 你怎么来了 你用膳了吗 饿不饿 冷不冷 这里好多仙杂人等 要不要去我屋里啊 仙杂人等楚木 无言以对 我来给王爷助寿 萧景寺对楚木微微欠身行礼 不请自来 是景寺叨饶了 楚玉闷闷不乐 阿饶居然不是专门来找他的 倒是楚木乐了 拿眼瞅楚玉 哼 道高一齐 魔高一唱 这一顿寿宴下来 虽两相无语 倒也其乐融融 三日光景已过 苏国舅弑军一案 毫无进展 苏国舅自始至终 失口否认 整整三日 喊冤教区 甚至在牢中哭天抢地 要以死明治 总之 苏国舅死不承认 怎么说也是一国国舅 皇后还在 太子也没被废 言行逼供驱打成招 也难以扶重 第四日 紫香方从大理寺回来 萧景寺窝在软榻里 闭目仰神 招了吗 紫香摇头 苏国舅一口咬定 他是被冤枉的 且自有一套开脱的说辞 萧景寺洗耳恭听 喉 苏国舅知道那药渣 是他从私药房里取的 因着担心剩上龙体 才将苏木慈叫来查看 一来 事前并无铁证 也无证人指证 他在皇上的药中下了毒 二来 事后这药渣作为证据 由大理寺保管 中途周转多人 不排除他人栽赃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 苏国舅自圆其说 该不认罪 不愧是文官领袖 进营官场多年 这巧舌如簧的本事 自是无人能及 萧景寺懒懒地撑着身子 有些乏了 揉了揉眉间 这只老狐狸 还想着垂死争扎 可不是 紫香想想 要不 我们送他一程 萧景寺笑了笑 这紫香的处事风格 倒有几分像处狱 惯来直接干脆 萧景寺将殿外的古希换来 你去明妃宫中走一趟 便说 玉自保 先下守为强 属下遵律 古希不多问 飞檐走壁去了明妃宫中 紫香不慎明白 暗地里便罢了 明妃总会明目张胆地得罪东宫 虽说有世子之仇 可到底还是要自保 下毒弑君之罪 他不敢担 总得有人来担 萧景寺把玩着手里的杯子 苏国就领了罪 明妃方能独善其身 若再查下去 顺藤摸瓜 他想要全身而退 便非一事 果然 诚如主子所言 欲自保 先下守为强 紫香频频点头 嗯 替罪羔羊不认罪 真凶怕是会夜不能寐 萧景寺笑着看向紫香 谁说明妃是真凶的 紫香完全晕了 那是谁 搞了半天 明妃也是个替罪羊 紫香被弯弯绕绕搞了一头雾水 难道主子还做了两手准备 是楚玉 萧景寺谋中笑意一满 温柔了几许 蒙了蒙了 紫香彻底蒙了 萧景寺耐性极好 唯唯而谈 我本不欲这么早下毒手 也料定了明妃 即便会将苏国就下毒 弑君之罪坐实 也不会当真让凤婿 引下毒药 毕竟她是没有子嗣的妃嫔 若凤婿真死了 她也会落得个遣送出宫的下场 未毒之人 另有其人 即便明妃不未毒 这弑君未遂的罪名 也足够整锅端了苏家 凤婿想打杀外戚很久了 定也能上道 将苏家反叛的罪扣得死死的 如此想来 这投毒倒多此一举了 想来楚世子是有别的打算 主子 楚世子为何要另派人给凤婿偷毒 在沁南王府过寿 萧景寺也问过楚玉 你下毒是想改朝换代 楚玉与她说 朝堂的事阿扰你自有打算 我不会替你决断 所以我便没有毒死凤婿 只是让她尝了些苦头 谁叫她让我娶那些 别的不相干的女人 我自然要求和算账 当然 楚玉也断断不可能 让她有后顾之忧 事已将传国玉玺 道来给她 她自然是懂她的 这平广王府 自然不能久留 那一纸传位诏书 便是平广王 进家的杀身之祸 楚玉还说 静炳卫那个老不死的 上一世还欺负过你 这笔秋后的账 我当然也要给你讨的 她 虽不爱谋略 但愿意替萧锦寺筹谋 萧锦寺笑了笑 楚玉说 是秋后算账 秋后哪一笔账 紫香是不大明白了 不过想来也是替自家主子 讨的账 就是不知小楚世子 怎么神不知鬼不觉地 逃了毒 那下毒之人是 紫香又问 帝君久病之后 这永延殿的防守 几乎牢不可破 能进出内殿的人 除了方公公这位近视 剩下的两只手数得过来 不是忠臣 就是宠妃 昨夜 除了明妃 便只有一人进过永延殿 姚华公 千妃娘娘 难怪 难怪千妃娘娘 对自家主子 唯唯诺诺的 原来是奉命行事 就是不知道 这千妃娘娘 怎就对楚世子 唯命是从了 且说姚华公外 一处僻静的角落里 千妃娘娘 正唯唯诺诺的 左使大人 金华左使抱着手 这一次 你做得很好 我会在妖王大人面前 替你请功 千妃受宠若惊 小妖 谢左使大人 你可有什么 小妖的 妖王大人 果然赏发分明 千妃小妖 将喜出望外 左使大人 小妖在这人族 也好些时日 发现甚是无趣 不知左使大人 能否为小妖 求个恩典 等到凤老头 驾崩了 让小妖回北营 在朱妖台上 当个首妖 能在朱妖台上 当首妖 那是何等风光啊 我会如实 跟妖王大人说的 另外 切记 妖王大人 很听国师大人的话 闲来无事 你若是讨得 国师大人的欢喜 一切都好说 惊环还指了条名路 妖王大人 对国师大人 唯命是从 他日后 便是我们 本营的王中王 王中王啊 蝴蝶精真心觉得 妖王大人 这是十例宠妻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也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71集 小妖谢金花 左使提点 左使大人 道了一声客气客气 千妃想起来 还有一事 左使大人 小妖还有一事 禀报 这宫里 来了一只大妖 前几日 小妖还能感觉到 浓烈的妖气 这几日 竟无端没了半分气息 小妖料想 这只大妖 肯定是吸食了人血 将妖气敛了去 小妖以前 在北营听人说过 这食人血修行 是禁术 只有法力高深的大妖 才能练着 旁门左道的邪功 其实法力高深 只怕是修了 几百年的老妖精 金花郑重其事 你继续盯着 若有任何异动 立马来报 小妖遵旨 金花深思 当年世子爷杀去北营 自立为王 大洋宫里那群老妖 自然是不服 打的打杀的杀 也所剩无几了 如今的北营 能练十人禁术的大妖 两只手能数得过来 世子爷若是没丢内丹 便罢了 那群大妖也不足为惧 如今 没了内丹 便是平日里 哪个小妖法 都多半会元气大伤 若是遇到大妖 恐怕 回了沁南王府 金花立马将此事 告知了世子爷 爷 你好生想想 这大妖可能是何人 楚玉想也不想 我怎么知道 不相干的人 本世子爷记不得 也是 当年世子爷 肃清大洋宫时 也不问姓名身份 顺者就留 逆者就杀 哪管谁谁谁谁 算了 当他没问 世子爷 若是让不安分手挤的腰 吃到了您内丹 寄养在了人类的身体里 恐怕 让小灰时刻 盯着星月殿 看是谁 敢寄予我家阿柔的内丹 清华发誓 他所表露的 顾忌不是这个 他旁敲侧击 又说 爷 我看这大梁宫里 也没人动得了 国师大人 这内丹不如 绝对不可以 以后不准再提 清华便沉默了 为何一定要将内丹 寄养在国师大人的身体里 除了不死不灭 这个理由 他想不到其他 想来 和世子爷体弱多病 一事有关 我不放心阿长 我去宫里陪他 留下一句话 世子爷便走了 孙明方才 世子爷答应给王一 画一副单亲的 当作补一份寿礼 这会儿为了国师大人 什么都抛之脑后了 清华总觉着 世子爷瞒了他什么大事 关于这内丹 关于世子爷的病 这日 伯木时分 周王殿下 同大理寺亲韩大人 一同去了 新月殿求见国师大人 以禀明世君一案 日将墓 奉七宫外 宫人脚步急切 似有急事来报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苏皇后草木皆兵 神色立马紧张了 怎么了 可是苏家出了什么事了 天老的探子 方才来消息了 说 说 钟嬷嬷支支吾吾 慌慌张张的 口齿不灵力了 苏皇后心惊胆战的 到底说了什么 说 说国舅大人被定罪了 苏皇后脸色 骤然惨白 怎么回事 国舅爷绝对不会认罪的 是不是他奉阴寻 对国舅爷动了 私行言行逼供 钟嬷嬷摇头 娘娘 是 是明妃娘娘 擦擦汗 钟嬷嬷事无巨细地说来 伯母时分 明妃娘娘 带了那夜在永延殿首夜的侍卫 去了大理寺天牢 只正是国舅老爷当夜结下了圣上的药 除此之外 并无他人从中作梗 而且还到千妃娘娘也能作证 那药碗从私药房送来之后 便无人动过手脚 之后韩大人又去了姚华宫 请了千妃娘娘回话 事宜 才定了国舅爷的罪 周王殿下和韩大人 已经去了星月殿秉明审讯 只待国舅大人下判决 皇后文质 贪作在椅上 满眼愤恨 明妃那个贱妇 竟敢与萧景寺狼狈为奸 害我苏家一族 本宫便是作鬼 也不会犯过他们的 钟嬷嬷福贵在地上 一声不吭 心里知晓 这苏家繁荣的日子 是到头了 事业 摄政国师下了一道旨 苏家围臣不忠 弑君谋逆 兼以证据确凿 罪状滔天 依照立法 诛杀君主 乃灭酒族之大罪 念皇上重病 以人为之 不以杀戮过重 特赦苏家外戚 只抄国舅府一族 七日后行刑 妾 念苏家嫡子云庭 带兵有功 免其死罪 收其兵符 若无诏令 不得善离边境 令 念宣明皇后 乃太子与竹安公主生母 免其诸连之罪 废除六宫之主 打入冷宫 一旨令下 满朝文武震惊至极 却肩默不言 人人自卫 这国师当政 雷厉风行 好生血腥 永延殿里 太医跪了一地 不敢起身 如临深渊般 皆诚惶诚恐 不敢抬头指示 朱岸旁端坐的女子 工人气了一壶茶 他只饮了一口 便放下了杯子 皇上如何 太医院院守 江大人谨小慎微 连忙小心回话 回国师大人 索性及时将毒素 清除体内 这几日也替皇上 泡了去毒的药浴 暂时稳住了 皇上的情况 只是 江大人摸不清 这位国师大人的性子 十分胆战心惊 只是皇上体内 欲血欲解 飞幅穿孔 龙体 早便受损 这红勺药 就算是只沾了丁点 也是血上加霜 只怕皇上 是 耗不过这个年关了 只见坐上那位 位高权重的 年轻国师听了 楚遍不惊 毫无异色 漫不惊心地 晃着杯里的茶水 问道 皇上可还能醒来 暂且不说 有没有在世华陀 听着国师大人的语气 恐怕也不盼着 圣上醒来 那么 自然是不能醒来 江院守 撕寸了许久 摇头 下官医术不惊 无能为力 萧锦次起身 挥了挥手 太医院一干人等 立马退出了殿内 听得殿中女子 似叹了一声 可惜了 你看不到苏家 百年外戚没落 看不到凤家天下 翻天覆地了 一干老太医赶紧走 免得听到了什么 惊天秘文 惹来杀身之祸 七日已过了三个昼夜 苏家行情将近 然不管是东宫太子 还是昔日国舅府的旧交 皆毫无动作 三奸其口 此番 苏家这难 是糟定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野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72集 第四日日中时分 天老有了动静 紫香等到萧景寺 午休醒来 才禀当 柱子 代理寺的韩大人方 才来过了 萧景寺嗓音 带了几分 方睡醒时的慵懒 可是他松口了 紫香点点头 宋木慈说要见柱子 萧景寺半眯着眼 神情懒散 告诉他 我只见他一次 让他想好了跟我谈 不要与我讨价还价 紫香会议 是 第五日 冷宫来报 到废后苏氏 已绝食两日 国师大人听闻 特地恩准太子探视 昔日的六宫之主 如今已退下华上 没有粉袋 没有凤冠 没有前呼后拥的公额 劈头散发 形如枯稿 宣明皇后苏氏 苏月真 已今非昔比 苏氏卧病在他 脸上毫无血色 没有半分往日的强势与尊贵 像个沧桑无助的妇人 瘦成皮包骨的手 紧紧地抓着凤副理的手 哀求 皇儿 你帮母后一次 苏氏耿义 愤恨至极 越发猙獰了神色 后日 你舅舅一家 必要被萧景寺那个妖女 斩首逝中了 皇儿 你想想办法 求求苏家一族 凤副理沉默不语 苏氏撑着身子起身 苦苦殃求 皇儿 你帮帮国舅府 母后求你了 儿臣还能有什么办法 凤副理眼底 一片沉沉的浓墨 紫济一般 苏氏文言 煞时松了手 冷冷凝视 苏家附作你多年 如今世事 没了用处 你便要弃之如碧驴吗 与其分开而咄咄逼人 我就知道 在你父皇对苏家外戚 动了杀心之时 你就将苏家当作了异己 你同你父皇一样 容不得日后有专权的外戚 所以你才见死不救 丰副理沉申喝止 母后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儿臣是自身难保 苏氏摇头 神智早便愤怒侵蚀的所剩无几 他嘶喊 他大声咆哮 不 不是有摄政诏书吗 皇儿 你是太子 你是储君 你父皇死了 这个天下都是你的 有了摄政诏书 你就可以登记 你把萧景司罢处了 把楚家全杀了 你一定有办法救苏家的 对不对 登记 丰副理突然发笑 眼底目矮沉沉 越发阴质 朝中百官 一个个对萧景司 唯命失踪 又有荣平鲸和楚家军拥护 母后你让儿臣拿什么登记 即便儿臣明日坐上了龙椅 他萧景司一天在位 儿臣便只能做一天的亏赖君主 那就把他杀了 凤副理又何尝不想出之而后快 只是一旦失守便会永无翻身之日 苏氏哪里还有理智 劈头散发的撕扯发痕 你是东宫太子 是着大梁日后的君主 他萧景司算什么东西 他该死 他该死 凤副理一言不发 耳边是苏氏喋喋不休的大笑谩骂 歇斯底里 他该死 该死 他是妖孽 是妖孽 顺帝为太子时 那苏氏月真为良帝 顺帝即位三年 周王生母沈皇后轰 做苏氏为后 任后卫十余载 半生风华尊荣 一朝落魄 封止 编制 此后 再无宣明皇后 大梁后宫 国师为尊 入明时分 昏昏暗暗的天牢里 明火冷媚 寒气刺骨 他将身上的雕龙披风拢了拢 天牢的守卫见来人 连忙行礼 见过国师大人 萧景寺汉手 疏离有礼 可否退到天牢之外 这位国师大人 看着不似传闻中凶狠毒辣 倒似是话中走出来的人儿 不识烟火似的 侍卫长连忙道 我不等这边退下 大人有何吩咐 换一声便是 萧景寺点头 带着紫香 缓步进了阴寒的天牢内 苏木慈便站在最里间的铁牢中 阶下之囚 一身狼狈 他走进铁门 脚下的镣铐链撞击摩擦 发出刺耳的声音 萧景寺看着他 想通了吗 牢中静谜 他的声音 有些许模糊的回音 越发显得清冷 苏木慈冷笑出声 哼 我有得选吗 苏氏一族 竟要被满门抄斩 除了祥 他还能有什么选择 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还没开始 便血本无归 苏木慈宁谋 浊浊对视 眼前的女子总是这般 无波无澜 好似洞悉了一切 你若从一开始 便量力而为 将那朱子蓉给我 我萧景寺必会以德报德 让你苏家明哲保身 可你却痴心妄想 兵行险招 如今落得得不偿失 他眼里一望圆月 静而明亮 轻轻悠悠的嗓音 停顿了虚语 苏姑娘 不是我没有给你选择 是你选错了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 苏木慈痴笑一声 目光如炬 灼灼逼人 那又如何 即便我同国师 带人你一般 能预知今日后果 我也定要与你一争 输了便输了 即便落得一败涂地 至少也要他处于 寄一回我苏木慈的名字 清零零的嗓音 缓缓而到 冥顽不灵 萧景寺安之若素 语调不吉不徐 而且 愚蠢至极 苏木慈怒目而逝 谋光火星四溅 用你苏家一百七十三条人命 和百年昌盛来证明你的痴心妄想 愚不可及 他淡淡眉眼 没有浓墨重彩 似涓涓流水 波澜不惊地望着铁牢中愤怒不已的女子 不紧不慢地道 你以为楚渔会记下你的名字吗 他只会记得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女子 如此愚不可及 苏木慈压自欲裂 你 萧景寺无关痛痒般的口吻 打断了他即将出口的暴怒 你以为世人会送养你苏氏木慈 敢爱敢恨飞蛾扑火吗 后人只会茶余饭后耻笑你苏家 不忠不义 谋逆造反 唾骂你苏木慈 无效不理 不知廉耻 这一番话 不痛不痒的口吻 明明心平气和 却字字朱击 像一根根尖锐的刺 全束扎进苏木慈的五脏六腑 屈辱 不堪 还有他萧景寺与生俱来世的居高临下 苏木慈几欲疯狂 他咆哮怒骂 你与我有什么区别 你又高尚的到哪里去 你还不是为了处于居心叵测 无所不作 甚至杀人如麻 草奸人命 何必摆出这样一副高人一等的嘴脸 第萧景寺若会慈悲为怀 怎会诛杀我苏家上下173条人命 我不慈悲为怀 只是有仇必报 即便是上一世的仇 也要连本带息 他走近 隔着铁蓝 眸色清朗 淡淡屁腻 知道我与你有什么不同吗 我居心叵测也好 草奸人命也罢 处于他纵我容我 那我的所作所为 便不同你一样是妄念 是奢求 身为女子 你可以不足够聪颖 只是 要有自知之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第173集 自知之明 那时他钟爱了 那么多年的人 连性命和尊严 都可以不要 卑微地在这场 风月情节里 求一线生机 哪里比得他 萧锦四得尽天下的骄傲 因为有处于偏爱 所以高高在上是吗 苏木茨抓着铁牢 手上的铁铐撞击的刺耳 他歇斯底里地嘶吼 凭什么你可以 凭什么他要做你 揉你 分明是我 是我先钟情于他 萧锦四处眉 曾他还是没有自知之明 他耐着性子 神色却凉薄至极 我与你不同 你苏木茨 入不了他的眼 是啊 入不了他的眼 楚瑜从来不会换他名字 不会记得他的模样 甚至不会看他一眼 苏木茨贪坐在地 痴痴地笑 自嘲自讽一般 耳边 有女子悠扬悦耳的嗓音 说吧 东西在哪 苏木茨一言不发 好似未闻 他入着天牢的第一日 大理寺卿便来替萧锦四传过话 只有一句 开门见山 眼瞼一该 是要苏家满门抄斩 还是将子戎拱手相让 萧锦四让大理寺青来传话 便是想让他识时误 告诉他 这大理寺 甚至这大梁 是谁在做主 苏木茨咬紧唇 张张嘴 却一个字都发不出声音 他不甘心 好不甘心 我说过 我只来见你一次 话落 萧锦四起身 他若不开口 苏家那一百七十三条人命 必死无疑 苏木茨急急唤道 等等 萧锦四回头 耐心极好 安静地等着他束手投降 两久 苏木茨取下发剑的唯一玉针 拿着这根簪子 去城郊西村最北的一户人家 你要的东西 便在那对夫妇手里 他们见到这根簪子 自然会将东西给你 萧锦四接过玉簪 在手中把玩 不言不语 难以揣夺 少请转身而去 身后 苏木茨开口 希望你说话算话 你若是诈我 击我 便是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 萧锦四玩耳 回眸相识 一个败落的苏家 我还容得下 苏木茨默得正住 已是夜幕星河 仍有马车出宫 何人出宫 驾马的紫衣女子道 星月殿 守宫门的守卫定睛一看 立马单膝行礼 属下参见国师大人 马车中 只传来空灵悦耳的一个字 让 守门侍卫大喊 开宫门 马提哒哒 驶出了宫门 侍卫长瞧着远处的马车 出神了好一会儿 今夜好生守着 待国师大人回来 切记小心 万不可怠慢 守门的几个侍卫 皆郑重其事的点头 如今皇帝昏迷 这大梁宫里 国师大人当家做主 远处数百米 马踏飞雪 骤然起风 月色黯然 忽耳剑引划破了黑沉沉的夜缆 马声长啸 前提猛地高高抬起 骤停前倾 车身狠狠地一震 又是一声马啸 武夕用力地拉住缰绳 冷然抬眸 是何人等路 只见屋檐高处 十几个黑衣男子飞身而下 落在了马车前方 进庄裹身 揭持刀枪剑挤 来势汹汹 来者不善 最前头的男人 剑指马车 要你命的人 哼 这群无知狂妄的小辈 找死是吧 紫香直接把剑 不予多说 鼓戏手另一侧 后主子发令 萧景寺掀开车帘 只道了一句 废后苏氏派你们来的 领头之人脸色稍扁 眸中一丝惊讶 验过无痕般 立马便又恢复如常 冷眼缩拾 带我等取得你性命 你有话留着到地下去问言 那领头的人话还没说完 一道稚嫩的声音插进来 他们是 我不是 那奶声奶气的声音顿了一下 又道 我是一个嗓音很尖很难听的老头派来的 萧景寺宁谋望去 只见黑衣进装刺客之后 有人影立着 不过半人高 一身黑漆漆的袍子 极其不合身 抱着一把与他一般高的剑 背着个黑布包袱 紫香定睛一看 嘴角一抽 主子 是夏桥桥 这丝 他的皇帝金主半个身子都躺进棺材了 他还在为一袋干粮奔波 脑袋有坑吧 萧景寺问 你想和他们一起杀我 夏桥桥在思考 认真的思考 萧景寺便又道 若是如此 我的向上人头换来的干粮 你便要同这么多人一起分了 一听到要一起分干粮 夏桥桥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当即立断 我决定了 我不要和你们一起 就在方才 夏桥桥趴在屋檐上 说马车里是他的目标 刺客甲就说了 小弟弟 同道中人呢 夏桥桥当时就瞥了一眼 说 我只要人头 不要尸体 七八岁的孩子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还有这眼神 这么阴沉沉的 是孩子该有的吗 领头之人当下便道 这家伙是个痴儿 无用理会 速战速决 冷风刮面 那痴儿一顺功夫 身影就挡在了马车前面 好厉害的脚下功夫 那稚嫩的孩童老气横秋的 没有半点孩子的神色 我说了 不和你们分干粮 他直指萧锦四 这个女人 是我的货 萧锦四三人无语凝噎 那领头刺客眼见对方是孩童 并未放在眼里 当路者 杀无声 煞时 十几个人围勇而上 兵刃直指 锋利的刃 几乎快要触手可及 下瞧瞧缓缓拔剑 方出窍 急风一闪 剑影掠过 竟快地让人眼花缭乱 这小孩的剑 好快 脚下如燕 看不清他飞缩的人影 他善远攻 又急速如风 以剑气划破对方命门 一番厮杀下来 剑上竟一滴血也没沾 萧锦四观望审视了许久 这般杀人的路数 可曾见过 见所未见 武夕盯着看了很久 眼睛都没眨 没有招式 全凭速度 这般速度 便是主子也不急 这速度 子香不由地折舌 不是人 何况对方还只是个孩子 这一身功夫 没有几十年实践 如何能做到这样收放自如 这孩子才七八岁的样子 难不成在娘胎里就实战过了 子香敢肯定 这个孩子很可疑 有古怪 你们觉得 对上他 我有几分胜算 自家主子 一贯都是稳操胜卷 极少如此心中无数 子香思寸一番 估摸着 六分 古希顿了一下 五分 主子善静宫 善巧丽 那夏桥就善远宫 清宫极好 二人都招数极快 孰胜孰付 很难定论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74集 少请 萧锦丝却道 我觉得只有四分 远攻速战速决 而他 进攻至之死地 体力便是他最大的弱点 比之下桥就身轻如燕 他自愧不如 紫香与古希二人 一心中有数 那香 十几个刺客已全数倒地 没有半点挣扎 了无声息 夏桥就擦了擦他的剑 看向萧锦丝 萧锦丝忽而浅笑 道 既如此 公旗 不如收之 紫香一知半解 主子打算如何 主子与夏桥桥 若真要拼个你死我活 定会两败俱伤 洞粗食属下策 那么 我有很多鱼竿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 萧锦丝看着夏桥桥 寻寻善诱 以后你听我拆遣 我给你好多好多鱼 夏桥桥犹豫了 就一下 杀一个人 一大 萧锦丝笑着点头 他就站到了他的身侧去了 这江湖第一杀手 就是为了个鱼竿腥风血雨的孩子 也终究还是个孩子 好骗哪 月夜昏尘 青南王府烛火通明 金华方从王府外回来 并瞧见自家世子爷站在外头 裹着湖球吹着冷风 翘首以盼 金华赶紧上前 世子爷 楚玉急急急问道 阿饶回来了吗 感情这么晚不睡觉 是在等国师大人啊 刚回了宫中 他去哪了 有没有受伤 阿饶本说 只是去大理寺天牢一趟 却迟迟不见回来 楚玉便心急如焚了 反正只要一时半会儿 见不到阿饶 他便心惊胆战的 十分害怕有刁民 害他家阿饶 金华一五一十地如实告知 国师大人去了天牢 见了苏三姑娘之后 便带了紫香古兮二人 直接出了宫 驾车去了城郊西村 四时去取何物 去时徒遇刺客 国师大人倒是没有受伤 大抵已经快回南宫门了 只不过 说到此处 金华狐疑顿住 楚玉耐心十分不好 索性手中没有杯子 倒没砸人 怒急败坏得好 再吞吐 把你舌头 金华便不再吞吐 只不过国师大人在路上 捡了个七八岁的孩童回宫 楚玉一听 眉头狠狠一簇 是公还是母 所以说 这才是世子爷的关注点 那么 问题来了 金华道 是男童 楚玉好严肃的样子 如临大敌 他长得有本世子好看吗 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啊 金华实话实说 自然是不比世子爷俊美 他哪知道那孩子长得如何 不过 要单论长相 世子爷确实难有敌手 世子爷听闻对方没他美 稍稍地放心了一点点 确查清楚 是哪知不知死活的人类 居然袭击我家饶 补充道 本王绝不轻饶 这口吻 是要见血了 是 金华抬头 世子爷便不见踪影 毫无疑问 自然是去了星月殿 国师大人身边多了一只公的 世子爷会有危机感的 少请 长山世子便驾临了星月殿 主子 长山世子来了 紫香总觉得后背阴冷 殿中 萧景寺坐在桌旁 一侧 做了个七八岁的男孩 正低着头 专注地吃着碗里的食物 楚玉忧愿地看着萧景寺 安生 他是谁啊 不带他解释 楚玉愤愤不平 死死盯着那人 那是给杏花的鱼 他怎么可以吃啊 阿饶居然把给杏花 当夜食的鱼 给了旁的野男人 阿饶有了新欢 便不会再宠杏花了 有了这个想法 楚玉万念俱灰 气得知咳嗽 你是哪里来的野男人 不准吃杏花的鱼 鱼和阿饶 都是他楚玉和杏花的 夏乔乔一口喝光了鱼汤 这才抬谋 楚玉神色骤然冷凝 不是人 他立马走过去 将萧景寺护在身后 目光中似有灼灼的焰火 你是何妨有你 歇进我家阿饶有何目的 夏乔乔不吭声 继续吃碗底的鱼 心无旁骛的 楚玉恼火 正想要把这只野妖精 剥了皮抽了金 萧景寺拉了拉他的衣角 怎么了 楚玉拉着他走到旁边 一边拿眼提防着吃鱼的孩童 一边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这个野男人 他吃杏花的鱼 还赖在你这儿不走 实属居心不良 而且 阿饶 总有妖精鬼最想害你 你不要被他们骗了 这世上除了我 别的雄性接近 你都是不爱好意 阿饶 你千万不要和那些 低等物种为伍 特别是雄性 我会很担心的 萧景寺一知半解 不大明白 紫香和古希觉得 野男人还不至于吧 人家才多大 金华觉得 低等物种 连他都看不出来修为 看不出来物种的妖 哪里低等了 不过 这气息 这神色和土纳 绝非人类孩童 定是妖族 妖精鬼祟 这间低等物种 兼野男人夏乔乔 突然问 这个鱼片还有吗 楚玉瞪他 不给你吃 那是我阿饶 你杏花的夜食 一副立马要扑上去 打夏乔乔的样子 誓死忽食便罢了 如今还帮着杏花忽食 萧景寺拉着楚玉 进了寝殿 用手指扶了扶 楚玉紧促的眉头 轻声安抚 你怎么了 楚玉闷闷不乐 你为什么要捡他回来 萧景寺耐心地解释 他功夫极好 而且能为我所用 这个理由楚玉不接受 他反驳 我功夫也好 阿饶 我给你用 他虽没了那单 拳脚功夫也是极好的 迫不得已的话 强行拧个妖法也死不了 反正 他不愿意阿饶 用旁的野妖精 一点都不愿意 楚玉这般固执 萧景寺有些无可奈何 你身子不好 我怕你受伤 他牵着楚玉的手坐下 醋眉 手怎么这么凉 冷不冷 又摸了摸楚玉的脸 冰凉冰凉的 萧景寺有些担心他 起身去添了不少炭火 楚玉点头说冷 萧景寺便抱着他 一起握在小榻上 抓着他的手给他无暖 他还是有点愁眉不眨 他是男的 我不喜欢你身边有别的男的 还有那个古希 他不喜欢那些雄性 围着他家阿饶打转 萧景寺奄然浅笑 不过是个孩童 莫要与他动怒 而且他们与你都不同 不需要比较 也不需要计较 你比他们都重要 一番话 楚玉立马眼气息鼓了 心神荡漾有点飘 阿饶说他最重要呢 萧景寺将楚玉的手贴在脸颊 还冷吗 楚玉立马点头 你抱我就不冷了 他扶着他的手 爱不释手 萧景寺心疼他 便半跪在榻上 将楚玉整个抱住 他在他怀里蹭 柔 嗯 楚玉抬起眼 流光一彩的 你喜欢孩童 不然 怎捡了个孩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野驾到 束手就请 作者 顾南希 雕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75集 萧景寺想了想 嗯 还好 楚玉抱着他的腰 将下巴隔在他肩上 轻声细语 你要是喜欢 将来我们就多生几个 要是不喜欢 就生一个 不过 要是一不小心一窝生了很多 阿饶又不喜欢的话 他就都扔去北营 不然 扔给楚木带 不能碍着阿饶的眼 嗯 就这么干 萧景寺点头 顺其自然便好 说到生宝宝 楚玉就每每都很忧郁 很没底气 阿饶 要是将来我们生的孩子 和我们长得不一样 你也不要嫌弃他们 他本来就是半妖 阿饶是人类 生出的宝宝 可能是人 可能是妖 也可能是半人半妖 阿饶要是嫌弃 他生不出来人怎么办 他真的好担心啊 萧景寺哑然失笑 不会的 楚玉还是很不放心 长成杏花那样 也不会嫌弃吗 杏花很好看啊 楚玉瞬间被带偏 听到阿饶夸他 便杏花怒放荡漾的不得了 那是当然 杏花是最好看的品种 最金贵的猫族 白灵猫族在北营 本就是最尊贵 最貌美的族群 他又是生得绝顶好的 阿饶喜欢他 也是不无道理的 想到杏花 楚玉又洋洋不乐了 阿饶 为什么你那么喜欢杏花 他抬眼看他 明眸好齿 顾盼玩耳 因为他的毛子 和你很像 嗓音柔软 像猫儿的尾巴 在心口挠似的 又酥又痒 楚玉欢欢喜喜 眼眸中似应了一坛清泉 微微样开了一丝 极淡的蓝色 在萧景寺井窝里拱了拱 阿饶 那你是喜欢我多 还是喜欢杏花的吗 他思索之后 在他耳边说 爱屋极屋 我喜欢杏花 兴许是如此 爱屋极屋 三言两语 便让楚玉的心都化了 甜丝丝的 他想 世俗传唱的戏本 果然没有骗他 风月里的甜言蜜语 都是染了毒的 会叫人上瘾 楚玉眉开眼笑 捧着萧景寺的脸 唇贴着他的唇角 阿饶 啄了几下 又意犹未尽 开始甜吻 萧景寺仰着头 一动不动 十分顺从地任由 楚玉亲你撕磨 亲着亲着 楚玉便不满足 用牙齿轻轻咬他 探出舌头纠缠 耳边听着 阿饶轻喘的声音 越发让楚玉心援一马 他怕动了情 会原形毕露 便罢了 萧景寺羞的埋头 趴在楚玉肩上 他倾笑出声 又亲了亲 萧景寺 盈盈秋水的眸 阿饶 嗯 声音微哑 萧景寺闭着眼 软软地靠着楚玉 楚玉拂过他的脸 叮嘱 我还是觉得 外面那个家伙 对你不怀好意 你千万要离他远点 好 楚玉魔光微脸 有一项没一下地 啄着他的唇 似若有所思 待阿饶睡了 楚玉才出店 唤了一声精华 世子爷 楚玉走到 离寝殿远些的回廊 压低声音 那个雄性 不是人类 你去查清楚 精华领命 试问 爷可看出 他是什么物种啊 爷没有内丹 若是看不出来的 必就是妖法高深的大妖 楚玉宁谋 他的内丹被封印了 愿然无依 精华大惊 这只妖 来路绝不简单 妖族的内丹 若被封印 唯有两种可能 遭遇极强大的反噬 以及被更强大的妖封印 不管是哪种可能 此妖 都不是寻常妖族 精华思量良久 问他家主子 世子爷对那只野妖 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只妖 许是因封印了 变成七八岁的样子 模样是瞧不出来 那土纳的气息 精华总觉得有点熟悉 处于毫不在意 没有 好吧 妖王大人对 楚国师大人以外的 闲杂人等 闲杂妖等 都不放在眼里 过目就忘 精华伤神 最近来 人族的大妖 似乎有点多呀 北营低等族群 与兽类无异 占半数有余 次之可修得人形 与常人无异 存于数百年 修成大妖者 功法精诀 可换人形 可施丹血 可弹指杀法 天赋异禀者 可挪星辰 可纵时空 可渡身还 可欲卫尸 刀枪毒火不入 不死不灭 北营千千万万年 天赋异禀者 唯有妖王大人 妖法绝拙 善用上古禁术的大妖 也不过寥寥几人 京华是哲尔兔族 世世代代辅佐 白灵猫族 在北营 也算是妖中贵族 事已 五十多岁时 便修成了大妖 妖族好斗 野性难逊 在北营 像她这么忠心耿耿的大妖 已经不多了 楚玉用猫族赋语 唤了一声 小灰立马从屋檐上 跳了下来 是一只灰溜溜的猫 近来在星月殿屋顶当差 吃的喝的都是御膳房的精品 身体肥壮了不少 不似萧锦斯刚抱回来时那般瘦弱 楚玉命令 那个雄像 给本王看见了 喵 小妖遵旨 此日 国师大人于金鸾殿 召告圣旨 念国舅府 辅国有功 苏国舅乃三国元老 特赦免苏氏一族死罪 三日后 举家流放边关 罪臣之子苏云廷 收兵消绝 永驻边关 若无赵令 永不得入梁都 苏氏宣明废后 遣送护国寺 为帝祈福 满朝大臣哗然 说杀便杀 说赦便赦 国师大人好生喜怒无常 事业 毫无星子 月色被云覆盖 淹湿的地牢昏昏暗暗 忽而 有凛冽的夜风卷入 吹着石壁上的竹台 摇摇晃晃 星火晃动 你甘心吗 女子的声音 毫无预兆地响起 似从上空飘来 竟有几分鬼魅 苏木慈抱着双膝 买手趴扶 猛地惊醒 抬头 谁 不知何时 铁牢门口立了一个人影 一身墨绿的裙 白纱覆灭 昏暗不明的烛火被光打下 只隐隐约约能看清那女子的身影 鲜洗恶诺 你是何人 助女之人 苏木慈紧紧凝视女子的眼 你为何助我 女子侧身 面纱下 眼角有赤红色的朱砂质 若隐若现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敌人 少请 天牢外有异动 风卷明火 什么人 侍卫刚转身 喉咙便被扼住 她张嘴 却发不出一点声音 瞳孔皱缩 满目惊惧 眼底映出那人的红唇 吐出细长的蛇信 阳唇一笑 力齿尖尖 猝然俯身 男人睁着眼 眼珠冲血 不停抽搐 片刻便一动不动了 倒在地上 搏梗上两个深深的洞 却流不出一滴血 失手迅速变成了乌黑色 月夜洒下 昏昏沉沉 女子伸出长蛇 舔了舔唇边的血 墨绿色的毛 缓缓染成了墨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野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有沈涅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76集 红明 红衣女子从暗处而来 主上 人可备好了 已经在地牢里 红明迟疑 主上 琉璃宫的工人 遇见减少 恐怕会惹人生意 那便去把 新月殿的人捉来 女子扬唇似笑 媚眼妖邪 这宫中最不缺的 便是活人 和死人 事宜 她换了张脸 隐匿宫中 女子转身 先去面纱 五官扭曲变幻 片刻 眼瞼下的赤红泪 至隐而不见 绝艳妖媚的容貌 幻化成了 另一副模样 正是琉璃宫太妃 陈氏 红明起身 周身蕴开赤色的薄烟 带烟散去 草丛里一条赤练蛇 吐出了蛇信子 北营野石有记 上古剑术 识人血修行 可怜妖气 可助容颜 可弹指杀戮 当夜 文定太后沈氏重病 太医院等皆无药对症 太医束手无策 携沈右相一同前往新月殿 特求国师大人 准许最臣之女苏穆慈 为太后就诊 国师大人赞允苏家三女穆慈 前往华阳宫 替太后诊治 后夜 沈太后病情方有好转 次日 华阳宫的宜阳郡主灵芝 便携礼前来新月殿道谢 国师大人 灵芝欲言又止 似是不大好开口 萧锦寺浅浊了一杯 递给灵芝 这清酒刚酿好 不亦醉人 郡主要不要浅浊几杯 灵芝点头 接过酒斩 浅尝了一口 品的酒水并不算烈 便一口饮尽了 酒一上联 片刻染了几分飞涩 这才到 灵芝此番前来 除了替黄祖母 聊表谢意 还有一事相求 萧锦寺晃了晃手中的酒杯 是为了太后的病 国师大人当真是聪明人 灵芝便也不扭泥迂回 黄祖母这恶极 着实古怪 毫无征兆地便病倒了 昨夜高烧凶险 幸有苏姑娘诊治 这身子才暂时好了些 只是黄祖母 仍是奄奄昏顺 苏家姑娘严明 此病非一时半会儿能根治 事已 灵芝造此 特前来求国师大人 允苏姑娘暂留良度 等黄祖母痊愈 再让其流放边关 见萧锦寺沉默 灵芝面露难色 是灵芝冒昧了 毕竟 这苏木慈乃是戴罪之身 流放的圣旨以下 如今再收回成名 确实是抢人所难了 萧锦寺放下酒杯 懒懒地靠在椅背 火若不允 只怕明日早朝 百官霸出国师的弹劾奏章 便能堆满整个御书房了 而且 她笑了笑 稍显无奈 只怕过不得多长时间 这大梁的臣民又该说 本国师霍乱朝纲 为正不仁了 确实如此 她一个年轻女子 堪当一国大人 如今已是万人之上 天下对着国师设政的局面 颇有非议 灵芝心生歉意 让国师大人为难了 她起身 扶了一礼 便于告退 萧锦寺轻声唤住她 她留下也不足为惧 我既敢留她苏家一条生路 自然也不怕 她再翻起什么风浪 留下也无妨 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倒也放心几分 灵芝谢国师大人恩典 萧锦寺示意她无须夺理 郡主 我有一事相问 国师大人请说 昨天夜里 沈太后突然染恶疾之前 可曾见过什么人 或者用过什么膳食 想来国师大人是有所怀疑 灵芝细细回忆 黄祖母的膳食一贯是由我亲自安排 也会有华阳宫里的掌势摸摸试吃 倒也与往日并无不同 不过生时 陈太妻来过华阳宫 与皇祖母画了片刻家常 其他便无异常了 萧锦寺默然 戳了一口清酒 又给灵芝蒸了一杯 可是有什么不妥 萧锦寺摇头 笑笑不语 灵芝便也不再多言 将那清酒饮下 淡淡花香流于唇齿 味道极好 约门一盏茶的功夫 灵芝便请辞告退 紫香将她送出了新月殿 不大放心 主子 嗯 我看灵芝郡主脚下虚服 怕是清酒的后劲起了 郡主不胜酒力 像是醉了几分 只饮了两杯便熏了 也忒不胜酒力了 萧锦寺哑然失笑 我倒是忘了 灵芝酒量前 一杯便倒 紫香眼角抽了抽 那方才饮了两杯 岂不是走不到华阳宫了 我还上宫人去瞧瞧 别醉在了半道上了 岂只是走不到华阳宫 才刚出了新月殿百步的距离 灵芝便脚步虚服 猎切着摇摇欲坠 身子一跌便要往雪地里栽 有灰影从屋檐上飞下 一只大手顾住了 灵芝鲜鲜的腰肢 好细 好软 小灰还是头次碰着 人类女人的腰 好生好奇 这般柔软鲜细的腰肢 不会走着走着便折断了吗 灵芝愣了愣神 许久才扭头看去 醉眼迷离的 眨了几下眼 突然眉开眼笑 是你啊 小灰将士 小灰把她的身子扶正 刚松开她的腰 她就亮亮呛呛地站不稳 小灰只得拽住她的胳膊 一脸僵冷的样子 纠正她的称呼 我叫灰猫 不叫小灰将士 小灰将士 小灰无力跟一个人类女人讲道理 更何况 是一个神志 看起来不清明的人类女人 小灰将士 灵芝试图站稳 还试图去把小灰扶稳 摇头晃脑地说 小灰将士 你别动 她不叫小灰将士 不过也乖乖地没动 酒一上头 灵芝脸红得厉害 眸光像水洗了似的 水淋淋亮晶晶的 我晕得很 看见两个你了 她抬手 端住小灰的脸 用手掌拍了拍 嘟着嘴咕嚕 你别晃 小灰表示 她没有动 更没有晃 人类好愚蠢 好无知的样子 你喝了酒 小灰扯开她放肆的手 继续面无表情 灵芝不好意思地伸出手 比了个小纸盖 就浅着了一点点 身子摇摇晃晃的 小灰将士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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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灰凑过去 你想坐肾 她一脸痛苦 我想 哭 然后头一歪 哇的一声 一口惠物吐在了小灰胸前 小灰僵硬 拳头握紧 她好想用爪子挠这个人类 灵芝却头一栽 吐完就撞在了她的胸口 睡着了 才打了两回照面 她便吐了她两回 小灰死死地拧着眉头 闲雾地屏住呼吸 把买手靠在自己胸前的女子脑袋推开 再用两根手指抓起女子的长袖 异常小心地把胸前的惠物擦掉 然后撕了一声 直接撕在女子那块沾了惠物的裙板 将她打横抱起 飞到了屋檐上 嘴里念叨着 麻烦的人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彦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演播 第177集 三日后 苏氏一族流放边关 苏家府邸被封 旧食堂上梁上宴 飞入寻常百姓家 国舅府苏家 昌盛繁荣了百年 一朝没落 这大量的百年外戚 已载入史册 最后寥寥一笔 惨壮收场 先前 国师大人有令 遣送苏氏宣明废后 去往护国寺位帝祈福 事业 玉林军领国师之命 入冷宫 遣苏氏前皇后出宫 有时 钟嬷嬷在殿外唤道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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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唤了几声 屋中却未有任何回应 寂静得慎人 钟嬷嬷凑近几分 又说道 娘娘 时辰不早了 纪统领已经在殿外了 该动身去护国寺了 殿中 仍未有回应 毫无声响 娘娘 娘娘 无人开门 钟嬷嬷瞧了瞧 殿外后着的玉林军 无法 只得擅自推门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绣花鞋 还有女子的裙摆 钟嬷嬷抬头 瞳孔俱缩 啊 啊 玉林军闻声闯入 只见横梁之上 三尺白铃 挂着女子已经发白的尸体 纪统领当下便道 去新月殿和太子府传话 是 一刻钟后 奉天殿前的丧龙钟响 两声钟响 联名三次 乃地后轰 东宫太子府外 钟声缭绕 有宫人跌跌撞撞的跑来 嘴里大呼大喊 太子殿下 奉府里神色直白 是太后还是 宫人双膝跪地 太子殿下 是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她没了 有时两刻 添加各位王爷入宫 皆一白单一 白则不惯 宫中白铃高挂 毕竟苏氏曾是皇后 这死后礼 国师大人便远了苏氏皇后体面 私药坊与太医院 接奉旨前去冷宫入检查看 并无异常 直到苏氏是白铃自尽 有时三刻 太子入冷宫行丧葬之礼 太子殿下驾到 冷宫外 东宫太子和太子妃 以及竹安公主一同而入 这冷宫 从来不曾这般车水马龙 太医院院守江大人 连忙上前恭迎 下官参见太子殿下 凤府里满身封尘 双眼红肿道 江大人请起 随即入内 双膝跪在关前 痛哭流涕 母后 太子妃 肖浮尘 与竹安公主 溢在一旁啼哭 叫人闻者悲痛 江大人也面露哀痛 太子殿下请极爱 终归是太子 不宜有失礼仪 凤府里擦了擦脸 起身 神色已稍稍恢复如常 江大人 请让武座过来给母后院士 太医院和私药防疫干人等听了 皆震惊不已 江大人上前 殿下 武等已经检查过娘娘凤体 并无中毒他杀的痕迹 况且 皇后娘娘凤体尊贵 万万不可让武座开赴掩尸 请殿下三思而行 凤府里态度坚决 无由分说 本宫不信母后会自愿命丧三尺白领 另有贼人驾害 只有找出真凶 才能告慰母后妄历 江大人切莫再劝了 本宫要给母后一个明白 江大人也不敢忤逆 下官领旨 随即去大理寺传了武座 并差人去星月殿请示 这国师大人不点头 武座大人只怕也不敢在苏氏身上动刀子 虚实一刻 国师大人特允了大理寺武座验尸 并将废后苏氏移至凤妻宫 以皇后之礼布了灵堂 此番是给足了东宫体面 夜里阴寒 似是也知晓了有人离世 月色很是荒芜 还为萧蓉的积雪被风卷着飞舞 浮起了一片冰陵 整个大梁宫里白愁遍布 除了例行巡逻的士兵 九曲回廊各个小道上皆无路人 然 南宫门前百米 有人影晃动 孤身一人摇摇欲坠 一身笑衣 白灵缠发 是竹安公主 公主殿下 守门的侍卫上前来见礼 凤冠岚好似炙弱网文 摇晃着身子走去宫门右侧的暗处 怕失魂落魄一般 寻寻觅觅 果然 亲南王府的马车停在那处 金华也在 他等在那里 凤冠岚知道 他每天夜里都会等在那里 却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来寻他 要对他说什么 做什么 他看着他 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 便红了眼 安安静静地流眼泪 风干了泪痕 花了他的妆容 狼狈不堪 金华走近 换了句 公主 他倒从未这般语气柔和地 同他说话 凤冠岚抬起头 泪从眼角滑出 念着他的名字 金华 他穿的单薄 白色的笑衣甲 他身体颤抖得厉害 脸色纸白 唇色被冻得发紫 金华解消了自己的披风 搭在他肩上 系紧了袋子 沉默了许久才说 夜里冷 回去吧 他一贯稳重刻板惯了 不善同女人言语 也更加不会说出什么抚慰人的话来 凤冠岚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风里 用力地摇头 我不回去 风气功力 因为要保存母后的遗体 放了很多冰雪 那里更冷 金华看着他 一言不发 眼底冷硬的暗沉 稍显缓和 听得耳边女子抽抽叶叶的声音 絮絮叨叨地说 虽然我很讨厌他 讨厌他一辈子为了苏家 为了太子皇兄 为了权力 活得像个傀儡 我也讨厌他不择手段杀人如麻 实际连亲生女儿都可以利用 可是 眼眶通红 不断有滚烫的眼泪落下 他不眨眼 硬撑着不哭出声来 只是忍不住低声哽咽 可是 他是我的母亲 生我养我 纵我肆意妄为 叫我弟女礼仪 我知道 为了皇兄的大业 他不会留我 会让我去和亲 也会偷偷地哭一夜 然后提前替我打点好 去夏合的所有事情 他也会在夏合的 退婚书送来之后 去同太子皇兄说 说我无用 说我顽劣不堪 说我不识大体 不移入夏合后宫 省得坏了皇兄的大忌 精怀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王左稍稍挪动 挡住了他身后挂来的冷风 他轻声抽气 似有千言万语没说 耿住了喉 尖色地开口 我知道 母后终究是对我心软了 才会说出那样一番贬低 我的话来 前日 我去冷宫 我去冷宫看他 他还叮嘱我 日后没有他的庇护 没有国舅府的仪仗 不准我再刁满任性 不准我得罪空中的任何一位 他说 他说他要去护国寺 他该再也出不来 然后我必须忍气吞声 求得死吧 他抬起头 眼睛肿得厉害 金花 他身子缓缓地软下 坐在了地上 哭出了声 抓着金花的袖子 乌叶着 金花 我不后悲了 终究是没忍住 他失声痛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顾南希 由沈彦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演播 第178集 凤冠岚尊为帝女 自小被闯惯了 便养成了刁蛮无礼的性子 心地却是极好 剔透明朗 金花从未见过 他这般黯然神伤 身子僵了一下 缓缓蹲下 将哭得浑身颤抖的女子 抱进怀里 木讷地拍着他的肩 他不会哄人 就任怀里的女子痛哭流涕 眼泪鼻涕全数擦在他的身上 凉酒 他哭够了 坐在地上抽烟 金花突然说 对不起 凤冠岚抬起头 红着眼看他 你对不起什么 对不起 手机手地上的三尺白零 送了你母亲一程 金花沉默 什么都没说 两个时辰之前 他同世子爷一起入了冷宫的华陵院 废后苏氏的住处 苏氏见了他们惊慌地大喊 可惜 外面全是隐匿的楚家军 苏氏一个妇人 再怎么呼救 也是以卵计时 你 你要做什么 他惊恐地后退 楚玉站在暗处 挡下了一盏烛台 道 娶你姓名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求你 不 不要杀我 苏氏跪地 惶恐至极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投萧景寺作对了 求你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晚了 从他派出杀手去截杀萧景寺那时起 这账 便要还 东宫与萧景寺视同水火 肺后苏氏骄傲尊贵了半生 如今落得这般惨状 怎会罢休 留着 怕是麻烦 楚玉 屁腻着地上的女人 掩覆冰临 阿饶他不喜欢杀人 他不喜欢无端动粗 你不惹他 他也断不会滥杀 终究不过是将你 求到护国寺 留了你信 可是 我怎能给他留下后患 你既没了任何用处 死了 也省得我家阿饶再费心策划 苏氏瞳孔放大 缩在角落里颤礼 不 不要杀我 别杀我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求你放过我 我可以成全你死得体面一些 如果你不垂死挣扎的我 话落 魔光骤然一领 凝成一束深蓝的光影 苏氏猛的僵硬 对上那双蓝色的眸 神色渐渐涣散 妖族的射魂术 最适合惶恐混乱的人类 一眼便能锁魂 金华上前 递上了三尺白铃 一声响 门开 萧锦四抬头 楚玉 她坐在软榻上 啄了寝衣 寝殿里只长了一盏灯 映着她面容有些朦胧 楚玉皱了皱眉 怎还未睡下 走过去将她抱起来 放在床榻上 又替她盖好锦被 变了 手好了怎么办 将她的手放进被中 捂得严严实实 萧锦刺笑 又将手拿出来 抱住楚玉的脖子 我在等你 楚玉笑竹颜开 你怎知 我会来循阿扰你啊 怕她累着手 乖乖俯身凑近她 方才丧钟响 我便知道是你 你寄在宫中 自然会来看了我再走 笑意明朗 她温柔地看着她 楚玉灼了一下她的脸 我的阿扰真聪明 她趴在萧锦刺的踏旁 撑着脸看着她 忧心冲冲般 拧起了眉头 那阿扰应该也猜到了 是我 她将指尖落在楚玉眉心 轻轻地揉着 接了她的话 大理寺的舞作 我都处理好了 即便你留下什么痕迹 也断断不会被查出来 楚玉便知道 什么都逃不过她家阿扰的眼 只是未曾料到 她在替自己善后 阿扰 你不怪我吗 她摇头 楚玉握着她的手 放在了唇边亲了亲 我知晓 除了战场 你并不愿实施沾血的 不然 二十万戎平均 要换了大梁凤家的天 以阿扰的谋略 也非难事 她却并没有举兵起事 而是功心功绩 世事筹谋 她是不愿生灵涂炭 也不愿手染鲜血 阿扰她 有她的原则 绝不隐忍 也绝不滥杀 我确实不愿如此 她躺在锦绣浮花的锦背上 长发铺满枕巾 静谧的夜里 她嗓音轻忧 杀人不过弹指 我不想脏了手 也不愿那些人 那般痛快地便还完了债 只是 我有底线 楚玉 我的底线是你 楚玉愣了愣 正正地凝视 耳边是女子温柔轻生的低语 缠缠绕绕 若是你 动一回粗 脏一脏手也无妨 我什么都容你做 也什么都会为你做 她抬起头来 凑在楚玉耳边 咬了咬她的耳朵 咪咪清语 你若杀人 我 便替你毁尸灭迹 我的底线是你 你若杀人 我 便替你毁尸灭迹 楚玉抱住她的腰 任这般话红了眼 不想让她瞧见 她便埋头在她脖梗里蹭 阿饶 你放心 我才不会那么蠢地留下证据 她的阿饶 对她这般好 让她真恨不得把心都挖出来给她 萧锦四啊 不会慈悲为怀 只是看淡服侍 将她一人放在心肩上 甚至重于原则 重于血仇 楚玉撑起身子 凑过去重重地亲了一口 阿饶 我好喜欢 我好喜欢你 萧锦四勾住她的脖子 将唇贴在她唇上 木叶 在舌尖上 缓缓破晓 这叶 楚玉仍旧是塑在了 星月殿的偏殿里 次日 冷宫香谢院的沈贵妃拜帖 邀萧锦四对弈 其间 沈银桑到昨夜冷宫乱世 武作验出什么了吗 沈银桑落下一颗黑子 下子无悔 抬眼看萧锦四 他捏了一颗棋子 白玉银润 与他手指一般踢头 缓缓落在棋盘上 啪哒一声 白子便围住了黑子 三尺白铃 自寻短见 还能验出什么 沈银桑若有所思 思索了许久才下子 苏皇后骄傲刚强 并非是会寻短见之人 景四 是不是你 萧锦四不言 很快便又落下了一颗白子 沈银桑看着棋盘许久 手中的黑子也未曾落下 迟疑思寸 道 若不是你 那便是 楚玉二字还未出口 萧锦四便截断了他的话 是我 沈银桑惊恶 瞠目相识 你 该你下子了 沈银桑盯着棋盘许久 才将指尖的黑子落入棋盘 眉头微微皱起 如此看来 这棋局 快要收子了 萧锦四迅速地落下一白子 这才继续的 我杀人如麻 草菅人命惯了 他动手 亦或是楚玉动手 并无差别 不是吗 语气 当真薄揽不清 沈银桑失笑 你才不是那般草菅人命之人 是长山世子吧 他既遣送了苏氏去护国寺 想必是要给一条生不如死的活路 并没有理由斩草除根 倒是那长山世子 素来喜欢以暴之暴 萧锦四抬头 只说道 银桑 你又输了一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79集 沈银桑放下手里还未落下的黑词 摇头无奈 这棋我是如何也吓不过你的 几个月下来 竟是一盘都没赢过你 让石榴爷多传授你几日 假以失日 你定可与我不分伯仲 他玩笑似的话 惹得沈银桑脸颊通红 埋头收拾棋盘上的棋子 不与萧锦丝斗趣 收了笑意 萧锦丝撤下了棋盘 倒上两盏清茶 石榴爷果然没告诉你 沈银桑动作一顿 抬眼 何事 萧锦丝不疾不徐 缓缓到来 我听闻宝德说 明慧长公主 想将安阳郡主嫁入遗亲王府 你也应知晓 那许绍卿 钟情石榴爷多年 势必会轻力促成这一段姻缘 沈太后又及时 藤爱明慧长公主家 这一对双生花 也必定会成全 况且 石榴爷 也早到了婚配的年纪 遗亲王府 除了当年石榴爷 集贯那年 顺地送的几个女子 后宅也确实干净了点 那几个赏赐去王府的女子 也不过是摆设 梁都想嫁进遗亲王府 当女主人的 不在少数 其中 也数着安阳郡主 与石榴爷最为登对 怕是等太后身子好些了 等皇后丧葬一过 便会由太后出面赐婚 啪哒 萧锦丝方说完 沈银桑手里的棋子便掉了 滚到了地上 一张小脸白了几分 萧锦丝引查 寻思着什么 这等小道消息 因缘八卦 萧锦丝向来是不大关心的 只是左相大人洪宝德 平日里闲来无事 便会与各位大臣家的夫人姨太们 说一些规格里的小密文 多半也不是空穴来风 这石榴爷到了年纪 又生得风神俊朗 自会有桃花寻上门 银桑 你若喜欢 便自己去抢 抢不过也无大碍 石榴爷自会是护着你 只是 你若不抢 可有把握将来不会爆汗 沈银桑拧紧着绣眉 沉默了许久 井四 我有些怕 萧锦丝自然懂她在怕什么 她怕凤昭九被世人诟病 怕她一无所有之后 潦倒一世 也怕一时欢愉 惹来一生亡命 世俗谩骂纵然可怕 也好过天人永别 萧锦丝心平气和 却自自朱击 银桑 你死都不怕 还怕与 至爱之人苟活一世吗 沈银桑默地震住 许久 笑着摇头 萧锦四道 我们再下一盘吧 好 你让我三次 这时 院外传来声响 吵吵嚷嚷的 沈银桑问 何事喧哗 袁嬷嬷道 是偏院那个丰富 又开始胡言乱语了 扰了国师大人 与娘娘下棋的兴致 是老奴疏忽了 沈银桑脾性和善 无碍 将人带下去便是了 哪来的丰富 萧锦丝一边下棋一边问道 沈银桑摇头 不知是这冷宫哪个院里的人 疯了神 也毁了模样 想来也是可怜人 香谢院偏院里 那丰富仍旧是不安生 嚷嚷个不停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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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嬷嬷喝道 住嘴 那容貌已毁的妇人 立刻捂住嘴 四处张望 像是很害怕 紧紧地抓着偏院的门 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 蓝眼睛的妖精 是妖精 是妖精杀人了 那个女人死了 女人死了 杀人了 杀人了 那丰富嘴中 一直不停地念叨 疯疯癫癫的 袁嬷嬷诧异 这个疯女人在嘀嘀咕咕什么呢 院中另一位伺候的老嬷嬷道 谁知道 昨夜她又发了疯 不知跑去哪里 回来后就开始念叨个不停 封妇人抱着门 突然抬起头 看着高墙另一端 好看的男人 两个人 在那个院子里 她指了指那个院子 捂着嘴 神神秘秘地说 我可以成全你死得体面一些 如果你不垂死挣扎的话 口吻突然冷了 像是学着戏本里 丰富又念了一遍 我可以成全你死得体面一些 如果你不垂死挣扎的话 念完了 她尖叫 死了 死了 死了死了 吊死了 是个吊死鬼 女人癫狂地说说笑笑 袁嬷嬷瞧了瞧 她方才指的院子 竟是废后苏氏先前住过的冷宫院落 恐怕生事端 袁嬷嬷立即当 快把那个疯子锁进院子里 别让她出去闯了祸 省得连累我们贵妃娘娘 是 四个舞座连着宴了三日 开膛破肚 好生一番茶宴 仍旧是一无所获 纵使太子心有不甘 也再无办法 这尸体是断然不可能在宫中停放太久 只好脸尸盖棺 择日下葬 国师大人下旨 念皇后苏氏半军数载 特准下葬皇陵 以后妃之理行丧葬 御旨刚下 晋王府上便来了访客 既已是废后 又何须葬于皇陵 说话之人 正是凤玉清的泰山大人 侧妃谢氏的父亲 私情都督谢道生 凤玉清端着茶杯 用茶盖拂了拂茶面上的嫩芽 戳了一口 毕后之理 入练皇陵 依照国力 太子徐亲自守灵三日 想必是那萧景寺 选我那太子皇兄太过清香 便请他去皇陵待上几日 谢都督想不通 这萧景寺又在谋划什么呢 他恐生变故 不敢大意 这时 灵宿进殿 禀道 王爷 平广王奉令 押训 附属国朝贡 明日便可抵达梁都 凤玉清清笑 眼里尽是玩味 兴致勃勃的 谢都督私存 难道萧景寺 是想调虎离山 凤玉清放下茶杯 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暗桌 兴许 请君入望也不一定 谢都督看向座上的晋王 总觉着 这位主子 每每说到宫里 那位国师大人 杀心没有 玩心更多 比不得以前 谋的是江山 是大局 怎自打的萧景寺 入了宫做了国师 王爷这心便 不怎么再夺敌上了 坐山观虎斗 当起了看戏的闲散王爷 这可真是不妙啊 谢都督忍不住 多了一句嘴 晋王殿家 您对那国师大人 好像 好像 谢大人是武官 不太会措辞 凤玉清接过他的话 我对他呀 想了 谢都督大惊 手一抖 一杯大红袍 泼在自个儿手上 烫得他面色发青 心中只有两个字 完了 王爷不战而败 完了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博目将近 人烟 网顶 正是昼夜交替时分 昏昏沉沉的 不见亮光 有隐隐的光线 可瞧见远处有明亮的火把 缓缓靠近 细看 有近百人马 护着十几辆车马走来 正是平广王 靳炳卫一行 押送朝贡物资回都 突然有人兴冲冲的喊 人来了 人来了 清华真想一脚把温伯侯踢出去 有这么打草惊蛇的吗 脱了温斯染的福 押送的进军立马警觉 围住了物资 靳炳卫喝道 什么人 此处是山路 关道两旁都是灌木 熙熙苏苏之后 隐匿在灌木之后的一拨人现身 不过十几个人 除了蒙了面 所有行事作风 竟都那般光明磊落似的 其中一个绿衣紧袍的男子 站出来 说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经典独白念完 他宣布身份 我们是盗匪 这绿衣紧袍的公子哥 可不就是温伯侯那伙 围个面筋 还非要选最骚包的粉色 瞧瞧 哪里像盗匪 跟玩过家家似的 劲炳卫拔剑 哪里来的鼠辈 还不速速滚开 那绿衣蒙面的公子哥 立刻回骂 你鼠辈 你全家都鼠辈 小爷我不管 就不管 偏要截了你的东西 这盗匪 好生不要脸 好大的胆子 天子脚下竟然敢打 皇家武姿的主意 还不速速让开 否则 不待他否则完 绿衣公子一旁的 白衣男子 道了一个字 瞧 阴色冰凉 男子只露出了一双眼 精致好看极了 一身白色的雕容 衬着他露出的手 白皙剔透 骨节分明 这伙盗贼 道个个都不简单 明目张胆 嚣张狂妄不说 还一声贵气 靳炳卫倒是想看看 是何方神圣 令下 给本王全部拿下 一时间两方人马对峙 刀刃相见 盗匪不过数十人 平广王府租租百来护卫 竟 竟不到一眨眼的功夫 几乎全部给放倒了 靳炳卫瞠目结舌 嗯 才到一个字 一把剑架在了靳炳卫咽喉 他甚至都没看清 男子是何时一只跟前 只见那双比女子 还要美上几分的手握着剑 一字一冷 东西留下 带着你的人 滚 风拂过 吹起男人蒙面的布 只见若隐若现的侧面轮廓 美得不可方物 此人 定不是一般贼匪 靳炳卫纹丝不动 只觉得脖子上的剑刃冰凉 他对上男子的眼 心生惶恐 你到底是什么人 旁边的绿衣公子哥 似乎听不下去了 一脚踢过来 你傻呀你 他指着苹果王的鼻子说 哪个抢劫都会自爆家门 再说 要让你知道了我们是谁 我们就杀你灭口 剑炳卫腿跟都有点打颤 白衣男子似乎没有耐心 只说了一个字 滚 靳炳卫微微后退 脖子离了那剑刃 只迟疑权衡了片刻 便转身撤了 这就滚了 温思染嗤之以鼻 真怂 还没有凤十七鹦鹉 在温伯侯眼里 大梁没有谁 能比仪华掌公主鹦鹉 只是 不管能怎么办 平广王府那群废物禁卫军 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靳炳卫留下也是找死啊 金华问 世子爷 接下来如何 把东西卸下 带走 这白衣男子 取下蒙面的黑布 正是清国清城 绝色美颜的 长山世子大人 温思染择了一声 做一番感叹状 只孙啊 你是不是跟萧景四学坏了 都开始打家结舍了 想想自家 只孙以前 种种世纪 啥时候干过 这等偷鸡摸狗的事情 哪一次不是光明磊落的 放火杀人 怎么 暴君从良了 跟着萧景四当宁臣了 楚玉说翻脸就翻脸 毫无征兆 不准你说他坏 温思染哼了一声 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就不止下问了 你想朝廷的物资做事 我家饶自有用处 所以啊 温思染高度总结 你是来替萧景四 打家结舍的 感情是给他女人卖命的 楚玉不知可否 那神色 理所当然的紧 温思染觉得自家侄孙 在萧景四跟前 那深入骨髓的奴性 已经没得救了 抱着手 有深意地调侃他 哎 他叫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不胜 还好 还剩一点骨气 温思染正欣慰着 又听见楚玉着重补充了一点 阿绕没说 是我自愿的 奴性真是根深蒂固了 没得救了 楚玉抬头 看了看那隐于云层的月 目光似墨玉 有盈盈的光泽 你既非要跟来 这里便留给你处理 我要去阿绕那里 欣欣欣念念着阿绕啊 温思染不乐意了 垂死挣扎 你家女人在宫里逍遥自在 我等在这天寒地洞里 给她打架结舍 莫了还要留我孤家寡人 在这里处理后事 你俩却去温香软玉 楚玉啊 你说这又是个什么礼 温思染试图 动之一礼 晓之一情 你可别太厚此薄笔 楚玉用稍微 有点嫌弃的眼神 冷冷地瞥了温思染一眼 温思染僵硬 别拿你和我家阿绕 相提并论 会折损了她的身份 温思染猝 这等为了女人 插长辈两刀的 前所未见 这般厚此薄笔 也是前无古人 温思染突发奇想 问楚玉 楚玉 要是你的阿绕 掉进一个池塘 我掉进另外一个池塘 想了想 觉得不太稳妥 她还是再加上几个 啊 你爹 十六十七 血王侄孙 还有金华 我们都掉进另一个池塘 而且我们都不会游泳 你去哪个池塘救人 楚玉给了她一个看白痴一般的眼神 温思染瞄懂了 又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这么多人 都不能和她相提并论 你们要有自知之明 温思染吐血身亡 楚玉懒得跟她胡扯 直接上马 要去宫里找她的阿绕 温思染站在原地思考 萧锦次到底给楚玉 灌了哪个品种的迷魂汤 这般奇笑 搞得她都想借鉴借鉴 给凤十七也灌点 好让她也到凤十七跟前 要舞扬威一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一百八十一集 夜兰 大凉宫中 星月殿里烛火未泯 乌鸦鸦的天际 毫无星子 四染了厚重的墨色 一片影沉沉的雾暗 墨色的天 忽而裂开了一朵 绚烂的烟花 盛世灼灼 此乡笑道 是楚世子发的讯号 萧锦寺已于窗旁 抬眸 眼底印尽一片 璀璨的流光溢彩 天冷得紧 你去多添些炭火 主子这是在等世子爷吧 世子爷都在 星月殿的偏殿里 留宿了好几个冬夜了 好在 入主子殿暖榻的 还是杏花 烟花僵冷 古稀从殿外而来 主子 方才平广王进宫面胜了 这会儿 怕是已经知晓了皇上的病情 紫香天火的动作一顿 那平广王爷 肯定会去取摄政诏书 嗯 以证国本 想来也是 平广王府 速来便忠于大量奉仕皇朝 狠得顺地宠信 事已才会携帝令诏书 以防外臣专权 如今华梁国师当道 晋炳卫 自然要拥立太子 以匡扶皇家血脉 既如此 古稀 传我的令 将平广王拿下 古稀遵令 更声响 二更天了 永延殿外 平广王府的侍卫 风尘仆仆 候在殿外 不到半盏茶的功夫 平广王进炳卫 便从殿中出来了 脚下聪促 神色慌芒 一出殿 一刻也不曾停留 快 立即回府 副将方行 立即随行 王爷 可是朝公勿资 被劫医时 皇上怪罪下来了 晋炳卫摇头 脸色凝重 这大梁 已经不是皇上做主了 方副将一头雾水 王爷 此话是何意 晋炳卫 加快了脚步 皇上并危多日 不省人事 如今乃是 国师大人 暂在朝折 当日派遣本王押运朝贡物资的圣旨 只怕不是圣上所下 圣旨不是圣上所下的话 方副将十分惊恶 竟有人支手遮天 如此胆大妄为 那是何人 假认圣旨 国师 肖副将其他人 方副将 方副将难以置信 他虽没见过那位国师大人 可曾听闻 那位女子才不过刚刚急急易载 不过是个足不出户的规格女子 魏平侯府早便垮了 又没了倚仗 到底哪来的能耐平步青云 做到与帝君比见的高位 晋禀卫刻不容缓 速索回府 是 王爷 平广王府一行十几人 火急火燎地赶出宫 奈何 方到南宫门 便被宫门的守卫拦下 何人出宫 几百守卫 皆持剑而立 严阵以待 方副将高声回道 平广王府 宫门守卫打灯照去 见平广王晋禀卫一身戎装 风尘仆仆 正沉着脸 面色凝重 守门侍卫立即见礼 属下参见平广王 晋禀卫急言立色 催促道 快 快开宫门 是 正当守门的侍卫长 开宫门放行时 有马蹄声游远即近 马上悬疑男子端坐 大喝一声 慢 敢在宫中肆意纵马的 除了亲男王府 还有一处 星月殿 今儿可是什么风 大晚上的怎么都不睡觉 守过门的侍卫长 头皮发麻 属下见过谷将军 不知谷将军前来 是所为何事 古兮冷面阴沉 捉拿宁臣 宁臣 指的是 侍卫长看向平广王府一行人 见平广王爷先发制人 喝道 是何人当落 他一人一马 星月殿 古兮 星月殿 方复将恶然 那不是那位国师大人的居所 晋禀卫心声惶恐 却强装镇定 面色不露出一分慌乱 识相的话 速速让开 古兮致若网闻 传国师之令 自私高亢 置地有声 古兮念叨 附属国朝购物资被劫 平广王看守失责 此其一罪 隐瞒不报 其上往下 罪加一等 即刻将平广王收押大牢 听后发落 好啊 好个先下手为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晋禀卫面露怒色 琢目相识 圣上兵卫 理当太子辅正 这凤家江山 何时轮到他一个宵井寺 女流之辈来指手画脚 本王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本王一根手指 谁敢 看来平广王爷 还没有领略过 国师大人的厉害 守宫门的侍卫长 暗暗拍了拍寿惊的胸口 果然 听见新月殿的古小将军下令 拿下 宫门侍卫毫不迟疑 遵令 这便是事实 这凤家江山 就是已经沦落到 国师大人一个女流之辈 来指手画脚 晋禀卫顿时咆哮 你敢 火光熊熊的阴谋 怒视古希 你算什么东西 竟敢对本王无理 古希面无表情 重复 拿下 剑已出窍 侍卫军逼近 平广王一行人 再劫难逃 已近三更天 星月殿外 有灯火打尽 楚玉抬眸看去 近来人 立刻起身跑过去 一脸担心 阿柔 你去哪儿了 我等了你许久 方才 楚玉蹲在店门口 瞧手以盼的模样 紫香觉着 跟杏花等自家主子时 如出一辙 萧景思 有楚玉牵着她的手 走进店中 我去寻杏花了 这几日宫里会不太平 我不放心她在外头 萧景思有些担忧 醋眉 却也没有寻到她 楚玉有点样样不乐 杏花姓子爷 阿柔你别管她了 萧景思点头 很听楚玉的话 倒是紫香觉得 世子爷的举动 有些捉摸不定 对杏花的态度 喜怒无常得很 就打个比方说吧 若是有旁人 吃了杏花的鱼 世子爷会帮着杏花 忽视得不得了 可是 若是只做了一条鱼 给了杏花 没给世子爷 那世子爷就会表示出 对杏花的嫌弃和不满 总之 杏花与世子爷的关系 很微妙 方才萧景思不是说 宫里不太平吗 楚玉扭泥了一番 宫里会不太平 那我今晚留下来陪你 这分明是顺着杆子 求侍寝 萧景思愣了一愣 就点了头 好 紫香觉得 主子对世子爷 有点没底线 楚玉兴高采烈 本就生得精致的模样 因这愉悦 越发美得浓墨重彩了 他双手拉着萧景思的手 左右的摇晃 很是满足开心 阿嬷 我喜欢和你一起困僵 我好高兴 看得出来 这一开心就左右摇晃的小动作 跟杏花开心时摇头晃尾的动作 像得肉目三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82集 紫香咳了一声 萧景思道 嗯 你睡偏电 往日 若是处于留宿 也是睡在偏电 萧景思的她 还是杏花暖的 紫香是觉得 毕竟还没有成婚 宿在一处 干柴烈火的 终归是不妥 若是往日 处于便也不跟杏花争了 今日却有了小性子 对着萧景思撒娇讨好 一副求爱抚的样子 安柔 我怕冷 一个人睡不暖 紫香越看 越觉得杏花不愧是长山柿子养出来的猫 这皮杏简直是一模一样 撒起娇来 光是听着那软绵绵的声音 就能让人心都萌化了 萧景思还在犹豫 杏花可以陪你一起困窖 为什么我不可以啊 处于扭开头 不看萧景思 杏花比他受宠 他吃醋了 他不开心 萧景思便毫不犹豫了 好 你同我一起睡 主子这真是毫无底线啊 紫香无语 楚于眉开眼笑了 欢喜地抱住萧景思 安柔 我好喜欢你 你喜欢和你一起睡 紫香又咳了一声 萧景思捂住楚于的嘴 不要说 楚于乖乖地听话 好 不说 他一脸期待 我们到屋里去说 安柔 我们快点去睡吧 这般迫不及待 便是一贯风轻云淡的萧景思 也微微红了脸 对紫香及殿外伺候的几人道 你们都退下 今夜不用人手艺 紫香三步一回头地出了寝殿 并一脸忧心忡忡地关上了门 这是楚于第一次以人形的模样 住进他安柔的寝殿 他好生欢喜 替他擦了手和脸 又红着脸 截了萧景思的外上 然后抱着他一同钻进了背中 心缘一码地不得了 好在 不是春天 楚于长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造诣 小心地揽住萧景思的腰 让他枕着自己的手 朝供的物资 送回品馆王府了吗 楚于剥了剥他额前的发 亲了亲 嗯 让我自然去送了 萧景思笑着伸出手 勾住楚于的脖子 将他拉近 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辛苦了 楚于喜滋滋地舔了舔唇 有些意犹未尽 安柔 以后有什么事我都帮你做 你要每次都亲我一下好不好 多半 是他不太敢对他太过放肆的 即便是亲你 也不会由着自己性子来 总要等到他点头 亦或者他主动 他才敢得寸进尺 所要的更多 萧景思笑着勾住楚于的脖子 凑过去 有一下没一下地啄他的唇角 气息相缠 他咪咪嗓音似蛊惑一般 不用做什么也可以 楚于泼沫般的眸 越发啄啄光滑了 好看极了 便那样隔着咫尺距离 将萧景思印进眼底 阿少 那我 那我可以想亲就亲吗 他点头 总是什么都惯着他 楚于端着他的下巴 唇边笑意倾成 那我要重重地亲一下 话落在唇边 他含住他的唇 重重地 重重地亲吻 阿少 唇舌缠绵 动了情 嗓音沙哑 楚于身手 凉凉的指腹落在他眼眸 阿少 闭上眼镜 他乖乖合上眼 张开了嘴 任楚于攻城掠地 白色的猫尾 露出了流苏帐外 摇啊摇 摇个不停 帐中扶来一缕风 碾灭了殿中的烛火 片刻 白沙帐里 轻声细语 阿少 你难受 他声音嘶哑得一塌糊涂 哪里难受 这里 没了声响 只与几声 若有四无的滴银 浅犬了夜色 迷离了这寒冬的光景 诚然 如温某人所言 这夜 有人温香暖郁 有人在天寒地洞里 孤家寡人地处理着 打劫的后事 唉 那十几码车的东西 总算是安置好了 温思染横躺在马车里 用脚踢了踢坐在角落里的财宝和元宝 唉 过来给爷爷那肩膀 酸死了 财宝和元宝赶紧过去伺候这小祖宗 金子嘴直 不由地说了句大实话 侯爷 你算什么 你又没盘东西 东西都是他们兄弟几个搬的 侯爷就趴在屋顶上 只手画脚了好些时辰好吧 温思染一脚招呼过去 你懂什么 没有本侯爷运筹为物 你们能躲开 平广王府那些巡逻的蠢货吗 本侯爷在屋顶上趴了一夜 能不尖酸腿疼吗 元宝赶紧附和 是是是 侯爷那英明神武 温思染听得十分受用 嗯 有眼界 啥 元宝黑黑一笑 一边帮小祖祖捏肩 一边不耻下问 侯爷 你说常山世子 既然结了平广王的物资 为何还要还回去啊 温思染哼了一声 好像很不屑的样子 哼 他女人要贼喊捉贼 金银财宝等人一知半解 金字又嘴直 说了句大实话 除狮子真疼他女人 国师大人让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温思染又是一脚过去 瞎说什么 扣俸禄 金字一脸懵逼 什么疼女人 温思染一屁股坐起来 咆哮 放屁 他就是怂 要是本侯爷我 突然一声女声 温小八 温思染正主 温伯侯府与公主府毗邻 且温伯侯怕有人闲言碎语 便买下了这一整条街 这夜半三更的 这条街上敢公然对侯爷喊一声温小八的 也就只有一个人了 温思染应答 这声音百转千回 带了点颤音 刚才温侯爷还说什么来着 说楚世子怂 说要是自个儿就怎样怎样 温思染掀开了马车帘子 笑得一脸狗腿 风十七啊 你怎么还没睡呢 凤昭指倚着公主府门口的石狮子 抱着手 做什么 这把晚回来 温思染从马车上跳下来 笑眯眯地凑过去 做正经事 凤昭指奉言一挑 坦白从宽 楚狱说了 嘴巴要放言了 不然 后面就没说 楚狱那家伙一贯如此 话留七分 不是吓人 是省得说出来吓人 温思染头一甩 你管我 他假不正经 凤十七 你还不承认 你就是看上本侯爷了 心里喜滋滋的 看凤十七这般架势 多像逮到了 晚归丈夫的妻子啊 凤昭指吃笑一声 我看上你什么了 温思染慎重思考后 十分信誓旦旦地回 才华 凤昭指一巴掌拍过去 蠢货 懒得和这货鬼扯 他转身进府 关上大门 一只脚卡在门凤处 然后一张俊脸 从缝隙里探出个脑袋 再来 诶 凤十七 你别走啊 你别生气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还不成吗 金银财宝觉得 风博侯大人的骨气 也就这么点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青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 有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一百八十三集 次日 平广王 晋炳卫之女 灵姬郡主 随同三朝元老 汉灵学士院守 入宫求见 国师大人 为平广王 沉渊正名 直到是贼寇猖狂 王府誓死力保 绝无玩忽职守 也绝无忤逆之举 其心 可见日月 晋灵姬跪在 星月殿外 当着一众 一同觐见的 大臣之面 高声沉渊 平广王府 世代忠良 三朝为官 忠心耿耿 绝不欺主叛逆 家父 尽忠职守 虽不敌劫匪 却以竭尽全力 在朝公物资 被盗之时 即刻入宫禀报 并无欺上 瞒下之举 敢问国师大人 家父何罪之有 一众官员 皆点头称是 却无人敢帮枪 星月殿中那位主子 还没出来 谁也摸不准他的心思 在此之前 肩默不言 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臣女静灵姬 恳请国师大人 恕家父无罪 臣女静灵姬 恳请国师大人 恕家父无罪 臣女静灵姬 恳请国师大人 恕家父无罪 连刻了三个头 字字如同肺腑之言 此番灵姬郡主这举 倒是让人不由的感念笑道 寒风凛冽 萧蓉的积雪 凝成刺骨的冰灵 静灵姬挺直背脊 在星月殿前跪了一个时辰 四时 平广王府的管家入宫来帮 到王府突然走水 天降大火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平广王府天灾大火 猝不及防 国师大人听闻 令安远将军秦真 赴平广王府救火 却不料再生变故 安远将军秦真 在平广王府救火之时 于王府后院 意外发现了 失窃的朝贡物资 分毫不差 全部藏匿在了 晋府地库 这一场天灾石料未及 竟好巧不巧地揭露了 平广王晋炳卫的罪行 四时两刻时分 安远将军秦真 入宫奏请平广王晋炳卫 中宝私囊贪赃王法 传召天牢里的 平广王当面对峙 晋炳卫大声喊冤 只是铁证如山 他多说无意 随后 国师大人带帝君 下了一道圣旨 即刻昭告 圣上有令 平广王坚守自盗 私藏朝贡 其罪可诛 朕敢念王府 为国有功 特免其死罪 流放江州 若无诏令 永世不得入宫 同日 前皇后脸关葬于皇陵 东宫太子奉妇礼 留皇陵亲自守陵 宫中霸处 流放平广王的诏书以下 便有人按去皇陵传信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殿下 宫里出事了 奉妇礼一身白色笑衣 赤道 快说 宫人跪在地上 昨夜平广王方入宫 便让国师大人收押入狱 方在宫里传来消息说 平广王被抄了家 隔职流放 凤妇礼谋色健身 急切地问 理由是什么 朝贡物资被劫 平广王看守师责 秘而不宣 事宜 便连夜拿下的平广王 今日一早 林吉郡主入宫 为父请命 却突封王府天灾大火 秦将军领命救火 却查到失窃的朝贡物资 被藏匿在了平广王府后院 大理寺断定是平广王业 坚守自盗 贪赃王法 示意国师大人下旨 发落了平广王府 太子府的暗叹 才得到平广王回京的消息 还未来得及有所筹谋 便让萧锦寺先发制人 夺了先机 奋腹里暗暗咬牙 做个真快 太子身侧 太子妃萧氏同样一身白色笑衣 从灵台下走过来 萧锦寺怕是要先下这围墙 萧扶尘沉吟片刻 殿下 有萧锦寺从中作稿 这摄政的圣旨 恐怕难以公之于众 奉腹里奋然握拳 狠狠一拳打在暗桌上 本宫凤家的天下 怎容得他支手这天 殿下 不可大意 我们再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 凤腹里冷冷赤笑 眼中喧嚣的怒火难以平息 从大四马府 到苏国旧府 他一步一步折去 本宫的左膀右臂 如今本宫大势已去 空有太子之险 连平广王也收支于他 让本宫举步为奸 他寄逼得本宫走投无路 那便只能鼓住一只 萧扶尘自知劝不住 思量良久 殿下 臣妾只有一眼 与其要那摄政的圣旨 不如 菲菲停顿 她在凤腹里耳边低语道 不如铲除一击 斩草除根 天缓缓沉下 冰雪欲来 风卷云层 蠢蠢欲动着 这朝政又将动荡了 晋王府内正在用午饭 倒是格外闲适平静 王爷 灵宿进屋 胆了胆肩上的兵灵说 王爷 黄陵有动作了 凤玉清手中的银柱一顿 片刻 加了块精致的糕点放在碟子里 慢条丝里的品尝 太子皇兄果然沉不住气了 那我们如何 自然是好好看戏 这看戏的除了晋王府 还有周王府和敏王府 大家皆是心知肚明 风雪欲来 这东宫的太阳快要落了 星月殿 安远将军秦真来访 挥退了殿外的工人 只留了紫香侍奉 秦真将剑搁在桌上 坐在萧景寺对面 我翻遍了品管王府 也没有找到摄政诏书 金炳卫 许是早有提防 将这摄政诏书 藏到了他处 外头天寒 萧景寺给他蒸了一杯热茶 找不到也无碍 我意不在那纸诏书 饮蛇出动 他意在凤腹里 秦真有所顾忌 拧着梅宇不大放心 秦司 我担心凤腹里 会孤注一句 对你不利 我便是要他苟急了跳墙 他扣了扣茶盖 动作一顿 放下了杯子 秦真 你可还记得外祖父说过 太子暗地里养了一批死士 各个以一敌百 堪比一只精锐的兵马 魏平侯在世时 因为功高盖主 对天家之人不得不防 也是机缘巧合下才得知 太子私自豢扬死士 此举如若坐实 在天家是大罪 秦真汉首 你需要 我要折他最后的臂膀 幻阳死士是杀头的罪 凤腹里藏得极身 从未露出过马脚 即便是他的心腹 也不知太子 还有这样一张底牌 要一网打尽 实属不易 萧锦似他 要置之死地 而后生 以便斩草除根 秦真知晓 他既动了念头 自然也将一切都磨化好了 已成定局 他也不予多说 请思 秦真突然沉默了许久 带到滚烫的茶水温了 他一口引进 才抬头 眸光有些复杂凌乱 迟疑了 终是忍不住开口 你若是累了 可以停下来歇歇 不要一个人丑谋 我和宝德都会助你 运筹帷幄 我虽不及你 但行兵不枕 你自小便胜不过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束手就起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清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84集 秦真手里的兵马 早在魏平侯府出世之后 便被顺地调往了 最偏远的越岭边关 皇家显然是在防着他 兵中安插的细作 更是数不胜数 秦真同样举步为奸 再说了 萧锦斯四针四甲的玩笑话 你可是我大梁的战神 是边关百姓们的信仰 我怎能让安远将军的一世英明 毁于一旦 所以 梁将你来做 宁晨 还是更适合我 他倒有理有据 说到底 是不愿他受牵累 秦真无奈 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倔强 什么都喜欢自己扛 萧锦斯七岁的时候 秦真教他练拳法 父亲有令 待打断了木桩 再教他其他 萧锦斯不爱拳法 那时偏生喜欢暗器 便耍了小聪明 将木桩折了 他倒倔 父亲罚他跪了一天 也不肯认错 还义正言辞地反驳 小小的人儿 老气横秋地说 武力为下诚 脑力才是上上策 当时气得父亲 只用鞭子抽他 还是他替他挨了法 受了训 陪他在 卫平侯府的祠堂里 跪了一夜 如他儿时那般 聪慧至极 精于谋略 只是曾经天真四义的 小姑娘 不知何时 变成了这般淡漠 冷清的女子 隐忍 坚强 将喜怒埋于那 深邃的毛里 秦真伸手 拍了拍她的头 像幼时一样 累了 便会将军服 不忘了 荣品君在 我酿着杏花青娘 也在 秦真的杏花酿做得极好 那是萧锦四母亲 生前最爱做的花酿 她母亲去世后 一直是秦真给她做 每年杏花花开时节 给她埋下一壶杏花酿 待到来年 与她同饮 她做出来的味道 与她母亲做得一模一样 听张周说 秦真学了半年之久 萧锦四难得起了几分顽心 伸出一根手指 推开秦真落在头上的手 似笑非笑 秦真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也聪明伶俐 学会了杀人放火 打家结社 你不用再如此 替我担惊结虑了 秦真想了很久 说了一句话 是洪宝德 时常挂在嘴边唠叨的话 非常不贴切的话 儿行千里母担忧 萧锦四笑出了声 秦真懊恼地直叹气 对上这丫头 她没一点法子 远远 楚玉便听见 星月殿里的笑声 是她家阿饶的笑声 很开心很畅快的样子 还隐隐约约有男人的声音 楚玉急急忙忙跑进店 就瞧见秦真那个家伙 一脸温柔似水地看着她家阿饶 她顿时火冒三丈 走过去 一把把萧锦四往自己怀里带 咆哮 你们在做什么 萧锦四懵懵然 大吼大叫完 楚玉又轻声细语地对萧锦四说 阿饶 我不是在凶你 我是说她 脸色转变得极快 汗若两人 再对上秦真的眼 又是怒火中烧 她吼秦真 你缠着我家阿饶做什么 秦真瞥了一眼 视而不见 看向萧锦四的 锦四 我留下用午膳 萧锦四没多想 回答得很快 好 楚玉突然好不安 方才 她被忽视了 被冷落了 阿饶不宠她了 不敢忤逆反驳阿饶的话 但是 她有小情绪了 午膳就吃了几口 全程用漂亮的毛子 瞪着秦真 像是一点急诈 完全不淡定 秦真倒是镇定自若得很 往萧锦四碗里 加了一块鱼 你爱吃鱼 多吃些 不要脸 楚玉狠狠地瞪了秦真一眼 立马用自己的筷子 把秦真夹到的鱼 捕到一边 又将自己碟子里的鱼肉 放到萧锦四碗里 又任性 又强势 她夹的有字 你吃我家的 萧锦四有一点点左右为难了 紫香就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长山世子 无理取闹 秦真眼都眉抬 淡定自若 说了两个字 幼稚 才幼稚 镖里 楚玉哼了一声 又给他家阿饶加了一块他剃好了刺的鱼肉 秦将军 是看着我家阿饶长大的 小碑自然不比秦将军高龄 高龄 虽说萧锦四是秦真带大的 但秦将军正是青年 又刚过双十 比长山世子也大不过两载 青春正健是最好的年纪 说高龄 是不是有点太强自夺理了 紫香觉得 确实 秦将军说得在里 长山世子有点幼稚 这二人一来一往 眼神互相不对付 也都没怎么动筷子 一个给萧锦四夹菜 一个给他剥开 乐此不疲的你来我往 最终导致的结果是 萧锦四吃了两堆 堆成小山的膳食 两条鱼 几乎全部下了他的腹 他有些撑了 心想 下回不能再让这二人同袭 用完膳 萧锦四吩咐 后在殿外的云里煮茶 楚瑜心疼他家阿饶吃撑了 让金华去取萧石的药来 对秦真是更加不客气了 你该走了 都怨他 不然怎么会撑着他家宝贝阿饶 秦真挑了挑眉 彼此 楚瑜就不走 就不如秦真的意 我今晚要住这里 莫了还洋洋得意地炫耀 我昨晚也是和阿饶一起困叫的 萧锦四脸红了 紫香觉得气氛甚是古怪 自家主子这脸红得不合时宜啊 而且有些莫名其妙 不由的就想入非非了 秦真听了 着实是恼了 常山世子 景四是大梁的国师 也是魏初阁的闺中女子 你该知分寸 莫要坏了她的名节 这口吻 长辈的架子端得真高 说出来的话 与楚慕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如出一辙的相似 不过 楚慕的原话是 让楚瑜别坏了自己的声明 楚瑜不爽 那也是我和阿饶的事 你又不是他爹 秦真冷冷凝视 我是他舅舅 本世子从来不尊老 少用辈分压物 不可理愈 比不得你 也老卖了 幼稚 不要脸 你一言我一语 谁也不让谁 没完没了了 紫香今儿个算是 彻底颠覆认知了 这两个像孩童一般 半嘴吵架的二人 还是外人所知的 温润将军和乖章世子吗 这要是让人瞧见 还不惊掉眼珠子 紫香压低声音问萧景四 主子 可怎生是好 萧景四一筹莫展 揉揉眉头 转身进殿 楚玉一见萧景四走了 横了秦真一眼 立马跟上去 阿饶 你等等我 阿饶 你别生气 我听你话 阿饶 这不 吵不起来了 紫香瞠目结舌 还是主子能管叫 长山世子 秦真摇头苦笑 拿起剑出了垫 外头正吓起了冰铃 他家景四 真的长成大姑娘了 不再是当年 那个抓着他的衣袖 要他抱的小孩子了 长成了如今 这般亭亭玉立 落落大方 会有所爱之人 会有另一个男子 同他生儿育女 陪他终老 那个人若是楚玉 大抵 只能是他了 秦真没有撑伞 走进了漫天的冰子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85集 寝殿内 楚玉端着一杯 消食的清茶 老老实实地站着 阿饶不叫他坐 他就不敢坐 阿饶 阿饶 他唤了两声 萧锦丝窝在软榻上 一动不动的 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是不是挠我了 没有 他摇头伸出手 我只是有些撑到了 楚玉赶紧把茶递过去 吹凉了 喂给萧锦丝喝 也顾不得阿饶恼他 坐在他旁边 轻轻地给他揉肚子 心疼极了 都是我不好 阿饶 你不舒服就挠我好了 他们猫族 要是不爽快 就会挠爪子 挠完就会舒服些 萧锦丝笑了笑 窝在他怀里 腹部暖暖地 揉得他很舒服 喝了茶 有些软绵绵地提不起劲 以后 莫要同情侦较劲了 楚玉抿了抿唇 虽然不乐意 却还是很听话 你要是不喜欢我这样 以后我尊老便是了 他端正萧锦丝的脸 很认真的态度 毕竟他是你舅舅 那家伙看他家阿饶的眼神 分明不是看外甥女 他家阿饶就是太不懂男女之事了 所以得误导他 楚玉还说 他是长辈 对你又有养育之恩 这话说的像哪里不对 又找不出哪里不对 萧锦丝认同 嗯 秦真是长辈 楚玉继续寻寻善诱 好 那我以后跟你一起孝敬他 萧锦丝点头 亲了亲他 楚玉乐开了花 他家阿饶好乖好萌啊 还好 他只对自己开了窍 不然总有刁民惦记他 他欢欢喜喜地抱着他蹭 阿饶 今晚我还要同你一起困窖 萧锦丝迟疑了一下 亲男王爷会不高兴的 这几日楚玉宿在星月殿 亲男王府日日 遣人来请楚玉回府 亲男王爷想必是 很不放心楚玉夜不归宿 楚玉完全不以为意 关他什么事啊 他就是嫉妒我有阿饶陪 楚玉心里头想 回头得让金华给老头子 那几方妾 省得他太闲 总嫉妒他与阿饶恩爱 亲男王爷在家 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鼻子很痒 萧锦丝窝在楚玉怀里 有些昏昏欲睡 那杏花呢 杏花睡哪儿 楚玉面不改色 我让金华 把杏花抱回王府 和我家老头 好 他对他 从来都是毫无底线的纵容 事业 长山世子还是塑在了 星月殿的正殿里 醉卧美人他 入寝之前 紫香去伺候萧锦丝洗漱 发现了他脖子上 有一块很明显的红痕 长山世子是狗吗 怎么像咬的 定是昨天晚上 长山世子咬的 紫香忧心忡忡 主子 以后还是莫让楚世子留夜了 为何 萧锦丝抬眼看了看镜中 扶了扶勃梗上的痕迹 浅浅笑了 紫香忍不住抱怨 您还未过府 对您的名声不好 萧锦丝听了紫香的话 便也认真地想了想 嗯 未婚先韵确实不好 有损亲男王府的名声 未 未婚先韵 紫香眉眸一跳 主子 您别吓我 这话好吓人 要是国师大人未婚先韵了 整个大凉肚都得炸了 萧锦丝抬头 看着紫香 神色认真而郑重 紫香 我是楚玉的人 从我这小情事开始 我便是她的人 主子这一副 随时准备现身的样子 是几个意思 彻底沦陷了 紫香哑口无言 她决定 以后 定不让楚世子留宿 安柔 楚玉在内室 唤霄景寺 她笑着掀开 珠帘进了殿 昨夜 她与楚玉坦诚相见 分明那样亲尼 分明水到渠成 楚玉却点到为止 止于亲吻 她分明已经做好了 与楚玉 共赴一场风月情势的 所有准备 只是 她的楚玉 却战战兢兢地 将她推在最安全的领域里 情之一字 有人 飞蛾扑火 有人 如履薄冰 三更天后 殿外 有人来扰眠 主子 主子 紫香唤了两声 也未得到回应 不由地提高了音量 主子 不要吵我们捆叫 是长山世子 不耐烦的声音 压着语调 似乎是怕吵着萧景寺 紫香沉默了 等了片刻 萧景寺便披着衣服出来 身边男子一张俊脸 冷得一塌糊涂 十分不满地 缩了紫香一眼 萧景寺问道 何事 紫香低头 避开楚玉 那令人发寒的目光 回道 太子暗中出了黄陵 不出一刻中 并会入宫 鱼儿上钩了 二少 你不要操心了 楚玉将萧景寺的 披风紧带系好 又将兜帽裹住 她的脸 生怕店外的风冷着她 你去睡 剩下的交于我 你身体不好 我不放心 平日里 萧景寺是极少反驳楚玉的 只是每每同她相干的事 她便十分谨慎 楚玉搏她的话 我身体好着呢 凑过去 在萧景寺耳边 耳语了一句什么 紫香就见自家主子红了脸 不说话 肯定是说了什么 少儿不移之类的话了 阿少乖 外头老 你去屋里等我 我很快便回来 她摇头 抓着楚玉的衣袖 一起 楚玉拿她没办法 牵着她进屋天衣 将她裹得严严实实的 就露出半张小脸 楚玉俯身 在她脸上啄了一下 天冷很击重 你要穿厚一些 萧景寺笑而不语 由着楚玉折腾 楚玉牵着她出寝殿 命人掌了路灯 她揽着她的腰 好生护在怀里 待会儿你在一旁等我 那让我去处理 好 楚玉还是不放心 我要是做了你不喜欢的 你要告诉我 她一一点头 都听她的 楚玉瞻前顾后 话便有些多 你若说了 我都会听你的 她看着她 温言软语般 细声细气地同她说 我有些心狠手辣 你别嫌 萧景寺言笑艳艳 我都知道了 她点脚 在她唇上轻咬了一下 称了一句 你再多说话 我便咬你 楚玉蒙了许久 甜甜唇 又摸了摸嘴角 眸光徐徐生辉 把脸凑过去 阿长 我好喜欢你这样对我 萧景寺无言以对 子乡赋匪 世子爷这是有受虐倾向吗 随后 楚玉絮絮叨叨了一路 反反复复地 阿饶阿饶地喊 末了满含期待地 问萧景寺 我都说些话了 你还咬不咬我 嗯 阿少 萧景寺抓着 楚玉的袖子 踮起脚 又咬了一口 楚玉欢喜得不得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紫香直摇头 觉得常山世子 在自家主子面前 好幼稚 好韧性 太颠覆平日里 喜怒无常的暴力形象 像极了凉度里 那些告命夫人们 养得贵宾宠物犬 被惯坏了 又娇气又娇软 还要哄着宠着 要时时刻刻让她知道 她上宠不衰 天下最美 好在 已经到了天牢 不然这咬不咬的 风月小游戏 就没完没了了 一路畅通无阻 重兵把守在外 明明赵 你别进去 在外头等我 萧锦四点头 站在铁牢之外 他大意声开了锁 牢中蜷缩在街杆上的人 骤然睁开了眼 警觉地抬头望去 是你 男人一身血衣 灰白的发粘在脸上的伤口上 结了家 样子猙獰 正是平广王 晋炳卫 楚玉迈着懒懒的步子 闲庭信步 好不随性 常山世子楚玉 大梁最是不能招惹的人 晋炳卫不由自主地发颤 你来做什么 楚玉大抵 耐心极差 开门见山 摄政赵书在哪儿 晋炳卫同孔微张 轻轻跳动了几下 转开谋 什么摄政赵书 本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听似镇定 却难掩惶恐 男人撑在结杆上的手 略微缩紧抓紧 这便怕了 楚玉仍是懒懒的语调 不说 晋炳卫一声不吭 撑着身子不由自主地后退 凛冽的毫无温度的嗓音 从上方砸进耳中 楚玉说 把他一只手砍了 晋炳卫瞳孔咒缩 你敢 他好似未闻 侧身 看着铁牢之外 声音极尽了温柔 阿绕怪 闭上眼睛 别看 隔着铁篮 萧锦斯站在几米之外 楚玉并不避讳他 他也全部听从 便闭了眼 微微侧了身 偏开了视线 晋炳卫这才发现 烛火昏暗的角落里 一身清雅的女子 站在凹凸不平 布满青苔的地牢石壁前 仿若置身事外 晋炳卫冷斥 原来秦南王府 早已做了国师的走狗 目光如炬 他高喊 楚玉 你助纣为虐 早晚 楚玉转头 对身侧之人说 他若再叫唤 把他舌头也割了 似乎想了想 漫不经心的 先割舌头再砍手 免得嘲嘲嚷嚷 金华很镇定地 从腰间拔出了一把短刀 又很镇定地 盯着靳炳卫的嘴 似乎在想从何下手 靳炳卫色缩到墙壁 金华一把捏住他的下巴 刀光一闪 住手 果然 经不住下 瞧瞧 酒精沙场的平广王 瘫软在地 吓得浑身发抖 处于抬手 金华便松开手 退到一旁 给你两条路选 他说 谋中杀起逼人 生路 还是死路 你选 话落 他不知何时夺了金华的短刀 指出手中 一声四心裂肺的惨叫 随即血剑三尺 刀尖扎在金炳卫的手背一寸 他几乎疼得快要晕过去 趴在地上 满脸煞白 生路 一旁的狱卒都看傻了 用了一天的酷刑都没招 怎么就长山世子随便甩了一刀就行了 不过也难怪扛不住 长山世子那双眼 若脸着 惑人不古 若睁开 勾魂射破 他若认真了 就看你一眼 总归只有两个结果 交出命 或者 交出魂 当然 玉卒哪里知道 长山世子那随便甩的一刀 没有砍平广王一只手 只是 着实废了他一根手筋 出了天牢 萧锦寺由着楚玉抱着 若有所思的 沉默不语了许久 楚玉停下 走到他面前 抬起他的脸 阿柔 你怎么不说话 他看着楚玉 目光太过沉宁 楚玉心头一跳 慌了 是我做不对吗 我没有这样 把他的舌头 抑或砍他的手 我是吓他的 那一根手筋 当真还是手下留情的 若真要玩狠的 他自然要避着 他的阿柔 不能让他瞧见了 他杀人如麻的模样 萧锦寺还是沉默 良久问他 楚玉 上一世我死后 你做了什么 原来他从来都清楚 他要了一个 怎样的楚玉 是怎样的心狠手辣 楚玉并未迟疑 自自沉生 不论罪责 大开杀戒 不论罪责 大开杀戒 他只说了八个字 严谨一概地 将那场血雨腥风 一语带过 萧锦寺隐隐约约 能在脑海里勾勒出 那样一副 血染良多的景象 一身是血的男子 穿着他最爱的白色衣袍 杀红了眼 疯狂而嗜血的模样 浮尸遍地 天下为绩 那是为了他 打开杀戒 萧锦寺脸下灼热的眸 低下头 将楚玉的手 包裹在掌心里 滴滴的嗓音 不怪你 是他们欠我的 不是你的错 楚玉正在原地 耳边是他的 阿饶轻声软语 他看着他 眼眶微红 毁天灭地也好 滥杀无辜也好 都不是你的错 楚玉也看着他 跟着红了眼 他的阿饶 是世间最温柔 最善良的女子 也是最狠心的 若得他忠诚 他便竭尽全力的纵容 一刻终止后 正是天牢外 看守侍卫的 交班之际 幽冷的铁牢狼道里 脚步声渐进 又隐隐回声 人影 被石壁上的油灯 拉得斜长 金炳卫抬头 满脸结痂的伤口 被灯火照得血肉模糊 他看向来人 他已经来过了 唇角 微微上拉 手上血流不止 他痛得抽搐着 殿下 鱼儿 已经上钩 咳咳 星月殿内 紫香敲了敲门 主子 鱼儿已上钩了 你替我去将军府走一趟 萧景寺似有些困倦 窝在楚玉怀里 没有动 梦一式地呢喃 待到天光破云 你陪我去收啊 好 楚玉拍了拍她的肩 在是 紫夜时分 月出云层 竟是十分明亮 想来 明日是个晴朗的天 安远将军府外 灯笼明亮 与月色交相辉映 张周又添了些灯油 取了屏风上的外袍 递给秦真 秦真 后夜天亮 切莫然了风 秦真已窗 凝神不语 张周便厚在一旁伺候 不作打扰 方入夜幕时分 宫里的七小姐 送来了一封信 之后将军便一直在等 怕是国师大人 要有动作了 约莫过了半炷香时间 惠池从外回来 将军 秦真立马回身 警司说了什么 将军 七小姐差人来传话了 惠池走近 地上一封信间 低声道 七小姐说 万事已俱备 万事俱备 便只欠东风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喜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先主演 第187集 秦真看完信间便烧了 令道 惠池 传我的口令 召集所有隐匿在皇城的 荣平军安卫 与青南王府人马 与南景村会合 静观其变 听令行事 属下遵旨 秦真取了冰蓝之上的配件 拔出剑枪 坐于灯前 用不擦拭着 张州 天亮之后 你去请天家几位王爷 来看戏 国师大人这是要光明正大的搞事情啊 还是要搞大事情 张州会议 是 天方翻了鱼杜白 凤七宫的东远 乃成庆殿 竹安公主的寝殿 凤观兰一身笑衣 还未出笑 精神头不是太好 有些憔悴 似乎夜里难眠 早早便起身 焚了一炷香 精灵茫茫壮壮地从外头跑进来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凤观兰为他眼 将焚香插好 何事 精灵张望了几眼 见四下无人 才走过去 压着嗓音说 太子妃娘娘来了 凤观兰手一抖 灰烬落在手背上 啄得他抽了一口气 揉揉手 他出电 正逢萧浮尘走来 凤观兰二话不说 一把拽住他 拉到屋里 关上门就质问 你不是和太子皇兄 在皇陵守灵吗 怎么回宫了 不等萧浮尘回话 他便笃定了 你是私自出宫的 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赵令私自出皇陵 那可是抗制 萧景四周要治你的罪 谁也保不了你 萧浮尘却甚是淡定从容 公主稍安勿躁 我稍后便亲自去星月殿比明 我腹中胎儿有恙 请只回宫休养 凤观兰略微思索 先斩后奏 你玩什么把戏 萧浮尘只是笑笑 我能玩什么把戏 只盼着东宫安好 你若真盼着东宫好 便什么都不要做 不要和萧景四对立 不要算计父皇那把椅子 不要贪得无厌 凤观兰极少如此吉言利色 你和皇兄斗不过他 除非痴人说梦 萧浮尘一语不发 只是唇边笑意 越发僵冷 天关破云 尘时时分 太子妃萧浮尘拜访星月殿 求见国师大人 恰逢不巧 国师大人出宫处理政务 由星月殿紫乡接见 日出东方 连日阴雨不见 东阳微暖 两都城外东南方向一里 南景村旁 有一处小竹林 不过方圆百米 雾气缭绕 尘时的薄光照不进去 朦朦胧胧的 不可失误 一辆马车 停在竹园与南景村之间的深井旁 井旁的餐厅大树有三人粗 牢牢将马车遮在树荫里 翻墙而下 一黑衣尽装男子走到马车旁 太子殿下 马车里传出来男子的声音 语调急促 如何了 所有死事都扮作百姓 潜在南景村百米之外 只待鱼儿入网 只要将人逼入竹林 瘴气为平 被围之人 插翅南非 传本宫的令 一旦小整四楼面 嗓音凛冽阴致 字字杀气腾腾 奉负礼道 杀无赦 谨遵殿下旨意 片刻思量 黑衣尽装的男人请示 那南景村的百姓如何处置 奉负礼毫不犹豫 全部不留活口 是 且说南景村外签名 由马车哒哒声响 缓缓行驶 驾车的男子勒了缰绳 撩起了车帘 半省不见马车上的人下来 世子爷又在软磨硬泡 兴华识向的到一旁去等 缩了一眼还坐在马车边上的孩子 夏乔乔跳了下来 蹲到一旁 掏出怀里的小鱼竿 就在一旁啃鱼竿 两耳不闻天下事 专心致志地盯着手里的鱼竿 阿柔 我不准你去 为了不打草惊蛇 连几百人几千人都没带 楚玉哪里放心 萧锦思用自己去当诱饵 我不出现 凤副理不会孤注一掷的 他耐着性子安抚楚玉 而且 他们也杀不了我 确实 只要国师大人不吐出那颗内丹 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反正精华一路都很淡定 不过他家世子爷 就显得胆战心惊了 我知道 让你疼我也不愿意 楚玉搂着萧锦思的腰 就是不撒手 乖 你在这里等着 我自有办法帮你弄死他 若是他不出现 凤副理怎会亮出底牌 什么办法 楚玉壮丝认真的思考 十分不容质疑的口吻 金华会缩骨一绒术 让金华去 金华愣 一脸懵逼撞 不等萧锦思询问金华 楚玉便将他抱坐在马车上的坐榻上 用小毯子盖住他的腿 蹲在他双膝前 揉了揉他的脸 乖 在这等我 分明是不由分说不容置疑的态度 竟做得这般温柔蛊惑 萧锦思没有拨他 楚玉转身出去 他连忙抓住他的手 你呢 你去哪儿 我有事交代金华 很快便回来寻你 楚玉低头亲吻他的手背 阿嬷听话 等我一小会儿 萧锦思沉默了一小会儿 倒了一杯茶 一盏茶的时间 你不来我便去寻你 好 夏乔乔一直蹲在一旁吃鱼肝 楚玉通精华还未走远 谷西便骑马追来 主子 怎么了 宫里出事了 主子宁出宫不到半个时辰 太子妃便来星月殿求见 言道 因身体抱恙才与太子一同私自回宫 特来请罪 紫香本欲将人打发 却不料太子妃突然血流不止 太医院指导太子妃是落胎之症 萧锦思谋色微微冷下 此番倒是不仅免去了东宫私自回宫抗旨之罪 还将一盆脏水泼到了星月殿 好个一箭双雕 萧浮尘啊萧浮尘 为何总要自掘坟墓 紫香现在在何处 谷西道 沈太后已谋害皇家子嗣之罪 将紫香关押在了华阳宫 萧锦思不急不缓地下了马 知道 立刻去把萧浮尘给我绑来 主子这是怒了 是 片刻私存 萧锦思拧眉 朝着南井村口走去 夏乔乔把没有吃完的半根小鱼干藏在怀里 隔着几步的距离 跟着萧锦思 前头村口 一前一后是处于金华二人 处于闲庭信部 十分悠闲 金华脚步匆匆 忧心忡忡 世子爷 金华愚钝 这缩骨一绒术 指的是我们妖族的幻颜术 厨玉难得好耐心地给了个反应 嗯 金华有种不好的预感 金华不才 换个身形相差无几的男子 还能勉强几分 若要幻化国师大人的模样 整个北营 能练就这般出神入化的幻术 也就看看那么几个妖法和妖灵都甚高的大妖 楚玉瞥了一个冷眼 本王何时让你去了 那 金华已经私存 当时慌了 世子爷 万万不可 您没有内丹 若催动幻颜术 必扫反噬啊 这简直就跟自残一般无二 轻则承受世心之痛 重则性命有余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喜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先主演 第188期 楚玉完全置入网闻 本王只有一盏长的时间 饱在啰嗦 这只妖 到底还有什么事 不能为他的女人豁出去的 金华眼睛都红了 从未如此言辞反驳 请主上三思 二话不说 就跪在楚玉面前 这是金华第一次在人族 对楚玉行跪礼 他折尔兔族 世代是白铃猫族的臣 族族辈辈的猫竹子 从来没有哪只 这么不爱惜 自己珍贵的性命和血统 也从来没有哪只 这般将情爱放得这样重 妖族不重情 相反 楚玉太过了 楚玉一冷了脸 让开 金华抬头 视死如归 除非属下死 当然 不用他死 他家世子爷一副秀 用了最卑鄙的一招 金华瞬间变成了一只 折尔兔子趴在了路上 楚玉哼了一声 你又不是我家长 休想威胁本王 折尔兔子的眼睛很红很红 嘴哑露出一大排门牙 吱吱吱吱吱 兔子军的叫唤声刚落 楚玉 清清淋淋的声音 悦耳 清幽 是萧景寺 楚玉傻了 兔子扭头 吱吱吱吱 完了 被抓了现行 萧景寺不可思议 睁着一双漂亮的毛子 盯着地上的兔子 他是 精华 一贯云淡风轻的他 极少如此惊恶 兔子军不敢吭声 想拔腿就跑 可是被妖王大人那一服之后 他腿是软的 楚玉 萧景寺又唤了一声 在等待楚玉回答 楚玉眼睫眨得很快 怎么偏挂扰的 半天 他用一本正经的口吻说 清华是一只兔子精 阿饶 你别歧视他 萧景寺一言不发 似有所思 楚玉一见他不说话 更手足无措了 我们人类要关爱动物 所以 我才没有嫌弃精华 留他在王府里当差 我们人类 嫌弃 骑士 精华兔子军 世子爷这说的不是人话吧 郭世大人 你信这鬼话 萧景寺一脸认真 我不嫌弃 精华兔子军终于切身地体会到 人类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了 色令至昏 楚玉松了一口气 转念一想 又不放心 你可以嫌弃他 他是一只很丑的兔子 还是一只很丑的公兔子 精华兔子军无语宁依 等回去再说精华的事 楚玉方才还明朗的谋 物矮沉沉了 国师大人何等聪慧 怎会因美色神魂颠倒东西不分 精华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楚玉一脚把他剔开了 那阿饶你是来寻我吗 不是说等一盏茶的时辰吗 我想你了 便来寻你了 楚玉是飘的 这才叫色令至昏 不动声色的美人为限 萧景寺把兔子抱到马车上 我要亲自进去 东宫动了我身边的人 我得逃点利息回来 他家阿饶的语气一旦认真 楚玉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你要好好护士心 不要受伤 一夕我帮你淌 好 正事说完了 还有最要紧的事 楚玉郑重其事地说 阿饶 不要抱那只兔子 他 目光狠狠地瞪向趴在马车上 腿还软着的折耳灰兔子 还是公兔子 那眼神 与金华曾经在北营凶山 遇到的一只 想要吃了他的豹子精 扑实实的眼神一模一样 还好世子爷不是食肉族 金华识相地钻进马车里 用前提把车门关上 萧景寺若有所思 许久 沉默不语 阿饶 怎么了 楚玉十分不安 小心拘谨地站着 萧景寺抬头 看向楚玉 楚玉 你是不是妖 分得太猝不及防 太直言不讳了 楚玉来不及思考 我是人 说完 坠坠不安地看向萧景寺 语调很急促 刻意地向声东击西 萧景寺笑了笑 牵着楚玉的手 走吧 有人该等不及了 临近午时 东阳正盛 竹内缭绕不散的雾气 腾腾升起 笼在一片轻松竹叶之外 一缕光破开水雾 折射出点点光斑 落入樊林 一团凝雾隔绝出两色光景 竹林内 五光十色 光影折叠 竹林外 朦胧不轻 混混顿顿 太子殿下 凤腹里背着光影 站在一片冉冉浓雾里 身着浸妆 黑不蒙面 男人只露出一双 灼灼的瞳孔 他道 殿下 萧景寺来了 多少人 与长山世子 杀手下瞧瞧 三人同行 凤腹里唇脚勾勒出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 传令下去 顿了顿 眸光阴质 啥 骤然 竹林上方 烟火炸开 冬日暖光里 火星点点 随即 急风骤起 一只箭矢破空射出 直指林中漫步而行的女死后背 楚玉揽住萧景寺的腰 左偏一分 抬手 好似慢条丝里 竟接住了那只箭矢 随即 在手里把玩着 紧了紧怀中的女死 扶了扶她被疾风扰乱的发烧 突然 指尖箭矢脱手 不见了踪影 忽闻一声惊叫 竹林深处便有一人倒下 心口中箭 一命呜呼 这手法 精准的恐怖 顿时 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蠢蠢欲动的紧张感扑灭而来 萧景寺悠悠回首 太子殿下 这是何意 隐于灌木丛的凤腹里惊愕了一瞬 当下沉声喝倒 许萧景寺人头扯 本宫重重有赏 一声令下 立即便有成百不一男子 从四面八方逼近 个个凶神恶煞 杀气腾腾 开门见山 毫不迂回 这位太子殿下是有多沉不住气 这般恨不得立即将他置于死地 猝不及防的一声尖叫 一众伪装成不依百姓的死士抬眼望去 只见一人躺在地上抽搐 我梗鼓鼓流血的伤口上 直直立着一物 竟是 竟是一根鱼刺 夏悄悄舔了舔手 把剩下的鱼装回包袱里 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萧锦寺 一个人 一袋鱼装 好 楚玉缩了下瞧瞧一眼 看他不太顺眼 奉腹里剑刺 即刻下令 围住他们 刀光剑鱼 剑鱼不翘 直逼林中三人 楚玉一掀衣袍 将萧锦寺护在臂弯下 一脚踢向那握剑之人的手腕 束手成爪 擒住那人肩膀 只听见咔嚓一声 楚玉一掌打下正 呲牙咧嘴的男人腹下 令他连退了数步 楚玉徒手便夺了他的剑 那人不依百姓的装扮 跪伏在地 吐出了一口血 手腕脱臼 他单手称帝 结结实实受了楚玉一掌 还能胜半条命 果然不愧为东宫死逝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青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189集 楚玉懒洋洋端详了一眼 那夺来的佩剑 剑柄上有一簇 火焰的刻印 东宫太子令 楚玉冷眸略略微台 凤副理 你要造反吗 一个摄政专权的国师大人 一个手握重兵的长山世子 若能一网打尽 他倾巢而出也不亏 凤副理隐于一群死士之后 阴阴冷笑 本宫反了又如何 终于招了呢 萧锦四将兜帽取下 站在楚玉身侧 以下犯上 谋逆造反 此为罪一 物尊国法 豢扬死士 罪加一等 萧锦四微微抬起下巴 竹影斑驳落在他精致的脸上 两罪并罚 几位殿下觉得 该当何罪 郎当入狱 贬为庶民 男人的声音悠然自得 俨然端得是看戏的姿态 晋王 凤玉清 凤副理大惊 回头望去 包围圈外 除了晋王 还有添加众位亲王 他咬牙 如此一来 开弓便没有回头见 他只能反 怒喝 你们一揪之喝 本宫今日 必要替父皇清理门户 凤副理台剑令下 正是一触激发时 听得楚玉冷冷音色扬起 楚家军何在 一雨落 疾风卷起 竹叶纷飞 竹林高空之上 密不透风的雾矮中 人影涌动 飞身降落 从四面八方涌入 将楚玉与萧景四二人 牢牢护在中间 银庄戎甲 铜墙铁盾 是楚家军 原来 早有防患 东宫五百死士 各个以一抵百 何惧他楚家军 寥寥几十人 奉副理冷言审笑 按凭你楚家 这群乌合之众 也想要本宫的命 痴心妄想 楚玉懒得多费半句口舌 杀 煞世间 刀枪剑戟 碰撞出腾腾杀器 竹林百米外 荣平君隐于南景村各处 侧耳听风 似击耳动 将军 是慧迟来报 将军 楚家军先发制人 东宫太子军 以清朝入竹林 正双方对峙 秦真从两顶飞身而落 抬眼望着不远处 迷雾朦胧的竹林 沉声令下 荣平君听令 人影破顶而出 整齐化异的一声 拙着玄色尽装 冷面硬汗 手中刀剑副手握在身后 战如松 行如风 这便是荣平君最精锐的兵马 大隐于世 所向披靡 百战不待 秦真领兵在前 一身黑色锦袍 衬得同人黑成 身不见底 全军听令 东宫已返 竹林内 太子军一律拿下 尊将军令 箭气破空 军穿了几分雾气 竹林外围的东宫守军大喊 什么人 一箭破喉 人躺地乌野 随即 有悬色人影涌入 那个家 这是要赶紧杀去 凤玉清坐在马上 瞧着竹林里风起云涌 却笑意不止 灵素觉得 自家王爷在幸灾乐祸 竹林内纷乱不止 夜染灼夜 天下 殿下 凤副理在一旁观战 谋中火光 遇见喧嚣 快说 太子殿下 有援兵 凤副理猛然回头 急不声声 有人影逼近 他怒火中烧 萧景四 你诈本宫 这是礼应外合 是反奸计 荣平军与楚家军前后夹击 东宫死时瞬间父辈受敌 萧景四懒懒散散的语气 起存到了四个字 兵无厌诈 凤副理目光炯炯 全是火星 南景村内根本没有摄政诏书 本是东宫与平广王府合计的一出请军入望 却让萧景四将计就计 府邸抽薪 他到底是何时洞悉了东宫筹谋多时的计策 如此不动声色的 等着他来自投罗网 凤副理狠狠咬牙 宣布死时听令 千无连阵 持取萧景四手机 只要萧景四一死 东山再起仍有可能 他执政一天 便永无他东宫翻身之事 萧景四 必须死 凤副理沙令刚下 只闻男子沉脸的声音 字字如烈薄断育 安远将军秦真 领兵前来平反 请国师大人令下 打了安远将军府的棋子 以平乱为名 便师出有名 名正言顺 五百东宫死士 纵失有通天的本事 对上这骁勇善战的 楚家军和荣平军 怕是插翅也难 飞出这片竹林 这战局已出定 做官虎兜的各位天家王爷 皆震惊不已 太子最后的羽翼 怕是要在今日 要斩草除根杀个干净 萧景四对秦真汗手 秦真立刻会议 将东宫太子兵马围堵在内 他高声道 所有逆贼 一个不留 太子奉副礼 如若反抗 死伤不论 当时血气翻涌 故意的死士一个个倒下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即刻便落了下方 奉副礼几乎咆哮而出 给本宫杀了萧景四 他拿起一旁护卫的弓箭 开弓 拉弦 剑指萧景四 毫不迟疑便满弓射出 楚玉慢慢一步 挡在了萧景四跟前 抬手 轻而易举便接住了急速的箭矢 凤副礼恶然正出 安柔 我帮你讨利息 一语落 骤然剑出手掌 反向飞出 凤副礼将在原地 瞳孔映出那黑色剑尖 逼近眼底 你 血剑竹叶 剑使直直钉进凤副里的左眼中 血水躺过半张脸 他声嘶力竭地惨叫 五官争鸣扭曲 凤玉清忍不住闭上了眼 太血腥暴力了 大梁良兵百万 若论英勇善战 当属魏平侯府荣平军 以及亲南王府的楚家军 强强联手 无坚不摧 东宫死士虽各个武艺超群 却终归不善战术 遇见下风 杀气凛凛 不过虚语 血流染红了黄色的尘土 一地浮尸 多为东宫死士 再战 必会全军覆没 殿下 我等不敌 再不撤的话 再不撤 一个都别想活着出去 凤副理湿了一眼 没了瞳孔 血水渗出 似凹陷下去了一个血空弩 急是吓人 他痛得几欲昏厥 有手下人搀扶着 踉枪后退 身后是一坛斧泥 再退 一无活路 凤副理脚下裂切 一脚已沾了淤泥 他猛地一掌打下身侧的死士 借力跳起 那被他打入泥潭中之人 挣扎了几下便陷了进去 凤副理咬牙 面目扭曲 远护本宫 撤 所剩无几的东宫死士们 护着凤副理 沿泥潭左侧 依竹林西南方突围撤离 一行人 待到退至竹林之外 几乎全军覆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清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 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90集 一声哨响 枣红色的汗血 绑马脊步奔腾 停在了凤副理前方 所剩的十几个死士 立马围住 以身体围顿 挡住破口 大喊道 殿下 快撤 凤副理一家马妇 急速而行 荣平军与楚家军 紧随其后 萧景寺却道 穷寇莫追 两军听令 全数整军折回 候萧景寺之令 荣平军便罢了 这楚家军 怎得也这般听话 宋副理看了一出好戏 兴致勃勃的很 为什么不追 添加其他几位王爷 同样有此疑问 纵虎归山 后患无穷 此番 不管是太子用计也好 国师大人将计就计也罢 都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 又有几位王爷眼见为实 坐舌东宫叛乱之名 即便今日杀了太子 也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自然 凤家几位王爷 是巴不得东宫 被斩草除根了才好 萧景寺笑了笑 眸中冷意似是而非 金鸾殿那把椅子还在 贪得无厌的人 总归会再回来 贪得无厌之人 在场 贪得无厌之人 何止东宫 秦真见指东宫 所剩无几的死事 放下武器 还是死 他的话刚说完 楚玉也不避讳他人 将萧景寺揽入怀里 略略抬谋 东宫所有活口 一律就地处决 楚家军立即上前 提剑就开山 传闻果然不假 常山誓死 只屠杀 不招降 荣平君迟疑不前 秦真道 遵令便是 唉 他家景寺 怎就选了一个 这般暴力之人 一个楚玉便罢 还有一个安远将军 助纣为女 国师大人羽翼太风 只怕 此番众请亲王 看一出平乱的戏 罪翁之意不仅如此 怕是也要让 天家贵赵们知晓知晓 这大梁的风云 是谁在执掌 亲南王府相助 这凤氏江山 是姓凤 还是姓骁 又有何差别 周王与敏王相视了一眼 皆若有所思 叛君平 安远将军秦真 举兵回都 这一出庆礼门户 唱得好声精彩 然 一波未平 一波动荡又起 华梁国师回宫 不过一个时辰 太子持摄政诏书入宫 纵虎归山 果然卷土重来 诚如萧锦寺所言 贪得无厌的人 总归会再回来 龙鸣鼓雷响 百官入宫朝见 众目睽睽 太子协地令诏书 以令众臣 诸位大臣心惊肉跳的同时 吓得倒抽了一口气 谁也不敢抬头 直视太子的脸 独眼阴狠 满脸的血 欲血而来 这天 风云骤变 毫无征兆 太子持地令诏书 列国师萧锦寺九大罪状 沁竹难书 条条罪证当诛 太子站在奉天殿前 字字争争 愤恨至极 太子到国师大人谋害帝君 到国师大人构陷东宫 到国师大人诛杀地后 到国师大人操纵朝堂 御徒谋反 到国师大人伙同 亲南王府 为祸大疗 国师大人到 一声传令 奉天殿前 百官参拜 他站在龙鸣鼓前 似未闻太子声声斥责 只道了一句 将逆贼拿下 天家龙鸣鼓前 持地令和号令诸侯 奉父李怒喊 你敢 他抬手 明皇的卷轴摊开 面向众官员 圣旨在此 本宫奉父皇预兆 摄政大梁 东宫为尊 择日登基 奉父李高举圣旨 语调高亢 即刻开始 本宫才是这大梁之主 摄政赵令一出 众人静若寒蝉 难以置信 下意识便审视 高台上的女子 却只见她淡淡眉眼 楚遍不惊 嗓音竟如此风平浪静 伪造圣旨 太子殿下 你又最佳一等了 伪造圣旨 百官哗然 风云跌宕 众人皆沉默不语 倾看哪方掌天下大权 这大梁宫的天 又要变了 奉父李怒斥 萧景寺 休要妖言惑众 似乎未了 萧景寺拢了拢落 白色流苏的披风 微微抬了抬眼睫 神色蓝蓝 立刻便有内无腐史冠上前 双手持过圣旨 顿时 脸色微变 孩子殿下 这招书是假的 奉父李瞅目结舌 一只瞳孔默地放大 你 你说什么 柳玉使声颤 招令改音 是 是假的 你若再敢回眼 文公立马摘了你的脑袋 殿下饶命 下官不敢妄言 这招书确实是假的 请国师大人明鉴 柳玉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满头大汗 确实跪向萧景寺 萧景寺抬抬手 示意柳玉使退下 太子 可用本国师让诸位大臣 一一过目 不 不可能 怎么会是假的 凤父李几乎崩溃 失声咆哮 怎么会是假的 不是假的 不是 怎么会是假的 他躲过那么多次追击 东宫所能调动的所有兵马 几乎一个不留 在流荣湖岸的潮水里 他甚至连人性与血亲都摒弃了 取来的 竟然是一纸废纸 凤父李突然大笑 萧景寺 你 他咬牙 满眼兴芒 全是恨意 你是故意的 故意纵虎归山 好环环相扣 后他自投罗网 待他自断羽翼 萧景寺唇角四笑 转瞬即逝 忽而冷了眼 沉声令下 将太子拿下 凤父李癫狂一般 树发散乱 满脸的血 他嘶吼 你们敢 本宫是太子 本宫是这大梁的储君 和萧景寺算什么东西 等本宫继位 继位 哼 轻轻一声凉凉的笑声 萧景寺辟腻 俯视而望 泱泱大梁 何须你一个废人 来成帝位 凤天殿的龙鸣鼓下 有大梁亲王 有皇亲贵胄 有文武百官 却无一人智慧 是不敢 是不能 有愤然 也有钦佩 萧景寺啊 将凤氏江山 牢牢指掌 东宫已落 太子一败涂地 身体摇摇晃晃 手执着龙鸣鼓 蒸蒸作响 仅剩的一只眼 怒火熊熊 我的死是全部毕命 你却独独留我一条性命 费尽心机 射居引我入瓮 你 何不杀了我 萧景寺走近 微微俯身 嗓音迷离慵懒 因为要让你也尝尝 苟延残喘 众叛千里的滋味 她看她的眼神 有恨 是世骨的冰冷 似满腹深仇大恨 像沉甸甸的利刃 一刀一刀地弯向她 凤腹里身子一软 坐在了地上 癫狂大笑 苟延残喘 众叛亲离呀 当她为了这一纸诏书 连自己的女人和骨肉 都抛弃了 任刘蓉湖暗的潮水 淹没了他们时 便是她苟延残喘 众叛亲离的衣食 萧景四不杀她 她要她生不如死 凤腹里探坐在地上 笑得生死利己 萧景四转身 提着扑了一地的白色裙摆 踏街而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一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姚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91集 虚语 内务夫使官来宣读赵令 传国师之令 太子叶 幻仰仰死士 谋逆造反 罪行暴露 却仍不知悔改 伪造诏书已令诸侯 三罪并行 暗律当诸 今夜圣上仁德 未及福祉 年官将临 大赦其死罪 废除太子之位 贬为庶民 太子府一族 终身囚禁宗人府 钦此 一旨令下 东宫被废 从此 大梁再无储君 奉天殿前 经了所有人的神 凤玉卿笑道 萧锦次啊 萧锦次 你可真能耐你 转眸 瞥了一眼身侧的 凤阴巡和凤之士 东宫没了 接下来 轮到谁呢 凤之士冷眼 吾皇兄此话何意 凤玉卿答非所问 他 不大喜欢麻烦 若不来惹他 便也不会犯人 二皇兄与其皇帝 亮丽而行 莫重倒了 太子皇兄的覆辙 凤之士与凤阴巡 皆变了脸色 却是凤玉卿 心情不错 端着眸光 打亮殿前的一众官员 果然 不见亲南王府的人 一个时辰前 平广王府流放的诏书 送去了天牢 楚家的人 许是又为了某人 东奔西跑了 远去凤天殿摆布 洪宝德追着 萧景寺的脚步 啊 你与秦真去打猎 怎生都不带我 你学了三年建 至今连 为平侯府最细的 木桩都批不断 洪宝德无话可说 为何要接他的短 本相也可是淑女 淑女 书女 古希说 洪左相让人折断了 玉对紫香用刑的 工人的一双手 嗯 该去华阳宫接紫香了 半课中后 玉林军前往华阳宫 前太子妃萧氏与 废太子同去宗人府 太子妃 请吧 萧福尘脸色煞白 毫无血色 她缓缓撑起身体 晃晃荡荡地走了几步 猛地往后栽去 太子妃娘娘 工人大喝 只见萧福尘宫装裙摆里 有刺目的血 顺着脚踝鼓鼓流出 血 好多血 不好了 太子妃她 血崩了 传太医 立刻传太医 太子妃血流不止 速去禀报国师大人 与太后娘娘 华阳宫偏殿里 呼天抢地 乱成一团 废太子正妃萧氏 因沉石落胎 便暂且留在华阳宫休养 不过几个时辰 又一次大出血 不似沉石那次 这次萧氏血流不止 伺候的工人不敢耽误 立刻请来了太医枕脉 随后让前来 遣送萧氏去宗人府的御林军 一同去星月殿通传国师大人 片刻后 华阳宫的工人 便随御林军在星月殿外求见 国师大人 华阳宫里的太子妃娘娘她 萧锦寺端坐在星月殿的软榻上 手中茶盏一扣 太子已废 何来的太子妃娘娘 华阳宫的贵嬷嬷立刻俯身请罪 老奴誓言 请国师大人恕罪 其 萧锦寺嗓音庸懒而轻忧 说吧 贵嬷嬷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废非消失 出血不止 太医说 腹中子嗣恐怕是保不住了 一旁蹭茶的红宝德悠了一声 诶 这胎儿不是陈时就落了吗 怎得又来落了一次啊 魏嬷嬷大汗淋漓 老奴不知 太医院的太医都说千真万确 萧氏血崩之症 的确是落胎所致 红宝德笑着细血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这萧氏的肚子呀 也是个奇迹 可不就是 贵嬷嬷扶手站在一旁 不敢多言 后国师大人吩咐 萧景寺平平静静的 好似默不关心 这后宫之事 请太后定夺便是 别说后宫之事 天下之事 还不是国师大人定夺 国师大人虽如此说 不过贵嬷嬷就是再愚钝也知晓 国师大人这是借太后的手呢 贵嬷嬷会议 老奴领旨 华阳宫的人一走 红宝德就凑到萧景寺跟前去 萧浮臣的肚子不是假的吗 怎么就假戏真做了 你何时知晓的 萧浮臣当日为了免去戴罪之身 才出此下策 本以为这怀孕也装不得多久 早晚都得玩火自焚 却不想 竟真让他给怀上了 太子府里的下人 有一半是楚玉的人 楚玉这么炙手这天吗 这真的合适吗 红宝德惊了 那就是了 太子府里全是眼线 别说萧浮臣的肚子 就是他太子的房事 你家楚美人也一清二楚啊 嗯 红宝德兴致勃勃 就是不知道一夜几次啊 左大人一言不合就开黄枪 萧景寺笑了笑 非礼物听 红宝德假不正经 那萧浮臣真的落胎了 这血都流了两次了 哪一次是真啊 他既要诬陷紫香陷害黄寺 这孩子自然不能留 哦 第一次是构陷 这第二次嘛 就是以笔之道还施笔身啊 唉 可惜了 凤家的第一个孙子辈的子嗣啊 萧浮臣尘尸过半的时候 被人暗中掳出了宫 近五十才送回来 景寺 他的肚子 是你动的手 萧景寺摇头 片刻又点头 虽不是我 却败我所赐 如此 那便是借刀杀人 你是借了何人的手 红宝德十分好奇 萧景寺微微沉吟 太子 红宝德震惊了 萧浮臣的肚子 可以说是奉妇里的免死金牌 他既然舍得 那定是比免死金牌 还要让他趋之若鹜的东西 那一道摄政诏书呀 唉 可惜是假的呢 红宝德感叹 唉 虎毒还不识子呢 活该他奉妇里 偷鸡不成十八米 突然想到一事 景寺 那真的诏书 现在在何处 烧了 嗯 萧景寺笑得有些宠溺 楚月烧了 红宝德惊呆了 楚美人他 神助攻啊 萧景寺放下茶杯 起身 我去一趟华阳宫 此时 华阳宫里正乱着呢 跪了一屋子太医 工人战战兢兢地 站在两侧 皆是心惊胆战的 沈太后前些日子 染了恶疾 精神头还未恢复 窝在休憩的小榻上 脸色不甚好看 逆了一眼 跪在殿中的一干太医 你们给哀家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胎儿不是尘尸在 星月殿变落了吗 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 院守将太医打寒 下官也不知缘由 只是 江太医吱吱呜 甚是颤礼 只是下官等人 一一给萧氏耗过脉了 这华台之香 绝对不会有污 既然这会儿千真万确是华台 那么陈时那次 毫无疑问 便是以假乱真 沈太后眼微微一抬 今日尘尸给萧氏尘迈的是何人 话刚落 一人跪地磕头 太后娘娘饶命 太后娘娘饶命啊 是你 正是太医院副院守 宁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也驾到 束手就请 作者顾南希 姚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92集 宁海神色荒剧 太后娘娘饶命 今日沉实的落胎之证 是 是微臣 误诊了 一句误诊 便想一概而论 而且这脏水泼的还是新月点 更何况 太医院中 当属江院守 与这宁海 最是妙手回春 连个落胎都能误诊 如此理由 未免也太过蹩脚 无枕 太后冷逝 宁海斗大的汗珠 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下官无能 求太后开恩啊 既然无能 要你何用 沈太后沉声高喊 来人 将这无能的 昏庸东西拖出去 斩了 立马便有侍卫前来拿人 宁喊大吼大叫 太后娘娘饶命 太后娘娘饶命 是太子妃她 这时 殿外宫人通报 国事大人到 一屋子的官员宫人 接宫身行礼 恭恭敬敬 萧景寺缓缓进殿 略微扫了一眼 那被强行拖出去的宁海 并无指示 侍卫这才继续将人压下 无用宁海招 谁人不知这落胎一事 是何人栽赃嫁祸 难怪东宫落得如此 竟在太岁头上冻了土 太子被废 朝政动乱 国事大人 曾有空来哀家这华阳宫了 沈太后挥退了太医院的人 命人奉茶招待 萧景寺入座 如今 她位居国师 摄政朝纲 这大梁再无人遵予她 自然 也不用行礼问安 萧景寺便开门见山 我来接我星月殿的侍女 贵嬷嬷 还不快把人请来 萧景寺汉手 以示谢意 所幸 用行之时已被 红左相制止了 若真要用了行 这华阳宫 也安稳不得了 沈太后道 是哀家老糊涂了 轻信了那 庸医的片面之词 好在这紫香姑娘 在哀家的华阳宫 并无大碍 不然哀家 也难辞其咎了 沈太后举起茶杯 哀家在此 给国师大人 赔个不是 萧景寺淡然无波 看不出喜怒 太后娘娘无须多礼 此番 萧氏犯下大罪 也是哀家管教不严 竟认他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做出这等勾陷他人之事 不知国师大人 打算如何处置这萧氏 萧景寺沉默 似思寸 沈太后 与其慈善了几分 不知国师大人 能否给哀家 几分薄面 面在萧氏丧子的份上 从轻发落 留他一命 也莫要朱莲 终归是皇家的人 沈太后也并不想痛下杀手 况且 比起一个一败涂地的东宫 眼前的女子 才是大患 萧景寺仍是不见情绪 一双眼 古井无波一般 太后娘娘言重了 本国师与萧氏同为萧家女 自然会网开一面 她转头 对殿外御林军导 这几日 你们守在华阳宫外 莫惊扰了他人 待萧氏将身子养好 再遣送去宗人府 与废太子作伴 殿外御林军从命 是 片刻便退出了华阳宫 顺帝并威 皇家御林军 也暂时听从国师号令 整个大梁权势 几乎尽数被萧景寺 握在手掌 沈太后沉吟不语 萧景寺起身 太后娘娘 本国师还有些话 与萧氏说 便不久留了 太后汉手 吩咐身边的工人 带国师大人 去偏殿萧氏的住处 带到萧景寺出了正殿 沈太后身子一软 有些坐不住了 满脸乏意 贵嬷嬷上前搀扶 太后娘娘 您怎么了 太后脸上毫无血色 我奉侍一俗的江山 恐怕是要断送在这女子手里了 太后娘娘宽心 天家各为王爷 都不是登贤之辈 况且 国师大人 终归是女子 总不能自立为王 如何不能 贵嬷嬷震惊不已 华阳宫偏殿里 费太子妃昏迷刚醒 便问到腹中胎儿 婢女方其回 胎儿已落了 太医孩道 此次大出血伤了身子 日后 怕是再难怀喜 方其是萧福尘 从文国公府陪嫁带来的侍女 十分护住 她怕萧福尘经不住打击 便让近身伺候的宫女 三肩齐口 萧福尘又问 太子呢 她在哪儿 如何了 方其迟疑着 快说 萧福尘脸色纸白 毫无一点血色 她躺在榻上 额前的发背冷汗尽湿 动都动不得一下 怕她动怒伤了身子 方其不敢再支舞 太子在奉天殿 敲了龙鸣鼓 招来了文武百官 拿出了圣上的传位 摄政诏书 这 只是 诏书是假的 国师大人便 便拿下了太子 废除了太子 便入宗人府 萧福尘听了 沉默了许久 突然放声大笑 嘴里不断难着二字 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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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别动怒 写方止住 太医说尚不可大喜大怒 方其端来药汤 娘娘 先喝药 身子要紧 萧福尘突然情绪大躁 挣扎着起身 我不喝 你们都想害本宫的孩子 滚开 滚开 娘娘 方其红着眼 六神无主 萧福尘坐不住 整个人虚弱地趴在床榻上 大力地挥手 撕扯喊叫 滚 都滚出去 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 方其跪在地上 眼泪直掉 将太医说了 娘娘付出的死态还未落干净 汤药 萧福尘扑上去 打翻了汤药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头发粘在毫无血色的脸上 惨白地可见脸上的经脉 唯独一双眼烟红烟红的 布满了血丝 他趴在地上 嘶喊咆哮 什么死态 本宫的孩子 是未来的皇主 你们再敢胡言乱语 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娘娘 地上的女子疯了一般 挣扎扭曲 声嘶力竭的叫喊 你们全部都滚开 本宫不喝 本宫的孩子还好喝的 为何要喝这落死态的药 你们一定是要害我的孩子 我要把你们都杀了 全部都杀了 突然 绰绰人影进殿 女子温婉清零的嗓音喊道 吴姐姐 萧福尘骤然抬头 萧景思步子散漫 走近了 吴姐姐 跟我说说 是谁要害你的孩子 方琪同屋内侍奉的几个婢女 连忙跪下 奴婢见过国师大人 都退下吧 她秉退下人 屋里便止于二人 萧景思坐在一旁的木椅上 理了理夜地的裙摆 俯视摊坐在地上的女子 现在清醒了吗 是谁要害你的孩子 萧福尘瞳孔中的浑浊 渐渐清明 渐渐灼热 死死地对视着萧景思的眼 是你 萧景思俯身 凑近她 是凤妇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彦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演播 第193集 萧福尘眸中染了火光 熊熊星子 似乎下一刻便要喷射出来 萧景思不疾不徐 嗓音清幽好听得 好似迷迷蛊惑 他看着萧福尘的眼 说 一个时辰之前 刘荣胡暗的事 这么快便忘了 萧福尘瞳孔骤然紧缩 一个时辰之前 正是刘荣胡暗 涨潮时分 湖水涨涨退退 汹涌地拍打着 胡暗冰冷的岩石 他一睁眼 才发现自己 被绑在胡暗的岩石上 冰冷的湖水刺骨 寒意从四肢百还渗入 潮涨水渗 已经咽到了他的胸口 有人将他掳了来 绑在了这湖暗 他整个人都清醒了 抬头大声呼救 声音戛然而止 他的正前方 湖暗上 占了一个人 太子凤副礼 他的夫君 一身是血 湿了一只眼睛 满脸触目惊心的烟红 结痂成了一块一块的猙獰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让他左眼被毁 萧福尘喊他 殿下 凤副礼正在原地 纹丝不动 潮水随着风 拍上了岸 湖水越发涨起 已经没了他心口的位置 萧福尘挣扎了几下 手脚却被牢牢绑住 动不得一分 腹中隐隐作痛 这冬日的水极寒 他腹中的胎儿未满一月 怎见得住这般阴寒入体 萧福尘大喊 殿下 殿下救我 殿下 快救我 他喊了许久 凤副礼却没有动 盯着湖岸的另一头 正正出神 萧福尘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另一方湖岸对面 那里立了一把剑 剑上绑了一卷明皇的布帛 用白色的罗帕 松松垮垮地系着 潮水漫过 缠着的明皇卷轴 冻到了几下 似乎随时都要被水卷走 那帕子 萧福尘认得 白色袖底 刺了一个饶字 那是萧锦寺的 他终于明白了 为何睁眼醒来 便被绑在了流荣湖岸的潮水里 也终于明白了 太子为何会毁了一只眼前来 摄政诏书根本不在南景村的竹林里 而被平广王藏在了流荣湖岸 所以凤父礼来了 比萧锦寺晚了一步来 萧福尘几乎用尽了所有力气嘶喊 殿下 萧锦寺早便知晓妮与广平王合计之时 他什么都知道 又怎会将诏书留下 是假的 那诏书一定是假的 这都是萧锦寺的陷阱 早便在平广王入狱之时 东宫的暗人便去了天牢 与晋炳卫同谋 假借南景村竹林里藏诏书为诱饵 引萧锦寺入望 东宫倾巢而出 只为取萧锦寺性命 然而 太子失了一只眼睛 他被绑来了这摄政诏书真正的藏地 那么 毫无疑问 萧锦寺他无所不知 他在将计就计 从他被绑的岩石 到湖岸对面的摄政诏书 数百米距离 太子不早不晚 在潮水漫过他心口时才赶到 那么 二者取其一 有德 就要有舍 萧锦寺 掐算得可真精准 萧福尘大惊失色 这是萧锦寺的计谋 那摄政诏书只是诱饵 殿下 别犹豫了 快救我 潮水已经漫到了渤港 他腹下脚痛难忍 萧福尘大声呼救 殿下快救我 救我们的孩子 时间不多了 殿下 封副理抬头 左眼一大块结痂 他说 福尘 这是本目最后的机会 他已沦为叛军 只有这摄政诏书能助他最后一步 我呢 你有我死吗 还有我付出的孩子 你也要气了吗 权力 人性 这是萧锦寺给他的选择 是要贪得无厌 还是要适可而止 本宫很快便会回来 留下一言 奉副理朝着另一段跑去 毫不犹豫 也不曾回头看一眼 人性 无血 情义 这些东西 比起万里江山 确实微不足当 太子奉副理 终其一生追逐的权势 怎会轻易被摒弃 最是无情帝王家 他萧福尘自从月影寺的帝王宴落后 便注定要一生湮灭在权力之争的淤泥里 他只是抱了一丝庆幸 他的孩子 他与奉副理携手进退的那些时日 他毫无保留的辅佐 能让奉副理动一丝 哪怕那么一点点侧隐之心 是他自以为是了 难怪 他曾会预知出萧锦寺 嫁入东宫之后的惨状 原来 那也是他的后尘 奉副理 你 你会做报应的 你 潮水漫入口中 凉凉入腹 他剧烈的咳嗽 腹部坠痛感来势汹汹 似有一股灼热流出体内 我的孩子 一张嘴 水便呛入喉中 萧福尘 正正地看着远处 看着凤副理 取下了那明黄的不薄 他得意忘形地大笑 忘乎所以地欢庆着 他触手可及的那把龙椅 你说得对 他是会遭报应的 萧福尘猛地回头 瞳孔放大 不 小 小 君寺 他站在远远的湖岸对面 一身白色的衣裙 干干净净 只是偶尔漫过的潮水 湿了他的裙摆 他身侧 绝色的男子皱着眉头将他抱起 似乎懊恼潮水打湿了他的鞋 将自己的披风给他穿上 萧锦寺与楚狱终于来了 来收网了 萧锦寺笑着 静静地看着涌动的潮水 毫无波澜起伏 你不是会预知吗 难道你看到的那些画面没有告诉你 你有眼无珠地选了一个怎样自私不堪 又贪得无厌的男人 萧锦寺直视那一双波澜不惊的眼 比这冬日的湖水还要冷 哦 你与他 也一般无二 萧锦寺的声音散在风里 带着冷衣服来 所以 不要忘了 今日是谁对你们母子见死不救 水 用嘴型说 求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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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孩子 已经晚了 下腹滚烫的液体脱离身体 他一时渐渐被涌动的潮水侵蚀 耳边有隐隐约约的声音 是萧锦寺让人将他抱上来 模模糊糊看到裙子上有大片大片的烟红 似乎 有男子的声音 阿柔 你暖不冷 阿柔 我们回去吧 我怕你在外头待久了 会受寒 阿柔 潮水会弄湿你的鞋 我背你回去 常山世子楚狱 对萧锦寺势如珍宝 如此小心翼翼 萧福尘直到意识丧尽 也没有看到凤妇里的身影 他该回来了 不是吗 回忆到此 萧福尘已经是泪流满面 他趴在地上 放声大笑 讥讽 又自嘲 许久 他抬头盯着萧锦寺 我腹中的孩子 你是如何得知的 为了保住他腹中的孩子 他甚至连保胎药都不敢喝 本以为萧锦寺毫无动作 是被他一开始的假运所迷惑 竟不想 他在伺机而动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94集 萧锦寺缓缓地坐直了身子 悠悠深沉的毛 染进了浓墨一般的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而现如今 大梁的王 是我 萧浮尘烟红了眼 叫喊 你连尚未出世的孩子都不放过 萧锦寺脸毛 上一世 萧浮尘为了献他不易 又何曾放过得非进士的孩子 他不过是以彼之道 还尸彼身 萧浮尘的孩子不留也罢 即便活了下来 也注定一世不得善终 我不是说过了吗 害你腹中孩子的 是奉腹礼 萧锦寺冷宁的目光 无水无寒 安安静静的 好似置身事外 他缓缓轻语 我给奉腹礼的时间足够了 我算好了 若是先救了你们母子 再去取摄政诏书 时间也是足够的 他心里若是有一丝 你与腹中孩儿的地位 你们可以一个都不用死的 萧浮尘身子狠狠一颤 一瞬失魂落魄 然后他哭了 痛哭流涕 扬起头痛痴 萧浮尽 你为何不杀了我 我知道你恨我 恨风不离 为什么不杀了我们 为什么要让我们 沦为剑下囚 为什么 白木香还没有到手 怎么能死 他似笑非笑 我不是很喜欢 脏了自己的手 自相残杀 方才是上策 萧浮尘痴笑了一声 撑着身子站起来 摇摇欲坠 耳边是萧锦斯凛冽的嗓音 自私壮尽耳膜 以后放聪明些 看清楚你能招惹的人是谁 你能报仇雪恨的人 又是谁 萧浮尘冷笑 跌跌撞撞地走到暗井 端起药碗一口饮尽 萧锦斯啊 他不喊停 这万丈深渊 便还没有结束 即便生不如死 也得苟延残喘着 三日前 国师大人一纸诏书 凭广王中宝私囊 坚守自盗 流放江州 此番东宫叛乱 萧广王不知悔改 与废太子结党营私 国师任正 特免进家一族死罪 将萧广府上下一百三十人 贬为奴籍 流放江州 一更天了 这会儿 萧广王一家 应该已经出了梁都了 夜晨如景 宁静深远 忽儿 火把一闪 押送 苹广王一家的官兵顿时警觉 什么人 不见其人 只闻轻烈的嗓音 长山世子 楚狱 官兵惊愕 高举火把照去 白米远的官道上 一行人十多个 高坐马上 最前头那人一身白衣 悬色披风 兜帽遮住了半张脸 暗暗火光下 轮廓隐隐可见 只露了半遍容貌 那青城颜色也错不了 确实是长山世子 楚狱 小人见过长山世子 一瞬 所有官兵跪下 低头 生怕失离惹的这位主子不喜 只怕长山世子 此番前来劫道 是要特别关注一下 平广王一家了 他们这些瞎兵蟹将的 还是最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省得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靳炳卫健壮 便知不好 你要作何 楚狱下了马 身策精华给他打灯 走近 逆了一眼手带镣铐的靳炳卫 无波无痕的语气 杀你 顿了一下 又说 杀你全家 此话一落 靳家不少女眷 便樱樱哭泣 靳炳卫脸都是轻的 身子颤立 却咬牙强称镇定 忠目睽睽之下 十二人灭口 楚狱 我们死了 你也很难交代 楚狱挑了一下眉尾 精华面无表情 一板一眼地说 平广王一家流放江州途中 遭遇流寇 一家一百三十一口人 全部死于非命 押送的官兵中 领头人就愣了一下 立马道 小的明白 顺者昌 逆者亡 这个道理 他懂 靳炳卫惊恐至极 你们 楚狱抬手 精华立刻会议 给了个眼神 楚家军十几个儿郎便上前 不须拔剑 解决这些手无寸铁之人 徒手便可 押送的几十个官兵都呆若目击了 惊叹于楚家军杀人不见邪的手段 也惊叹于楚世子心狠手辣的程度 到底平广王一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之事 竟惹得常山世子亲自来灭口 楚狱冷眼旁观 好似漫不经心 爷 精华迟疑了一下 属下有一事不明 楚狱抬他眼 便恩准他多嘴一次 国师大人怎知道 平广王与太子串通好了 然后来了个将计就计 精华不慎明白 莫非平广王在牢中 早便与太子穿上气了 国师大人又怎知 太子要的东西在流人湖岸 而非南景村 莫不是未卜先知 整个大梁都是我阿饶的 我阿饶就是大梁的王 没有他点头 丰富里的话 一个字也传不到 金炳卫那个蠢货耳朵里 他们能暗度陈仓 自然是我家阿饶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这个道理 精华也拨不了 楚狱瞥了他一眼 一脸看白痴的眼神 你们兔子一族真愚笨 是啊 势必不得国师大人 神机妙算聪明绝顶 精华对世子爷这种 无时无刻通过贬低他人 来把他的女人夸上天的行为 完全习以为常 世子爷 属下还有一事不明 说你愚笨 你倒变本加厉了 精华哑口 爷 您在国师大人跟前 敢这么嚣张恶毒吗 说 楚狱给了精华一个冷眼 精华就说了 世子爷 靳家以不足为据 您为何还要赶紧杀绝呢 何必多此一举啊 楚狱的口吻很愤怒的样子 一副恨不得把人剥了皮的样子 他尽是一门欺负瓦绕 嗯 精华一脸懵逼 虽说平管王府与东宫太子 是一丘之鹤 也做了不少自掘坟墓的事 但是 分明是国师大人 一直在实力碾压进家 何来被进家欺负一说 楚狱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这么愚笨 说了你也不懂 上一世 靳家明知道 德飞的孩子是何人下的手 还无耻不要脸的诬陷阿柔 寡了他们一世怎能解气 这一世也要杀了 精华自然是不知小内档子 上一世下一世的陈年往事 干脆闭口不言 省得再被鄙视 楚狱又看了一会儿 那边解决得差不多了 他兴致缺缺 吩咐精华 你留下身后 本世子要回宫 同我家安饶困僵 精华不大放心 就叮嘱 世子爷 您千万要小心 莫说漏了嘴啊 依照平日里世子爷在国师大人面前娇软的样子 不打自招很有可能 他千叮咛万嘱咐 国师大人那般聪慧 定不是好护弄 只怕国师大人今日看见了属下真身 会对你有所怀疑 楚狱狠狠拧眉 骂道 都怪你这只蠢兔子 谁来说句公道话 到底是谁把他变成了真身 到底怪谁 楚狱又狠狠地弯了精华一眼 这才上马 迫不及待的一家马妇 飞奔而去 清华心里不知为何 十分不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不远处 不远处 有女子打灯走来 楚狱猛地拉住了缰绳 阳唇一笑 便下了马 朝女子走去 阿柔 十米之外 女子缓缓走近 白色的披肩 大大的冬帽遮住了脸 昏昏暗暗的烛火 映着她下巴轮廓模糊 唇红齿白 浅笑着 楚狱跑过去 十分愉悦 阿柔 你怎么来了 夜里天寒 受凉了怎身好啊 她低着头 并未说话 楚狱怕她冷 将自己的披风截下 披在她的身上 七许地问 阿柔 你是来赢我的吗 楚狱 楚狱动作微微一顿 披风落在地上 女子嗓音轻哑 缓缓抬起头 是 我是来赢你的 她笑 毛中一抹名利 竟有几分妖言 缓缓抬手 放在楚狱腰间 骤然 女子的手腕被擒住 楚狱狠狠用力一扯 目光冷车 你不是阿柔 楚狱抬手 一把掐住 她白皙纤细的脖子 说 你是何方有你 她眼底森冷 全是杀气 三更声响 星月殿外 更夫打更而过 寝殿内还燃着烛火 静默的夜 竹心琵琶 清响 萧锦丝披着衣裳 坐在床旁的小榻上 长发随意散着 却了无睡意 唤了一声 紫香 紫香 紫香进殿 主子 什么时辰了 回主子 方才打了羹 快子夜了 萧锦丝起身 背马车 我要出宫一趟 神色竟有些慌张 主子在星月殿 等了一个多时辰了 长山世子还没回来 想来是急了 紫香道 离天亮不过还有几个时辰 楚狮子兴许是在清南王府 主子不若明日再去寻楚狮子 萧锦丝着衣 取了玉簪随手挽了发 摇头 不好 紫香还想说什么 萧锦丝便已经走出了店 紫香 我有些不安 我怕楚狱他会出事 紫香不再耽搁 立即去准备马车 一刻钟后 星月殿的马车 便停在了清南王府门前 那教年 一看便知识何人 门卫立即进去通船 是年轻的管家 华之处来接驾的 国师大人 华之连忙恭恭敬敬地 把人迎进府 国师大人 怎这般时辰来了 老奴这便去 换王爷过来 萧锦丝摇头 急急问道 楚狱可回了王府 华之道不知 让人换来了金华 金华也刚回府 正要去宫里候着呢 国师大人便来了 金华诧异 世子爷不是在宫中吗 萧锦丝闻言 脸色已白了几分 他没有回王府 金华之事态紧急 立马事无巨细地交代 一惊天的时候 世子爷同属下一起 在梁都城外的关道 处理完进家的人 世子爷说要同国师大人困窖 便留了属下扇后 自己回了宫里 我回城时特地问过城北守卫 世子爷的确是回了梁都 这般时辰了 怎会不在星月殿啊 萧锦丝身子微微一颤 紫香都吓坏了 赶紧上前去扶 从未见过自家主子 这般魂不守舍的样子 主子 你先别慌 世子爷许是因什么事耽搁了 紫香 快让谷西领兵 能掉多少人马 便掉多少人马 去帮忙找他 快去 声音有些颤音 十分急促 萧锦丝眼底 沉沉浮浮的光影 乱得一塌糊涂 事关长山世子 自家主子已经慌了神 紫香不敢有片刻耽搁 属下这边去 金华立刻对华知道 快去通知王爷 后半夜 亲男王府乱成了一锅粥 次日一早 整个梁都街上 全是禁军 挨家挨户地搜寻 如此阵仗 搞得人心惶惶 市井百姓们纷纷揣测 这是出了什么大事 小四中 几个不一男子正议论纷纷 怕惊扰了街上一波接一波的禁卫军 小声地谈论 先生可这是怎么了 街上怎么这么多官兵 莫不是在抓什么刺客 三十出头的金兽男子 用筷子夹了个包子 边吃边说 什么刺客会有这么大的面子 惊动这么多人 身旁身影略微矮小的男人 眼嘴道 听说好像在找什么人 找谁啊 惊闹得如此心神动动 同桌的另一人 将椅子移过去几分 倒了杯茶 指着小丝外头 哎 你看 那些人的打扮 银甲绒装 铜箭铁盾 有人惊了 那可是 楚家军 正是 亲南王府的 楚家军的 身材矮小的男人 探着脑袋 瞧外头 哟 连楚家军都惊动了 想来是 亲南王府 在寻人啊 而且这宫里 还派来了 这么多禁卫军 莫不是 长山世子的美貌 寄予之人 如过江之计 男女老少皆有啊 若是在寻 长山世子 那和宫里 那位国师大人 有什么关系啊 经兽的男人 把手里的包子放下 兴致勃勃的很 哎 我倒还听闻 是国师大人 下了进程令 宫里的禁卫军 快将整个梁都 都翻了个遍了 连安远将军 都亲自来寻人了 国师大人 与亲南王府 席间 有人若有深意地笑了 我看哪 有猫腻 一桌的食客 都频频点头 肯定有猫腻 国师大人 与长山世子 暗渡陈仓的传闻 坊间早就有了 甚至有嘴长的妇人 还传着二人 早就猪胎暗结了呢 此番 梁都也好 梁公也罢 都是乱得很 竹子 谷西从昨晚出宫寻人 这会儿四时 才回到星月殿 桌上摆了一桌早膳 萧景思一口都没吃 脸色有些苍白 他焦急地起身 找到了吗 谷西摇头 萧景思眸子又是一案 问紫香 那杏花呢 杏花寻到了吗 紫香不知主子 为何这般紧要关头 还要四处寻杏花 回答 杏花许是贪玩 还没有回来 萧景思脚下微微一颤 脸上毫无血色 眸中雾矮沉沉 许是一夜未眠 眼底的青带影沉沉的 他这般模样 实在让人担心 红宝德走过去 拍了拍他的肩头 别自己吓自己 楚玉那是何等人物 怎会轻易让人讨了便宜去 萧景思眼里的光影 浮乱不平 心绪难拧 不 他绝不会如此不知一死 让我找不到他 他很肯定 纯被无意识地咬得发白 一定是出事了 他说着便往外跑 要去寻楚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 领衔主演 第196集 秦珍抓住他的手 你不吃不睡 我不放心你出去 况且太子刚被飞 朝堂 还有皇室 太多双眼睛在盯着你 都在蠢蠢欲动 四季欲动 你现在状态不好 先镇静些 人 我去帮你找 萧景思睁开秦珍的手 他不见了 我哪里还管得了朝堂 秦珍不知如何劝他 他担心楚玉 他何尝不担心他 平日里多聪慧冷静的一个人 如今这般惊慌失措 他怎能不担心 一只手扯住了秦珍的袖子 怎么 不舒服 秦珍担心地看着萧景思 他摇摇头 竟有些无助 秦珍 你帮帮我 我现在有点慌 没有办法冷静思考 心头太多不安 全是窒息感 他毫无头绪 根本不知如何是好 秦珍点头 扶了扶他有些乱的发 嗯 我去帮你寻人 你夜没睡 去觅画 我现在出宫 萧景思摇头 秦珍无奈 拿他没办法 并让慧迟与古兮 还有那个叫夏乔乔的 寸步不离地跟着萧景思 他毫无目的 就是没办法坐着等 洪宝德同秦珍一起出了宫 两人皆神色不宁 宝德 景思无暇顾忌 你盯着点炒汤 放心 我醒的 洪宝德拧着眉头 难得如此一副 愁容满面的样子 秦珍 我认识景思十几年了 今天第一次瞧见景思 这般 这般六神无主 不止 不止六神无主 整个人完全没有办法冷静 秦珍沉默不语 眉宇的褶皱越发深了 他一定很爱很爱楚狱 洪宝德总以为是楚狱 一头栽在了他家景思身上 原来 两相情深 刻骨铭心 这会儿 已至五十 正是太阳最烈之时 冬雪消散 暖了几分 独独流离宫中 像照不尽阳光一般 阴冷至极 正殿内 门窗紧闭 店外没有一人看守 刘苏纱窗落下 内室昏暗 散发着阴阴冷逸 还有一股浓重的血腥味 刘苏长急坠地 浅绿色扑满了一地 门被推开 一缕风卷起了刘苏 隐隐可见地上盘旋 缠绕在一起的一团墨绿色 女子手臂般粗细 尾端在扭动着 竟是蛇尾 侯鸣推门而入 惊呼了一声 主上 蛇尾人参 满脸皱纹 头发花白 便是眼角的泪质 也变成了暗灰色 妖族寿命不过几百年 承碧已休了三百年 藏在真青那副 貌美皮囊下的骨鞋 早已是苍老花甲 事已 一旦重伤 这蛛岩树 便再也修补不了 承碧突然掀开眼 吐出一大口血 主上 红鸣大惊失色 只见女子脸上的皱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爬满了所有裸露在外的肌肤 墨绿色的蛇尾 被重重甩出 承碧捂着心口 又吐出了一口血 快把人都带上来 声音依旧如少女般 只是满脸更横的皱纹 以及那墨绿色的瞳孔 只看一眼 便叫人心惊胆寒 红鸣领命 唤了一声 门便被打开 十几个宫女装扮的女子 机械地走进来 目光涣散 目睹呆滞 这是被施了幻术 墨绿色的毛子骤然一身 舌尾便缠住了一人 一只犹如干枯树皮一般 坑挖不平的手 擒住那湿魂宫女的脖子 俯身 力齿便刺进她的脖梗 那宫女抽出了几下 便睁着眼垂下了手 须语 舌尾松开 那宫女倒在地上 脖梗上有两个洞 却没有一滴血流出来 承碧伸出蛇信子 舔了舔唇脚 抬手 指尖灰白的褶皱慢慢退去 她转头 白色裙摆下蛇尾摆动 瞬间便将一人卷入 北营上古禁术 识人血修行 可助容颜 可助修为大增 一盏热火的时间 内殿便躺了一地年轻的女子 血腥味极浓 却不见一丝血红 承碧吐纳了一口气 周身淡绿色的光云不散 缓缓淡去 那舌尾已换成了女子修长白皙的腿 没有穿鞋袜 赤着脚踩在地上 皮肤光滑 葱白如上好的玉 她抬头 朱红的泪质 容颜艳丽至极 红明取了衣裙递过去 朱子 您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是我大义 低估她了 承碧慢条丝里的一件一件脱下衣裙 换上光装 转身 便换成了陈太妃的模样 哼 没了内丹 她竟还能伤我三分 能伤她之人 北营不过看看几人 若没了内丹 还能让她受这样重的伤 便只仅此一人 是 妖王楚玉 承碧杨纯 笑得邪魅 楚玉啊 第二次对她下如此重手呢 昨夜城门外 二更天 楚玉擒住她的手 目光冰冷 你不杀着 她伸手便掐住了她的咽喉 说 你是何方咬你 她换成了一缕风 女子一身摇摇下坠之时 一团墨绿色的烟雾 缓缓穿过那衣衫 换成了女子的模样 她脱离了楚玉的智骨 她笑着扶着自己的脸 我的幻术 从未被人识破呢 楚玉却只用了一眼 让她无处遁形 我这张脸 到底是哪里与萧景寺不一样 修长白皙的指尖 落在女子脸上 容颜清丽 一双宁静深邃的眸 旁人看来 确实与萧景寺一般无二 楚玉满眼冷漠 我家饶宾你这个妖女 好看百倍千倍 我自两立 她笑 步履轻盈 缓缓走近 既然她这般好看 那我扒了她的皮 做成人皮面具如何 楚玉抬手 指尖骤然凝出淡蓝色的光 一蹴而现 便换成了一把利剑 直指女子 本王先剥了你只妖女 华莉 风卷一刨 楚玉瞬间便移到了女子跟前 一挥剑 骤起那风 缅锋成剑 没有内丹还如此逞强 城壁束手长爪 露出长长的力指 我倒想看看 没了内丹的妖王大人 如何剥了我 她突然猛扑 挥手变成一道刃 袭向楚玉 楚玉却纹丝不动 扔出了手里的剑 刺破风刃 钉入了女子的身体 女子被甩出了几米远 捂住心口 吐了一口血 一招 是她太大意了 竟忘了楚玉即便没了内丹 也是十三岁便统一了北营 令人闻风丧胆的妖王 楚玉 这才不过刚刚开始 她缓缓站起身 舔了舔唇角的血 看着她眼中融了笑意 分明是萧锦寺的模样 这一笑竟如此妖艳 墨绿色的光蕴 萦绕在女子周身 风吹散 便不见了身影 楚玉身子一软 丹西跪在了地上 唇角渗出了一抹血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第197集 次日,博木时分 金华回了王府 楚木正等在门口 急得反复躲步 王爷 金华大不留心 找到狮子叶了 楚木一听又惊又喜 人如何呢 金华沉吟了一下 脸色凝重 只道了二字 不好 夜转星移 整整三日 仿若数个春秋 萧景寺没有找到楚玉 也不知去哪里找 浑浑噩噩了三日 失魂落魄了三日 度世如年 整个凉都昏昏沉沉的 许是又要变天了 还有六日便是除夕 大抵因着市井里 五步便是一兵 提刀握剑的禁卫军 随处可见 这坊间百姓 也不好张灯 结彩迎新年 这临近除夕 却显得格外清冷肃穆 年二十四 许久不曾有人 叨扰的新月殿 来了不速之客 主子 国公爷带了周姨娘来求见 萧景寺站在杏花树下 伸手接着风吹落的藏花 道 不见 三日时间 她瘦了不少 精神头不是十分好 子乡迟疑了一下 周姨娘说 若是主子不见她 她便一直在 新月殿前跪着 那便让她跪着 周姨娘是萧福尘的生母 此番来求见的目的 显而易见 萧福尘身子僵养了几日 也该送去宗人府了 周姨舍不得女儿 而萧凤瑶也确实舍不得 这触手可及的国杖之位 一个时辰后 主子 那夜城门 有人见过世子爷 竟如死水一般的眸 突然便有了颜色 带我去见那人 萧景寺出新月殿时 萧凤瑶与周姨还跪在殿前 见她出来 萧凤瑶上前换道 萧景寺 萧景寺微微抬眸 萧凤瑶背脊一朗 立刻改口 我 我是大人 对这个女儿 她惧怕得很 带着几分讨好的语气 扶尘她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别白费口舌了 她并无耐心 转身便走 裙摆却叫人拽住了 周姨跪在地上 抓着萧景寺的衣服 仰起头哭红了眼 国师大人 切身求你 求你帮帮扶尘一次 不要送她去纵人府 扶尘她会预知 她可以助国师大人一臂之力 萧景寺俯视 眼底冰冷设人 直到二字 放手 周氏却紧紧抓着 似抓着救命稻草一般 哪里肯松手 国师大人 求求你了 求求我女儿 求求她 她落了胎 身子不好 若送去了宋人府 她会熬不住的 切身求你了 切身给你磕头 她以手扣地 重重地磕了几下 便红了额头 求求夫臣 求求她 萧景寺眉头越拧越厉害 我说最后一次 放手 周姨娘哭着摇头 夫臣她是你姐姐 你 话还未说完 瞳孔里印着的女子骤然俯身 她伸手便掐住了周氏的脖子 我现在没空与你周旋 你若是耽误了我的事 我必将你千刀万挂 萧景寺靠近 盯着周氏惶恐紧缩的瞳孔 你的女儿会落到今日的地步 全都是败我所赐 这样 你还觉得我会救她吗 周氏神色一僵 是你 她默得瞪大了眼 是你害了我女儿 萧景寺松手 将她甩在地上 扶了扶衣袖 转身便走 身后妇人大吼大叫着 妖女 你这个妖女 你才该死 周氏疯了一般 突然扑上去 猝不及房间 周氏拔下了发间的金钗 狠狠地刺向萧景寺的后背 子乡大喊 主子 小心 萧景寺骤然转身拂袖 那金钗便划过手臂 刺破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瞬间染红了白色的衣袖 主子你没事吧 紫香眼睛都红了 大喊 来人 星月殿外 顿时有剑卫军飞入 个个面色森然 单膝半跪在萧景寺面前 我是大人 这些人 都是暗中隐匿在宫中 保护萧景寺的楚家军 个个凶神恶煞 叫那周氏下的双腿发软 坐在地上瑟瑟发抖 萧景寺拢了拼风 将迅速愈合的手臂遮住 他道 文国公府周氏 刺杀当朝一品国师 起嘴当诛 收押大牢 择日处置 楚家军听令 是 萧凤瑶欲开口求情 景寺 国公爷这是要包庇刺客吗 一双眼冰冷入骨 萧凤瑶哑口无言 事后 闲杂人等 不得踏进我星月殿百米之内 留下一言 萧景寺快步离开了星月殿 夜里 萧景寺翻回宫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天牢的韩大人便匆匆来了星月殿 不敢让人扰了萧景寺 紫香询问了一番后 才去转达 主子 周氏死了 这事敢是的 没一刻安守 萧景寺揉了揉眉头 眼底浓浓的眷色 是他杀 还是自杀 他杀 除了脖子上的两个血洞 身上没有其他伤口 我做去验过了 周氏身体里竟一滴血都没有 萧景寺眉头深锁 眸色渐深 所有喜怒都藏于那双幽深而宁静的眼里 人刚关进天牢 半天就死于非命 其意图太明显 这几日 朝堂动荡 周王一派结党银丝 四处拉拢朝中大臣 在坊间散播各种不利国师的谣言 梁都百姓怨声载道 各种国师祸国的传闻不敬而走 这周氏一死 坊间怕是又要传国师大人心狠手辣 连内气都杀 紫香又道 这死状甚是诡异 而且天牢里外全是我们的人 绝不可能有人能避开天牢的守卫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行凶 熟下也查过了 近来宫中有许多宫人失踪 分辨了皇宫连尸体都找不到 萧锦丝沉默良久 问 紫香 你相信这世间有妖吗 紫香摇头 萧锦丝抬眼看她 我信 她笑得凉凉生意 自言自语般呢喃了一句 也许 我也是其中一只 紫香无言反驳 伤口不要而愈 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不由地想起今日和主子 一起去见那日夜里 目睹了实情的路人 她说她在城门前 看见一个生得极好看的女子 去城门口迎一个男子 只匆匆看了一眼 因那对人而生得实在太俊俏 便记住了他们的脸 男子是画像上的厨余 女子 那人指着萧锦丝说 是你 怎么会有两个柱子 紫香觉得 这个世道 没准 真有妖 请停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 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198集 当夜 废太子萧氏听闻生母死于非命 大痛而不省人事 罪女苏穆茨向沈太后请旨 去宗人府为其诊断 苏穆茨走后不久 废太子妃萧氏便下了塌 脸色依旧不好 眼神却清明了许多 不再浑浑噩噩的 替我更衣 萧浮沉道 不过几日 她就瘦得不成样子 脸色白得吓人 宗人府里 与牢笼一般无二 粗茶淡饭 不薄素衣 能走动的范围 不过这一方宅院 也没有伺候的下人 沈太后见萧氏身子上虚弱 才允了方琪一个丫头来伺候 小姐 自从太子被废 方琪便改口换萧浮沉小姐 换奉妇李四王爷 你身子不好 不便起身 有何事 自负奴婢去做 萧浮沉置若网闻 方琪 过来替我梳妆 我要去见四王爷 方琪大惊 分明先前小姐因着落胎一事 即便只是隔了一堵墙 也对四王爷避而不见的 怎就突然想通了 也不敢多问 上前给萧浮沉挽发 萧浮沉脸眸 久久失神 耳边 苏木慈的话 一遍一遍想起 知道萧浮沉 为何没有杀 凤夫李吗 萧浮沉不言 只知其一 萧浮沉要他生不如死 确实 他如愿了 凤夫李 夜夜在宗人府发疯 几次恨不得自我了断 苏木慈却等 因为他还有一张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底牌 是什么 白木香 他从未听过什么白木香 更不知与萧浮沉有何干 苏木慈大抵不是来侨并的 他还说 太子被废后 萧浮沉便让人抄了太子府 只是翻遍了太子府库房 也没有找到那株药材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 因为你杀不了凤夫李 我也杀不了萧景寺 苏木慈眼底的光 与他一模一样 是恨 是不甘 是屈辱 可是萧景寺 可以杀了凤夫李 那株白木香 可以要了萧景寺的命 萧浮沉冷冷一笑 哼 谈何容易 萧景寺何曾吃过一回亏 四日上午 梁都发生了一桩怪事 文国公萧凤瑶在自家院子里经了马 平白摔断了三根肋骨 快去了半条老命 太医说 恐怕要躺上个一年半载 唉 飞来横祸啊 这刚死了老婆 又摔断了骨头 祸不单行啊 算算日子 楚玉已经失踪了四日五夜 一晃而过的时间 恍若隔世 梁都的天晴了又阴 阴了又晴 琢磨不定着 星月殿的天 倒是一如既往的暗无天日 连着几日 萧景寺不是站在杏花树下发呆 便是漫无目的地 走在楚玉消失的城门前 恍恍惚惚的 似若有所思 似魂不守舍 除了秦真谁也不见 什么也不说 不怎么吃 也不怎么睡 子香这才发觉 原来长山世子 在自家主子心里头 扎根扎得这样深 大年二十六日午后 秦真来了星月殿 秦真 如何了 秦真见他瘦了不少 让子香去端些膳食过来 处理一处地方 整个大梁都绝地三十了 萧景寺眸光微微明亮了几分 新南王府 秦真这才浅浅笑了 你终于冷静下来了 六神无主过 也手足无措过 只是他不能乱 也不敢慌 对啊 秦南王爷爱此如命 可是他却一日三餐 一次都没落过 确实 若是楚玉有个三长梁短 楚牧绝对会将大梁都翻了 还有萧凤瑶 他的肋骨不是被折断的 是被人打断的 萧景四脸毛 看不出喜怒 平静地过分 他说 是楚玉干的 秦真笑了笑 他家景寺 即便再荒再乱 心思依旧这般缜密 新南王府 世子主愿 京华左顾右盼了一番 才推开门进去 世子爷 落了床蔓 遮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风的 杖子里头 扔了一个字出来 嗯 听起来 声音奄奄欲睡 想来 身子还没养好 爷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教训了一下文国公 楚玉掀开杖子 言辞以令 他要是再敢去烦我家 然后 就直接弄死他 是 京华仔细瞧了瞧楚玉 还是那日人刚寻回来时的模样 拦牟利爪 猫尾猫耳 用世子爷自己的话说 就是不仁不妖 如此 便有些不好办了 京华试问 爷 您还不去见国师大人吗 见楚玉皱眉 京华又说 这几日 国师大人为了寻世子爷 可是食不下宴 夜不能寐啊 楚玉听了 心疼得不得了 又十分苦恼 用尖利的爪子挠着床板 我这副样子怎么去家饶 他会嫌弃我的 怪谁 世子爷明知道没了内丹 还强行催动妖法 如今元气大伤 变得这般人不人猫不猫的样子 京华早些年便听北营的老妖 背地里编派过世子爷 说他生来便是半妖之身 这副模样才真真是原神 至于这副模样 猫耳猫尾猫爪子 那张脸和那个身子 依旧是该死的迷人 他当真觉得 不至于会被嫌弃吧 算了 不接世子爷伤疤了 京华问正事 爷 您可知袭击里的是哪方妖孽 处于眉头一皱 好生嫌弃 一条恶心的蛇 蛇 能伤了世子爷的蛇 修为必定在他之上 京华不敢大意 世子爷 那蛇经可还有什么特征 他会换颜束会脸妖气 处于想了想 补充了一句 是一条很丑很老的蛇 若非那畜生换成阿饶的模样 惹得他出了手 也探不出他的底细 蝴蝶精先前禀报过了 说宫里前了一只食人修行的大妖 莫不就是这蛇妖 京华细思极恐了 他潜在宫里 定是寄予世子爷 您放在国师大人那里的内丹 处于一脸亲密 不知天高地厚 想来也是 那蛇妖连没了内丹的世子爷 都打不过 自然也销售不起 国师大人体内的内丹 轻则反噬 重则毙命 不过比起国师大人 京华更加担忧世子爷 已经连着几日 世子爷心急厉害 睡都睡不下 传话去北洋 让京云把整个蛇族 都给本王锁进猪腰台 若是查不出那条蛇 是什么来头 就给本王把所有蛇 剥皮抽筋 锻成蛇垢 是 京华刻不容缓 正要推门出去 听得世子爷挠床的声音 好想我家阿扰 听起来竟有点像归院 楚玉一边挠床 一边自言自语 好忧郁好忧伤的样子 不知道她有没有好好吃饭 有没有好好睡觉 要是瘦了怎么办 她想不想我 是不是担心坏了 长叹了一声 楚玉揪着床单 唉 我好想好想我家阿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 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一百九十九集 精华刚要过去宽慰两句 听见外头滑枝的声音 像是跑来的 气喘吁吁的 世子爷 国 国师大人来了 楚玉愣了一下 然后二话不说 钻进了床底下 那里 有个密室 精华总觉得 哪里不对 但说不上来 是哪里不对 是楚慕接待的 萧景寺 留了他用膳 晚膳全是 萧景寺 爱吃的菜式 饭后 还品了茶 许是没有楚玉 在一旁厚死薄比的 添油加醋 楚慕极是友善 跟着楚玉一样 一口一个阿饶地 叫着萧景寺 还好 没让世子爷听见 精华如是响 在王府待了近一个时辰 带紫香来迎 萧景寺才离府回宫 出了亲南王府 他问 如何 紫香摇头 整个亲南王府 我都找遍了 也没找到楚世子 他不愿见我 为何 平日里 常山世子可是 巴不得时时刻刻 缠着自家主子 萧景寺微微醋眉 许是因为怕我 紫香听不懂了 楚世子最怕的 不是尸宠吗 这是闹哪出啊 我既寻不到他 那便等他来寻我好了 萧景寺回头瞧了 一眼王府的大门 便上了马车 紫香正准备驾马 古希骑马赶来 行色匆匆 又生事端了吧 果不其然 古希下马道 主子 宫里出事了 何事 顺敌他醒了 紫香惊恶不已 难道是回光返照 这都一只脚踏进棺材了 没理由走出棺材来呀 立刻回宫 约莫一炷香的时辰 天已经暗下来了 永延殿外两派公额掌灯 有延兵把守 女子时机而上 穿着素色的衣裙 夜地的沙衣 扑在石阶上 缓缓走来 进殿门十米左右 被持剑的男人拦住了去路 国师大人请止步 男人三十左右的年纪 生得板正 萧锦司稍稍抬起下颚 你们要拦我 那男人惶恐 抱贱攻身 圣上有令 任何人不得进永延殿一步 特别是 特别是国师大人 想来 是里面那位回光返照的老头 特意下的命令 萧锦司也不恼 忠心护主固然重要 也莫要忘了 审时夺势 语气分明听不出 半点怒涩 却气势凌人 圣上虽行 到底还是国师大人掌权 男人权衡之后 跪地请罪 属下之罪 你既连本国师都敢拦 这天家各位王爷 与朝中大臣想必你也不会畏惧 威威倾下身 她说 那便都拦下吧 国师大人这是要她 盯着天家各位王爷啊 免得与老皇帝横瀉一气 男人想了许久 属下明白 萧锦司汗手 转身 踏着石阶而下 子乡随同一旁 无甚理解 主子 这便回去了 嗯 主子未免也太淡定 镇静了些 子乡不放心 那万一老皇帝 他又出来蹦跋 如何是好 自然是留不得 主子是想暗中 子乡想了想 伸手 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萧锦司笑着摇头 这君是要试的 这拳也是要夺的 只是 这手自然会有人来伸 紫香智力不够 完全一头雾水 却也不担心 我儿转朝堂 主子最是擅长 萧锦司柔柔眉心 倦意上了眉头 我这几日倦得很 今日不论何事 都不要来扰我睡觉 是 是夜 月朗星熙 宜阳郡主携三两个宫额 去御花园采些新鲜的花茶 为沈太后煮茶入药 方走这园中 听闻隐隐有嘻嘻嘻嘻的声响 灵芝打着灯 照去 你是什么人 在做什么 只见从中 有三两个工人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女子蹲在一旁 背着身 看不见模样 只见有红色的光韵 那女子起身 转过脸来 一脸交错的红斑 红铜四血 是你们送上门来的 可怪不得我 还方说完 有什么东西 熄灭而来 与灵芝随行的 两个小公鹅 便被甩出了身体 摔在地上 晕了过去 灵芝默地瞪大了眼睛 蛇尾 好长的红色蛇尾 咚的一声 他倒地 被吓得不省人事了 那女子正是红明 红斑赤练蛇的蛇尾 足足有三四米长 她走过去 映了眼 已经昏厥的女子 抬手 红色的光韵 打向灵芝 却在猝不及防时 一块十死 击中了她的手腕 红明吃痛 谁 那人正落在 园中的观景亭上 直直站着 还抱着把箭 背着月光面无表情 别碰她 生得不算妖艳 但清俊 模样倒不似妖族 只是气息不同人族 红鸣月起 舌尾幻化成了腿 抬起血红的毛子 你是妖族 她不置可否 确切地说 她是低等寿类 得了妖王大人点化 才修成了妖 此人正是小灰 大名灰猫 红鸣吃笑 不过几年修为 还敢来多管闲事 小灰瞥了一眼 说 我最讨厌蛇 蛇族的女妖 多数放浪狠毒 善蛊惑人心的那一套 吵死 话落 红鸣扶风而上 蛇尾一甩 扫向观景亭 小灰纵身月起 凭着顿时被掀了起来 她拔剑 立竿见影地一看 正中蛇尾 喉鸣一声痛叫 便摔在了地上 满脸不可思议 一只刚修炼成人形的妖 怎会有如此功法 红光一闪 她幻化成了蛇形 钻进了丛林 灌木里 脱了一条长长的血痕 小灰轻蔑地吃了一声 竟然小觑她 几年修为 那也是经妖王大人点话 收了剑 小灰走过去 蹲下 探了探林芝的鼻子 确定她只是昏倒了 眉头这才松开 用剑柄推了推她 她没醒 又用脚踢了踢她腿两下 还是没反应 这个愚蠢的女人 凑过去一点点 小灰伸手 嗨她脑袋 还不行 她 好响的一声 好重的一巴掌 林芝脑袋上 瞬间多了个巴掌印 她颤了颤睫毛 悠悠转醒 小灰面不改色地收回手 十分淡定地起身 站在一旁 林芝睁眼就看见了她 一脸惊喜 小灰将士 小灰不想理她 林芝坐起来 突然觉得脑门好痛 揉了几下 她这才灰神了 想起了方才的一幕 顿时拉住了小灰的胳膊 小灰将士快跑 有妖怪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 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把集 小灰 小灰用两根手指 钳着灵芝的衣袖 把她的手拉开 她拽得紧 没拉开 拧没到 是你眼花了 灵芝迟疑了一下 然后看见地上 还晕着的几个公鹅 她摇头 很笃定 我没有 真的有妖怪 她撕了一声 摇头晃脑的脑门好痛 十分困扰 我的头 散得这般疼 小灰想了一下 被妖打的 总不能说 被她打的吧 灵芝一听 是被妖打的 抓着她的胳膊 就更用力了 一双水洗的毛子 清澈见底 你相信我了是吗 我真的看见妖了 小灰戳了戳 她的手背 有点不耐烦的样子 你还要抓着我多久 灵芝脸一红 立刻松了手 她自小耳鱼目染的 都是宫中贵女的 气度和礼仪 此番失了仪态 十分窘迫 撑着身子 自己爬起来站直 可是腿一软 又抓住了她的手 灵芝十分不好意思地说 小灰僵尸 我腿软 小灰瞥了她一眼 麻烦 虽如此说 还是蹲下去 背对着她 灵芝是名怨 是贵女 矜持 灵芝谢过小灰僵尸 只是男女受受不侵 灵芝自己 小灰拽住她的手 一把扯到自己背上 别啰啰嗦嗦 灵芝也不好再扭泥 手规规矩矩地 放在小灰的两只胳膊上 稍稍拉开些距离 那些宫女呢 等会儿叫人过来拖走 以为她什么人都背吗 灵芝很感动地说 小灰将士 你对我真好 她是华叶将军的遗孤 在宫里举目无亲 除了沈太后 真心待她的人并不多 事宜 养成了这般善感的性子 小灰不领情 不要叫我小灰将士 妖王大人也没给她赐名 国师主子也没给她取名 灰猫是她的本命大名 小灰是个什么鬼 灵芝改口了 很礼貌的样子 小灰大哥 小灰吐了一口浊气 算了 随她吧 小灰大哥 你是在宫里当差吗 灵芝的声音很轻柔 有着书卷女子的温柔婉约 小灰不冷不热地 回了一个音符 灵芝很严肃地叮嘱她 那你日后要更加小心些 别被妖怪抓了去 我听华阳宫的宫鹅们说 妖是会吃人的 我也在一些古迹掩饰里看到过 妖会食人血修行 啰啰嗦嗦 小灰不认同 很多妖不吃人 她纠正 他们吃鱼 虽然妖王大人不吃鱼 但许多猫族还是会吃一辈子的鱼 比如她 吃一辈子鱼也不会腻 不会咽 灵芝听她辩解 有些不可思议 你不怕妖吗 小灰的耐心所剩无几 妖也有好妖 不是什么都是坏妖 妖就是妖啊 小灰发怒 直接撒手了 灵芝猝不及防地被摔在草丛里 抬头不解地看她 小灰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说她 无理取闹 你自己走回去 小灰不想理她了 直接就走人 灵芝也不恼 去追她 小灰大哥 小灰走在前面 灵芝追在后面 小灰的脚步慢了一点点 方才是你救了我吗 嗯 灵芝温柔的眉眼越发温柔了 那我 小灰立马打断 一脸严肃的不行的表情 不要以身相许 我不喜欢女人 戏文里都是这么唱的 男人救了女人 女人就以身相许给她当媳妇 然后婆婆不喜欢女人 女人伤心离开 这样的戏本 她在星月殿屋顶当差的时候 闲来无事看过很多 京华左使说了 为了不让人类发现她是妖 要多读点这里的书 她怕不够表达她的决心 又说了一遍 不要以身相许 我不喜欢女人 灵芝脸颊通红 又羞又炯 我只是想 想到谢 小灰愣住了 啊 戏文里都是乱写的吗 难怪京华左使说人心险恶 她不想交流这个话题了 加快了脚步 灵芝跟得有些吃力 欲言又止了好一会儿 你不喜欢女人 是 是喜欢男人吗 小灰瞪她 她分明是喜欢母猫 灵芝受过很好的宫廷礼教 虽觉得有备伦常 但还是很善解人意的 小灰大哥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歧视你的 小灰竟无言以退 许久 蹦了一句 你 无理取闹 她大步流星地走人 再也不想理这个女人了 身后 灵芝站了好一会儿 她居然不喜欢女人 她抿了抿嘴 觉得心里有点堵 四日 风一大早 殿外的烛火刚熄 主子 紫香端来洗漱的热水 晋王殿下在殿外求见 萧景四尽湿了帕子 擦了擦脸 这半时辰 她来做事 晋王殿下昨夜子夜便来了 因着主子吩咐了 不得让你睡觉 便将而拦下 晋王已经在外等了一夜了 这晋王殿下对主子的态度 真是越发捉摸不透了 虽说不至于视同水火 可到底不是同一阵营 也不避讳着 让她到殿外等吧 萧景四洗漱完才过去 凤玉清已经等在那里了 脸色有些发白 嘴唇发紫 许时因着冻了一夜 衣衫都有些潮意 倒不见了平日里的风流倜傥 她抬眼瞧了一眼萧景四 喝茶润了润 有些发痒的嗓子 你这新月殿 倒是跟铜墙铁壁一般 想来昨夜是硬闯无果了 萧景四不知可否 既是铜墙铁壁 房也何故来闯 说话总是这么不温不火 凤玉清嘴角一抽 是本王欠证 萧景四笑了笑 服了服茶面的嫩牙 你竟还如此悠哉 凤玉清话里有话 她昨夜在新月殿站了一夜 自然是大事 萧景四宜然自得地倒 不然呢 凤玉清放下茶杯 神色少了几分平日里的 完事不恭 父皇昨夜拟了一道圣旨 要封你为妃 圣旨还未宣照 方公公连夜给本王传的消息 定是千真万确 也不知道父皇是回光返照 还是中了什么血 萧景四闻言 毫无波澜 却是凤玉清有些急了 你早朝时间还有一刻中时辰 你现在去节下圣旨 还来得及 剑王殿下 要一起用早膳吗 国师入宫 不得干政 他父皇一只脚已入土 姑且不说那圣旨 是不是他父皇的意思 不论是谁 都是来意不善的 他倒好 根本没当一回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清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百零一集 你竟还吃得下 我为何吃不下 如此淡然 好似胸有成竹 你可有后招 萧锦寺摇摇头 让人传善 风雨轻失笑 见萧锦寺淡淡然神色 后知后觉的发觉 自己反应过激了 真是皇帝不及太监气 正好 膳食传来 萧锦寺一脸认真 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殿下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胡言 胡言指的是他是皇帝 还是他是太监 早上后 离早朝的时间近了 萧锦寺让紫香取来 郁寒的披风 要出殿去 朱泽 你要去金轮殿 萧锦寺摇头 系好衣领的断袋 还有什么是比阻止 那风飞诏书还要紧的 紫香不禁问道 那您去哪儿 永延殿 去永延殿做事 等人 萧锦寺千千笑了笑 戴上了冬帽 尘时两刻 金轮殿上 地令诏书下 在那心扉 永延殿内 香炉生紫烟 鸟鸟生起 朱连叮当响 被撩开 一双断面紧靴踏进来 萧锦寺缓缓抬头 那脚步便顿住了 阿 阿柔 朱连落下 来回荡开 落在处于的大场之上 他愣了一下 便低下头 拉了拉兜帽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萧锦寺从椅子上起身 走过去 我等了你许久了 厨余转身就走 他抓住了他的衣袖 你若再躲我 我便再也不理你了 厨余身子僵了一下 侧着身子 不抬头 也不看他 萧锦寺走到他面前 沉默了良久 我还以为你出事 声音有些哽义 本来不委屈的 见了他便委屈了 他一哭 处于就完了 处于抬头看着他 一双如玉的毛 蓝色浓郁 阿柔 萧锦寺红着眼 也看着他 看着他蓝色的瞳孔 我错了 他还是不会哄人 就会跟着他眼红 阿柔 你别哭 别哭了 处于抬手捧着他的脸 想要擦去他眼角的泪 那纸上尖利的爪子 却暴露无遗 他下意识便要缩回手 却被萧锦寺抓紧了手腕 缓缓地拉到了眼前 一双手 剔透如玉 指节分明 比女子还要精致几分 却唯独那长长的利爪 很突兀 锋利极了 阿柔 别看 似乎很是紧张 他的手都有些轻颤 用掌心遮住他的眼 阿柔 你别看 他怕他看到自己 这半人半腰的模样 纵使阿柔胆是过人 却终究是女子 是他视若珍宝的女子 即便他不畏不惧 却也看不到他眼里 流露出一分不喜 楚玉低下头 不敢看他的眼 微凉的一双手 落在了他的脸上 小锦寺轻轻抬高 与他对视 他走近了一步 盯着他的眸子 细细地看 似乎要看到 他眼眸深处一半 这般毫不躲闪的对视 叫楚玉慌了神 阿柔 我 我 别动 楚玉便不动了 战战兢兢地站在他面前 小锦寺表情严肃 是不是因为你变不回去 所以才躲着我 你可受伤了 已经无碍了 无碍 怎会无碍 他一进来 他便察觉到了 他脸那么白 脖梗却很红 他在极力压抑着咳嗽 极力地不露出痕迹 小锦寺点起脚 抬手缓缓地 取下他的东帽 楚玉身子轻微地 颤了一下 那乌黑的发中 一双白蓉蓉的耳朵 也跟着颤了两下 软啪啪地搭了着 似他的主人一般 扶手贴耳地 乖乖认错 小锦寺瞧了一会儿 十分平静 不挠也不怒 倒是楚玉不敢乱动 生怕惹他不喜 小锦寺抬手 又落到楚玉披风的记带上 楚玉抓住他的手 软软地换 然后 他冷静得有些严肃 我要看 楚玉自是不敢忤逆他家阿饶 松手垂在身侧 握拳收紧 手心里全是冷汗 小锦寺解了他披风断带 点脚给他脱下 微微侧身 将他的衣袍拱出了一端 白衫衣摆下 一小节白色的猫尾 正落在外面 摇了摇 小锦寺眼眸愈发清凉 大抵是因为他视线太过炙热 楚玉的尾巴 便不听话了 对着他摇晃 小锦寺久久没有回过神 楚玉越发地交集不安 扯了扯一扇去盖住尾巴 手足无措斑 说话都不大利索了 阿饶 你别 别怕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 小锦寺抬起头 认认真真地神色 我 能不能摸一下你的尾巴 楚玉愣住 嗯 他好想好想阿饶给他摸摸 可是 吓着他怎么办 楚玉正纠结着 一双小手便抓住了他的白尾 似乎有些不知轻重 用力一握 楚玉倒抽了一口气 身子僵硬了 唯独那尾巴不消停 他一碰便摇得更欢快了 见楚玉如此反应 小锦寺放轻了手上的动作 轻轻一抚 喵 如此一声 百转千回 好生苏麻 小锦寺愣了愣 楚玉咬紧牙 懊恼不已 他怎就没忍住 自我比喻了许久 才小心翼翼地打恋 小锦寺的神色 哼 果然是你 小锦寺松开手 走到楚玉跟前 喊了一声 杏花 楚玉正主 许久傻愣愣地问 我 我是哪里暴露了 你叫唤的时候 摇尾巴的时候 还有做错事 搭了下耳朵的样子 与杏花一模一样 果然 他一摸它 它就暴露了 他家阿饶 许是在精华露出真身的时候 便有所疑惑了 他这般聪慧 怎会还猜不到 杏花与楚玉 从未同时出现过 杏花与楚玉 对他随时随地 都肆无忌惮的动情 他许是早有察觉 因为深爱 所以 深情难掩 楚玉握着小锦寺的肩 慌张却坚定地谋 视死如归一般的凝重 阿饶 是我 我便是杏花 杏花便是我 我本来便是这般模样 如今你看到了 我的半摇原身 停顿了许久 他吸了一口气 阴色沙哑 阿饶 你可还要我 他如履薄冰地 将自己放低姿态 低到了尘埃里 却决绝坚定 萧锦寺试想 若是他摇头 楚玉会怎样 不堪设想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青伦 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 有声剧 欢迎 您的收听 第二百零二集 萧锦寺沉思良久未言 楚玉握在他肩上的手 竟有些发抖 你若是不要我 眼底蓝色的流光 渐渐暗下 一点一点褪去 琉璃一般精致的光 他微微梗了喉头 尖色紧绷的嗓音 说得很缓很缓 你若是不要我 我也不会走 你赶我 我也不走 我会一直缠着你 就算你打我 骂我 用火烧我 我也不会走 他想过了 要是阿饶真的不想要他 便一直缠着他 他若是一眼都不想看见他 他就死在他跟前 那样就不会惹他生厌 也不用离他而去了 反正 阿饶不要他 他就不活了 萧锦斯有满腹的疑问 满腹的话语 到了嘴边 脱口而出的 却是微脑的话 有谁骂过你 打过你 用火烧过你 出于低下头 蓝色铜毛退了几分亮色 我的胜负 他的父亲 外人眼里最疼爱他的父亲 在看见他的真身之后 照告天下 他是孽障 是不祥之人 鞭痴 火刑 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杀了他 他死了吗 楚玉摇头 他在西陵 想来 楚玉不是楚墨亲子 想来 有人曾虐待过他家姓花 萧锦斯眼一抬 凌冽得很 等以后 我给你骂回去 打回去 烧回去 生父又如何 楚玉不好背负师父之名 他可以替他讨回来 他一眼 楚玉摇的眼睛亮了 一直紧紧皱着的眉头 缓缓疏开 他抬手 很小心地拉了拉他的手 却不敢一直拽着 有些欢喜的样子 阿饶 我不难过 西陵所有人都那样对我 我也不难过 我不喜欢他们 所以没关系 只要你不嫌我 他想 他的阿饶还是舍不得他的 舍不得打他骂他 用火烧他 楚玉长时间紧绷的神经 这才稍稍松了 满足地摇起了尾巴 他这般毫无底气 又容易满足的样子 落在萧锦斯眼里 眸光柔和极了 像有什么扯了一下心口 有点发疼 又有点发紧 萧锦斯将手 扶在楚玉的手背上 嗓音轻得像柔软的羽毛 在他耳中辽动 是不是我对你不够深爱 所以才让你这样小心翼翼 不带楚玉回应 他凉凉的唇变落在了他的唇上 没有循序渐进 他用力地吻他 毫无章法 也不懂技巧 只是急尽了力气 撕膜啃咬 将楚玉唇齿间的气息与精液 全数吞入腹中 没有闭上眼 他睁着眼对视他的毛子 这是第一次 萧锦斯这样用力地与他缠绵 甚至手游在他的腰腹 甚至他眼底 有滚烫灼热的火光 这种情绪楚玉并不陌生 情到深处时 难以自尽 手 缓缓地往下 离他下腹不过直尺 再往下 楚玉摁住他的手 眼底是一潭蓝色的水雾 竟有几分腰意 楚玉扶在萧锦斯的肩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 尾巴已经湿了空 竟缠上了他的腰 再继续 很难停下来 耳边 是萧锦斯轻轻地笑声 楚玉 你可以有恃无恐 也可以视宠而交 不用对我那样谨慎小心 是我离不开你 他说完 手突然下疑 却不知轻重 狠狠地碰了一下 楚玉倒吸了一口气 嘴里下意识便 溢出了一声 猫叫 动情时 格外撩人魅骨 楚玉抱起了萧锦斯 理智全无 只余下一个念头 他喜欢她 他也喜欢自己 不可自拔地喜欢惨了 然后抓着她的手 便要继续 主子 门外死香的声音 突然传来 楚玉动作顿住了 僵在原地 萧锦斯还被他 按在暗截上 一座屏风挡在他眼前 里间左拐 便是顺地地落榻处 楚玉如遭雷击 他居然在这种地方 对他家阿柔这样放肆 楚玉喘息 平复了许久 才咬牙将萧锦斯的手 抓了出来 放在唇边 轻轻地咬了一下 俯身在他耳边 说了一句 阿柔 快 不要点火 蓝色的眸 竟也有几分心红了 萧锦斯低头瞧了一眼 他的腹下 笑叶如花 没办法 总得让楚玉知晓 他对他 也有欲望 同他对自己一样 安抚地扶了扶楚玉 摇晃的尾巴 走到窗前 何事 紫香这才回答 风飞的圣旨 已经在金鸾殿上 召告天下了 他方才好像 好像听到了 很奇怪的声音 是何人 苏公罪女 苏木慈 萧锦斯瞧了瞧里间 一点动静都没有 想来里面的帝君 又是昏死过去了 据仙人来报 顺帝昨日不过醒了片刻时间 灵魂出窍了一般 下了圣旨 便又昏睡了 这副德行 怎能消受美人恩 自然 这永延殿里的一举一动 都逃不过萧锦斯的眼 亦逃不过楚狱的眼 帝君出行 突降圣旨 遇纳心扉 金鸾殿上 圣旨宣告 百官震惊 国师大人 无事便不会去上朝 正逢国师大人不在 朝堂上都乱套了 凤玉清 柔柔因一夜未睡 而干涩的眼睛 摇头失笑 这个家伙 害他白牵肠挂肚了一个晚上 就是不知 这狸猫换太子 是出自萧锦斯的手 还是楚狱的手 下了朝 秦真喊住了凤玉清 亲王殿下 凤玉清春风满面 偏偏君子 秦将军 秦真一贯气度好 待人有礼 这会儿却板着张脸 不大和气地看着凤玉清 本将军听闻 昨夜你在新月殿外 站了一宿 这是来问罪的 秦舅舅也没这般操心吧 宫中何时这般没有秘密了 秦真可不和他嬉皮笑脸 一脸严肃 我家锦斯还未出阁 请晋王殿下 注意言行 女儿奴听说过 外甥女控倒是不曾听闻 只是 这秦真说起 萧锦斯时的神色 实在太过紧张谨慎了 凤玉清觉得好笑 也不揭穿他这般 模样的用意和情绪 知道 据我所知 那楚狱 可是在新月殿塑了几夜 祸水东隐 阴险啊 红宝德刚好路过 听到凤玉清这一句 过来搭了一句 皇爷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 楚狮子可不同 他是我家锦斯的男宠 凤玉清感觉受到了暴击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文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203集 秦真一个眼神过去 红宝德立马改口 不对 是正宫 亲王殿下 下不为例 秦真告诫完 拽着红宝德的官服 把他拖走了 凤玉清好笑 当爹的也没这般草木皆兵的 所以 这哪是养女儿 那乡 红宝德被秦真拽着走 他揪着自己的衣领 叫唤了一路 哎哎哎 秦将军 众目睽睽 那男女寿受不亲 秦真继续把他拖走 状元郎 状元郎在那儿呢 你快松手 状元郎在看我呢 你别坏我形象 新近的状元郎 十分年轻又英俊 红左相先来无事 就会拿来打去打去 调戏调戏 秦真哼了一句 老不正经 你管我 能不管吗 他与锦司年纪相差无几 红家一门又只剩下了他一个 虽不是卫平侯府的女眷 却也和养在卫家一般无二 秦真怎能不管 尤其是他这性子 都当了相爷了也不知道收敛 满嘴的不正经 这乡 左相大人被安远将军拽走了 后面 几位当朝同仁忍不住嘴碎了一句 这安远将军 同左相爷的关系真好 另一位同仁说 还有国师大人 关系啊 复杂着呢 几位同仁说说笑笑走远了 一位身穿红色官服的三品官员愣在原地 难道 只有我听说长山世子 是国师大人的男宠 风飞圣旨在金鸾殿上召告之后 方公公便又去了华阳宫的偏殿 醉臣之女苏穆慈 因着要替沈太后看枕 便暂居此处 苏穆慈皆指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朕久病不遇 国政不徒 观其兴相 一心婚庆 已冲厄运 仅有罪臣之女苏氏穆慈 慧智兰心 医术卓绝 贵而不逝 可政后庭通晓要礼 可视君策 虽以苏氏赐阵 可为君妃 着急策封为端妃 亲此 竟是冲喜 如此由头 即便皇帝只是回光返赵之招 朝中百官也难存异议了 皇家素来有冲喜一说 他苏穆慈又是罪臣之女 这圣旨他抗不了 也推不掉 苏穆慈跪在地上 失神 方公公道 苏姑娘 接旨吧 赵叔以赵告天下 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便被推上了刀口 后知后觉的毫无防备 苏穆慈咬牙 伸出双手去接 民女 民女 皆知 手微微颤着 握着圣旨的关节发白 拽得死紧 恭喜了苏姑娘 方公公笑着行了个礼 奴才罪着 现在该改口了 恭喜端妃娘娘 端妃娘娘 这把枷锁 他恨不得撕了 恨不得将圣旨 摔到萧景寺脸上 苏穆慈一言不发 拿着圣旨跑到了寝殿 将手里的圣旨摔在女子面前 你不是要离间那二人吗 你不是要萧景寺备宽后宫吗 为何最后枫飞的变成了我 顺帝并入膏肓 一旦驾崩 后妃不是陪葬便是剃度 这时候 无论是谁 只要踏进后宫 就是万丈深渊 坐于暗桌上之人 正是陈氏太妃 她道 枫飞圣旨 被调包了 本以为那二人 伤得伤 慌得慌 要先发制人很容易 竟不想 一点便宜都没有讨到 女子某眼拉长 冷悠悠的视线 对上苏穆慈的眼 至于为何是你 这便要问楚玉了 永延殿里 萧景寺也问了楚玉这个问题 你为何选她 风飞圣旨是楚玉换下的 也知晓楚玉失败 必会来永延殿探望顺地 事已 萧景寺静观 在此处等她来 只要事关自己 她便有把握楚玉坐不住 一定会亲自出手 为谋万无一失 楚玉解释 因为阿柔你不喜欢她 确实如此 萧景寺以着暗急 抱着手问楚玉 可知我为何不喜欢她 其实那姓苏的女子 她模样都不记得 更懒得放在心上 简而言之 在楚玉的人物划分中 只有三种归类 阿柔 对阿柔好的人 对阿柔不好的人 那姓苏的 显然是第三种 楚玉满满不喜 她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 同仇敌愧的口气 她还不知天高地厚 萧景寺还是第一次 听到楚玉 这般认认真真地 数落一个人 笑着补充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她想从我这儿 把你抢去 太不要脸了 居然抢她阿柔的男人 不要脸不要脸 萧景寺被她一本正经 骂人的样子逗笑了 楚玉 上一世 她的结局如何 上一世她死时 苏木森还活着 后来楚玉挥兵大梁 她跳下城墙后 便昏昏沉沉 病重不遇 并不知晓后事 她截下了你给我写的信 我杀了她 楚玉转开了眼 没看萧景寺 她撒了谎 那时阿柔奄奄奄一息 她哪里还有人性 一个个抽皮拨金 一个个千刀万剐 血洗大量 这苏木茨最大恶极 被她冲了军计 折磨得只剩下一口气 做成了杀人傀儡 扔到了大梁战场 最后连尸骨都没有了 当然 她绝对不能让她阿柔 知道她这么残忍 萧景寺也并没有多问 紫香 紫香在殿外回话 主子 让殿外的人都退下 你也退下 不能让别人 看见楚玉的模样 是 片刻 殿外便没了动静 萧景寺拾起地上的披风 给楚玉穿上 系好袋子 又给她把帽子戴上 遮掩得严严实实 然后牵着她的手 用自己的宽袖 遮住了她的爪子 带她出去 楚玉拉住她 阿柔 你等我片刻 好 萧景寺同楚玉一起进了里间 踏上 顺地沉沉昏睡 瘦骨临寻的脸 透着隐隐的乌黑色 楚玉叹了一下她的脉 不是回光返照 是睡魂术 果然是有人见不得她安生 萧景寺问楚玉 是妖术 楚玉点头 将萧景寺往身后藏了藏 抬手 只见立即浮现淡淡的光运 萧景寺突然抓住她的手 你会不会受伤 放心 这年脚要术我还能驾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擒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百零四集 萧景寺还是不放心 拽着楚玉的手不放 我已经不打算再留她了 不用脏了你的手 你身子不好 不要动手 楚玉的脸 确实比一般人白胜许多 夜里也时常咳嗽 尤其是到了冬天 身体都冰凉冰凉的 她不得不小心谨慎 楚玉说好 全听她的 萧景寺回星月殿前 让紫香先行回去 拆走了所有工人 她与楚玉回宫时 已跃上阁楼 凉风袭袭 卷起的清风 拂开杏花树上的 大片大片浅色的花儿 云里见萧景寺归来 匆匆地跑过来 急急忙忙的 七小姐 你可回来了 萧景寺把楚玉藏到身后 微微有限 恼云里的冒失 转过身去 云里一头雾水 听坏地转过身去 萧景寺让楚玉 坐在礼剑的榻上 落了珠帘 又将流苏放下 遮住了所有光景 楚玉十分老实地随她 眼角弯弯地 融为一汪暖衣 萧景寺这才问云里 是何事 云里转过身来 就瞧见自家七小姐 把人家楚世子藏得好严实 她才不偷看来 回道 淑妃娘娘拆了 雨河殿的云嬷嬷 过来请七小姐 去一趟楚秀宫 说是 说是宣王殿下出了事 请七小姐过去主事 萧景寺知词未言 楚玉不悦地发话了 怎么何事都要你出面 阿嬷 不用理 七小姐是国师大人啊 自然宫里大事小事 都会由国师大人决断 楚世子这么说 就是抱怨七小姐没多陪陪她 她懂她懂 先听听是何事 宣王殿下与楚秀宫的达林小主司通 在 在楚秀宫做 做 云里还是个未经人士的小姑娘 说起这些男女之间的事 休得紧 支支吾吾 词不达意地说 做了那档子 有损皇家颜面的事 正巧被周王殿下抓了个现行 惊动了宫里的各位主子 太后娘娘和宫里的各位娘娘 都已经去了楚秀宫 怕是要给宣王殿下问罪 淑妃娘娘暂代六宫之职 这后宫之事 本应由淑妃娘娘出面来处理 可淑妃娘娘是宣王爷的母妃 并不好决断 事已来请七小姐过去主事 温淑妃确实不适合插手 只是后宫太后尚在 温淑妃不去请太后长事 却请她这个摄政国师 想来 温淑妃是在向她求援 我去去便回 楚瑜抱紧她的腰部撒手 我要同你一起去 眼寒秋波 倒有几分病弱细死的柔弱 萧景寺轻身 伸手揉了揉楚瑜的头 耐心轻生地哄 杏花乖了 在家等我 你这般模样 不能让人瞧见 楚瑜听得七魂八素了 眸中一汪蓝色的波光 都要软化了 突然清明了一点 阿柔 你为何换我杏花 一阵风吹来 吹散了一屋子酸醋味 萧景寺想了想才回 因为杏花好哄 只要摸摸头 杏花便会乖乖听话了 楚瑜不满 直接把萧景寺 放在自己头上的手抓住 放在唇边亲了一下 抱住她的腰 索要了一个 毫不温柔的吻 然后才放开她 红了脸与脖子 白蓉蓉的耳朵颤了颤 羞涩地搭了着 早些回来 我有话同你想 好 半课时辰后 楚秀宫外 宫人高声通传 国师大人到 楚秀宫东院里的一众人 出来相迎 以温淑妃为首 接躬身依了一依 一派稳重地坐足了李树 见过国师大人 萧景寺也躬身回了个礼 无需多礼 按照李树 这摄政国师大人 哪里需要向公妃回礼 即便是对太后也是不用的 萧景寺走进屋里 沈太后正端坐在守卫上 周王奉音寻在一旁 沈太后道 有劳国师大人了 沈太后自然是不想插手 周王爷抓了现行 太后也理应避嫌 萧景寺礼貌回话 问温淑妃宣王殿下在何处 温淑妃细细回答 我们来时 李儿昏迷不醒 正发高热 江太医正在礼间给李儿把脉 可用本宫将人抬出来 不用如此麻烦 听国师大人这口吻 倒不像是来给宣王殿下定罪的 凤音寻不动声色地脸下了 谋中的异样 便是你 萧景寺突然问到地上福贵的女子 那女子不过妙龄 生得十分貌美 一听到质问 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萧景寺耐心极好 也没有落座 轻身蹲在女子跟前 再问 温淑王殿下私通之人 是你 声音虽淡 气场却沉 这便是当朝的国师大人 在家时 女子便常听父亲说起 国师大人的事情 见了真人 吓得不轻 看都不敢抬头看一眼 连忙磕头 国师大人恕罪 国师大人恕罪 一只手 拖住了女子扣地的头 女子缓缓地抬起头来 正住 好年轻轻哑的女子 没有半分杀法之气 哪里像传说中的大宁臣 你是哪家的姑娘 小女是 江州方太守 方明丽的妖女 哦 江州方家 单纯好耻 名谋善赖 她语调懒懒的 那你可知道身为绣女 同宫中皇子私通 是何等大罪 分明这般平和轻润的嗓音 却带着一股雨声 俱来的威慑 父亲说得果然没错 宫里的国师大人 那是卧利刃 长生死的大梁之主 女子重重叩头 不敢抬起眼 小女子 不 不知 只问萧景寺从容的 平静的 缓慢的道了一句 四个字 满门抄斩 那秀女吓得脸都白了 哆哆嗦嗦地求饶 国师大人饶命 国师大人饶命 屋中一众主子奴才 都惊恶到了 国师此番 是打算以暴行事 温书妃忧心忡忡 捉摸不透 萧景寺的算盘 只见她不紧不慢地 说吧 萧景寺抬起女子的袖子 这是什么 众人只见那女子衣袖上 沾染了些许烟灰 沈太后与凤英寻对视了一眼 不露痕迹地收回了视线 周王妃忠视这时说 国师大人 此事也并非达林小主一人的错 宣王殿下 恐怕也难辞其咎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喜 由沈聂如 明月赵经伦领先主演 第二百零五集 温淑妃冷冷地缩了中青秋夜 萧景四肢若罔文 依旧瞧着那胆战心惊的女子 你不说 本国师也查得出来 你衣袖上的灰烬 让太医过来查看一下 便知是何物 只是你若坦白从宽 本国师可以网开一面 跪在地上的女子 瑟瑟发抖了许久 才楚楚可怜地说 小女 什么都不知道 是血王殿下他 无端进了小女的院子 无端进了你的院子 楚秀宫外全是守军 有陌生男子进了你的院子 你为何不声不响 我 我 拖出去 打到他朝为止 女子猛然放大瞳孔 时声大喝 我说 我说 周王夫妇顿时失色 观察入微 循序渐进 三言两语便抓住了破绽 再以威逼 原来 他是在审讯 不动声色 却步步紧逼 怕是天牢最善拷问的星星官 也做不到这般仪器呵成 屋内一杆公飞都弄了神 后知后觉 那达林小主便乖乖招了 说是前几日换衣局的一位嬷嬷 来楚秀宫送唤喜的衣物 与他甚是投缘 便多说了几句 那位嬷嬷说 圣上回光返照 命不久矣 说可怜了楚秀宫的小主们 年纪轻轻 就要为圣上守寡 还说 若是能得了哪位皇子王爷的宠幸 便能出了牢笼 若运气好 指不定还能当个侧妃 享尽荣华之类的 许是天从人愿 这夜 宣王殿下便横躺在这达林小主的院子外 他想起了嬷嬷的话 便鬼迷了心窍 不甘斗寇年华品老死宫中 事宜才支开了院子外的守军 点了一炉当初魏伯圣宠 而从宫外带来的和欢香 想同宣王殿下来一段露水姻缘 借此求一世恩宠 因着慌慌张张去毁掉香炉里的证据 才失手沾染在了衣袖上 果施大人让太医来查看那烟灰 正如达林小主所说 是坊间常见的和欢香的烟灰 又派人去了换衣局 不巧 那达林小主嘴中所说的嬷嬷 已经死于非命了 如此便明了了 是有人给宣王殿下挖坑呢 国施大人又去差人查了 回禀说 宣王殿下今天是约了周王殿下 一同商讨同州雪灾的赈灾之事 在义士院里被人暗算了 周王殿下见他迟迟不来 四处寻人 这才在楚秀宫寻到了人 周王便说 即便是遭人陷害 宣王这会乱恭维 也是不争的事实 淑妃娘娘当下便将宫里的老人 给达林小主验身 竟发现 小主还是完毕之身 这会乱恭维的罪 周王是怎么都扣不下去了 此间 宣王殿下全程昏迷 他医者卖了 说宣王殿下这事 浴火伤了身 高热不退 等退了热就没事了 这事便这样真相大白了 宣王殿下也被温淑妃抬了回去 周王信信回府 念在那达林小主之无不言 国师大人饶了他的性命 贬去了换衣局当宫女 至于这给宣王挖坑之人 就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回新月殿的路上 鹅光洒在鹅吻式铺的小路上 树营里露出了月光的斑驳 紫香打着灯走在前头 主子 是周王 嗯 萧锦寺脚步有些快 太子被废 朝中大臣拥立晋王 周王 宣王三人的重臣最多 凤衣巡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亲王平时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母族谢家也是大家士族 百官自然拥立 至于这宣王凤荣离 虽说着实没有帝王之才 奈何人家背井墙 靠山硬啊 野海温家有钱 亲南王府楚家有兵 而周王 是前皇后的嫡子 夺底也是名正言顺 凤玉清那只老狐狸不好拿捏 凤衣巡就只好捏凤荣离 那个行尸不怎么过脑子的软柿子了 紫香还有异疑问 柱子 书妇娘娘怎知宣王梅桃那小主如何 事宜才让宫人去验了身 因为宣王殿下他 他得了隐疾 自相大惊 走在最后面的谷西 愿在原地 许久都没回过神 难怪最近温淑妃时常称病 将宫里宫外的大夫请了个便 三天两头地看诊 原来罪翁之意 是给凤荣离治病啊 还别说 宣王都十八了 别说纳妃 房里连个事情的女子都没有 少不得宫里嘴碎的人 传宣王一是个断秀 前阵子 温淑妃还特地给宣王爷 挑了几个样貌身段都极好的女子 送去宣王寝宫 不过 听知情的工人说 那几个样貌身段都极好的女子 被宣王殿下给扔出了殿 光裸着身子 在天寒地冻的雪地里 冻了一个晚上 而后 便再也没有宫女 敢肖想做宣王爷的侍妾了 原来 传闻不是空穴来风啊 都是有据可依的 自相惋惜 没想到宣王殿下 尽得了那样的病 萧景寺一只脚刚踏进秦殿 嘴上随口附和了一句 嗯 是可惜了 二手 是楚玉的声音 急急唤道 萧景寺快步跑进去 掀开流苏珠帘 我回来了 楚玉窝在小榻上 裹着厚厚的胡球 露出一张格外白皙的脸 长发松松垮垮地 铺在白色的锦背上 她单手之仪 眸中像倒映了一池蓝色的映月 我都听到了 听语气 好像有些不悦 嗯 萧景寺不解 楚玉不开心 伸手把她拉到怀里 人家说别的野男人得了隐疾 原来 妖族的耳力极好 野男人 宣王殿下 好歹也是楚世子的表亲啊 紫香摇头 替宣王殿下捏了一把同情类 紫香 你去睡吧 今夜不用人手艳 是 等紫香合上了门 萧景寺才将外上拖了 同楚玉一起握在小榻上 有些拥挤 她将它抱得紧紧的 楚玉将萧景寺的手 包裹在手心里 给她喝气无暖 阿柔 你都没对我的隐私 那么感兴趣过 她莫名其妙就摔碎了醋坛子 别的野男人 得了影集便让她去得了 你不要去管了好不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句 猫野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无难写 由沈念如 明月赵经伦领先主演 第206集 萧景寺忍俊不禁 凝着满眼的流光 徐徐地看着她 你还有什么隐私 她缓缓抬手 落在楚玉的心口 稍稍向下轻抚一动 凑在她耳边说 坦白从宽 她喜欢看楚玉 动情时楚楚勾人的样子 萧景寺玩心来了 有意撩拨 手指似若有若无的 在楚玉身上游离 楚玉抓住她的手 阿柔 你这么碰我 我会 她咬着唇 红着脸 满眼微光 徐徐生辉 轻身扶在萧景寺耳边 呢喃着说 我会有反应 萧景寺正了正 这算什么隐私 脸上迅速浮出了 两朵红云 她终归是 未经情世的女子 面皮薄 楚玉看着她 十分认真 又羞涩地解释 妖族中狱 经不起撩拨的 我对你 更甚 一张俊脸 埋在萧景寺井窝 滚烫滚烫的 尾巴晃啊晃得荡漾 萧景寺继续正住 又领悟出了一点 妖族尚存寿性 见她只字不言 楚玉慌了神 是不是我吓到你了 萧景寺摇头 浮在楚玉耳边 细弱文盈地 说了一句什么 垂下头 埋在楚玉怀里 塞边浮出了 一抹浅浅的霞红 楚玉搂着她 心情好得不得了 很想打两个滚 不过阿饶还在 她要端着 羞男的用爪子 很轻很轻地 挠了挠阿饶的背 凑在她耳边 我也害羞 我都没有对别人这样过 末了还补充了一句 别的妖也没有 哟 这纯情的妖 哎 秘里调游的两个人呀 啊不是 是一人一妖 萧景思乖乖的 不敢乱动 任楚玉抱着蹦来蹦去 舔来舔去 等她的喘息声 此起彼伏 又归于平静后 她小手撑在她胸口 看着楚玉的眼睛 楚玉 同我说说你的事情 不要瞒我 她对她 有太多的疑问 太多的惊心痛破 楚玉点头 扶了扶她额头的发 抱着她躺在小榻上 将整张弧球都盖在她身上 这才到 九州大陆最北 雪山之后 便是北营妖族 低等为烧 此之可修为人形 与人无异 筋骨血统极佳 可修幻术妖法 以大妖为尊 存世数百年 天赋一名者 可修永生 萧锦丝从未听闻过 这般惊世骇俗 尽管楚玉 雨调如此轻缓平静 好似置身事外 她也知晓 楚玉与她 是何等的不同 楚玉捧着她的脸 似乎也知晓 她有些不安 凉凉的亲吻 落在她的额头 阿嬢 我不是人类 是妖族与人类结合所生 我是一只半妖 萧锦丝看着她 蓝色的瞳孔里 倒映出了她的眼 依然温柔 我的生父 是西陵的国君 我的生母 是白铃猫族之后 她是北营大洋宫中 妖王储蓄的妃子 名幻沙华 是北营最美丽的妖女 我母亲并不似一般的羊 她心性纯善温良 因为受了西陵国君的救命之恩 才入西陵后宫为妃 看看二十年 她以为她可以避过 储蓄的眼线 西陵 难怪上一世 储玉在西陵称帝 原来她本就是 西陵皇室的后裔 她只记得 那时保德通她说过 储玉是弑君登基 以暴力手段 夺取了西陵王位 此时想 兴许储玉 是恨西陵王的 我母亲还是没有 抖过北营大洋宫里的眼线 在我五岁那年 她便因病失事了 后来我才知晓她并不是病逝 而是被妖王 被妖王储蓄 踢了妖骨生生疼死她 好似寻常 储玉眼底并无波动 只是抱着萧锦寺的手紧了紧 六岁时 西陵王发现了我的原身 关押了我半年 各种刑法 却要不了我的性命 便欲对我行火刑 是储物将我救回了大梁 我母亲与她有恩 他们夫妇都是我母亲的至交 便应要让我给她当儿子 萧锦寺安静地听着 脸着的眸眼里 有起伏的光影 难怪储玉如此害怕 她发现她的半腰之身 因为前车之剑 所以怕重蹈覆辙 西陵国王 她记下了 十三岁时 我便修成了大药 一人去了北营 是去报仇吗 夜太静 萧锦寺耳边 唯独楚狱的声音 轻缓柔软地 像梦境里的泥雨 大帝因为我体内 有着白灵猫族的血脉 比寻常妖族厉害些 净化他们这儿兔一族 世代便臣服于白灵猫族 助我涂了大阳宫 我剃了楚絮的妖骨 让她同我母亲一样 生生疼死 杀了所有不服从的妖 在北营称王 不过 我也受了伤 她说得如此轻而易举 好似无波无澜 只是萧锦寺脑海中勾勒出来的 一幕幕都是血雨腥风 十三岁的少年 独闯妖族大阳宫 一人为营 手染鲜血 孤勇而决绝 那时 她也不过年少 楚狱闻了闻萧锦寺 紧紧促起的眉头 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背 那时我并没有千年 便也无所畏惧 生杀语夺都不过是平常 就是那时候从北营回来 我在城溪河畔遇见了你 萧锦寺眸光微凉 终于知晓 那时她说得以身相许是何意了 若要认真计较 我年幼时 也并未救过你 那时 楚狱受伤 换作猫儿掉进她的怀里 她也不过是给她用绣帕缠了伤口 着实称不上救命之恩 更用不着以身相许 倒是那时 看了她是公是母 你看了我那里 楚狱羞涩地蹭着萧锦寺的脸 我自然是要以身相许 萧锦寺哑然失笑 以身相许也好 救命之恩也罢 不过是楚狱群的借口 她不过是想将自己给她 想缠着她 想将她放在心里当千年 然后有所畏惧 楚狱也不得不承认 她被楚目无数次数落的冷硬心肠 在遇见她时 变软了 后来我想 我去北营不仅是报仇 也是为了在那之后 与你相见 萧锦寺抱着她亲了一口 处于欢喜 一时动情 便咳了两声 许师扯到了旧伤 脸色又白了几分 咳个不停 却是捂着嘴隐忍着 白皙得有几分透明的手背上 有青筋若隐若现 她的身子一直不好 只是从不在她面前表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哦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 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二百零七集 萧锦丝连忙给她顺气 一动都不敢动 轻轻拍她的背 楚瑜 你的心急是因何而起 她既是白铃猫族的后裔 又能在北营称王 能伤她的人必定不多 楚瑜将脸扶在她的肩上 隐忍着咳嗽 嗓音有些沙哑 只是在北营受了重伤 只要不催动妖法 便不会有事的 就是有些叛了 她自然是不会将实情告知于她 萧锦丝的手 附在她心口 这里 会疼吗 楚瑜摇摇头 抓住她的手 放在唇边亲了亲 萧锦丝眼色深沉 灼灼地对视楚瑜的眼 你骗我 秦南王爷说 你试睡是因为总是疼得睡不着 而且你不能受伤 因为伤口极难愈合 她说着说着便有些眼红了 心疼得不知怎么是好 多嘴的老头 楚瑜抱怨了一句 然后摸摸她的脸 阿饶放心 你的杏花是北洋最后的一只白柠檬 是北洋的王 你还在 我一定不会先死 只要比她多活一天便好 立了墓碑 她就跟她同葬 她捂住她的嘴 不让她说不吉利的话 我从苏穆斯那里 得了一个药方 可以治心急 我找她的师父 长白医先求证过 那个药方确实可以修复心脉 等我寻齐了药材 就可以给你止疼了 长白医先说了 至少可以保她一世不痛不病 不能催动妖法 那便不动好了 他们就活一世 做一对最寻常的伴侣 楚玉听了她的话 心软得一塌糊涂的 抱着她忍不住舔她的脖子 开心地说 我不疼 只要你一直陪着我 我就一点都不疼 萧锦斯又悟到了 她家这只妖 欢喜时喜欢舔她 萧锦斯被她折腾得很痒 却也不多 任楚玉在她身上 又是滚又是拱又是舔的 呜了一声 忽然问她 楚玉 我是不是也是妖 我的伤口可以自愈 阿饶你是人 她想 兴许她是鬼怪之类的 或者 是变种的人类 说到种族一世 她便又有了疑问 那我们将来生的宝宝 会是妖吗 北营并不禁止 妖与人类通婚 也有不少扮妖与人类的结合 多数生出来的都是人类 不过 留有少数低等兽族的特征 只是 她是妖王 又是白铃猫族 便不好说了 处于私损后 问萧锦斯 行许会是妖 或者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怀里的女子 不仁不咬也有可能 那你会不喜欢吗 若是生得像杏花 定是最好看的猫 有楚玉的噱头 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只是楚玉不太赞同萧锦斯的话 她固执地纠正 阿嬷 最好看的猫是我 就算生出来的猫崽子 再像它 也定不会超越它 成为最好看的猫 这一点 楚玉必须坚持到底 精华可以作证 我才是本营最漂亮的猫 萧锦斯笑不可知 眼波狠秋 弹口轻奇 楚玉 你会老去吗 等到我白发苍苍 你还会是这般模样吗 她扶着她的脸 一寸一寸地扶过 楚玉这张脸 美得过分 她说 天赋异禀者 可休永生 自然 楚玉不会告诉她 没了内丹 她与常人也无异 倒是萧锦斯 容颜不似常人般异老 或许 还不止 楚玉不曾听闻过 妖族的内丹 给了人会如何 至少 没有大妖的修为 失了内丹 就只有一死 妖族敢将命给出去的 用精华的话说 钱无古人 而且也会后无来者 我自是同你一起 白发苍苍 啄了啄她的唇角 她满眼都是怀里 温婉闲禁的女子 阿长 生老病死 黄土白骨 我都绝不会让你一人 你生 我生 你死 我与你同葬 良久 萧锦斯不再多问 只说 好 夜已深沉 已尽年底 天微微转暖 满空星子 流光灼灼 一缕清风拂过 杏花纷飞 满园飞絮 落了一地浅色的妖瑶花瓣 星月殿外 古西站如松 抱着剑一动不动 不远处 行单影只走近 也没打灯 急急跑来 古西瞧了一眼来人 手中的剑横出 万年不变的面无表情 国师大人夜不见客 来人气喘吁吁 喘气了许久 许是跑得急 脸颊染了两朵红韵 等平静下来 才说 啊 谁说本王是来 见古师大人的 他转开头 声音莫名其妙 就没有底气了 小了几个度说 本王是来见你的 明眸善外 眉若远山 这风尘仆仆的水嫩少年 正是先前在楚秀宫 被抓了现行的 宣王殿下 凤戎梨 许是今个夜里 浴火烧得狠了点 现在嗓音都是哑的 古希瞥了他一眼 只字未言 依旧站如松 完全一副 兴致缺缺缺的样子 凤戎梨扭扭 捏捏了很久 才赌气似的 吼了一句 楚秀宫里那个小主 我连他的手都没碰过 那达林小主 古希也见了 生得甚是娇巧 凤戎梨又吸了 不少和欢香 浴火焚身 都没碰到美人一下 古希若有深意地 看了凤戎梨一眼 你有隐疾 这 这 这是什么眼神 凤戎梨气不打一出来 一股邪风出来 恶向胆边生 他失口就咆哮 老子有没有隐疾 你阿德不是最清楚吗 古希想了想过往 抬他黑直浓密的眉毛 所以 所以 凤戎梨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不知道自个儿为何如此反常 竟与这小侍卫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他硬气地抬起了下巴 老子抽风才会跑来跟你说这档子唇话 扔了一句无端发火的狠话 他扭头就走 还没半上 凤戎梨又跑着折了回来 脸比方才更红了几分 古希还是一脸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凤戎梨吱吱呜了一番 眼神飘忽着 本王有一件事要验证一下 你万不可多想 古希觉得他有点不正常 什么事 凤戎梨环顾四周 然后一副做贼的样子 猫着步子跑过去 毫无预兆地一把抱着古希 然后很用力地一勒他的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猫爷驾到 束手就寝 作者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喜马拉雅出品的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 欢迎您的收听 第208集 常年面无表情的古希 脸僵了 眼角抽了 就愣了一小会儿 然后毫不犹豫地抬起了膝盖 用力地一顶 凤戎梨立马跳开 堪堪擦过 他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咬牙切齿地说 你压得有没有这么阴险啊 要是本王躲不过 没印记 也得被你撞出个印记来 古希一脸嫌弃的样子 抽风抽完了 他侧着身 抱着剑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完了就速速离开 星月殿 闲杂人等不得逗留 凤戎梨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愤愤不平地哼哼了两句 然后拔腿就跑了 跑远了 才回头又瞪了几眼 自言自语地念了一句 混完完了 等在星月殿百米之外的宫人 小畔子跑了过来 王爷 淑妃娘娘让您去雨河殿一趟 说是 小畔子扭扭泥泥 有点羞涩 说是这次挑的人很是貌美 又会伺候人 王爷定会欢喜 都这个月第六波了 淑妃娘娘搜刮了宫里 各个貌美的小宫额 隔三差五给宣王殿下送两个 凤容离不胜其烦 踢了踢脚上的石子 去了雨河殿 温淑妃正在调教新挑来的几个小宫额 见凤容离前来 让那些个标志的小姑娘都站起来 走去给凤容离看看 儿臣参见母妃 凤容离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梨儿 快来 温淑妃一脸迫不及待地拉着凤容离过去 看那几个精挑细选的小美人 焦急地问 看看 有没有喜欢她 自打凤容离扔了她送过去的侍寝宫女之后 温淑妃便尤其担心凤容离的后院之事 这才知晓她家小八竟然碰不得女人 此番处秀宫一事 让温淑妃越发担心 觉得这隐级势大 绝对要早早根治 凤容离也装模作样地端详了几眼 燕兽还匪都有 母妃 给儿臣找几个男人来 温淑妃静待在了原地 那几个身段容貌都绝佳 又会伺候人的小姑女 也震惊了 凤容离想了想 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 要那种看上去很不可一世 很不把儿针放在眼里 那里很无理取闹 很不懂风情的 完全忽视温淑妃刷白的脸 继续补充道 啊 最好是眉毛很粗 眼睛很大 皮肤很黑的 温淑妃都快哭了 红着眼把所有的工人都秉退 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拉着凤容离的手 呼腔很浓 凤容离很淡定地拍了拍温淑妃的手 母妃 儿臣病了 要对症下药 说得好像有那么几分道理 温淑妃娘娘还是拗不过凤容离 后半夜确实寻来两个小侍卫 找遍了整个羽和殿 才找出这么两个眉毛很粗 眼睛很大 皮肤很黑的 外表看上去也很不可一世 温淑妃娘娘也特意叮嘱了 见了宣王殿下不用拘捷 遵令不把她放在眼里就行了 至于那里是不是很无理取闹 是不是很不懂风情 温淑妃就看不出来了 可结果呢 两个小侍卫是被宣王殿下打出来的 还说那两个侍卫竟敢不把王爷放在眼里 胆大包天 宣王殿下直接治了个大不敬嘴 一人打了六十大板 两个小侍卫堪比斗鹅 冤雅 难道是他们想来爬王爷的床吗 难道是他们想无理取闹 不把王爷放在眼里吗 他们也都是根正苗红的小侍卫好吗 淑妃娘娘这下放心了 还好她的皇儿不好男色 心想着也不再逼她了 省得逼急了 真纳上几个男宠就出大事了 可凤容离失眠了整整一夜 彻夜在思考三个问题 为什么她对女人没有反应 为什么她对男人很反感 为什么她对星月殿那个不把她放在眼里 不知风情还胆大包天的小侍卫 抱一下就会心惊肉跳浑身燥热 凤容离参不透各种缘由了 次日 天方翻白 腊月的清晨 朦朦朦胧胧水气不散 萧景思悠悠睁开眼 入目便是处于一张 美得让人心神恍惚的脸 她大概被蛊惑了 凑过去 亲了亲她的脸 又亲了亲她的下巴 然后是鼻子 眼睛 额头 她无声地笑 眼里一网清凉 像深秋雾拢的秋水 楚玉突然睁开眼睛 萧景思愣了一愣 还有这脸 楚玉指了指自己的唇 萧景思窘迫 楚玉捉着她的腰 把她连人带背地抱进怀里 还挤在小踏上 身体贴得很紧 她俯身压住她 二话不说便稳住她的唇 是阿饶说过的 她可以想亲就亲 可以亲得很重很重 是以 楚玉用力地在她唇齿间吞噬啃咬 摄取她的气息 甚至尾巴缠住她的腰 守在她后背游走 楚玉害羞得很 红着脸 亲吻就趴在萧景思胸口喘息 又欢喜又羞懒地蹭她 软软地 很舒服 这模样 越发地像杏花了 萧景思被她闹得羞得 不知往哪里看 往后退了退 我该去上朝了 要行苏穆泽的册锋里 楚玉抓着她的腰 让别人去 摇摇尾巴 她软软地说 阿饶 你陪我 一双波光淋淋的蓝毛 看着她时 似乎能滴出水来 萧景思立马就心软了 好 对着朱连流苏外道了一句 紫香 去请温淑妃 行册封礼 是 紫香关上店门出去了 醉卧美人怀 从此君王不早朝 他家主子啊 也是个凡人呐 店中烧了炭火 又铺了暖玉 萧景思怕冷着楚玉 用糊球给她裹得严严实实 你什么时候能变回来 这般模样 半人半妖 终归是不变 萧景思颇为担忧 楚玉抱起她 将她放在自己身上 压着胸膛 有一下没一下地 卷着她的发烧 你不喜欢我这样子吗 嗯 很好看 担心你被别人看了去 楚玉十分受用 喜滋滋地用尾巴去蹭她 楚玉 那日城门 是何人伤了你 萧景思趴在她身上 单手质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聚 猫也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照经轮 领衔主演 第二百零九集 一条蛇药 说起此事 楚玉便十分不放心 眉头皱得紧紧的 阿嬷 那只妖精 便藏匿在宫中 我怕她是冲你而来 让再多人守着你 我都不放心 日后 我便 塑在 新月殿里 与你 与你 同情好不好 好 好 肖井寺乖巧地 围在她的怀里 宫中近日 许多工人 无故失踪 想必是那蛇妖所谓 还有凤序的 射魂术 这不要脸的蛇妖 竟敢寄予她 阿嬷的男人 还有内丹 楚玉心里 寻思着 得弄死她 锻成石羹 她将恶心 让夏乔乔那个不明品种的 低等野妖吃下去 若是我没有猜错 她藏身在琉璃宫 对不对 楚玉有些无奈了 她家阿嬷实在是太聪慧了 是这世间鼎鼎聪明的女子 不由得有些担心 那妖精有三百年修为 修的是写法禁术 阿嬷乖 你不要出面 她家阿嬷有仇必报 极其护短 这般披荆斩棘 不具危险的性质 她最是喜欢 也最是担惊受怕 萧锦斯笑着硬道 倒是十分听楚玉的话 楚玉 她眼含薄薄一层水雾 似笑非笑地看着楚玉 那只蛇妖 是不是看上你的美貌了 楚玉一时愣住 她觉得她家阿嬷 被人带坏了 半生 楚玉立马正色道 阿嬷 你相信我 我都不认得她 除了你 别的野女人野妖精 我都不会多看一眼的 她们长什么样子 我都不知道 这话 的确是不假 楚玉连北营那寥寥几个女大妖 到现在都没有记清谁是谁呢 名字也叫不上来 平时总是猫啊狗啊的叫 萧锦斯倾笑出声 气息全数喷在楚玉的胸口 惹得她心痒痒的 抱着她摇尾巴 那只蛇妖可不要脸了 她居然画画成了你的样子 也不瞧瞧自己的德行 哼 老妖精 一脸嫌弃的数落丸 又道 不过 我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的阿嬷和别人都不一样 换骨换皮也骗不了我 萧锦斯不懂换骨换皮是什么 只是 北营的幻炎术 并也是极其厉害的 有些好奇 你为何认得出来 我的身体 我的本能都是记得你的 阿嬷你一靠近 我便会 说到一半 戛然而止 嗯 妖族的兽性本质 又一不小心给暴露了 楚玉破罐子破摔 反正在她家阿嬷跟前 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一把抱住她的腰 贴近自己 义正言辞地道 你一靠近 我便会 萧锦斯捂住了她的嘴 羞炯地染红了耳根子 我知晓了 你别说了 她撑着她的身体 稍稍退开了一点点 楚玉昨夜里说过 妖族重狱 经不起辽波 她对她更深 楚玉睁着一双 水气阴阴的毛子看着她 阿嬷凉凉的手 还落在她的唇上 指尖有淡淡的杏花清香 她鬼使神拆了 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她的掌心 又舔了一下 她似乎特别喜欢舔她 萧锦斯立刻缩回手 却被楚玉抓在了掌心里 楚玉贴着她耳边 声音又轻又缓 字字带了蛊惑 缠缠绕绕地进她耳里 阿嬷 不要再 不要再摸我的尾巴了 萧锦斯不知小妖族的 射魂术是如何 倒觉得 楚玉的声音也能射魂 双眼迷离得神痴不清 便由着楚玉带着她的手 轻轻地俯过她的尾巴 然后 又被她放在滚烫的身子上 灼热的温度 烫得她手心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层汗 耳边全是楚玉的声音 时而急促 时而轻柔 阿嬷 我好舒服 轻轻地喵了一声 意犹未尽 片刻 阿嬷 我难受 软软地喵了一声 酥麻入骨 她对她撒娇 阿嬷 你摸摸 摸摸好不好 无疑 萧锦斯是经不住 楚玉软磨硬泡的 她一来兴欢那一套 她就详了 楚玉 便食髓之味了 再摸一下 还要 阿嬷 我还要 重一点摸 阿嬷 轻点 然后 她便喵喵个不停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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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外 青天白日 杏花树下 花落了一地 殿外的紫香很困惑 杏花何时回来了 杏花这是在 洗澡 和楚世子共孕 那画面 她不敢脑补 精华一张老脸啊 都有些绷不住的红了 爷差不多就得了 尾巴摸多了影响不好 在北营啊 南腰的尾巴和头是不能随便乱摸的 都能要命 屋顶的小灰下身 烂定地掰着手指数着 嗯 没多少日子 就要入春了 直到了日上三感 午膳的时候 萧景寺才出寝殿 世子也许是 许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在睡 日头甚好 暖暖的 萧景寺在杏花树下摆了一张案集 一张小榻 三两碟糕点 一壶清茶 她将精华换来 给她蒸了一杯茶 精华有点说不上来的心虚 不知为何 精华 呃 是 国师大人 萧景寺饮着茶 好似闲话家常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铁定是有些世子爷不坦白的话 所以 精华便更慌了 国师大人请问 萧景寺甚是平静地问了一句 你多少岁了 一开口就问年纪不大好吧 精华支污了一下 呃 六十八 萧景寺着实吃了一大惊 紫紫细细又打亮了一番精华的脸 十分年轻英俊 不由地想起了昨夜楚狱的话来 北营大妖存于数百年 难怪 精华如此高龄还这般年轻 精华被打亮得浑身不自在 就解释道 属下这般年纪 在北营的大妖当中 当属年少 而且模样也是可以幻化的 这话说的 颇有楚狱的风骨啊 精华以前在荣敬南帝带兵的时候 为了显得老成威武 也幻化过中年粗汉的样子 只是 他幻颜树平平 幻化出来的样子 实在有些不入眼 被世子爷嫌弃得不行 世子爷是从小美到大的 不用幻颜树 也是盛世美颜 自然看不上他的操汉形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 古言多人剧 猫野驾到 束手就起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照经轮 领衔主演 第二百一世纪 萧瑾四昨日 听了楚狱一番妖族之事 便也很快就习以为常了 又问 那先前那只灰猫 可以是妖族 清华寻思着这些问题 倒无关紧要 便知无不言了 小灰本是低等受阻 是世子爷助他换了人行 小灰 那个在星月殿屋顶当差的小将啊 萧瑾四抬头看了一眼 在屋顶当差的小灰喵了一声 喵 精华言无不尽 还有姚华宫的前妃 也是北营的妖名 国师大人若有何事 直接吩咐便是 能给将来的妖后效劳 也是蝴蝶精的荣幸 日后要去猪妖台当个首妖 也好在妖王大人跟前妖宫 萧瑾四点头 不惊也不喜 十分处置泰然 处于的心急 是从何而来 又是何时而起 终于 问到重头戏了 国师大人也太草木皆兵 聪明绝顶了吧 金华怕说多错多 便咬紧了牙 金华不知 内丹的事 绝对一句都不能透露 不然世子爷 非得拔了他的兔子毛 拔了他的兔子皮 给国师大人 炖一锅兔子肉不可 萧瑾四又给金华 争了一杯酒 他是北营的妖王 为何治不了自己的病 金华手一抖 茶洒了 国师大人这是套话 果然还是起疑心了 世子爷真是找了一个 聪明过头的伴侣了 金华低头 一口咬定 金华当真不知 眼神有点躲闪了 怕光是他的表情 国师大人也能窥探一二 这般火眼金睛 让金华很想尿顿 国师大人 属下 可有痊愈之法 您吐出您体内那颗内丹 就万事大吉了 金华险些就糟了 没有 他吃了六十多年的眼 也并非出入人族的腰 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 也修得差不多了 唯独在两个人面前 就漏洞百出 一个是世子爷 另一个便是国师大人 这会儿 萧锦斯眼沉得像暴风雨 欲淋浅 最浓黑的雾矮在涌动 金华完全揣夺不出 他在盘算什么 萧锦斯又问 北营可有异动 想必是怕世子爷有什么后顾之忧 这个精华倒是对答如流 有吴兄晶云与幼使若风作阵 并无异动 你们妖族的法术可能伤我 一般的大妖应该是进不了国师大人的身 除非妖法与妖王大人相当 北营之内 也就只有当年厨绪的弟弟 靖湖妖尊 还能与妖王大人相较一样 要取出国师大人体内的内丹 也绝非易事 萧锦斯斯漫不经心的 若对上琉璃宫那只蛇妖呢 精华顿时警觉了 国师大人塞斯 那聂处修的是技术妖法 修为远远在精华之上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冒险 世子爷强行催动妖法也没弄死 自然是只命格硬的聂处 精华语重心长 属下已传输去了北营 无雄精云不日便会前来 国师大人稍安勿躁 还不能声势浩荡 断断不可让北营那群大妖知道 世子爷没了内丹 不然铁定大乱 萧锦斯扣了扣茶杯 可他伤了楚玉 国师大人这一副 有仇必报的样子 完了 要是让世子爷知道 就完蛋了 精华曾数次问过世子爷 为何不将国师大人体内的内丹取出来 每每刚开口 世子爷便会急言力色 让他闭嘴 让他打消念头 精华始终觉得 这里头还有什么他不知晓的隐情 精华细思极口 这时 子香来说 主子 膳事已经准备好了 萧锦斯放下茶杯 问话到此结束 起身 精华欲言又止了一番 还是问道 国师大人 可是又做了全鱼宴 萧锦斯微微惊讶 你怎么知道 每次世子爷身体有样 国师大人都会做全鱼宴 给世子爷补身子 他不用走进新月殿 便能闻到一股鱼味 精华还有一事 告知国师大人 萧锦斯抬抬眸 一盏茶后 萧锦斯换处御起来用膳 那一桌子全鱼宴 让他皱了皱眉头 精华说你 不爱吃鱼 嗯 这个多管闲事的兔子 鱼有点凶 虽如此说 但还是将自己的碗推过去 让萧锦斯给他盛汤 萧锦斯给他咬了很少很少 我以为猫都是喜欢吃鱼的 他小时候养过一只黑猫 就很喜欢鱼 连鱼刺都会啃得干干净净 事已 那时起 萧锦斯便先入为主地觉得 所有猫都会爱吃鱼 厨余想了想 解释 我挑食 他给萧锦斯加了一块剃好了刺的鱼 一脸惩溺 你爱吃便行了 我随你 萧锦斯想起以前让杏花吃了那么多鱼 虽说是大捕之物 可终归是抢人所难 有些过意不去 一脸的愧疚 我以后 不给你喝鱼汤了 楚玉用袖子给他擦了擦嘴角 那如何能一样 你给我成的 却一点都不行 你爱吃什么膳食 我日后给你做 楚玉想了想 一本正经 你 萧锦斯无言以对 看来金华说得对 有些战友欲强的妖族 是把伴侣当成猎物养的 楚玉来了兴致 用十分期待的小眼神 看着萧锦斯 安然 你让我咬一口好不好 我会很轻 不用力 他既然想吃的话 萧锦斯走过去 踮起脚 将脸凑上去 楚玉笑了 在他唇上咬了一口 留下两颗牙印 因知晓和楚玉不爱吃鱼 便只是喝了几口汤 让子香再去炖一锅乌鸡汤 给楚玉补身子 金华没敢再多嘴 其实世子爷也不怎么爱吃鸡 不过 回头想一想 除了国师大人 他也不知道妖王大人爱吃什么 后来 那一桌子全鱼宴 全部被夏侨侨吃光了 一心半点都没剩 罢了 还问萧锦斯 明天 还有吗 楚玉给了他一个类似警告的眼神 夏侨侨没理 开始啃鱼骨头 好耐心地啃得干干净净 一点都没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古言多人剧 《猫爷驾到,束手就寝》 作者 顾南希 由沈念如 明月赵金伦领衔主演 第二百一十一集 金华看着夏侨侨 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北营的大魔头 厨绪的弟弟 静湖妖尊 整个北营最爱吃鱼的猫妖 视鱼如命 连鱼刺都舍不得扔掉 甚至曾经北营有传闻 若论能耐与妖法 这北营万妖之王的位子 肯定是静湖来做 怎么也轮不到厨绪 不过厨绪阴险 将北营整个鱼族 许诺给了静湖 封了个妖尊 还传闻 就是因为静湖妖尊太爱吃鱼 所以北营鱼族非常妖定稀薄 都快面临绝肿了 当年世子爷屠大阳宫时 静湖是唯一一个 接了世子爷百招的大妖 重伤之后 便不见了踪影 多年不知去向 这些都扯远了 且说午膳之后 因为金华的多管闲事 告诉了国师大人 世子爷不爱吃鱼的事实 他就被楚玉打发 去了城门扫雪去了 金华闲来无事 便真的去扫雪了 宫门的一杆守卫 都莫名其妙 突然一个雪球扔过去 砸在了金华脚边 呆子 做什么呢 听着语调便知来人 金华不理会 也不与他一般计较 继续扫雪 凤冠岚笑了笑 提着裙摆跑过去 拖着腮 蹲在一旁兴致勃勃地 看他扫雪 跟看什么好戏似的 眸中流光溢彩的 这时 一辆叫碾停在了宫门口 马车上走来一紫衣公子 还有一青衣公子 这二人装扮皆是贵气非凡 哟 这不是竹安公主吗 那紫衣公子哥 玩世不恭地 撇了撇凤冠岚 正是昌平侯家的妖子 明匪 这明匪 是京都有名的 九肉公子哥 平日里游手好闲 投了个好胎 祖上三代都是高官 同行的青衣公子哥 来头更大 是沈家的小公子 沈锦衍 是沈右相与沈太后 最疼爱的孙子辈 按照辈分 要喊沈银桑一声姑姑 是沈家这一辈 第一个嫡出的少爷 平日里被右相夫宠惯着 十分纨固 真不巧 这二人与竹安公主 凤冠岚都没什么善交 还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沈锦衍 看上了竹安宫中 一个漂亮的小公鹅 便趁夜深将那小公鹅给玷污了 那小公鹅性子也裂 就三尺白铃上了调 这事后来还是由沈太后 和右相府出面给压下了 不过竹安是个眼里不容沙子的性子 事已见着这两个顽固 见一次打一次 不过还真是怪了 神经眼跟个受虐狂似的 吵着要娶竹安公主 当然 凤冠岚连个眼神都没给她 如今 东宫已倒 神经眼自然不会再给凤冠岚 什么好脸色 她打量着她 眼神着实吟邪得很 这皇后也没死几天 公主便沦落到来宫门扫雪了 她冲着凤冠岚吹了一声口哨 跟个地痞流氓似的 不若跟了公子我 也能帮你锦衣御食一生 精华扫雪的动作一顿 凤冠岚起身 回头看了一眼神小公子 也不撒抛尿罩着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神经眼常年禁银生死 品相确实不好 一双有些浮肿的眼瞪着她 凤冠岚 你真当你还是 集万千宠爱一身的帝女吗 如今你不过是这宫里 毫无价值的一个花瓶 还是被人玷污了名声的花瓶 娶回去也只能当当摆设玩玩罢了 本公子愿意要你 那也是看得起你 别给脸不要脸 你当日都敢当众在这城门下 与人苟合 还装什么 话还没说完 一根扫帚扔过去 郑重沈小公子脑门 他捂着脑袋嗷了一声 惨叫连连 一旁的明小公子都愣了 凤冠岚笑了 就听见男人的声音极度不耐烦 滚 一个字 中气十足 沈小公子头晕脑胀了许久 本就红肿的眼 越发血丝遍布了 你是什么人 竟敢对本公子无礼 精华眼瞼一概 你打扰到我扫血了 再不滚 打断你一条腿 那眼神实在太瘆人了 沈小公子与明小公子都胆寒了 说了几句 等着瞧得狠话 便灰溜溜地走了 这打断一条腿的话 可不是吓唬人的 亲南王府的精华将军 跟着常山世子在战场上 腥风血雨几年 力气四十不轻 而且许是跟了处狱久了 这对外处事的作风 也颇有几分处狱的作派 没办法 亲南王府出来的 个个都是任性又暴力的 精华走过去 捡起扫帚 继续扫血 与凤冠岚没话说 凤冠岚也继续蹲在那里 撑着脑袋看他扫血 自言自语式地溃他 唉 虎落平阳 被犬欺啊 精华没吭声 他笑着挥了挥手 颇为豪爽 谢谢啦 精华还是致辞未言 总觉得他与这位公主之间 纠缠得莫名其妙 凤冠岚完全不觉得气氛很僵 一个人说得很起劲 不过 那神经眼说的也没错 我如今在外人眼里 确实是个脏了的花瓶 没有后台 鸣声也不好听 精华动作顿了一下 别妄自菲薄 凤冠岚笑了笑 伸手抓了一把血 在手里揉成一团 又松开 再抓一把 反复了几次 我听淮阳宫的灵芝郡主说 明国公想让他的三子娶了我 我还听说 明国公家那三公子 是个痴儿 都二十二了还不会走路 生得标肥体壮的 精华握扫帚的手紧了紧 指尖有些发白 耳边有风吹来 女子自怨自艺一般 唉 本公主也是命苦啊 精华沉默 凤冠岚也安静了 许久许久 凤冠岚突然站起来 走到精华面前 一双水亮圆润的毛子看着她 笑出了两拍白牙 精华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精华眸光微微一动 脸下了毛 一声不吭 她不知道如何作答 这个女子之于她 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只觉得她麻烦 又觉得她可怜 她没和母兔子相好过 不太懂女人的心思 久久听不到她的回答 凤冠岚笑不出来了 却异常坚决的语气 精华 你要不要 喉咙 喉咙像是被什么梗住了一般 她尖色地开口 你要不要娶了我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公主 请深夜 凤冠岚好似听了什么好笑的笑话一般 笑出了声 眸中一汪亮色渐渐暗下 我才不是随口胡言 我想了好多天了 我若是要嫁人 整个大梁肯要我的人还是有很多的 不管她是不是歪歪裂子 不过 我确定 我只愿意嫁给你 呆子 你看不出来吗 本公主看上你许久了 精华彻底僵硬了 她又笑了 眼睛被风吹得有些红 你若是点头 我就去求小景寺 让她把我嫁给你 精华 没有点头 凤冠岚只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日子还长 转身走了 在雪地里留下一串很长的脚印 然后背对着精华泪流满面 除夕夜那天 凤冠岚是在沈太后宫中度过的 许多宫中的主子都在华阳宫 很不巧 那夜 幼相府的小公子 神锦衍也在华阳宫 除夕夜 处于自然是留在星月殿 同萧景寺一起过 星月殿很难得挂了两个红灯笼 喜庆了几分 杏花树纷纷扬扬 夜色静好 因着亲男王与温思染 非要来星月殿蹭饭 再加上秦真与红宝德 星月殿难得热闹了 做了满满一桌 还没开席 云里便急匆匆地从外进屋 胆了胆身上的风雪 季小姐 华阳宫出事了 萧景寺微微醋眉 何事 竹安公主杀人了 席间倒酒的精华一愣 亲男王府等人 也是惊了一跳 萧景寺显得格外从容自若 杀了谁 幼相府的小公子 神金眼 那可是沈家最得宠的小公子啊 想必右相大人与沈太后 都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了 萧景寺拧眉若有所思 楚玉很轻地捏了捏他手心的肉 有些小情绪了 阿饶 我们不管别人的闲事 你要陪我吃年夜饭 昨个楚玉才方能变回人形 在此之前 他家阿饶都是寸步不离 与他在一处的 如今方好了一些 就有人来扰清景 楚玉是十分不满的 萧景寺壮似私存 这时 金华离席 走到萧景寺面前 难得沉稳又严肃地恳请 国师大人 金华请您援手 金华倒也上道 知道求世子爷不如求国师大人 只要他点头了 楚玉断断没有拗得过他的道理 楚玉自然也知道这一点 对金华便冷言冷语了 你看着朱安了 金华不承认 但也不否认 这求情仪式 他也未曾深想 脚步就迈出来了 本王记得 你与银湖兔族的青宁妖女 有婚约 这一句 用的是妖族的妇语 金华亦同样回了句 妖王大人您记错 那是金华的兄长 金云 楚玉一个辈子砸过去 摔在金华脚边 横眉竖眼地 毫不气愤 我说是就是 这话金华就没法接了 其他几个看客都有些懵懵然 只觉得楚玉有点瞒不讲理了 楚玉扭头 对萧锦四撒娇 然后 萧锦四用自己的杯子 给他递了杯茶 乖 世子爷就乖了 不恼不怒地 跟着萧锦四出了新月店 乖乖 萧锦四一个字 就搞定了楚玉 分思染久久不能相信 扭头问一旁的楚慕 侄女婿 楚玉有没有这么听过你的话 楚慕语气很酸 打翻了一坛陈年老醋 从来没有 也就是说 楚玉只对他家阿饶这么没骨气咯 分思染由此得出了结论 以后我绝对不生儿子 生了也是别人家的 然后坐不住 跟着去看戏去了 洪宝德趴在饭桌上 有气无力地叹 天家这一家子 过个年都不安生 犹豫了一下 没忍住 用筷子加了一颗花生米 等警司回来再开戏 秦珍打落了他的花生米 可是我饿 秦珍给他倒了一杯水 递给他 气定神闲地坐着 扔了两个字 国父 洪宝德嘴角一抽 看了一眼花生米 看看秦珍 秦珍 我是你捡来的吧 肯定不是亲生的至交 秦珍郑重其事地回答他的疑问 你是警司捡来的 唉 这年真是没法好好过了 确切地来说 确实是萧警司 将年幼旧家破人亡的洪宝德 带回了魏平侯府 这话 洪宝德还真搏不了 虚实刚至 除夕的月夜尚好 烟笼原夜月笼沙 朦朦胧胧的一片好光景 华阳宫外的宫人高声通传 我是大人道 一屋子的宫人小主都起身相迎 这除夕夜 按照惯例 宫中排得上份位的 叫得上名号的女眷 都会在太后宫中一同守岁 今年 还多了沈家几个小辈 一屋子的男女老少 方才气氛变紧绷了 这会儿更紧绷了 以沈太后为首 起身对来人道 是什么风 把国师大人吹来了 沈太后如此迂回 想必并不想让 萧锦司插手华阳宫之事 她开门见山 太后娘娘 请问竹安公主 现在人在何处 她匆匆扫尸了一眼电钟 并未见到凤冠兰 直接就问竹安公主 她的来意 显而易见 屋中公主的女眷 和沈家几位 都暗自打量萧锦司 因为她身侧 有处于那一座 移动的冰山 众人都十分摒弃宁神 心惊胆寒的 沈太后 由身边的嬷嬷扶着 走了几步 想来国师大人 也知晓竹安那丫头 惹下祸了 话语中 还有余怒 这沈小公子 是沈太后 最疼爱的沈家小辈 又大年除夕夜 在华阳宫死于非命 沈太后这怒火 自然难平 这祸事是何人惹下的 还言之上早 沈太后如此便 给竹安公主定了罪 未免有失功允 沈太后脸色一沉 眼底突然就 躺起了熊熊怒火 人证物证俱在 他一身嗜血地 在案发地 不是他行凶又怎么解释 证据确凿 还有什么好政变的 竹安他对金言 下词重手 埃家今日 必要替右相夫 讨一个公道 此间 右相夫几个女眷 也是音音抽气 萧锦寺倒是心平气和 太后言下致意 是要私自论处 竹安公主 哼 沈太后哼了一声 直到却请 沈右相过来 将停放在 相防的神经眼的 尸身带回去 此番 沈太后是 盖棺定论 表明了态度 要治竹安的罪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在这次 Perry 刹伤